第831章 把他关起来 哪怕是已经预料到了独孤伯的打算 听到这话 上官飞还是被震惊到了 联手杀了战神 这家伙 是疯了吗 上官飞听到这句话的反应 跟之前的乔木是一样的 要知道 那可是战神啊 无数人民军人心目中的偶像 更是被国外的人誉为 华夏的守护神 一身强横的实力深不可测 连西方天网的首领 都忌惮三分的存在 之前崔家的老爷子崔继青 更是被战神打残 崔家弱大的家族一蹶不振 这样的存在 在国内相对来说 简直就是无敌的 而独孤伯 居然说要联手杀了他 开什么玩笑 上官飞虽然平日里很自傲 但他还没有狂妄到这种地步 这家伙 哪里来的勇气 哪里来的胆子 说出这样的话 看到上官飞的神色 独孤伯知道他不信 你是不是觉得 他是战神 实力强大 我们这些人 是不可能杀得了他 对 上官飞点头 连崔继青在他的手中 最终都只能重伤落败 我们就算找来同级别的半步 超凡武者 也杀不了他 相反 这件事情一旦失败 你知道将面临着什么吗 到那时 就算是你们的长辈 护着你们 恐怕也无法承受那样的后果 而我们上官家 也将要面临一场灾难 上官飞 从来就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他不可能轻易答应 独孤伯的这个提议 因为这其中面临的风险 实在是太大了 这跟回报不成正比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自然有办法对付他 独孤伯笑着道 接着他凝视着上官飞 沉声道 现在 我需要你的一个态度 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一起去对付他 上官飞皱起眉头 没有立刻回答 他在衡量利益得失 这件事情 如果上官家族加入其中 一旦失败的话 战神的怒火 上官家族想要承受 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最关键的是 就算成功了 上官家族能得到什么 似乎是看穿了 上官飞心中的顾虑 独孤伯微笑道 上官兄 不怕告诉你 李家这一次也会出手 应该说 是我姑妈 还有我表弟他们 如果我那位姑父 铁了心想要帮李东 那么 我可以承诺 李家将会更换一个新的家主 并且永不跟你们上官家族为敌 并且 这件事情一旦成功 南方的那个林氏集团 就是你们上官家族的了 听到这话 上官飞眼睛微微一亮 不说其他 单单是林氏集团 就价值数万亿 这么一大块肥肉 上官飞立刻就动心了 上官兄 你还在犹豫什么 机不可事 时不再来啊 你真的有办法对付战神 上官飞似乎心中已经有了抉择 沉申问道 那是自然 独孤伯自信满满 我可不是傻子 如果没有办法对付他 我会傻傻地自己去找死不成 上官飞点了点头 但依旧沉默 他还在犹豫 没办法 战神的名气 实在是太大了 在华夏国人的心中 战神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让上官飞做出那样的决定 实在是太难为他了 这样吧 你们上官家族 不用参与到 围杀他的计划当中 你们只要承诺 一旦我那位姑父出手 你们就派出高手进行拦截 阻止他们救援李东 这样总想了吧 独孤伯一脸无奈地道 好 这下上官飞不再迟疑 立刻点头答应了 这样的条件 对于上官家族来说 不算难事 那么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独孤伯站了起来 对上官飞伸出了手 笑着道 上官飞伸手跟他握了握 又问 那么 这个计划 什么时候实施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在七天之内了 独孤伯沉声道 你们这边 也应该早做准备 毕竟 我那位姑父身边的 那个老东西 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明白 上官飞点头 李鸿图身边的那位 名叫李福的强者 可是号称京都 第一大宗师的存在 上官家族想要阻拦李家 就必须要调遣 更多的强者过来了 两人又谈了一会儿 独孤伯告辞离开 等他走了之后 上官飞立刻拿出手机 拨打了上官亭的号码 半个小时之后 上官亭回来了 上官飞立刻将 独孤伯所说的事情 跟上官亭说了一遍 他竟然结婚了 而我们居然不知道 上官亭的眉头 拧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个消息 对他的震动挺大的 他的内心 无比的失望 毕竟 之前他们一直都将 上官亭跟李东之间的结合 当作是上官家族 未来更进一步的基础 而现在 他们的希望 彻底破碎了 父亲 亭儿他肯定是知道 这件事情的 但 他却没有告诉我们 上官飞陈生道 按照他的个性 他很有可能 不会轻易放弃 说不定会不择手段 杀了那个林宇柔 从他身边抢回李东 话落 上官亭脸色一变 他很清楚 那位战神的性格 如果上官亭真的那样做 杀了那个林宇柔 无疑是触碰到了战神的逆铃 那样一来 对上官家族而言 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不行 为了文托起见 绝对不能让他 再去接触李东了 上官亭毫不犹豫 直接下令 你现在就去把他带回来 把他关起来 这段时间 不得让他外出 是 附建 上官妃点头应是 他也有这样的打算 附建 我们 当真要查守经这件事情 上官妃忍不住问道 而且 独孤伯他们 当真会去杀李东 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因为上官妃 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他始终觉得 独孤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就算暂时答应了 跟对方合作 也不能信任对方 这种人公于心计 绝对不能大意 要知道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入了对方的圈套 引火烧身的 你不是已经答应了独孤伯了吗 上官婷看了他一眼 可是父亲 那毕竟是战神啊 上官妃一脸无奈 如果他们计划失败了 那我们上官家族 就要去承受战神的怒火 富贵 险中求 上官婷 陈生道 如果独孤伯说的都是真的 以他们这些官宦家族的个性 他们 一定会去杀李东的 我很了解他们 对于不能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危险因素 他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清除 这一次 李东所做的事情 已经触及了他们的底线 而且 你认为独孤伯当真是胆子这么大敢去做这种事情 富贵 你是说 是九长老 上官妃 陡然一惊 第832章 地皮静拍 第832章 地皮静拍 且看吧 上官婷淡淡道 究竟是不是我所认为的那样 到时候自然一清二楚了 现在 你去将我儿带回来 把她暂时关起来吧 是 上官妃恭敬殷氏 很快就离开了 经过这几日的休息 小白无论是伤势 还是心灵上的创伤 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最主要的 自然还是因为陈小刀的关心与陪伴 李东跟林语柔 见到这两个小年轻 你请我农 索性就让小白多休息一段时间 至于工作上的事情 林语柔暂时没有交给小白去做 反正现在公司团队刚来 这边的市场开拓才刚开始 并不算很繁忙 林语柔自己一个人 就完全可以应付过来的 老公 我准备在京都这边建立一栋大厦 用来当做林氏集团在这边的分部 客厅里 林语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北方这边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其重要程度 远远不是盛海跟湘江可以相比 那两个地方的办公场所 只要租赁一两层就足够用了 但北方京都这边不同 林氏集团想要在北方做大做墙 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牌面 不然的话 别人就会说 林氏集团好歹也是数万亿级别的集团公司 连自己的办公大楼都没有 说出去掉价 这也是公司的一种战略意义 代表着林氏集团的牌面 事实上这个想法 林语柔再还没有过来 京都之前就已经想过了 并且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 林语柔认为这件事情是时候要提上日程了 可以啊 对于林语柔的建议 李东毫不犹豫地点头 看上了哪一栋 我们直接买下来 京都这里算是寸土寸金 一栋大厦的价格 起码都要数百亿 这样的价格 足以让全国99.9%的集团公司望尘莫及了 但对于李东来说 并不算什么 还是那句话 金钱对他来说 真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不 我的意思是 自己买下一块地皮 然后建立一栋办公大厦 林语柔摇头道 即便这样 需要多花费一笔买地皮的钱 但林语柔依旧认为是值得的 这其中蕴含的战略意义 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他必须要让整个京都的商业圈子都知道 林氏集团的实力 比他们想象中的都要强大 买地皮 自己建一栋 李东的眉头微微一皱 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京都这边 从一环到三环 繁华路段的地皮 在早些年就早已经被瓜分掉了 现在想要买下一块地皮 建立办公大厦 很难 要知道 京都不比其他地方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京都早就不需要以前的那种招商引资手段 吸引外来企业 所以 这边的土地 就算有钱 都未必能够买得到啊 现在就有机会 林语柔美眸中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在十几年前 二环内有一家外资集团企业宣布破产 产权被政府收了回去 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 那块地皮一直没有被拿出来拍卖 就在昨天 国土部要处置闲置资源 将那块地皮拿出来公示了 明天下午 这块地皮将会进行竞拍 低价三十亿 林语柔眼中的光芒 月价明亮 老公 你知道一栋大厦 对于我们林氏集团的战略意义 不管能不能竞拍成功 我都想要试一下 李东轻轻点头 那就去参与竞拍 这么一个机会 失去了可就再难来了 只是 你也要做好跟其他人竞争的准备 毕竟这样一块大肥肉 盯着他的人 肯定很多 还有 你也要预算一下 想要拍下那块地皮 需要多少资金 我计算过了 林语柔认真道 那块地皮起拍价三十亿 尚不封顶 但那快递的产权价值 在五百亿左右 超过五百亿 不敢你做什么项目 利润空间都会被压缩到最小 现在不比以前 以前的话 拍下这么一块地 不管做什么都可以赚到大钱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的商业 竞争力实在是太大了 没有过硬的实力 想要啃下这块大骨头 会被噎死的 我们林氏集团的产品 不说在整个世界 起码在国内 能跟我们竞争的 不少过十个 所以我很有信心 以我们的实力 就算一价拿下那块地皮 也不会亏 很显然 林雨柔对于这件事情 做了很多的研究 也看得出来 她对那块地皮 势在必得 叮铃铃 这时 林雨柔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接通 你好 我是林雨柔 林总是吧 电话那边 传来了一道 有些尖锐的声音 我是青帝房产的总经理 我叫郑林 听说 你想要近拍二环的那块地皮 青帝房产 林雨柔微微皱起了眉头 是又如何 这个房产公司 林雨柔想了一下 还是有印象的 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 对方也在参与近拍 那块地皮的名单之中 而且 这个地产公司的实力很强 规模也达到了万亿级别 并且 这个公司的控股方 还是外资 对方能拿到她的手机号码 这是林雨柔意想不到的 不过转念一想 她想近拍那块地 已经提前将自己的联系方式 给了政府那边 对方想要拿到自己的联系方式 也不意外了 是这样的 那块地皮呢 我们亲戚房产也有兴趣 对面那个名叫郑林的人 嘿嘿一笑 林总 大家都是出来赚钱的 不如这样吧 我这边 有个五十亿的项目 可以跟你们林氏集团进行合作 到时候利润二八分 而你们 退出这场近拍 怎么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兴趣 林雨柔想也不想 直接就拒绝了 那块地 我林氏集团要定了 这么坚决 就不考虑一下 对方阴阳怪气笑了起来 传闻林总 是做事果断的女强人 果然名不虚传 气场很强啊 只是 我们亲帝房产 对那块地是势在必得的 林总这么不给面子 不好啊 这个面子有什么关系 林雨柔语气冰冷 在商言上 你想要 我想要 那就各凭实力 价高者得 可是我不想多花冤枉钱啊 对方的声音 变得有些玩味起来 我一百亿就可以拿下的东西 你让我多花几百亿 我很不开心啊 对方虽然一直笑着 但语气却非常盛气凌人 而且还带着一股高高在上 显然也是养尊处优的人 你开心不开心 与我无关 林雨柔丝毫不给对方面子 看来 林总是铁了心 要跟我们亲帝房产作对了呀 对方的笑声 多了一丝冷冽 你这样 会让我把你当成敌人的 而成为我们亲帝房产的敌人 下场都很惨的 第833章 下三烂的手段 第833章 下三烂的手段正总 你这是在威胁我 林雨柔声音微微一沉 郑林风轻云淡回应 不是威胁你 只是在提醒你而已 我知道 你们林氏集团 市值比我们多了几倍 但你要知道 你们的地盘在南方 而这里 是北方 你们千里迢迢来到北方 无非也是为了发财而已 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想必林总你也不想看到吧 看来 正总是准备要玩下 三烂手段了 林雨柔笑了笑 她看了一眼李东 根本就没有将 对方的威胁放在心上 只要有李东在 那些想要伤害到自己的人 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李东一定会保护他的 哪怕这里是精度 对于李东的本事 林雨柔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林总 劝你一句 最好不要挡住我的路 否则 那就不要怪我拉手摧花了 郑林不再遮掩 撕破脸皮 相信我 我有一百种办法 玩惨你们的 女人啊 就应该待在家里 跟床上比较好 不要抛头路面 打打杀杀的 你说 要是被开膛破度 或者路上出了车祸 又找不到凶手 你的父母 该有多么伤心啊 郑林的笑声 阴柔无比 林雨柔脸色一变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 没想到 对方居然说出 这么没有风度的话来 郑总是吧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有什么手段 尽管施展出来 我都接着了 那块地皮 我林氏集团 要定了 林雨柔斩钉截铁 好 很好 郑林又笑了起来 那份阴森 更加让人不寒而栗 我就喜欢你这种狂妄的人 没有你的无知无畏 生活就太过单调了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在明天十二点钟之前 你要是再不答应 就别怪我拉手摧花了 她落地有声 我只要一句话 你连精度都走不出 这一次 不等林雨柔说话 李东就拿过了电话 滚 这已经是李东 非常克制自己脾气的结果了 按照他以前的脾气 说不得现在就派人过去 将对方抓来 狠狠地抽他几个大嘴巴子 敢这么威胁自己老婆 真是不知死活 挂断电话 李东看向林雨柔 这个什么亲地房产 什么来头 不太清楚 林雨柔摇了摇头 我只知道 这家房产公司的最大股东 不是国内的人 而是外资控股 他们对这块地皮 也参与了竞拍 林氏集团跟他们之前有打过交道 李东问道 没有 林雨柔摇头 文言 李东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隐隐感觉 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就算那个亲地房产再厉害 他们的负责人 只要不是傻子 也不会这么无缘无故 去梳理一个敌人吧 毕竟林氏集团 是数万亿级别的集团公司 一旦真正打起商战 亲地房产 不一定打得过的 所以李东的直觉告诉他 这件事情不简单 那个正林 很有可能是背后有人 指使他跟林氏集团作对的 李家 独孤家 或者是南宫家 跟乔家 李东脑海中 闪过这几个家族名字 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不管是谁 希望你们不要太过分 不然的话 到位只能 让你们再次尝试一下 什么叫做绝望了 与此同时 电话的另一边 正林放下了手机 看向旁边翘着二郎腿 喝着茶的青年 他一脸恭敬地道 大少 都按照您的吩咐说了 只不过 那位林总的丈夫 似乎是一个脾气 非常火爆的人 不用管他 青年淡淡道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明天的近拍 一定不能让林氏集团 拿到那块地 不过 正林听到他这话 却脸上露出了一抹为难 可是大少 如果林氏集团 出价高于五百亿呢 正林苦笑道 我们的筹备资金 只有一千亿而已 另外的五百亿 还要拍下大少 您看上的那块玉石呢 意思很明确 超过了五百亿 就算是他 也无能为力了 没关系 他要是愿意出这五百亿 那块地皮 就让开林氏集团 青年轻轻一笑 那块地皮的产权价值 就在五百亿左右 一旦超过了这个数字 不管做什么 都没什么价值了 你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尽可能阻止他们 拍下那块地皮 或者是尽可能 让他们多花钱 以及拍下我看上的 那块玉石就行了 事成之后 贵公司 跟我们李家那个项目 就让你来负责 我也会跟你们 总部那边提名 让你来当亚太区的总裁 听到这话 郑林顿时脸色大喜 多谢大少 我一定尽力而为 而青年则是脸上带着微笑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林氏集团 李东 敢跟我抢女人 我会让你们知道 京都到底是谁的主场 时间流逝 很快 次日到来 这一日 对于林氏集团 是很重要的一天 对于参与下午的 那场竞拍的人 同样很重要 提前一个小时左右 李东跟林语柔 换上了一套正装 从别墅开始出发 约末二十分钟左右 两人来到了竞拍会场 李东停好车子 很绅士地 给林语柔打开车门 牵着林语柔的手下的车 两人正要准备 走进竞拍会场 呜 就在这时 李东就看到三架滑板车 从不远处冲了过来 上面 站着三个戴着口罩的年轻人 他们目光凌厉 身法轻盈 速度极快 请客间就拉近了 跟李东他们之间的距离 接着 他们的右手往腰后一摸 多了一个矿泉水瓶子 不等四周围的人反应过来 他们直接拿着矿泉水瓶子 朝着李东 跟林语柔砸了过来 李东目光微微一凝 他抱着林语柔 迅速躲到了一棵树后面 砰砰砰 几乎同时 那三个矿泉水瓶子 砸在了树干上 哗啦一声 红色的液体见舍而出 倾泻了大半个车身 一股腥臭无比的味道 弥漫了出来 那些红色液体 竟然是狗血 看到这些狗血 李东的目光溢冷 虽然这种东西 没有什么杀伤力 但侮辱性却极强 要是刚才躲避不及 他跟林语柔 被这些狗血弄脏了衣服 再被媒体拍了报道出去 不但林语柔名声受损 连林氏集团的名气 都要受损的 这样的手段 太过下三满了 若是单单这样对付李东 李东还不会很生气 但这些家伙 竟然用这种手段 来对付林语柔 这就不能忍了呀 一击不中 那三个年轻人也不恋战 吹了一声口哨 就要散开跑掉 李东身形一动 整个人像是离了闲的剑一样 窜了出去 第834章 竞拍开始 第834章竞拍 开始没有丝毫花哨 他直接撞向那三个年轻人 砰砰砰 几道闷响传出 那三个年轻人躲避不及 被李东撞飞了出去 整个人在地上滑行了好几米 才停了下来 滑板车自然也掉在了地上 哎呦 他们发出了惨叫声 摔在地上 疼痛不已 肋骨起码都断了三根 李东脸色平静 没有丝毫停滞 他撞飞了这三个家伙之后 又从他们的腿上踩了过去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传出 这三个家伙 各自断了一条腿 然而 即便如此 他们竟然还想反抗 甚至从身上掏出了匕首 对着李东 然而 没用 咔嚓 李东脸色一冷 又一脚落下 将他们的一只手腕给踩断了 啊 凄厉的惨叫声 从三个年轻人的口中发出 像是杀猪一样 四周围的人群健壮 赶紧跑得远远的 说 是谁派你们来的 李东走过去 居高临下地 看着这三个年轻人 面对李东的问题 三个年轻人一声不吭 倒是硬气得很 咔嚓 看到他们不说话 李东点了点头 他没有废话 直接踩住一个年轻人的一根手指头 用力一捏 骨头碎裂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头 直接被踩碎了 就算是去医院 恐怕都很难复原 不过 这个年轻人 也只是发出惨叫声 硬是没有招供 是谁派你们来的 李东再次问道 同时 他踩住了年轻人的第二根手指 再次用力一捏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得不说 这个年轻人倒是非常硬气 即便如此 他竟然还是没有说 不过 他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浑身冷汗都下来了 食指连心啊 李东连续碾碎了他 连根手指 太疼了 最后一次机会 是谁派你们来的 不说 你这辈子 就不用再说话了 他的目光 逐渐变得淡漠 变得冰冷 一股杀气散发出来 将这三个年轻人 笼罩了起来 那份杀气跟残酷 直接让年轻人崩溃了 说 我说 我是郑林派来的 想给林小姐一点压力 听完 李东点了点头 不再折磨这几个倒霉鬼 他来到林语柔的身边 将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什么 是他派来的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都使得出来 林语柔敲脸非常难看 毕竟 无论换作是谁 差点被狗血砸在身上 都不会有好脸色的 没事 这件事情 等竞拍结束之后 我再好好跟他们算账 李东笑着道 好了 我们进去吧 竞拍很快就要开始了 嗯 于是 林语柔挽着李东的手 朝着竞拍会场走去 下午两点左右 竞拍会场 这个竞拍会场 可以容纳三百多人 此时 已经坐满了人 坐在这里的人 大部分都是京都 或者北方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有少数外来之人 比如李东跟林语柔这些人 能够坐在这里的 都是真正的有钱人 身家没有个几十亿的 连坐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在竞拍开始之前 李东跟林语柔早就了解到 这场竞拍 不单单是拍卖那块地皮 还有其他不少好东西 数量 一共有二十八种 并且 每样东西 都价值不菲 很快 竞拍开始了 一名拍卖师走上台 进行一场激情飞扬的 开场白之后 然后大手一挥 宣告这一场竞拍正式开始 第一件竞拍物品 是来自于世纪初期的 一把武士刀 诸位 这把刀名为飘雪 是岛国著名刀将 打造而成 精选黑缸 象牙 紫水晶 马脑 骨铜 以及钻石 进行镶嵌点缀 拍卖师介绍着这把刀 这把刀 曾经为一名 声名显赫的将军所用 底价一千万 现场的人群 直接开始兴奋了起来 毕竟 一开始 就是一把底价 上千万的武士刀 可想而知 今天绝对有不少好货呀 最终 这把武士刀 以六千万的价格 被一个中年胖子拍下 对于这样的东西 李东跟林语柔都没有兴趣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那块地皮而来 至于其他东西 林语柔没兴趣 李东也没什么兴趣 一直到拍卖了 二十件物品的时候 会场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了 一群穿着华丽的男女 晃悠悠地走了进来 领头的是一个正式正林 后面跟着的人当中 其中 一个灰衣老者 最为惹人注目 他的脸上 有一道疤痕 神色目呢 眼睛微微眯起 给人一种阴森的气息 正林无视 所有人的目光 竟只走到最前面的 一排坐了下来 还翘起了二郎腿 他的形象很不雅 但是却没有人指责 甚至还有很多人 主动打起了招呼 就连台上的拍卖师 都冲着正林微微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讨好的笑容 之所以这样 那是因为 全场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一件事 那就是 正林跟李家大少李 纵关系不俗 而且正林这一次来这里 表面上是代表亲帝房产 但实际上代表着的 却是李家大少爷 老公 那个人就是正林 林语柔看着对方 冷哼道 嗯 我知道了 李东点了点头 脸色依旧平静 别说是那个正林了 就算是李纵站在他面前 也不足以让他多看一眼 事实上 在整个京都 能够让他多看一眼的人 少之又少 真正能够让他谨慎对待的 也只有长老院的那几位了 哟 这不是林总吗 下午好啊 此时 那个正林也看到了 林语柔跟李东 顿时朝着林语柔打招呼 没想到啊 你还真的来了 真是作孽啊 那皮笑若不笑的姿态 让人心神直跳 正总做了那么多事情 我要是不来 那岂不是让今天的戏码 显得很无趣 林语柔冷笑一声 天作孽 有可活 人作孽 不可活呀 正林音音一笑 随后懒洋洋靠回座一上 最后一点时间 林总可要三思啊 接着 他手指冷冷一挥 愣着干嘛 继续啊 说完 他看了一眼林语柔身边的李东 嘴角微微翘起 那不加掩饰的阴霾气息 使人心生忌惮 场上的拍卖师 本来已经停了下来 听到正林这话 他连忙回过神来 第二十一件拍卖品 世上最奢侈的顶级玉石之一 鸡鸣天下 拍卖师回过神之后 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吼叫起来 底价一个亿 展台上 一尊通透无比的玉石 刺激着众人的眼球 这是一块帝王绿翡翠玉石 形如公鸡 栩栩如生 对天长明 看着就很有意见 两亿 刚刚到来的正林 直接就出价了 他手指一抬 爆出一个数字 第八百三十五章 两剑压轴之一 第八百三十五章 两剑压轴之一两亿 对于这块玉石来说不算贵 同等品质玉石 在其他地方 拍出五六个亿都正常 只是 随着他出价之后 竟然没有人敢加价 谁都看得出来 正林一开口就底价翻倍 那就表明 他对玉石志在必得 如果他只是代表自己 或者是代表亲帝房产而来 那么 现场的人就不会顾忌什么 但谁都知道 正林代表李家大少来啊 万一这块玉石 是李宗大少爷看上的呢 跟正林抢夺 那就是得罪了李家大少爷啊 在京都 除了少数的几个家族 胆敢得罪李家之外 其他人 是万万没有这种胆子的 所以 就算其他人再怎么喜欢 也会很识趣地闭嘴 没必要为了一块玉石 得罪了正林 得罪了李宗大少 得罪了李家 不知当 两亿第一次 两亿第二次 所有人很相当无趣地 看着拍卖师 等待一锤定音 拍卖师喊价生情并茂 但心里也是索然无味 觉得这场拍卖 会少了跌宕起伏的过程 少了些你争我斗的火药味 两亿第三 他刚要喊出第三次时 五个亿 李东突然开口了 这话一出 全场一片死寂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有人冒出来抬价 毕竟 谁都知道 正林代表的是李宗大少爷 对抗正林 就是对抗李宗 大家更没有想到 李东一出手 就是五个亿 好像钱就是纸一样 所以 众人全都盯着他 不知道这小子 是无知还是狂妄 林语柔看了一眼李东 对于李东的突然出嫁 他倒是没有 怎么感到意外 他很清楚李东的性格 只要你不去冒犯他 那么 他也不会跟你作对 但那个正林 昨天打电话威胁过自己 就在刚才 还只是三个小憋三 用狗血来砸自己 李东肯定是生气了 不过 正林倒是脸色平静 他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好像李东都不配做他的对手一样 五亿第一次 拍卖师神色犹豫 开始喊的时候 正林又开始举起了牌子 六亿 这个数字一出来 全场再次一阵哗然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块玉石的价格 五亿就已经封顶了 六个亿 不值得 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是一场龙争虎斗啊 于是 大家都纷纷兴奋了起来 有好戏看了 只不过 大家都不看好李东 哪怕李东跟林宇柔 代表着林氏集团而来 但那又如何 林氏集团 是一家数万亿级别的集团公司 大家也都清楚 但 那也只是在南方牛逼而已 而这里 是北方 是京都 京都是什么地方 可以说 在商业上 李家在京都 乃至在北方 都是绝对的超级巨无霸 林氏集团 拿什么跟李家相别 不少艳丽女人 也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觉得李东 是在不自量力 对此 李东脸色淡然 十个亿 李东淡淡开口 再次说出了一个数字 近拍 讲究的 就是一个气势 山呼海啸的气势 要在第一时间 催哭拉朽地摧毁敌人 宁愿一口气喊出最高的价格 也绝对不跟对方 陷入递增低价的胶着战 李东的目的很明确 但凡是这个正灵看上的东西 他都要拍下来 他要让对方 在这场近拍当中 一件物品都得不到 钱 不是问题 钱 对李东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 别说是十个亿 就算是一千亿 在李东的眼中 跟一千块没什么区别 死 这个价格一出 全场倒吸了口凉气 全部人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李东 这家伙 是疯子 绝对的疯子 不少人都一脸震惊地看着李东 但更多人 却是满脸嘲讽 因为 十个亿的价格 已经超过那块玉石的两倍之多了 就算是李东拿到手了 也没什么意义 并且还会得罪正灵 得罪李纵 得罪李家 这绝对是一笔赔本的买卖 大家不由地看向正灵 他们相信 正灵不会跟着发疯的 果然 正灵脸色阴沉地看了一眼李东 并没有继续跟价格了 于是 这块翡翠玉石 被李东拍下了 下面进行第二十二件物品 接下来 拍卖师继续进行物品介绍 不过 从二十二一直到二十六件物品拍卖 正灵都没有再出价 李东自然也没有继续出价 最后还剩下两件拍品了 接下来 有请第二十七件拍卖品 拍卖师的话落下 众人就看到 一辆平板推车进来了 推车上 有着一件一人来高的物品 用红布盖着 看起来像是一件雕件 这件物品 跟第二十一件物品一样 同样也是翡翠玉石 不过 这块玉石 无论是价格还是收藏价值 都不是那块玉石可以相比的 这块玉石 名为武神 采用玻璃种翡翠雕刻而成 高粮米一 由国际知名雕刻大师设计而成 随着它的花落下 有工作人员将红布掀开了 顿时 里面的东西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正如拍卖师所言 那的确是一块 透感极好的翡翠玉石 并且雕刻成了 大名鼎鼎的武神赵子龙 栩栩如生 一眼看去 一股凶悍的气息迎面来 而郑琳看到这块玉石雕件 眼睛顿时一亮 呼吸 都微微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 他今天的目的 第一就是这块玉石 第二 就是最后的那块地皮 现在 郑主 终于要登场了 这块玉石 起步价 二十一 诸位请开始吧 拍卖师微笑着说出了底价 一脸期待地看向众人 这是最后的两件压轴物品之一 可以说是这场竞拍的高潮之一 三十一 立刻有人举起了牌子 开始出价了 这种东西太少见了 区区二十一的起步价 甚至说得上太低了 若是能够将其拍下来 日后拿到国外进行拍卖 可以很轻松拍到几百亿 三十一亿 三十三亿 四十亿 四十一亿 四十六亿 众人纷纷出价 不一会儿 价格就直接上到了一百亿 但 价格依旧在飙升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架势 李东跟郑林都没有出手 只是静静地看着 对于李东来说 对于这种东西 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的目的很简单 只要郑林出价 他就跟上去 不让对方从这场竞拍中 拍走一件东西 而郑林之所以还没有出价 那是因为他很清楚 现在的价格 只是热身而已 等到价格真正抬起来了 后面的时候 才是他出价的时刻 终于 十分钟之后 价格已经飙升到了 二百八十亿了 到了这个时候 出价的人 已经少了九成之多 第八百三十六章 几百亿而已 第八百三十六章 几百亿而已 毕竟 在场的众人 除了少数身家 可以达到千亿级别 大多数都是几十亿 到几百亿不等的 对于那些人来说 价格到了两百八十亿 他们已经是望尘莫及了 而就在这时 郑林 终于出价了 他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淡淡到 三百亿 刷 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落在了郑林的身上 三百亿 不说众人 估计郑林背后的李家 单单是三百亿这个价格 就足以让九成九的人退去了 在场的众人 咬了咬牙 最终 还是放弃了 没有人胆敢接着叫价 还是那句话 这东西虽好 更高的价格依旧可以出 但为此得罪了李家 不值得 就当是卖个面子 给李宗大扫了 紧接着 大家的目光 又下意识地落在了李东的身上 毕竟 第二十一件物品拍卖的时候 李东是出过价格的 而接下来 郑林没有出价 李东也没有出价 所以 大家都认为 那位 林总身边的男人 恐怕要故意针对郑林 果然 他们没有猜错 在郑林出价之后 李东也跟着举起了牌子 三百五十亿 一开口直接提高了五十个亿 就像是五十亿在他的心中 就像是一些废纸一样 死 这个价格 直接让所有人倒吸了口凉气 他们参加过很多近拍 但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有人这样加价的 这可是五十亿啊 普通人就算几辈子 都赚不来这么多钱 就算是在场的诸位 五十亿 恐怕也是一部分人的全部身价了 这家伙 这么任性的吗 听到这价格 郑林的眼皮 也不由得重重一跳 他刷的一下 目光死死盯着李东 而李东 则是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三百五十五亿 郑林阴沉着脸 举起了牌子 四百亿 他的话才刚刚落下 李东的价格 立刻就跟了上来 直接加了四十五亿 这一下 郑林的脸色彻底大变 这样的价格提升 即便是他 也要心惊肉跳 事实上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李纵来了 面对这样的加价方式 也要心惊了 四百十亿 郑林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几乎是咬着牙爆出了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太高了 高到让他都感到无比震惊 他今天的目标 是这块玉石雕件 以及那块地皮 而他准备的资金 也只有1000亿而已 也就是说 这件拍品跟后面压轴的那块地皮 要分摊500亿 如果李东出道超过500亿 这件玉石雕件 他恐怕就要放弃了 不然的话 他将没有足够的资金 去竞争后面的那块地皮 终于 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五百亿 这一下 李东举起了牌子 直接喊出了郑林心目中的底价 什么 郑林坐不住了 他豁然站了起来 目光死死盯着李东 小子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拍下这里的东西 到时候却没有资金支付 下场会很凄惨的 哪怕对方是来自零氏集团 但是他依旧不相信 对方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 五百亿啊 什么概念 这个就不劳烦 你担心了 李东淡淡一笑 钱 我有的是区区五百亿 我还是给得起的 你 李东风轻云淡的样子 让郑林脸色极为难看 老实说 李东给到这样的价格 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本来以为 这件压轴之一的玉石雕件 他最多用三百多亿就可以拿下的 但没想到 半路杀出了李东这么一个不稳定因素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着郑林 他们都不相信 郑林还会给出更高的价格 毕竟 五百亿 已经远远超出这玉石雕件的价格了 就算这翡翠玉石足够大 雕刻得栩栩如生 也不值这个价格 一价太多了 要是继续出价 那是要大亏的 五百二十亿 然而 谁都没有猜到 郑林却是语出惊人 直接将价格再提高了二十亿 全场震惊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郑林 不知道他为何还要继续提高价格来竞争这件拍品 难道是乱了方寸 郑林死死盯着李东 这是他所能出的最高价格了 再出的话 接下来的压轴地皮 他就没有资格继续竞争下去了 五百二十亿第一次 五百二十亿第二次 相比于其他人的震惊 拍卖师则是兴奋无比 大声叫道 郑总出五百二十亿 还有没有人超过他 有没有 五百五十亿 李东风轻云淡地举起了牌子 听到这个价格 即便在场的人非富即贵 也不由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一阵剧烈跳动 这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啊 然而 李东却像是抛出厕纸一样简单 全场寂静无声 旁边的林语柔一脸无奈地看着李东 他有心想要劝一下李东 但怎么也说不出口 因为他很清楚 以李东的性格是劝不听的 而且他也知道 金钱对于李东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虽然跟李东结婚至今 但他依旧不知道李东到底有多少钱 不过他知道 李东身上的那些东方银行的黑卡 每一张里面都有数百亿 不把钱当钱的人 估计也只有这家伙了 全场 只有那个拍卖师无法平静 略带着颤抖的嗓音 五百五十亿第一次 五百五十亿第二次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他看着郑林 想要尽量拖延时间 碰 这时 郑林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站起来一脚踢翻椅子 他盯着李东出声 你确定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李东淡淡一笑 几百亿而已 我还是拿得出来的 我现在如果告诉你 我不跟了 郑林脸上露出阴了 你会不会后悔不迭 在我李东的字典里 从来没有后悔两个字 李东脸色平静 再说了 我相信 你一定会再加价的 是吗 你算盘打错了 郑林冷笑一声 我告诉你 我就不跟了 你拿五百五十亿带走 只是我要提醒你 怀必其罪 没有能力的人 拿着这块玉石 不仅不会带来好运 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 你会人才两空 信不信 他语气带着一抹威胁 拍卖师的手 举到了最高点 全场的胶着气氛 也累积到一个顶点 有几个人甚至几次张口 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他们的目光 不断地撇着拍卖师手上的木锤 但因为郑林没有表态 而不敢动 我谢 李东很诚实点点头 我当然相信 拍下玉石后 会被你不择手段抢走 你为了那块地皮 能不择手段打压我老婆 他很坦然看着郑林 现在我打了你的脸 你肯定会不惜代价弄死我 第837章 表演胸口碎玉石 第837章 表演胸口碎玉石 知道就好 郑林冷笑一声 我随时能够捏死你 你现在只有一个活命机会 那就是拍下这块玉石 然后免费送到我手上 我会给你一条生路 不然 这块玉石 你绝对留不到晚上 你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他直接撕破脸皮 别不相信我的话 我这次是为李宗大扫办事的 李嘉宁应该知道吧 所以 我踩死你 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李东不知可否笑了笑 是吗 550亿 给他 郑林向拍卖师 喝出一声 这块玉石 从现在起 就归他了 550亿 第三次 拍卖师终于落下了锤子 宣告550亿第三次 这块举世罕见的玉石 归李东所有 当不少人以为 李东可能拿不出钱 或者畏惧郑林 转身跑掉时 李东却掏出了一张 黑色的银行卡 东方银行的黑卡 他很痛快地 掏出了550亿 看到那张黑卡 众人无比震惊 不愧是林氏集团 随便就能拿出几百亿 但很快 大家的眼中 都充满了戏血的神色 因为大家都认为 就算李东拍下了 又如何 他根本就守不住玉石 不少名媛 更是眼神蔑视 觉得李东 很快就会人才两空了 郑林看了李东一眼 走回椅子坐了下去 不过就在这时 李东突然站了起来 拍卖这么久 想必大家都很累了吧 说着 他朝着台上走去 接下来 我为大家表演一场好戏 郑林冷笑不已 好戏 你自身都难保了 还有什么好戏 李东笑了笑 紧接着 他走过去 从那个拍卖师的手中 拿过锤子 拍卖师一愣 大喝道 你要干什么 把锤子还给我 闭嘴 李东瞪了他一眼 拍卖师看到 李东的眼神很可怕 不敢作声了 郑总是吧 放心 这场好戏 你们一定会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 我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做胸口碎玉石 听到这话 郑林脸色大变 胸口碎玉石 不但郑林的脸色一变 所有人都无比震惊地 看着李东 听李东这话的意思 是要将刚刚拍下来的 玉石砸碎 这可是五百五十亿 拍下来的玉石啊 虽然早就已经 远远超出了本来的价值 可也是实打实的 真金白银啊 如果就这么砸掉 这何止是抱歉天物 简直是丧心病狂 你要做什么 郑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怒喝道 我说了呀 我要表演一场胸口碎玉石 给你们看 李东笑咪咪地道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想做一件 千古留名的事情 可始终等不到机会 现在 机会终于来了 将美好的东西 活生生撕碎 不仅仅是一场悲剧 还会千古留名 所以 接下来的时刻 我会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 将这块价值五百五十亿的 玉石砸了 李东哈哈一笑 大声道 你们准备好了吗 话落 全场彻底沸腾了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 看着李东 疯了 这家伙 绝对是一个疯子 几百亿镜拍下来的东西 拿来砸给大家看 这是财大气粗 还是脑子进了水 很多人都认为 李东是脑子进了水 可是 他们的内心 却热血沸腾啊 一个个都拿出了手机 准备拍摄这震撼的一幕 见证几百亿的玉石 被当众砸碎 这件事情 足够他们吹一辈子了 林宇柔 则是无奈地看了李东一眼 以她对李东的理解 这家伙虽然不把钱当钱 但也绝对不会做出 她肯定 李东绝对不会砸了这块玉石 虽然她还不知道 李东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 此刻 郑林的笑容彻底僵住了 甚至 她的身体都微微拱起 显示出了她内心此刻的不平静 郑总 我本来不想砸碎的 李东看着郑林 笑着道 不过 我出了钱拍下这块玉石 你却要强迫我送给你 还威胁我 与其怀避其罪 还不如当众砸了 这样还能博大家一笑 听到这话 郑林的眼皮 重重一跳 对方这是狗急跳墙 小子 你要是敢砸了玉石 我发誓 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 郑林直接威胁李东 甚至你身边的人 也会跟着倒霉 我保证 我就是不砸了这块玉石 甚至拱手送给你 只怕郑总也不会放过我 李东摇了摇头 脸上没有丝毫畏惧 所以啊 还不如一拍两散 郑林眼皮一跳 她感受到李东的坚决 拳头止不住握紧 同时 她心中还有一抹纠结 不知道李东的底气来自哪里 难道 她不知道自己是为李宗少爷办事的吗 林氏集团就算再厉害 也绝对对抗不了李家 还是说 这家伙 知道这块玉石里面的来历跟秘密 想到这里 她心中一沉 她来参与这场竞拍 是李宗让她来的 目的很简单 只要拍下那块玉石 以及尽可能阻止林氏集团拿到那块地皮 这两个任务 最重要的 一就是玉石 因为李宗说过 就算不能阻止林氏集团拿到地皮 也要尽可能提高价格 让林氏集团大出血 而那块玉石 她必须要带回去给李宗 之前之所以放弃竞拍 是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郑林认为继续出价 是不值得的 加上这里是北方 是京都 并且有李家罩着 郑林就认为自己 绝对可以轻易拿捏李东 就算那块玉石被李东拍下 那又如何 等近拍结束 她有的是办法 让对方乖乖交出来 但是郑林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这么疯狂 直接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砸掉这块玉石 这绝对是郑林 所不能接受的结果呀 这块玉石要是被砸碎了 里面蕴含的秘密 将会公布于众 到时候 李宗会弄死她的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你有本事就砸呀 不等郑林做出反应 她身边的一个女人站了起来 看着李东的眼神 充满了轻蔑与挑衅 她是郑林的秘书 而且是那种 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秘书的贴身秘书 仗着这一层身份 她认为自己身份高人一等 她看不惯李东 牛逼哄哄的样子 若不是为了顾及面子 她甚至都忍不住喊人过来 砍了那个嚣张的家伙 竟然敢跟郑总作对 简直就是找死 呀 这位美女也想见识一下 李东笑着看向对方 不错 我想见识一下 但我就是没见过一锤子 砸掉五百多亿 女力数身体微微前倾 冷哼道 你要是不敢砸 就是王八蛋 第838章 狮子大开口 第838章 狮子大开口 反正这块玉石 是你花费五百五十亿拍下来的 就算砸了 也是损失你自己的钱 损害不了我们郑总一根毫毛 我们郑总最多就是损失了 一个收藏玉石的机会 浪费半个小时来这里拍卖 但有钱 什么不能买到 而你不一样 你直接要损失掉五百五十亿 女力数一脸不屑地看着李东 你想用这个来威胁我们郑总 还真的是天真幼稚啊 就是啊 有本事就砸给我们看看 让我们开开眼界 几百亿的玉石砸碎 是什么样的 我就不信你舍得 砸了几百亿的东西 想用这个来威胁郑总 真是搞笑 那几个跟着郑林一起来的男女 也开始附和起来 用挑衅的语气 居高临下的叫板李东 李东只是脸色平静 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笑容 而郑林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他的脸色却更加难看了 行啊 那就让你们都开开眼界 李东大有深意地看了郑林一眼 然后高高举起了手中的锤子 看到李东的举动 郑林身旁的那个灰衣老者眼中 有着一道寒芒一闪而逝 身上的杀鸡瞬间流露出来 郑林的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 不得不说 李东这一招 真的像是一把刀子 捅在了他的软肋上 这块玉石真的不能出事啊 不然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李东交代 其实 对于这块玉石的秘密 他也只是知道一点而已 这还是李东告诉他的 他只知道 这块玉石已经有些年头了 相传在几十年之前 这块玉石 曾经是国外的一个华裔超凡武者的东西 相传 那位超凡武者在晚年时 耗尽了一生的财富 收集了一块巨大的翡翠原石 然后再雕刻出了这座武神赵子龙的雕像 很少有人知道 这座雕像里面 蕴含了一位超凡武者 对武道的感悟 李纵跟他说了 一些关于这座雕像的事情 说 只要得到这座雕像 大宗师强者 只要细细感悟 会有很大的机会 感悟到那位超凡武者留下来的武道感悟 那样就有机会突破瓶颈 踏入超凡境界 也正是因为如此 李纵才会让他 必须要拍下这座雕像 当然了 这算是一个隐秘 估计全场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然的话 其他人要是知道这玉石里面的秘密 估计就算拼了得罪李家 也会出嫁竞争的 本来以为拍下这玉石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谁知道 半路上杀出了李东这号人物 这一下 直接将他的计划给打乱了 并且 李东这一下 还将他彻底逼到了一个死角 郑林很清楚 如果自己将这件事情搞砸了 让玉石被李东砸砸碎 只怕李纵饶不了他 各位 来准备见证历史的一刻吧 李东的嘴角 泛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人生中最悲哀的事情 莫过于美好被当面毁灭了 话落 他手中的锤子朝着玉石落下 啊 全场顿时发出了一阵阵尖叫声 这一幕 实在是太刺激了 so 几乎是本能反应 郑林大声吼道 不 他直接扑了上去 一把抓住了李东手中的锤子 那个锤子 距离玉石 只有五公分 看到这一幕 李东的嘴角 翘了起来 似乎有种奸计得逞的感觉 而全场的人 更是一脸震惊 他们震惊的 不是李东要砸碎玉石 而是震惊郑林的反应 郑总 你这是做什么啊 李东笑着问道 我砸自己拍下来的玉石也不行 林语柔也一愣 这一幕他也没有想到 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看到李东那玩味的笑容 再加上郑林的举动 林语柔立刻就意识到 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玉石肯定不简单 而李东肯定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故意这么做 为了引诱郑林出手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 但李东这么做 绝对有他的理由 郑林死死盯着李东 咬牙切齿 小子 你做人不要做得那么绝 怎么就绝了 李东笑着问道 我砸自己的东西 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郑林深深吸了口气 现在不要砸玉石 先让我打个电话 可以 李东笑着点头 他的笑容 仿佛一切都已经预料到了 包括郑林要打电话 于是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郑林走到一旁 开始打电话了 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连李东都听不到 但是 所有人都看得清楚 郑林的表情非常恭敬且谄媚 就像是孙子一样 毫无疑问 他应该再给李东打电话 请示着什么 数分钟之后 郑林打完电话了 他深深吸了口气 走了过来 死死盯着李东 开个架吧 这块玉石 我要了 现在他的内心 非常后悔 早知道如此 当时他就应该跟李东死磕到底的 但没办法 世上没有后悔药 本来他想等近拍结束 强行从李东手中抢过来的 但他没料到 李东会有这一招 若是让李东将这块玉石砸了 那么 他真的承受不住这样的后果呀 所以 只能先从李东手中 将这块玉石买下来 之后 再做打算 八百亿 现在就打在我的账上 这块玉石 你可以带走 李东笑着道 八百亿 听到李东狮子大开口 全场一阵哗然 这简直就是在抢钱啊 五百五十亿跟八百亿 相差了二百五十亿 这样的差距 太恐怖了 郑少 算了 他要砸这块玉石 就让他砸吧 郑林的女秘书 连忙拉住了郑林 示意他不要被李东牵着走 反正这是他的玉石 砸不砸 我们都不心疼 您喜欢帝王绿 我们去珠宝店买几个就行了 他实在是看不惯 李东的咄咄逼人 什么玩意儿 自己冤大头 花了几百亿买玉石 还想让郑林出八百亿 他完全被恨意冲昏了头脑 这时 李东淡淡开口 八百五十亿 你脑袋被门家了吗 女秘书嗤之以鼻 自己当了冤大头 还想敲诈我们郑总 你以为郑总傻的吗 他扬起了精致的俏脸 满脸底 李东却是一笑 脸色平静地道 九百亿 你干脆直接叫一千亿算了 啪 这一次 还没有等他的话说完 郑林直接一巴掌将他抽翻 你给老子闭嘴 闭嘴 女秘书踉跄倒地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郑林 郑总 你 你 他无法相信 郑总竟然会打他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他 他是在为郑总考虑啊 为什么 碰 郑林没有丝毫怜香惜玉 对着他又是一脚 我叫你给老子闭嘴 第八百三十九章 压轴竞架 第八百三十九章压轴竞架 郑林此时的心都在滴血 不滴血不行啊 就因为这个女人的几句话 直接就多了一百多亿 这代价 简直大到离谱 女秘书不敢说话了 她捂着脸很是委屈 全场看到这一幕 更是无比惊讶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郑林居然为了那块玉石 连最宠爱的女秘书都打 今天老子认栽了 郑林扯开了领带 手指着李东 一脸冷笑 但是 我告诉你 以后的路还长着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说着 她对手下吼道 给她 立刻给她的账户打九百亿 什么 看到郑林居然妥协 还真的给李东九百亿 全场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 不少名媛贵妇 更是死死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发出尖叫声 太震惊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块玉石 被五百五十亿的天价买下 然后又被人以九百亿买走 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郑总 九百亿的玉石 你可要收好啊 少一个脚 就等于少几十亿呢 李东收到了九百亿的到账信息之后 笑眯眯地看向郑林 郑林没有说话 只是深深看了一眼李东 然后让手下去将那块玉石收了起来 今天的事情 他记住了 这个来自林氏集团的家伙 他也记住了 正如他所说的 以后的路还长着 这件事情 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九百亿 到时候 他会让对方双背吐出来的 愣着干嘛 继续啊 李东看向台上站着发愣的拍卖师 大声喝道 拍卖师回过神来 连忙道 哦 好 然后 拍卖师开始准备进行最后的压轴地皮拍卖 只是 在此时此刻 大家的心思都被牵走了 时不时地看一眼李东 这家伙也太厉害了 竟然逼得郑总吃了这样的一个大亏 大家心中都有些幸灾乐祸 更多的 对李东投以怜悯的眼神 因为大家都清楚 得罪了郑林 就是得罪了李宗大少 就是得罪了李家 就算这个家伙是林氏集团的 那又如何 得罪了李家 在京都 乃至在整个北方 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了 郑林此时面无表情 看不出喜怒哀乐 但是 他的手却死死我这 青筋突出 显然是压制着怒火了 也难怪他会如此愤怒 本来他以为自己可以很轻松完成李宗大少交代给他的任务 到时候 抱着李家这条大腿 他在自己家族中的地位 将会扶摇直上 结果 却被李宗全部打乱了他的计划 虽然他最终还是拿下了那块玉石 但是 花费九百亿 这就不一样了 花费小几百亿 众人或许会说他运筹帷幄 出击精准 这一张干得漂亮 而九百亿 那跟冤大头 就没什么区别了 要知道 李宗用五百五十亿拍下来的时候 那个价格就已经超出了那块玉石本身的价值很多了 大家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郑林还要花费九百亿去买下来 这简直就是傻子 当然了 要是让大家知道 这块玉石里面 蕴含了一个超凡舞者留下来的舞蹈感物 估计就不会这么想了 郑总 对不起 那个女秘书坐在郑林身边 垂着脑袋 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一时没有想那么多 尽管她还是不知道那块玉石的秘密 但静下心来一想 还是可以想到一些东西的 如果那块玉石只是普通的玉石 郑林又怎么会那么紧张 行了 这件事情不用多说 一切报复 等这场竞拍结束了再说 郑林语气淡漠 是 郑总 女秘书连连点头 郑林脸色极为难看 刚才她花费了900亿 从李东的手中买下的那块玉石 现在她的身上 只有100亿左右了 这样的价格 想要拍下那块地皮 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等静拍完了之后 一定要弄死那个家伙 跟林语柔 郑林的眼中 流露出了一股狠力 原来 我本来用两三百亿 就可以拿下那块玉石 甚至连那块地皮都可以拿下的 结果 要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实在是太可恶了 她对李东的仇恨 此刻已经恨到了骨子里 古老 等静拍结束 这个家伙 就交给你了 郑林对旁边的灰衣老者沉声道 到时候 我会让他吐出 那900亿 不 我要让他付出双倍的代价 郑总放心就是了 区区一个愣头青 由我出手 还不是手到青睐 灰衣老者看了一眼 李东 一脸自傲 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宗师强者 从李东的身上 他丝毫气息都感受不到 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 他不认为 李东是一个超越宗师强者的存在 因为只有那样 他才感受不到 对方有习武的气息 毕竟 超越宗师强者的存在 整个华夏都屈直可数 怎么可能随便出来一个年轻人 会是那种高手 在他心中 直接将李东认定为普通人了 听到古老这话 郑林彻底放心了 他看了李东一眼 心中冷笑不已 哼 先让你得意一阵子 等近拍结束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绝望了 就在他们说着话的时候 李东坐在那里 看着道账的900亿 倾效不已 花费了550亿 拍下那块玉石 在900亿卖出去 直接赚了350亿呢 怎样的生意 太好做了 对于这笔财富 李东赚得心安理得 对方之前指使那几个小混混 用狗血来砸林宇柔跟他 还扬言威胁过林宇柔 这350亿 算是利息了 终于 拍卖师准备好了 他一敲锤子 大声喊道 下面 进行压轴拍品竞价 这块地皮 相信不用我介绍 大家都很清楚了 位于二环繁华地段 呈得上是寸土寸金 拍卖师照例对着众人一阵吹嘘 同时播放那块地皮的画面片段 不得不说 那个位置 的确是极为难得的繁华地段 若是能拍下来 绝对可以大赚一笔 当然了 若是超过500亿 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在场的众人 听着拍卖师的吹嘘 一个个都非常热血 蠢蠢欲动 都在寻思着自己的身家 能拍下这块地皮的几率有多大 这么一块肥肉 一个个 当然都想吞下去啊 只有少部分 却是对视一笑 惠莫如深 放下手中的牌子 不再有动作 因为他们知道 那块地皮虽然罕见 但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玩得起的 天亮资金 逆天实力 强大人脉 都缺一不可 连一些数千亿资产的集团公司 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有林氏集团 轻抵房产这些万亿 乃至数万亿的 才有实力 他们 又怎么会不自量力 第840章 成功拿下 第840章 成功拿下林语柔跟郑林 几乎是同时坐直了身子 他们的目光 都直勾勾地 看向了那块地皮的产权证书 这块地皮 占地面积很大 无论是用来建造商业广场 亦或者是用来建造办公大厦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拍卖示意阵介绍之后 就冲着众人喊道 现在我宣布 最后一场竞拍开始 底价20亿 每次最低加价 不得少于一个亿 尚不封顶 他大手一挥 拿起你们手中的号码牌 开始吧 话落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郑林居然是第一个出嫁的 20亿 他刚刚举起了牌子 大部分的人脸色都是一变 很简单 因为他们都清楚 郑林今日来参加这场竞拍 是代表李宗大哨来的 现在他一开始就喊价 是不是代表着 这块地 李家看上了 不管是郑林看上了 还是李家看上了 这都不是他们招惹得起的 于是 大部分人沉默了一下 神情犹豫之后 没有竞驾了 郑林刚刚被李东坑了一把 心中正憋着怒火呢 此时要是跟他进行竞驾 那就是在找死 因此 尽管不少人觉得可惜 但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 相比起来 拥有这块地皮 最重要的 还是保住自己的小命啊 郑林之所以一开始就出嫁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免得其他人一时兴起 抬高了价格 30亿 林宇柔冷冷开口 看到有人敢跟郑林叫板 全场一阵惊讶 没想到真的有人不怕死 随后大家又有了兴致 看热闹的性质 对于林宇柔的出嫁 郑林丝毫没有意外 她看了一眼林宇柔 冷冷到 40亿 现在她的身上就只有100亿 但并没有立刻喊出100亿 因为她还是抱着侥幸 希望能在100亿之内 拿下这块地皮 虽然这个希望有点渺茫 但她 还是要尝试一下 那个拍卖师 开始兴奋了起来 郑总出嫁50亿 50亿第一次 50亿第二次 林宇柔毫不犹豫再次出嫁 60亿 她今日来 带着海量的资金 并且还有李东在后面支持 所以 她根本就不惧今天这一战 这块地皮 无论如何 林氏集团都要拿下 70亿 郑林立刻追加了上去 然后看向林宇柔 脸色阴沉地道 林总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叫得欢 以后有得哭了 因为到时候我所有的损失 都会从你身上拿回来的 她毫不客气地发出了警告 你若是失去的话 就别再给老子添乱 很多人都感受到了郑林的怒意 一边猜测 这块地皮 到底是郑林本人感兴趣 还是李宗大嫂感兴趣 同时 大家一边疑惑 林氏集团 到底哪里来的底气跟郑林 跟李家死磕 80亿 林立刻毫不示弱 今天无论能不能拿下这块地 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90亿 郑林的声音 带着一股子阴朗 这块地皮 你就算拿下来了 你也玩不起 在全场看热闹的兴奋目光中 拍卖师又喊叫了起来 90亿第一次 90亿第二次 五分钟不到 从20亿飙升到了90亿 看来今天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了 要知道 负责人可是叮嘱了她很多次 今天的诸多拍品 能不能出手都无所谓 但这块地皮 必须要拍出去 至于是什么缘故 她也不是特别清楚 不过她知道一点 那就是李家的缘故 虽然这块地皮 现在的价格才90亿 远远比不上刚才的那块翡翠玉石 但她相信 这块地皮的价格 绝对要超过200亿的 因为 林氏集团出手了 若是林氏集团不出手 只有郑林较价 这块地皮 最终也只能拍 100亿算不错了 100亿 林雨柔再次举起了牌子 郑总 这块地对我来说有大用 所以 我是不会轻易让给你的 郑林怒了 林总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林雨柔冷冷的 你的罚酒我已经喝过一次了 可惜没有丝毫意义 林总出价100亿 100亿第一次 100亿第二次 拍卖师再次大声喊叫了起来 兴奋不已 还有没有要加价的 没有人开口 所有人都看着郑林 等着她再次加价 大家都知道 郑林今天的目标 第一是那块玉石 第二 就是那块地皮 虽然郑林花费了900亿 从李东的手中买回了玉石 但是 并没有人觉得 郑林亏了 反而对李东充满了怜悯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场竞拍过后 李东绝对要倒大霉的 以郑林的性格 怎么可能 让李东安然离开 那900亿 估计要连本带利 被郑林拿回去的 所以 这块地 他们也一致认为 就算林氏集团将其拍下了 最后也肯定会 落在郑林的手里 这样一来 就算大家还念念不忘这块地皮 也没有人敢出价 怎么了 郑总 才100亿而已 不跟了吗 这时候 李东开口了 笑着问道 你想让我多花费冤枉钱 郑林冷笑道 100亿 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了 而且 你以为就算你们拍下了这块地 就是你们的了 这块地 本来我可以用几十亿就可以拍下来 但你们却硬生生将价格抬高到了100亿 还有之前那块玉石 郑林直接撕破脸了 死死盯着李东跟林语柔 废话少说 你到底还跟不跟啊 李东一挥手 一脸不耐烦 你再不跟的话 这块地 就是我们林氏集团的了 他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 只是盯着郑林开口 需要的话 赶紧加价 抱歉 这块地皮 让给你了 郑林掏出一根烟雕在嘴里 语气嘲讽 暂时先让你帮我保管一下 他那个女秘书 也忍不住开口 笑着道 没错 你们林氏集团的人没有脑子 不代表 我们也没有脑子 100亿这个价格 可以了 还想让我们多花钱 你们当真不要 李东皱起了眉头 再次问道 郑林没有理会李东 而是对那个拍卖师淡淡道 林总出价100亿 没有人跟价 你还不落锤 100亿第一次 100亿第二次 拍卖师反应了过来 连忙大声喊道 100亿第三次 成交 现在我宣布 本次压轴拍品正式成交 为林玉柔小姐获得 虽然100亿的价格 比他预料中的还要少 但这个价格 实际上也算可以了 况且 这块地皮 之所以隔了这么多年才放出来 就是李家运作的结果 虽然现在被林氏集团拍走 但拍卖师却丝毫不觉得 这块地皮的最终归宿 就是林氏集团了 李家的东西 是那么容易抢走的吗 第841章 狗急跳墙 第841章 狗急跳墙 哗啦啦 随着拍卖师的话落下 全场掌声雷动 但 几乎所有人都是眼神充满不屑 觉得林玉柔跟李东 只是两个冤大头罢了 现在拍下有个屁用 到时候 还不是要乖乖还给李家 郑林用力拍了拍手 随后对林玉柔 竖起了大拇指 林总 恭喜你获得了这块地皮 今天的事情 我郑林记住了 同时 你也记住我之前说过的话 希望你今天的行为 不会让你感到后悔 撂下这句话 郑林哈哈大笑几声 接着带着灰衣老者 跟女秘书等人 离开了竞拍场地 其他人也开始陆陆续续离开 林玉柔做了一些 产权交接的手续之后 拿着那本产权书 跟李东也离开了 至此 那块地皮 终于是属于林玉柔的了 准确来说 属于林氏集团 老公 你坑了那个郑林350亿 真的没事吗 回去的路上 林玉柔还是忍不住问道 刚才在竞拍会场的时候 听到那些人说 那个郑林 好像是在给李家的大少爷办事的 李东看了一眼林玉柔 知道他这话的意思 他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想问李东 现在跟李家的人对上 有没有必要 放心吧 没事 李东笑着道 这一次是他们不厚等 李家的人 要是想为郑林出手 那我更加乐意看到 那样一来 我对付起他们来 就更加不用顾忌了 听到这话 林玉柔顿时释怀了 也对 自家老公那么厉害 就算要面对的是李家 那又如何 林玉柔感到非常的安心 同时也充满了信心 有李东在 他一定会带领林氏集团 在京都站稳脚跟 然后 将那些所谓的豪门家族 一个一个打败 有始至终 林玉柔都没有忘记 自己来京都的目的是什么 他曾亲眼见到过 李东跪在他母亲墓前的那一幕 他再也不想看到 李东伤心的样子了 所以 伤害过李东的那些人 林玉柔发誓 一定要将他们的公司 全部碾压 不过说起来 我也没想到 参加这次竞拍 不但没有花费一分钱 还白白赚了两百多亿 还有一块地皮 李东哈哈一笑 心情非常不错 林玉柔无奈地 白了他一眼 经过今天这一出 我们跟郑林彻底是死敌了 他一脸无奈 再也无法调和了 比起激烈的争夺资源 其实林玉柔 还是喜欢和气生财的 你难道以为我们退让了 就可以和平 李东青笑道 以那些人的性格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那些所谓的豪门 这么多年都是高高在上的 一直以来都是顺风顺水 早就让他们忘记 什么叫做适可而止了 也让他们忘记了 什么叫做敌人 什么叫做敬畏之心 那个郑林 用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你 说明做事没有底线 他们不会因为你妥协 就留你一口气的 只有将他们打通了 打怕了 让他们知道 对付我们需要付出 惨痛的代价 他们才不会这么放肆 等着吧 等我们彻底将他们打通了 他们才会夹起尾巴 不敢放肆 李东淡淡一笑 嗯 我相信你 林玉柔笑着点头 不过 我们也不能轻敌大意 特别是你的人身安全 李东认真道 若我有事情要去做 你出门 一定要多带一些人随身保护 免得他们狗急跳墙 放心吧 有耶稣在暗中保护我 我不会有事的 倒是你才要小心 林玉柔轻轻点头 虽然李东很厉害 但明枪一朵暗间难防 她还是很担心 那些所谓的超级猴门 暗地里对付李东 毕竟 双拳难敌四手 两人说话间 李东突然减慢了速度 接着车子 在旁边停了下来 前面在做什么 交警检查吗 林玉柔看着前面 好奇问道 只见 在前面 有几个制服男子 拿着指引牌 正在检查车辆 看到这一幕 李东淡淡一笑 看来 那个正林果然是沉不住气 这么快就按捺不住了 这才打个等的功夫 就准备报复我 只是现在还玩这一套 太过时了 紧接着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训兽师的号码 等会儿你保护好他 不要轻举妄动 说完这句话 李东挂断了电话 这一次 他跟林玉柔来参加这场竞牌 训兽师自然也是 跟在暗处的 这自然是为了应付突发状况 毕竟 李东就算再厉害 也是一个人 很难100%不让林玉柔出事的 一旦遇到突发状况 训兽师就可以充当保镖角色 保护林玉柔不受到伤害了 比如现在 看到李东打完电话 林玉柔的脸色 微微凝重起来 他看得出来 李东的神色 不像是看玩笑的样子 林玉柔抬头看去 想要发现什么端倪 却不见可疑之处 他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现在是法治社会 那个郑林就算再恨你 也不应该明面上动手 这会让他招惹上麻烦的 气急攻心 难免就会苟急跳墙了 李东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毕竟他损失了几百亿 还丢掉了那块地皮 现在忍不住出手 也是正常的 那我们要不要报警 林玉柔轻咬着嘴唇 问道 不用 这件事情我来应付 我已经打电话 让训兽师在暗中保护你了 李东摇了摇头 等会儿 他们若是要带我走 那你就直接先回别墅去 这件事情我来应付 林玉柔还想劝一下李东 但看到他的神色 只能点头 他所能做的 只有支持李东 而且他也相信 以李东的实力 这些人应该是伤害不到李东的 在两人说着话的时候 前面的检查 开始朝着他们这边转移而来 只见 在不远处 十几个制服男子正在检查车辆 其中几个 手里还牵着能够识别毒品 跟军火的警犬 围绕着车子转圈 看到这一幕 李东眯起了眼睛 看来 郑林那家伙 要下狠手啊 林玉柔神色一紧 他们会干什么 没事 你打开手机 全程录像 李东说着 打开了车载记录仪 又嘱咐到 注意隐蔽一点 林玉柔点了点头 两分钟之后 一个阴沟鼻男子走了过来 脸色阴沉地按着腰间的枪带 李东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一脸茫然地问道 警官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阴沟鼻男子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神色不耐烦地示意 李东拿出证件配合检查 此时 又有一个制服女子 牵着一条警犬走了过来 李东微微眯起了眼睛 这狗还真可爱 第842章 我不想下车 第842章 我不想下车 阴沟鼻男子将证件丢回给李东 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示意李东打开车子的后备箱 后备箱打开之后 他让女警牵着警犬去进行检查 而他则是对李东微微偏头 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李东笑着伸出了手 阴沟鼻男子戴着手套抓李东的手 手套中间是一层胶纸 手指握上 就会留下指纹 碰 就在对方握住李东的手指时 李东突然一拳打在了他的脑袋上 雷霆一击 碰 这一拳 直接将这个阴沟鼻男子给打猛了 他喷出一口血之后 直接晕倒在地 下一秒 李东身体如同闪电一样弹出 瞬间将检查后备箱的女警也踹飞了 再接着 李东再动 一脚将扑上来的警犬给踹飞了 你干什么 其他警员反应相当迅速 几乎在李东撂倒两人的时候 周围十几个警员就吼叫着冲了过来 与此同时 他们手中的枪口同时对准了李东 他们的口中还在不断发出力喝 让李东举起手来 一直等到林宇柔钻出车门亮出身份才缓和 我是林氏集团的总经理 林宇柔 你们最好将枪收起来 免得走火承担严重后果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袭击警员就是大罪 一个国字脸男子大声呵斥 怒视着李东 我们要逮捕你 逮捕我 不 你们要逮捕的人是他 李东无视那些指着自己的枪口 指着那个阴沟鼻男子笑着道 他就是你们要找的罪犯 你们查一下他的掌心 看看是不是有毒品 接着 他又指着那个女警 还有这个女人 极有可能是他的同伙 以你们的技术跟能力 很轻易检查出毒品是谁的 说着 李东用脚挑开了阴沟鼻男子的手套 只见 那胶纸后面 果然藏着一包白色的粉末 而女警的口袋里 也掉出了一袋毒品 那分量相当不少 足以枪毙了 看到这一幕 林雨柔紧咬着嘴唇 心中暗道 那个郑林当真是狠毒 这栽赃陷害虽然很狗血 但如果 被他们将这些毒品放在车上 李东跟他都会相当的麻烦 国字脸脸色一变 随后立声喝道 具体的事情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现在 你必须配合我们走上一趟 否则 我们会将你列为危险分子击毙 他冲着一杆手下挥手 上 把他们拿下 李东脸色平静 整个人显得无比从容 跟你们走一趟当然没有问题 只是他是无辜的 还请你们放他离开 林雨柔下意识出声 老公 你先回去 李东摇了摇头 大庭广众之下 李东并不愿意跟执法者发生冲突 不然的话 由李也说不清了 是我出手伤人 抓我一个 足够了 李东又看向那个国字脸 沉声道 国字脸男子微微皱眉 显然是很不甘心 但他看着李东的眼神片刻 最终点头 把路让开 让他走 林雨柔咬了咬牙 担忧地看了李东片刻 最终还是开车离开 他相信 李东能够解决这件事情 他也知道 自己留下来 不但帮不了李东 反而会成为累赘的 这一点 林雨柔非常清楚 很快 林雨柔开车离开了 而李东 则是拍了拍衣服 钻进警车里 呜呜 国字脸男子大手一挥 带着一众警员 押送着李东离开 哄 这时 远处响起了一记惊霉 厚重的乌云飘来 要下雨了 呜呜 黄昏的冷风之中 警车快速前行 半个小时之后 车子来到了 郊外的一个老式别墅里面 这栋别墅 早就已经荒废了 杂草丛生 洞开的大门 好像野兽的血盆大口一样 下来 国字脸男子 让手下将车子停下 然后打开车门 示意李东下来 李东没有动作 而是淡淡一笑 这里 好像不是警局吧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据点 专门用来调查恐怖分子的 国字脸冷冷道 也就是你这种人 我不想下车 李东靠在座椅上没有动 笑着道 国字脸男子脸色一沉 你不要搞事情 不然的话 由你苦头吃 你最好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早点将事情搞清楚 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可是我担心 我现在下去 你们会在背后对我开枪啊 李东很直接地开口 然后你们再诬陷我为罪潜逃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岂不是死得很冤枉 他说着 目光扫尸车内的其他人一眼 所以啊 我们还是去正规的警局比较好 这话一出 国字脸他们的脸色大变 他们的眼神 在这一瞬间 变得无比锐利起来 你不要胡说八道 国字脸男子立声喝道 你这是对我们的污蔑 也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说着 他的手按在了枪带上 下车 其实吧 在你们拦住我车子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们不是真正的警察了 李东轻笑一声 你们伪装得很像 流程也很到位 只是你们的身上 不应该出现刺青这种东西 虽然我没读过什么书 但我还是知道 身上有刺青的人是 不能当警察的 而且 你们想要我得命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李东指着国字脸男子的胸口 在制服的扣子当中 一头青色的野狼 若隐若现 栩栩如生 听到这话 国字脸他们的眼中 暴射出金芒 下一秒 两人直接去按李东的肩膀 一人则是拔枪指向李东 又快又狠 碰 李东自然没有让他们得逞 肩膀一晃 直接将两个 按住自己肩膀的家伙给震开了 接着 他伸手一探 拿住了指着自己的枪线 咔嚓 一声脆响传出 一个持枪者的手腕 硬生生被李东给折断了 啊 对方直接发出了惨叫声 李东没有停歇 按住枪线 左右两枪 碰碰 枪声响起之后 两个汉子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脑袋标射出了一团血花 随后 李东一转枪口 对着断手的家伙 又是一枪 碰 子弹穿过了他的咽喉 还击碎了叫车的挡风玻璃 惨叫声戛然而止 对方软绵绵地软倒在地 看到三个同伴 顷刻间就被李东击毙 那个国字脸男子又惊又怒 他立刻抬起枪口 对着李东就是一枪 碰 枪响了 但 李东早有准备 脑袋一侧 子弹几乎擦着李东的头发飞过 将轿车的座椅打出了一个洞 国字脸大吃一惊 他没有想到 李东居然这么厉害 这么近距离都能躲开子弹 国字脸男子头发发麻 连忙一脚踢开了车门 狼狈地跑了出来 第843章 学你啊 第843章学你啊 紧接着 李东也从车里出来 他举起手枪 冲着那个国字脸男子开枪 但很快他发现 手枪里面没有子弹了 见状 国字脸男子大喜 他举起手枪 对着李东就要开枪 碰 只不过 李东没有给他机会 李东轻轻一笑 他拿着没有子弹的手枪 往前面砸了过去 直接砸中了 那个国字脸男子的眼睛 啊 国字脸男子 发出一声惨叫声 眼睛被手枪砸破 鲜血流淌出来 他的枪口也随着一片 打在了李东三米之外的地方 混蛋 一击不中 国字脸男子 重新举起手枪 瞄准了李东 然而 此时李东已经贴身靠近国字脸男子了 他伸手一探 徒手抓住了对方的枪管 用力一咬 让国字脸男子感到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 他手中的枪管 居然诡异地弯曲了起来 竟然是李东徒手掰弯了他的枪管 这是什么力量 国字脸手一松 枪械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他猛地往后一退 同时双手反手一拨 顿时 两把匕首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他手中的匕首 挽成一个花 朝着李东冲去 他出手很快 刀法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显然这家伙是一个玩刀的高手 李东站在那里没动 没有后退 不但如此 他反而一个剑步上前 一脚将那国字脸男子给踹飞了出去 连大宗师都接不住李东一招 这个国字脸男子 连一流高手都算不上 怎么可能接得住李东的一脚 碰 国字脸男子口中喷出鲜血 整个人倒飞出去七八米那么远才停下 不过 他的身手倒是不错 一落地之后 立刻一个鲤鱼打挺起身 立刻就向后逃去 然而 此时李东却已经冲上来了 他一脚踹出 正好踢中了国字脸男子的腿弯 国字脸男子立刻就感觉到 自己的小腿一麻 扑通一声 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咔嚓 李东没有停手 上前击脚 将他的双手双脚都弄脱臼了 国字脸男子怒不可遏 混蛋 他怒视着李东想要拼命挣扎起身 但是 却根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他的手脚都脱臼了 郑林派来的吧 李东看着对方 笑着道 他就这么迫不及待 要对我展开报复了吗 你既然知道 是郑总派我们来的 那你最好就放了我 不然的话 郑总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国字脸男子杀气腾腾地吼道 我放过你们 你们就不会来找我麻烦了 李东冷笑一声 这不可能 郑林咬牙切齿 你让郑总损失了几百亿 他是不可能会放过你的 这不就对了 李东笑着道 既然你们都不肯放过我 那我为何还要放过你 国字脸男子 一下子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了 他想了想 低声喝道 事实上 我的主子不是郑总 而是李家大少 李家你知道吗 你敢杀我 你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 怎么个难看 李东笑着上前就是一脚 咔嚓 他将国字脸男子的一只手 直接踩断了 国字脸男子 发出了一声惨叫 但很快就咬着牙忍住了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你的亲人朋友 他死死盯着李东 怒声吼道 想想他们吧 到时候 因为你连累他们 你就想看到这种结果吗 威胁我身边的人 祸不及家人这个道理 你不懂吗 李东的眼睛眯了起来 你得罪了郑总 得罪了李大少 就要有全家被灭的准备 国字脸男子脸色猙獰 你身边的人 刚才那个女人 还有你身边其他的人 通通都要倒霉 李东没有理他 而是走过去 从国字脸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钱包 你要做什么 看到李东的举动 国字脸男子连忙问道 同时 他心中生腾起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李东打开钱包 在里面翻找了一下 很快他拿出来一张身份证 这个国字脸那子的身份证 这是你的身份证啊 李东拿着身份证 上面的照片 跟国字脸男子对比了一下 果然是对方的 你想干什么 这上面 是你的家庭住址吧 李东笑着道 混蛋 你到底想干什么 国字脸男子脸色大变 学你啊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灭你全家呀 李东拿出手机 打出了一个号码 小刀 安排一下 立刻让人去一趟 他爆出了这个国字脸的家庭住址之后 语气很是平静 到了之后 将里面所有的人都抓起来 然后从楼顶扔下来 不 不 不可以 混蛋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这么做 国字脸男子顿时大吼了起来 一脸猙獰 为什么不可以 你都可以这么做 我怎么就不能了 李东挂断了电话 眼神充满了细血 出来混 连被杀全家的觉悟都没有吗 国字脸男子 被这话赌得说不出话来 只是咬牙切齿 混蛋 你不能这么做 在他的家庭住址那里 住着他的父母 还有他的妻子跟女儿啊 然而 李东没有理会他 半个小时不到 电话响起 李东拿出手机一看 是一个视频邀请 李东接通了 然后 国字脸男子很清晰地看到 自己富士奢华的家里 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的怀里 抱着国字脸男子的女儿 正在看电视 视频里 那个年轻人 还有国字脸的女儿 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然而 那样的笑容 落在国字脸男子的眼中 却如同恶魔一样恐怖 我服了 我错了 我贵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要我做什么 你才肯放过 我的家人 国字脸男子怂了 直接趴在地上妥协 你说 只要我能做得到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他最重要的 就是家人 他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家里人受到生死威胁 哪怕因此 他背叛郑林 也在所不惜 再说了 他跟郑林之间 也只是合作关系而已 就算他是跟着郑林混 此时此刻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很简单 给郑林打个电话 让他来这里一趟 李东拍了拍国字脸男子的脸颊 笑着道 国字脸男子无奈 只能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郑林的号码 他当然不会说自己 被李东挟持了 而是说 将李东抓来了这里 让郑林过来 此时 郑林接到了电话之后 第一时间带人去别墅 换做以前 他肯定不会对这种小事情 浪费精力的 更不会有丝毫兴致 去看对方怎么死 但 李东不同 在近拍会场 李东让他损失了几百亿 单单是这一点 他对李东 就已经恨之入骨了 所以 他要亲手送李东去死 第844章 粉尘爆炸 第844章 粉尘爆炸半个多小时之后 郑林的车队 很快抵达了这栋废弃的别墅 他戴着一副墨镜 从车上钻了出来 几十个保镖靠拢过去 簇拥着他 看起来 像是君临天下一样 在他身旁 还跟着那个表情木讷的灰衣老者 至于之前 跟他一起在近拍会场的女秘书 以及那几个跟班却没有跟着一起来 原因很简单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法律不允许的 就算是朋友 也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 而这个灰衣老者不同 这个灰衣老者 是他身边最强大的存在 他的安全 都是靠这个灰衣老者来保护的 去哪里都带着 很好 郑林看着这栋别墅 轻轻一笑 该死的家伙 胆胆跟我作对 害我损失了几百亿 这一次 看你怎么死 看到蓝白相间的车子 还有地上的几滩鲜血 郑林流露出一抹快感 他认定那肯定是 李东身上流出来的鲜血 因为那个国字脸男子 之前给他汇报过的 李东来到这栋别墅的时候 发现了不对劲 一度反抗打伤了两个同伴 但最终被他一枪打伤了 然后他带人 将李东绑在大厅的沙发上 等待郑林的亲子发落 一想到在近拍会上 出镜风头的李东 已经变成了阶下球 郑林心中就非常痛快 弄死那个王八蛋 对自己 对李大少都是一个交代 郑林带着几十个心腹手下 走向前方 木讷老者则是慢了半拍 审视这些血迹 他发现 这些血迹位于不同方向 而且中间并没有流淌出来的迹象 这个发现让他若有所思 人呢 人在哪里 郑林带着人走进了昏暗的大厅里 一进去 他立刻就感觉到 视线便暗了下来 空气中也多了几分浑浊 此刻 已经是黄昏时刻 黑夜即将降临 所以 这栋废弃的别墅大厅因为没有灯光的缘故 比外面更加昏暗 甚至只能勉强看清楚人或者物体的轮廓 而辨认不出真面目 郑林微微眯起了眼睛 挥了挥手 驱赶一下过于浑浊的空气 大厅里 没有人回应他 几个手下去按大厅的开关 结果发现 灯泡坏掉了 怎么也打不着 他们只能拿出手机 进行简单的照明 不过郑林不在意这些 他的目光 很快就被别墅餐厅的一个人 所吸引住了 那人虽然看不清楚样子 但是 身上的衣服 正是李东下午所穿的 他此刻被五花大绑 半死不活地捶着脑袋 好像承受过了严重的打击 两侧椅子上 还坐着两个人 只是他们戴着耳机 好像在听音乐姐们 哈哈 小子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见状 郑林哈哈大笑一声 一挥手 顿时众多手下 朝着餐厅走去 而他 则是跟着一起走进去 其中一个 还本能地去按餐厅的照明开关 小心 不等郑林走进去 一个声音就从门口吼了出来 接着 那个木讷的灰衣老者 像是猎豹一样扑了过来 抱住郑林往后一番 倒入沙发之中 几乎同时 那个手下 将餐厅的开关按下 只听到啪啪两声 头顶的灯泡亮了一下 紧接着 电路出现了短路 火花冒出 几十个手下 几乎同时抬起头 火花中 所有人的视线 一下子变得格外清晰 这时候 他们终于看清楚了 空气中 竟然全部都是漂浮着的粉尘 粉尘 糟糕 所有人心中大惊 下意识地就涌现出了这个想法 下一秒 他们争先恐后 朝着门口冲去 然而 这已经晚了 只见 那弥漫着无数面粉 木屑 以及草屑的餐厅 轰隆一声巨响 直接被炸开了 光雨热在一瞬间 充斥着整个餐厅 这间餐厅 就像是喷火的怪兽一样 炸成了橘金色的大火球 肆虐的冲击波跟气浪 将餐厅里所有的东西都先飞了 紧接着是非常可怕的大爆炸撕裂 别墅的玻璃 几乎在瞬间被全部震碎 哗啦啦地往楼下掉落 震灵带来的数十号人 全部都惨叫着倒在地上 他们不是被炸死 就是大面积烧伤 或者被冲击波震晕 五脏六腑受损 一时间 现场惨不忍睹 一堆碎片 还噼里啪啦地到处乱飞 将大厅打得面目全非 一块玻璃 还直接朝着郑林的面孔暴射而去 索性那个木讷老者 及时出手拍落 不然的话 郑林就算不死 恐怕也要重伤 郑林想要去营救他的一杆手下 却发现 根本无从下手 他的那些手下们 一个个鲜血淋漓 还非死即伤 大学生过生日 撒一包面粉 被蜡烛点燃 都要死伤十几个人 而李东准备的这一场爆炸 又怎么可能留有活路 混蛋 王八蛋 姓李的 还有林语柔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们 看到满地死伤的手下 郑林心如刀割 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手下 或者说是郑家的精锐手下 为了培养这些人 郑家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的资源 郑家之所以能有今天 他郑林之所以能呼风唤雨 很大程度上依仗的 也正是这些实力强横的手下 但现在 几乎折损了九成 损失 太大了 比损失了几百亿还要大 姓李的 你又滚出来 出来 郑林万万没有想到 李东居然狡猾到这种程度 那个国字脸男子 袭杀不成 他拿下国字脸男子 掉头引诱自己 再就地取材 制造粉尘爆炸 如果刚才不是 灰衣老者及时出手 他现在恐怕也已经死了 太狠毒了 太无耻了 郑林才能够身上 摸出了一把手枪 朝着四周吼道 李东 你又出来 出来 但是 没有回应 只有几个烧伤的手下 淒厉哀嚎着 砰砰砰砰 看到他们这么痛苦的样子 郑林咬了咬牙 抬手就是几枪 将这些手下 全部击毙 郑总 此地不宜久留 快撤 木讷老者满脸灰尘 整个人显得很狼狈 他对李东这样的做法 也充满了愤怒 刚才在外面的时候 他从地上的血迹 分析出了 李东受伤的事情 充满了诡异 所以他冲进来 想要告诉郑林 感受到粉尘之后 立刻意识到了危险 李东在这里 布置了粉尘爆炸陷阱 粉尘爆炸 指的是可燃粉尘 在受限的空间之内 跟空气混合形成的粉尘云 在点火源的作用下 形成的粉尘空气混合物 加速燃烧 看起来非常简单 然而 杀伤力却非常恐怖 木讷老者 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了警示 可是还是迟了 他只来得及救下郑林 其他几十个手下 全部中招 几乎全军覆没 这样的损失 太惨重了 第845章 有点事情要做 第845章 有点事情要做 事实上 刚才要是木讷老者 再慢上一步 就算他身为宗师强者 身处那样的爆炸之中 恐怕不死 也要脱层皮 不过这木讷老者 并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 这个时刻 他依旧知道自己 最重要的任务是 保护郑林 于是 他毫不犹豫 拉着郑林 迅速撤出了别墅 然后 跟守在外面的几个手下 会合离开 郑林非常不甘心 非常愤怒 恨不得将李东找出来 将他碎尸万段 可是他也很清楚 现在天色昏暗 对方早有准备 如果不尽快离开 很容易没命的 刚才的那下爆炸 摆明了就是要自己的命啊 郑林歇斯底里的 发出了一声怒吼 混蛋 我一定要杀你 一定要杀你 此时 不远处的山丘上 两道身影站在那里 其中 陈小刀拿着一个夜视望远镜看着 一边感叹 泽泽 这家伙命真大 这样都没能炸死他 早知道我多撒几包面粉了 遗憾之余 陈小刀对李东更加崇拜了 不愧是大哥 谭孝坚就让对方吃了这么大的亏 如果换作是陈小刀自己的话 他就想不到 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别人 他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直接干 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但陈小刀很清楚 李东这样的办法 才是最厉害的 不费吹灰之力 就让敌人几乎全军覆没 这才是真正的牛逼 没炸死他的确是有些可惜 不过那栋叠墅的大厅太大了 杀伤力没有餐厅那么强的 旁边的李东双手还凶 淡淡道 算了 让他折损了几十个心腹手下 这对他来说 也算是重重的一巴掌了 大哥 要不要我直接动手 将他们都留下算了 陈小刀眼中闪烁着寒芒 对方只是一个宗师守卫 这样的实力 在陈小刀眼中 跟蝼蚁没有什么区别 他只要一出手 就可以轻易将郑林 还有那个木讷老者 全部击毙 斩草除根 这个道理他懂 那就留下吧 李东点了点头 眼神淡漠 早点处理完回来 一起喝酒 是 大哥 陈小刀说完 直接窜了出去 很快就消失在视线当中 而李东则是轻轻叹了口气 背负着双手 转身离开 斩草除根这个道理 他同样也知道 对方就因为一些冲突 不惜想要杀了自己 对于这样的敌人 李东自然不会放过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就算自己不会有危险 但自己身边的人呢 所以 为了自己身边人的安全 对于任何的一丝危险 李东都不会放过 至于那个郑林的下场 李东丝毫没有在意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那样 出来混 早晚都要还的 与此同时 李家 李宗的别墅 负一层的娱乐室里面 此时李宗并没有在玩游戏 而是在欣赏着一块人形玉石 就是今日在竞拍会场上的那座赵子龙的玉石 郑林将这块玉石 从李东的手中买下来之后 竞拍一结束 立刻就送到了这里 大少 这就是那块号称 蕴含了超凡武者五道感悟的玉石 那个叫质刚的男人 正围绕着这块玉石 不断地打量着 不错 李宗手中拿着一杯红酒 轻轻摇曳着 我可是花了九百亿才买回来的 要不 你现在试着感悟一下 质刚闭上了眼睛 片刻之后 他再次睁开眼 摇头道 什么都感受不到 这可是超凡武者留下的五道感悟 要是这么容易就感受到 那这东西就不值钱了 李宗哈哈一笑 紧接着 他将手中的红酒放下 拿出了手机 在通讯录里面找到了独孤博的号码 然后拨打了出去 表哥 东西到手了 计划 可以开始了 挂断电话 李宗的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有了这东西 就有机会造就出一个新的战神 李东啊李东 你死了就不应该再回来的 既然你现在主动回来 那就让你死得彻底一些吧 没错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李东就是当年的那个小野众了 这个消息 自然是独孤博告诉他的 而且 独孤博也已经将他们的计划 告诉了李宗 对此 李宗自然无比支持了 他的任务很简单 将这块玉石拿到手 并且 在计划当日 监视李宏图的一举一动 若是李宏图派钱礼服去救李东 那么 他不介意李家换一个家主 总之一句话 李东 必须死 时间一晃 两日眨眼过去了 这两天 由于林宇柔拿下了那块地皮 所以他开始着手找来了设计团队 开始设计林氏集团的办公大厦 不日动工 除此之外 林氏集团的新渠道 在林宇柔的带领之下 正在稳步进行打开 不过说来奇怪 京都本土的那些化妆品行业公司 居然没有出来阻挡林氏集团的脚步 而是任由林氏集团自由发展 这一点 别说林宇柔感到惊讶了 即便是李东 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转念一想 李东就释怀了 毕竟 以京都那些超级豪门的信息渠道 想要知道 林氏集团的身后 站着的是自己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毕竟 如果换作自己是对方 再得知林氏集团的身后 站着的是战神 他也不敢造次啊 这一日 李东陪着林宇柔 去跟几个合作商应酬吃了顿饭 正在返回别墅的路上 突然间 李东的眼神微微一凝 然后对开着车的刀疤开口 前面路边先停一下 刀疤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将车子停了下来 大哥 怎么了 林宇柔也好奇地看向李东 刀疤 你先送他回去 我自己先走一走 有点事情要做 李东的目光 朝着不远处一座茶楼看去 沉声道 听到这话 刀疤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他知道 肯定是有什么状况要发生 不然的话 大哥不会让他送林宇柔先回去的 是大哥 不过 刀疤没有说什么 留下来帮忙的废话 直接应试 他很清楚事情的轻重 若是真的有什么状况 他留下来 不但帮不上忙 还会成为累赘 最好是先送林宇柔回去 让李东没有后顾之忧 去处理事情 小心一点 早点回来 林宇柔也没有多问什么 而是轻声嘱咐道 放心吧 我会的 李东点了点头 然后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等李东下车 刀疤没有二话 直接启动车子 再次急事而去 而李东的目光 再次落在了前方的那座茶楼 然后 他的嘴角 微微翘了起来 等了这么多天 那些家伙 终于要忍不住对自己出手了吗 第846章 跟他说有人要杀李东 第846章 跟他说有人要杀李东 没错 这些天 李东一直都在等他们对自己出手 毕竟 自己来到京都 让独孤家的二少爷 独孤斩入狱 还让南宫家跟乔家的人 也入了狱 按道理而言 以那些人的性格 是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的 明面上 他们不敢对自己出手 但暗地里 肯定会出手 这一点 李东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 还真是有些期待呢 李东轻轻一笑 不知道今晚有多少人参与了进来 也罢 就让我看看 你们这些天 都为我准备了什么 说完 李东背负着双手 缓缓朝着那座茶楼走去 与此同时 上官家 上官妃刚刚跟人进行了通话 他放下了手机 朝着别墅大厅走了进去 上官亭正在泡茶 看到上官妃走了进来 淡淡问道 他们要开始了 是 附近 上官妃点了点头 刚刚我接到独孤伯的电话 他们要再今晚动手 大手笔啊 上官妃感叹道 独孤家 南宫家 乔家 还有李家 几大家族进行联手 也只有战神 才有这样的荣幸了 附近 您认为 今晚他们会成功吗 上官妃毫不怀疑 独孤伯他们的决心 那些人一旦决定了 要做一件事情 必定会倾尽全力而为的 李东触及到了他们的底线 那些家伙对李东 绝对是必杀无疑的 只不过 上官妃还是有些 不敢确定最终的结果 毕竟 对方是战神 当代战神啊 一个连半步超凡武者 都可以轻易废掉的存在 一个威慑全球 无数恐怖组织的存在 一个连西方天网 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 独孤伯他们几大家族联手 固然很厉害 但双方孰强孰弱 独孤伯虽然比你大不了几岁 但那小子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家伙 上官婷笑着道 他们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又怎么会对李东出手 不过 你要我说 他们最终会不会成功 这一点 我也说不准 而且 你不要忘了 在京都 还有一个人 绝对不想看到李东被杀的 李鸿图 上官妃眼神一宁 他若是出手的话 想到这里 上官妃开始有些犹豫了 他现在可以肯定 李东绝对就是李家 十五年前的那个豪门气子 既然是李鸿图的儿子 那么 李鸿图会眼睁睁看着李东 被杀吗 以李家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独孤伯他们想杀李东 恐怕也不是 那么容易的事情 即便 独孤伯他们 找来众多高手 说起来 我还真的希望李鸿图能够出手啊 上官婷瞇了瞇眼睛 眼神深邃 散发出一种 老谋深算的阴险 那样一来 可就变了 如今的李家 到底强大到何种程度 没人知道 哪怕是李鸿图的另外一个儿子 名义上的李家大少爷李纵 恐怕也不知道 李鸿图现在真正的力量有多强大 因为这些年 李家算是整个京都的超级豪门里面 最为低调的一个了 李鸿图这些年 看起来像是不求上进 但是上官婷很清楚 李鸿图那是在韬光养晦 当年他在外面没有来得及赶回来 让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被害 自己最疼爱的儿子 变成了豪门气子 这笔账 他会忘了 不可能的 李鸿图折服了这么多年 恐怕已经聚集了相当强大的一股力量 换做以前的话 大家都不会怎么在意 毕竟 就算李家再强大 也威胁不到独孤家 南宫家 以及乔家 这样的官宦家族 但现在不同了 李东的出现 这样的一个恐怖强者出现 并且还是当代战神 那样一来 李家就有资格跟那些官宦家族对抗了 甚至 取而代之 所以 别说是他们上官家族了 独孤家他们 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这件事情 若是李鸿图出手 棋局一变 上官家族也有机会来 毫无疑问 如果李鸿图一出手 那么 李东不但不会被独孤伯 他们杀死 甚至连 连独孤伯他们这些人 也要遭殃 甚至于连南宫家族 乔家 独孤家族这些家族里面的高层 也要动荡 那样一来 京都的局势 绝对会动荡起来 到时候 上官家族想要重回京都 就更加容易了 上官飞 想到这里 上官亭 看向自己的儿子 你立刻去告诉我 跟他说 有人要杀李东 上官飞一愣 这样直接告诉上官宦 他会不会接受不了 父亲 我儿对李东 依旧是念念不忘的 这样告诉他的话 会不会太残忍了 上官飞有些犹豫 那个毕竟是他的妹妹 他的亲妹妹 异母同胞的妹妹 是上官家最出色的女子 上官飞虽然平日里做事很辣 但是 他对自己的妹妹 还是很有感情的 哼 残忍 上官亭冷横倒 你不要忘了我们 上官家族最重要的什么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 若是不好好把握 到时候 我们上官家族被灭了 岂不是更加残忍 是 父亲 听到这话 上官飞不再迟疑 他不敢多说什么 直接朝着关押 上官婉的院子走去 此时 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刻 上官婉 当然没有睡这么早 他被关押的这几天了 几次都想逃出去 但是 却怎么也逃不掉 因为外面守着的人 一个个实力强大 而且 上官亭有命令 不允许上官婉 踏出这个院子一步 那些护卫 就算是死 也会拼命拦着的 少爷 外面的守卫 看到上官飞过来 连忙攻进行李 房间里 上官婉听到了声音 立刻冲到门口 拉开门 哥哥 你放我出去 几个护卫见状 感激上前去关门 但上官飞却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退下 他走进了院子里 叹着气 婉 你这又是何必呢 上官婉眼睛通红 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了 我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关着我 你们要对李东 下手对不对 他不能死 他如果死了 我也去死 上官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他很清楚 即便上官婷他们知道 李东已经结了婚 一般也不会把他关起来的 只有他们要对李东下手 生怕自己会碍事 才会把他关起来的 而且 他这几天虽然被关起来 但他还是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他知道之前独孤伯来过家里 并且跟父亲 还有大哥达成了协议 这些都代表着 他们 要去杀李东 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上官婉这几天 一直都想办法想逃出去 他想去告诉李东 有人要对付他 要杀他 他生怕自己晚了 李东就真的要被杀死了 第847章 这是什么道理 第847章 这是什么道理 那是上官婉 绝对无法接受的事情 他无法想象 如果李东真的被杀死了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义 听到上官婉的话 上官妃心中一震 自己这个妹妹啊 做生意的时候 强势得不得了 不知道多少人都要仰望她 卑躬屈膝 可是一旦说到李东 他就瞬间 从一个女强人 变成了一个柔弱的小女人 浑身都是弱点 一击就碎 哥可以帮你 去劝住父亲 暂时不对他出手 但是 别人会对他下手的 上官非叹了口气 你不知道 他得罪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不 他没错 他根本没错 上官婉摇头 拼命摇头 错的 是那些贪心的人 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要杀她 哥 你快告诉我啊 独孤家 南宫家 乔家 上官非直接道 李东毁掉了这些家族 年轻一代的人 现在 这些家族联合起来 动用一切力量 去诛杀李东 现在估计 他们快要动手了 他们之间的恩怨化解不了 恐怕要不死不休 听到这话 上官婉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无比苍白 在北方这么多年 他当然知道 上官非所说的这些家族 代表着什么 可以说 代表着华夏最强大的那些家族 连他们上官家族 都不敢同时招惹三个那种家族 而李东 居然一下子招惹了这么多家族 并且 那些家族现在联合起来 要灭了他 上官婉真的慌了 怎么会 怎么会是那些家族 我上官家 不可能为了一个李东 去跟那些家族做对的 哥能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了 其他的 只能听天由命了 上官非故意叹了口气 希望有人 能够出手救他一命吧 否则他必死无疑 听到这话 上官婉 娇曲一颤 他豁然抬头看着上官非 李家 李伯伯 上官婉大声道 李伯伯绝对不会让李东死的 他肯定会救李东的 那是他的儿子 上官非瞳孔微微收缩 他最想要听到的话 终于从上官婉的口中说出来了 不过他脸色保持平静 淡淡道 婉儿 你不要忘了 李东不过是李家的气子 早就被李家赶出来 断绝关系了 李鸿图不会管他死活的 不行 我要去找李伯伯 他一定会救李东的 上官婉 像是发了疯一样 不顾上官非的劝阻 飞快跑了出去 身后几个护卫健壮 立刻要去抓上官婉 但是 上官非缺一个眼神 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于是他们只是做做样子 眼睁睁看着上官婉 跑了出去 上官非眯起了眼睛 眼中 涌现出了一抹森染 李家 李东 还真是让人有些不安啊 如今的李家 真的是让他感到无比忌惮 因为不但上官停怕 他也怕李东 将来有一天跟李宏图和好 那样一来 李家的实力将会可怕到何种程度 到时候 京都的诸多超级家族 岂不是都要被李家踩在脚下 不过 正如上官廷所说的那样 京都的局势越乱 上官家族就越有机会浑水摸鱼 只可惜 北方不允许出现那样的势力 不止我们 其他人也不会允许的 上官非冷笑不已 现在 这一步算是彻底走成了 李宏图若是出手 李家必然大乱 李宏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李宏图去救李东 到时候 或许李家就要换一个家主了 若李宏图不出手 那么 死的就是李东 无论如何 上官家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同时 茶楼 李东此时已经来到了这座茶楼 他走进大门 然而 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 没有服务员 也没有客人 却灯火通明 李东也不在意 他四处打量了一下 发现这个茶楼的环境还挺清幽的 很不错 很适合杀人 李东直接走到了二楼 刚踏上二楼的地板 李东眼神微微一宁 他发现 空气中竟然有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这种香味 让人闻了还想闻 但李东只是淡淡一笑 他屏住了呼吸 然后自顾自地找来了茶叶 开始泡起茶来 不一会儿 李东前面的茶几上 开始有茶香飘逸 他悠然泡着茶 手法极为娴熟 在泡茶的过程之中 一颗小小的药丸 从他的手中滑落到茶杯里 紧接着 他拿起茶杯 轻轻拧了一口 几乎同时 李东又开始呼吸了起来 甚至于 他还贪婪地吸了一口空气中的香味 嘴角泛起一抹讥讽的弧度 曼陀罗 有点意思 李东喃喃说着 又开始泡茶 他风轻云淡的样子 浑然不在意 在黑暗中有一道道身影 悄然将这栋茶楼包围了起来 此时他只有自己一个人 刀疤不在 陈小刀不在 整栋茶楼 只有他一个人 刷刷刷 一道道身影 将李东围拢起来 不给他丝毫逃脱的机会 茶楼周围 连一道缝隙都没有 哒哒哒 脚步声 由远到近 每一步 都好像是踩在一个特殊的节点上 让人的气血 都忍不住翻滚了起来 李东听到脚步声 从杯盘当中取出了一个茶杯 用开水烫了 放在对面 我小时候读过几天书 有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他一边倒茶 一边淡淡倒 好像是这么说的 有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说着 他抬头 跟独孤伯的毛子 正好对碰在了一起 两人的目光 对碰在一起 四周围的温度 似乎在瞬间下降了很多 让人不寒而栗 在独孤伯的身后 还有树道身影 他们每个人 包括独孤伯 都戴着一个口罩 独孤伯身后的几个人 静静地站着 每个人看起来很普通 然而 他们的眼神 却如同刀锋一样锐利 大宗师 这些人 竟然都是大宗师 李东 独孤伯眼神浑浊 死死盯着李东 是你毁了我弟弟的一生 那又怎样 李东淡淡道 你好大的胆子 独孤伯报何出声 他是我独孤家的人 是我的弟弟 你毁了他的前程 让他去坐牢 丝毫不给我独孤家族面子 你大胆 你弟弟 独孤家族的人 李东淡淡一笑 他拿起茶杯 放在唇边轻轻拧了一口 仿佛丝毫没有惧怕 四周围上百人的围杀 依旧风轻云淡 他当时对我开枪 要杀我 而且当着北方军区 那么多高层的面 难不成 我还要饶了他 这是什么道理 难道 我就应该 被他开枪打死 这又是什么道理 第848章 你们都该死 第848章你们 都该死 李东 看着独孤伯 淡淡道 你现在来杀我 意思是 我应该坐在这里 让你来杀 不能反抗 就算你反抗 也没用 独孤伯冷笑不已 他眼神之中的杀意 浓郁到了极点 你这个所谓的战神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家族的同意 你算个什么东西 说着 他开始后退 他每退一步 身后那几个大宗师身上 散发出来的杀意 就更加浓郁了几分 那几个大宗师强者 仿佛来自地狱的修罗一样 单单是气势 就足以让普通人心神崩溃了 今日 我必杀你 我不但要杀你 还要灭了 你父亲李鸿图 独孤伯退到了楼梯口 哈哈一笑 杀了你的那个老贼父亲 让你们一家在地下团聚 他眼中充满了自信 因为他之前亲眼看到李东 走进这座茶楼 他看到李东呼吸了 并且深深地呼吸了 这茶楼里面 他放了那种曼陀罗花炎制的香料 燃烧起来散发出的一箱 足以让超凡级别的强者 失去战斗力 所以 他认为李东死定了 听到这话 李东的眉头 微微皱了起来 这等李鸿图 又有什么关系 他跟独孤家这些家族交恶 是他的事情 独孤伯怎么把账 算在了李鸿图的身上 李东有些生气了 他不想跟李鸿图 扯上任何关系 独孤伯没在意 李东生不生气 他此时脸色猙獰 只可惜啊 你们一家人不起 他摇着头 盯着李东 眼中满是不屑与嘲讽 你的母亲 那个贱员 居然早早就死掉了 否则的话 轰隆 不等独孤伯把话说完 李东突然站了起来 他死死盯着独孤伯 韩生道 我决定了 今天 我不会让你走着出这栋茶楼 哈哈 就凭你 独孤伯脸上的嘲讽更浓了 那你大可以试试 我知道你是战神 实力强大 连半步超凡级别的强者 都打不过你 但是 如果我没有把握对付你 你认为我还会来到你面前 李东 你完了 你惊艳 必死 是吗 李东面无表情 眼中 同样满是嘲讽 你以为弄一点曼陀罗花的燃料 就可以 让我失去战斗力 如果我只会打打杀杀 或许我今晚真的会栽在你手里 但是很可惜 你忘了一件事 我不但是战神 同时我还是一个医生 听到这话 独孤伯脸色一变 什么 你 不可能 我明明看到你呼吸了 你吸入了那种烟雾 一定没有战斗力才对 不等他的话说完 李东动了 不动如山 一动 便是精霉 他前面的茶几 瞬间四分五裂 化作一道道利剑 朝着独孤伯爆射而去 李东脸上的杀气 宛若凝聚成了实质一样 独孤伯可以羞辱他 但是 他的母亲 他已经故去的母亲 任何人都不能亵渎 快 杀了他 见状 独孤伯大声喝道 同时身形暴退 那几个大宗师 脸色微微一变 然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不得不上 不上 那就要死 碰 李东的拳头 还没碰到独孤伯 就爆发出一股强悍到了极致的全境 几乎瞬间 就到了独孤伯的面前 迅疾如雷 十几步的距离 对于真正的高手来说 就像是没有一样 对于突然爆起的李东 独孤伯早有准备 他说那个贱女人 就是为了刺激李东 只是他没想到 效果居然会这么好 你果然是李家的那个小野种 是李鸿图跟那个贱女人生的小野种 今天我就杀了你 再去找那个贱女人的坟墓 把他的坟给挖了 独孤伯哈哈大笑着 继续暴退 与此同时 那几个大宗师强者 开始动了 他们手握拳头 朝着李东迎了上去 碰 其中一个 跟李东的拳头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震天的巨响 你敢侮辱我母亲 找死 李东嘀吼一声 浑身气息暴涨 整个人 就像是一头洪荒野兽一样 身上的气势 直接疯狂暴涨 仿佛没有终点 一拳轰出 只有一道残影 一个大宗师脸色大变 他分明已经捕捉到了 李东的拳头轨迹 但是 却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个大宗师 直接用双手进行格挡 依旧被李东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胸口上 碰 那位大宗师强者 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肋骨瞬间断裂了好几根 此刻的李东 如神如魔 单单是眼神 就冷得 让这几位大宗师 心惊肉跳 他们本来也以为 李东吸入了那些 曼陀罗花粉研制的东西 就算战斗力还有 也不剩多少 所以他们认定 今天来杀李东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只是他们也没想到 李东居然没事 而且实力强大到 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不可能啊 他怎么会没事 你们 都该死 李东身上的杀意冲天起 背后 仿佛有着一片血海一样 翻腾起了万丈浪潮 猛地拍了下去 那几个大宗师 脸色大变 这就是战神的实力吗 站在楼梯楼的独孤伯 看到这一幕 同样脸色大变 他的预料 出错了 李东竟然真的一点事情都没有 那些曼陀罗花粉燃烧出来的香味 竟然对他没用 这特么的 怎么可能啊 自己明明看到他吸了进去啊 怎么会没用 独孤伯怀疑人生了 但他也知道 此时此刻 只能血沾到底了 快 全力出手 一起出手 杀了他 独孤伯怒吼道 话落 除了那几个大宗师之外 一道又一道身影出现 这些人都戴着口罩 并且 每个人的身上 都散发出极为凶悍的气息 几乎 都是宗师到大宗师 不等的实力 为了围杀 李东 独孤家 南宫家 以及乔家 几乎出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高级战力 但 独孤伯却觉得 自己带来的这些人 依旧不够 他应该找来更强大的高手 比如 半步超凡武者 事情的发展 真的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本来以为 李东就算再厉害 只要闻到那些曼陀罗花粉燃料 绝对会丧失战斗力的 但他万万没想到 李东居然没事 而自己带来的这些人 真的不一定能杀得了李东 破 李东此时已经进入到了 真正的杀戮状态 他抬手就是一拳 直接将冲过来的一个宗师强者的胸口 砸出一个巨坑 鲜血飞剑 伴随着碎裂的内脏洒落一地 李东却看都不看一眼 他的眼神始终在独孤伯的身上 若是刀疤跟陈小刀他们 在这里看到这一幕 恐怕会非常震惊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李东这样的状态 如同杀神一样 眼中只有杀戮 第849章 你找错人了 第849章你找错人了 李东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灭了独孤伯 没其他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独孤伯带人来围杀他 而是独孤伯辱骂的是他的母亲 那个保护他从小长大 最终为了救他 自己却死了的母亲 如果说林语柔是他现实中的逆龄 那么 他的母亲 就是他内心深处 不得提起的另外一块逆龄 触犯者 死 轰隆 李东战力全开 一拳一个 狂暴不已 他每一拳轰出 都爆发出最为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人全身的骨头都震断 死状 惨不忍睹 这个时候的李东 就是一个杀神 他要杀独孤伯 谁都挡不住 宗师强者碰到 直接陨落 大宗师强者碰到 就算不死 也要重伤 根本没人挡得住李东一拳 快 拦住他 独孤伯大声吼着 但是没用啊 只是一眨眼 死在李东手中的 就已经有十几个人了 都是被李东的拳头 硬生生砸死的 李东一步杀一人 不断地靠近独孤伯 那双眸子 死死盯着独孤伯 独孤伯是经历过很多大场面的 但是 他看到李东的那双眸子 只觉得自己的心脏 狠狠地一颤 他有种自己被恶魔盯上的感觉 心底深处 竟然浮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 战神 这就是战神 这就是战神的真正实力吗 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他之前对于战神这个名字 只是听说 对于李东的实力 真的是听说而已 什么战神威震世界 什么一拳击溃半步超凡舞者崔几青 这些他都没有亲眼所见 所以他对李东真正的实力 并没有准确的概念 而现在 他终于见识到了 超出了他的想象 简直太恐怖了 独孤伯的眼中 充满了恐惧 他那双眼睛 仿佛放映着李东杀人的艺术 他带来的上百个强者 宗师跟大宗师 都在被李东屠杀 一拳 就灭杀一个 就没有一个人 能坚持到第二招 李东始终盯着独孤伯 一步一步朝着他走去 所到之处 尸体横飞 独孤伯该死 这些人 全部都该死 李东身上的杀戮之门 仿佛在这一刻 彻底被打开了 他此刻已经彻底陷入了暴走状态 战神又如何 我一样把你诛杀 独孤伯大吼道 上 杀了他 不顾一切代价 把他杀了 谁能杀了他 我许他一辈子荣华富贵 我让他的后辈 进入中央系统工作 这话落下 独孤伯带来的人 全部疯狂了 那几个大宗师强者 朝着李东冲去 而李东的眼神 却更加冷漠 与此同时 李家 上官吾尔深夜赶来 一路狂飙急迟 几次差点出了车祸 他顾不得那么多了 直接冲进了李家 要建立宏图 快点 让你们家主出来 快点 迟了的话就来不及了 上官吾尔一脸着急 他的眼中 泪水不断地打着转 仿佛李东马上就要死了 他是真的着急啊 再慢一点 谁都救不了李东 独孤家 南宫家 乔家 这些家族有多么可怕 单独拿出来一个 就已经非常恐怖了 然而 现在三大家族 联手去杀李东 谁能挡得住 李东 哪怕他是战神 但他只是一个人回国 始终是势单力薄呀 李家的下人 看到上官吾尔 这么着急的样子 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连忙去通报了 不一会儿 李红吐出来了 他没有想到 上官吾尔 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他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就看到上官吾尔 一脸着急的样子 心中微微一沉 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不然的话 以这丫头的性格 不会这么着急的 玩儿 李红吐开口 你怎么来了 李伯伯 看到李红吐 上官吾尔连忙冲了过来 快 你快救救李东 救救他 有人要杀李东 他们要杀李东 李红吐瞳孔微微收缩 沉声道 你在说什么 谁要杀李东 独孔家 南宫家 还有乔家 他们联合了起来 要杀李东 独孔伯已经带了一百多个高手 去围杀李东了 李伯伯 你快救救李东啊 这一下 李红吐的脸色 真的变了 独孔家 南宫家 乔家 这三大家族 无论哪一个拿出来 连他都要忌惮三分 毕竟 这三大家族的老爷子 都是长老院的存在啊 而现在 上官吾尔告诉他 这三大家族连起手来 要对李东下杀手 他当然震惊 因为这件事情 他居然不知道 当然了 对于李东 得罪了三大家族的事情 他还是知道的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些事情 严格说起来 还上升不到 你死我活的程度 独孤伯居然这么大动干戈 带人去围杀李东 还有 上官吾尔 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难不成 上官家族 也参与其中 你怎么知道 他们要围杀李东 李红图突然一下子 反应了过来 严肃道 是不是你父亲告诉你的 是我哥 上官吾尔一愣 他没有想到 李红图会这么问 下意识回答 听到这个回答 李红图的眼睛 眯了起来 果然如此 上官吾尔那狗东西 这么卑鄙 连自己的女儿都要利用 他几乎是一瞬间就知道 上官吾尔在打什么算盘了 无非是想让上官吾尔过来 告诉自己这件事情 好让自己出手去救李东 但那样一来 他如果派人出去 绝对会引起其他人的反弹 比如自己那位 名正年顺的正房妻子 比如自己名义上的大儿子 比如其他不想看到 自己出手的那些人 自己出手了 李家将会遭遇大危机 但不出手 李东就有危险 无论如何 上官亭都有好处 李福 李鸿图大声喊了一声 话落 一道身影立刻出现在他的身边 老爷 李福恭敬道 看到李福出现 上官吾尔赶紧道 李伯伯 你快派人去救李东吧 他现在很危险 他现在真的很危险 独孤伯派了一百多个高手啊 他们真的会杀死李东的 上官吾尔真的快要急哭了 李鸿图若是不出手 就依靠李东自己一个人 如何对抗三大家族 瓦尔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李鸿图却是摇了摇头 淡淡道 那个李东 跟我们李家 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 你还找我 找错人了 什么 李伯伯 上官吾尔不敢置信地看着李鸿图 他是你儿子 你的儿子 李福 送瓦回去 李鸿图丝毫不为所动 淡淡道 是 李福直接应试 说完 李鸿图直接转身离开 头也不回 第850章 按兵不动 第850章 按兵不动李伯伯 李伯伯 你不能这样 上官吾尔着急不已 错愕不已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李鸿图居然不肯出手去救李东 那可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怎么能这么狠心 娃儿小姐 请吧 李福伸出手 沉声道 夜深了 老爷要休息了 请你不要打扰他 别拦着我 你给我滚开 上官吾尔怒声喝道 他看着李鸿图的背影 大声喊道 李伯伯 李东是你的亲生儿子 难道你真的忍心眼睁睁看着他 被人杀死吗 难道你真的没有 对他有过丝毫愧疚之心吗 然而 李鸿图居头也不回 没有丝毫反应 似乎没有听到上官吾尔的话 娃儿小姐 李福的眉头皱了起来 请你离开 不要再影响老爷休息了 你口中的李东 并不是老爷的孩子 你认错人了 不 我没有认错 他就是李东 我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认错人的 上官吾尔流着泪 拼命地摇着头 李福不说话了 他直接将上官吾 请了出去 放开我 放开我啊 上官吾尔被推出了李家的大门 李福安排好了人 将上官吾尔送回上官家 便直接关上了大门 连灯都灭了 远远的 在李家宅院远处 有着三道身影悄然出现 他们戴着面具 面具之下的毛子 充满了杀气 他们在等 等李家救援李东的人出现 然后进行截杀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 李鸿图居然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难不成 他想眼睁睁看着李东被杀死 而无动于衷 难道 那个李东 不是李鸿图的儿子 可是 独孤伯说了 这个李东 就是十五年前的那个豪门气子 是李鸿图的亲生儿子 如何 其中一个人问道 大少有令 等 另外一个点燃了一根小熊猫香烟 淡淡道 只要李鸿图派人出来 那就杀了 这三人隐藏在暗处 眼睛一直盯着李家大门 一切动静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李家却丝毫没有动静 也没有人出来 抽着烟的男人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大少 福伯并没有出去 对面沉默了一下 那还真是可惜了呀 李纵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 你先回来吧 让他们继续在外面等 如果福伯出去了 你再出去 是 大少 这人说完 挂断电话 他跟另外两个人说了几句 然后走到李家庄园另外一边的围墙 纵身跃了进去 此时此刻 李鸿图的书房里 李鸿图在书房里走来走去 他的脸上充满了凝重的神色 事实上 上官吾尔带来的这个消息 让他开始担心了 他怎么可能不担心 哪怕李东恨他 在他心中 李东就是他的儿子 亲生儿子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当然担心李东的安危 这一次事情真的很严重 独孤家 南宫家 乔家 三大家族联合 到底有多么强大 李东就算厉害 就算是战神 可是 他的势力终究在边境那边 现如今 凭他自己一个人 怎么跟三大家族玩 而且 这其中到底有没有长老级别的存在 默许这件事情 李鸿图并不知道 一旦有长老默许了这件事情 那么 李东就真的危险了 老爷 这时 李福走了进来 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 如何了 李鸿图问道 老爷 外面的确有人在盯着 很强 我不敢靠太近 但我感觉到 对方至少是大宗师高手 而且不止一个 李福沉声道 其中有一个人的气息 有点熟悉 有点像林志刚 刚才他送上官网出去的时候 就探查了一下 没有靠近 都能感受到 那几股强悍的气息 对方并没有隐瞒 显然就是在狙击李鸿图 派出去救李东的高手 他们是非要杀了李东啊 听到这话 李鸿图不禁握紧了拳头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李纵 他也参与在其中 李纵图闭上了眼睛 满脸痛苦 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终究还是发生了 毕竟 李纵跟李东 都是他的儿子 都是他的亲生儿子 没有任何一个父亲 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 互相残杀的 哪怕这两个儿子 都没有把他当做父亲来看待 老爷 他们是铁了心 要杀小少爷啊 李福也叹了口气 那些家伙 要杀李东的心 太重了 baby 李纵图怒骂道 独孤伯那混账小子 一定是他缩舍李纵 他们是想借刀杀人 杀李东 还要我李家大乱 对于自己那位外甥 李纵图从来没有一点好感 甚至 对于整个独孤家 他也没有好感 虽然表面上 双方是联姻关系 但李纵图很清楚 独孤家野心很大 特别是这些年 李纵在独孤家的影响下 对自己这个父亲 从来就没有半点父子之情 如果有机会的话 李纵绝对会对自己出手 让李家换一个家主的 一旦李家被李纵成为了家主 那么 李家就完了 彻底成为了独孤家的附庸 这也是李红图这些年 一直小心翼翼 低调形势 韬光养晦的原因 他早就预料到了 这一天会到来 但他没想到 来得这么快 老爷 我们怎么办 要动手吗 李福沉声道 小少爷那边 可能会有些麻烦的 毕竟是三大家族联手 李东虽然是战神 但如果对方使用阴招 李东可能也要被阴到的 李红图没有说话 而是来来回回的踱步 显然他现在的心情有些乱 老爷 李福又问了一声 他也有些着急了 李红图如果不出手的话 李东那就要一个人 去面对三大家族的高手 那可是上百位的强者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旦有意外 那李东可就真的要玩犊子了 即便李东再强大 可是李福很清楚 一个人再强 难道还能强大到 足以对抗千军万马 不 我们按兵不动 好一会儿 李红图停了下来 沉声道 我不能出手 现在我要是出手的话 反而会害了李东 害了林语柔那个丫头 李红图很清楚 现在有很多人在盯着他 就等着他出手去救李东 一旦他真的派李福出去 可能李福也要陨落 不但如此 连他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一旦李家一主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到时候 李东就算这次能够活下来 也将会面临敌人第二次的反扑 而那个时候 独孤家整合了李家的资源 必然会对林氏集团出手 到时候 林语柔也将会面临危险 那是李红图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851章 不知道杀过多少 第851章 不知道杀过多少 所以 李红图绝对不能出手 只有如此 才能保全自身 将来才可以为李东 提供巨大的帮助 可是老爷 小少爷他真的可以吗 李福听到这话 顿时更加着急了 外面盯着李家的人 肯定是大宗师级别的高手 那独孤伯那边 高手就少了几个 只是几个大宗师 跟一些宗师高手的话 即便上百人 我相信 李东也会把他们全部杀光的 李红图的毛子 瞬间放出光来 我相信 他一定可以做到的 因为他是战神 听到这话 李福不禁心头一颤 他没想到 李红图对李东 居然这么有信心 他当然知道 李东很强大 能成为东方战神 能一举击溃崔记轻那样的强者 若是没有绝对的实力 怎么可能做得到 李东这些年 完全是一个幕后英雄 从来不显露半点 关于自己的身份信息 却在暗中保护国家 保护百姓 不知道多少次 而这一次 李东选择放弃了一切荣誉 回归国内 也是为了能够保护更多的人 为此 他哪怕是要面对强敌 甚至可能付出 生命为代价 李东也在所不惜 同一时间 茶楼之外 李东跟敌人的战场 已经从茶楼二楼 转移到了茶楼之外了 门口之处 血流成河 独孤伯带来的高手 几乎要被李东屠杀殆尽了 此刻 李东的手中 抓住一个人的喉咙 手指猛地用力 咔嚓 那骨头断裂的声音 让独孤伯心脏剧烈跳动 这 这怎么可能 就算你是战神 也不可能强大到这种地步啊 独孤伯一脸骇然 大声叫道 难道你不会累的吗 要知道 他可是带了上百位高手 来围杀李东 其中 实力最低的 都差不多有宗师级别的强者 这可是他们三大家族 所能召集的九成强者啊 这样的阵容 即便是 去灭掉一个小国家 都绰绰有余了 然而 在李东的手中 这些强者 简直就像是纸糊的一样 从战斗到现在 李东的实力 丝毫没有削弱 反而越杀越强悍 几乎将所有高手都灭了 宗师 大宗师 李东随手一丢 像是丢垃圾一样 直接将那个大宗师级别的高手 丢到一边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 不知道杀过多少这种垃圾 他可是东方战神 他要守护东方 若是连这点实力都没有 他守护个屁啊 扑通 尸体重重地砸落在地上 软得像是一滩烂泥 独孤伯脸色有些苍白 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两步 没办法 李东太可怕了 这就是战神的真正实力吗 这就是 超越了半步超凡 真正的超凡强者吗 连这么多宗师 大宗师 都对他造不成丝毫的威胁 你这是什么拳法 独孤伯喉杰滑动 忍不住问道 刚才他并没有参与战斗 但是他看得出来 刚才李东施展出来的拳法 他从来就没有见过 李东的拳头 绝对不是江湖圈子中的一种 很少有人知道 独孤伯也是一个习武之人 他虽然从来没有展现过自己的实力 但他自认为自己是江湖中的一分子 所以 他对江湖中的一些拳法腿法 还是很有研究的 但 刚才李东施展出来的拳法 他从来没有见过 李东的拳法 刚猛霸道 甚至超过了八级拳 而且 绵柔层层递进 变化多端 那样的拳法 让人根本难以捉摸 只要判断错误 一拳就可以将你轰杀 不管你是土鸡娃狗 亦或者是实力强横的大宗师 在李东面前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李东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他浑身上下 散发出强烈无比的杀意 一步一步朝着独孤伯走去 此时 独孤伯带来的上百号高手 已经全部被李东斩杀了 包括那几个大宗师级别的强者 他们在李东的手中 同样没有走过一招 独孤伯这一刻 真的慌了 他原本以为 只要李东闻了曼陀罗的花粉 就会丧失战斗力的 一开始他还认为 自己带来了上百号强者围杀李东 是多此一举 然而现在看来 恐怕再多一倍 也是于事无补 现在他更加后悔 派出另外的两个大宗师 去李家截杀李家 来救援的人了 因为如果有那两个大宗师在 就可以阻挡李东片刻 而他 可以逃命 有些人 不是你可以诋毁的 李东伸出一只手 关节咔咔作响 那种森然的杀意 似乎一下子 将独孤伯笼罩住 牢牢锁定 故舵 独孤伯侯杰滑动了一下 他看着四周围满地的尸体 气血都翻滚了起来 这就是战神的实力 那个在战场上 从无败计的战神 终于 李东动了 一拳朝着独孤伯轰了过去 见状 独孤伯脸色大变 但很快 他的脸色也猙獰了起来 我就不信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会疲倦 来啊 我杀了你 他面色猙獰 怒吼着 同样挥舞着拳头 发风迎上去 一拳轰出 从拳风来看 这独孤伯 竟然也是一位大宗师级别的强者 他从来没有展现过自己的实力 这一刻终于展现出来了 以他这样的年纪 已经踏入了大宗师 天赋已经是极为可怕的了 然而很可惜 他遇到的是李东 下一瞬 两人的拳头 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碰 两只拳头 如同钢铁对碰 可是 李东的拳头 却视如破竹 一往无前 独孤伯的拳头 直接瞬间爆碎 骨肉炸裂 鲜血飞溅 啊 独孤伯发出了一声惨叫 只见 从他的拳头开始 一直到手腕 肩膀位置 全部被轰碎了 惨叫声 撕心裂肺 哪怕独孤伯身为大宗师 也承受不住这样的痛苦 他整条手臂 都被轰碎了 李东的拳头 刚猛到了极点 比八级拳这种拳法 还要霸道得多 层层的拳径 像是海浪一样 一层比一层凶猛 一层比一层强势 直接将独孤伯的这一条手臂 连同骨头都烘碎了 独孤伯倒飞了出去 在地上翻滚着 用力摁着自己断裂的肩膀 脸上毫无血色 不 这不可能 你这是什么拳法啊 独孤伯大声叫着 满脸惊恐 此刻的他 狼狈到了极点 哪里还有丝毫的一起风发 这一刻 他才终于知道 自己这些天的想法 天真到了极点 他竟然以为 李东这个战神 也就那么回事 只要掠施小技 就可以将他灭掉 现在看来 他真的太天真了 招惹了战神 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独孤伯后悔了 早知道如此 他说什么也不敢这么做的 只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要 第852章 杀人者 人横杀之 第852章杀人者 人横杀之里东走了过去 居高临下地 看着独孤伯 他的拳头上 鲜血还在滴落 也不知道是独孤伯的鲜血 还是其他人的血 滴答滴答 鲜血不断地滴落在地面上 然后渗透到地砖的缝隙当中 你千不该 万不该 诋毁我的母亲 李东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现在 你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你 独孤伯的身躯 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他的身体里 不知道断了多少根骨头 被李东硬生生打断了 那种痛苦 让他几乎要崩溃掉 李东太可怕了 这样的实力 真的让他无法想象 恐怕当今世界上 能杀他的人 几乎没有了吧 怪不得 怪不得西方天王 那么可怕的存在这么多年 都不敢轻易入侵滇进 原来 真的是忌惮李东啊 独孤伯瞪着眼睛 看着李东 咳嗽几声 大口吐血 哈哈 没想到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我独孤伯算计了这么久 没想到 最后还是栽在你手中了 他面孔猙獰 嘶吼道 但你确定要杀我吗 如果你杀了我 那么 我独孤家 将会跟你彻底不死不休 我爷爷是九长老 他发起怒来 你确定想要看到 如果可以的话 他当然不愿意死 毕竟 蝼蚁尚且贪生 更何况是他 他只能希望 自己搬出自己的爷爷 会让李东投鼠忌器 饶他一命 杀人者 人横杀志 李东面无表情 你今日不但如我母亲 还率领过百宗师强者 对我进行围杀 你以为 我还会惧怕你们独孤家 说完 李东一拳轰出 碰 直接重拳轰杀 就连地面都猛地颤抖了一下 发出了剧烈的声响 你 你怎么敢 独孤伯瞪大了眼睛 他的手脚抽出了几下 然后就没有了反应 鲜血 不断地从他的脖子间流淌了出来 碰 最终 独孤伯的尸体倒在了地上 他依旧瞪着眼睛 里面残留着不敢置信 以及不甘 他没想到 李东 居然真的敢杀他 他的爷爷 可是当朝九长老啊 他是独孤家最为出色的年轻一代 他是整个北方最为出色的一代 他怎么能死在这里 只可惜 他就算后悔 也没机会了 刷刷刷 几乎在这个时候 一道道身影出现了 以陈小刀为首 带着刀疤他们来到李东面前 大哥 陈小刀等人看到 茶楼周围的尸体 再看到死不明目的独孤伯 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特别是陈小刀 他知道独孤伯的真正身份 此刻的内心 无比震动 独孤家的大少爷 死了 被大哥所杀 这件事情 大调了 不过他看到李东面无表情 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杀意 他便知道 这件事情 就算再大调 也有大哥顶着 而他们要做的 就是无理由跟随大哥的脚步 把这里处理了 李东随意吩咐了一声 就转身离开了 陈小刀一挥手 让手下人立刻散开处理了 他看着李东消失的背影 脸色凝重 这一次 恐怕真的要变天了 此刻 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多了 看着被送回来的上官网 上官妃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心中更多的是感到诧异 李鸿图那个老家伙 居然没有出手 难不成 那个李东 那位战神 并不是李鸿图的儿子 不是当年的那个豪门妻子 不 不可能啊 连上官网都已经确定的事情 不可能是假的呀 那么 为什么李鸿图不出手 除非 李鸿图根本就不在乎李东的死活 但这更加不可能啊 上官妃跟李鸿图斗了半辈子 身为上官妃的儿子 上官妃她很清楚 自己那位李伯伯的性格为人 李东是她的亲生儿子 以李鸿图的为人 是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理的 特别是李鸿图这种 将亲人 看得比全才更加重要的人 在北方 本身就是一个异类 李鸿图没有出手 上官妃也同样是想不通 他更加知道 李鸿图的为人是什么样的 如果李东真的是李鸿图的儿子 那么 李鸿图绝对会出手的 他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儿子死掉的 没出手 甚至 李伯伯还有些生气 任为我打扰了他的休息 上官妃轻轻一笑 这李东 到底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妻子 我现在都有些怀疑了 要知道 李东面对的 可是独孤家 南宫家 以及乔家这三大家族的联手 听说派遣出去的高手 全部都是宗师级别以上的强者 一百来号人 这样的阵容 简直堪称恐怖 就算李东是战神 他自己一个人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所以 李鸿图如果不出手的话 李东必死无疑 世界上绝对没有人 可以抵挡那么多强者的围攻 更不用说 三大家族对李东的杀心 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听到这话 上官亭皱起了眉头 他没有说话了 他在思考 在回忆 在想15年前发生的事情 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细节 是自己没有考虑到的 15年前 以独孤伯的母亲为首 拉动众多家族 强行对李东母子进行发难 最终 李东的母亲惨死 而李东 掉进了河里 生死不明 上官亭曾经让人调查过李东 但最终 只是在东海那边 查到了一点点蛛丝马迹 最后 李东失踪了 仿佛像是人间蒸发一样 可最近这段时间 却又传出了风声 当年李家的那个豪门弃子 如今已经成为了当代战神 威猛而强大 上官亭之所以让上官亭回来 为的 就是想要证实这件事情 如果是的话 上官亭跟李东之间的婚事 上官家族的高层 就不再阻拦 而上官亭见过了李东 他也说了 那个人 就是李东 然而现在李鸿图的反应 却又让上官亭有些怀疑了 毕竟 谁能眼睁睁看看自己的儿子 被杀而无动于衷 而且那个人 还是最为看重亲情的李鸿图 行了 既然李鸿图铁了心不出手 那我们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上官亭淡淡的 你打个电话 让他们两个回来吧 算一下时间 独孤伯那边 应该已经结束战斗了 李家外面负责监视 李鸿图的那两个大宗师强者 正是上官家族派遣出去 让独孤伯驱使的 这也是上官家族 跟独孤伯达成的条件 既然李鸿图不出手 那么继续让人在那里监视 也没什么意义了 是 附近 上官飞点了点头 走到一旁打起了电话 而上官亭则是皱起了眉头 喃喃道 李鸿图啊李鸿图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第853章 你们 不行 第853章你们 不行此时此刻 李家 庄园之外 两道身影 依旧隐藏在黑暗之中 本来有三个人的 但那个叫志刚的男人 已经返回李家庄园里面了 只剩下他们两个上官家族的高手 在进行监视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为了监视李福 到底会不会出手 如果出手的话 他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李福击杀 如果李福不出手 那么 他们就只是单纯监视 没有命令 他们也不会离开 从志刚进去到现在 他们也依旧没有看到 李家里面有人出来 去救援李东 看来 那个李东 跟李家的关系 并不算亲密 不然的话 李鸿图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其中一人开口 算一下时间 那边的战斗 也应该要结束了才对 那个李东 肯定死了 那边 有独孤博率领的上百号高手 好几个大宗师强者 这样的阵容 别说是一个李东了 就算是整个李家 他们也能将其夷为平地 此刻 他们甚至有些犹豫 要不要联手冲进去 将李鸿图给杀了 毕竟 以他们两个大宗师 再加上那个志刚的家伙 三位大宗师 绝对可以杀了李鸿图的 只要李鸿图一死 李家的家主位置 就会落在李宗的手中 这是李宗希望看到的 也是上官家族想要看到的 听从家主的安排 等电话 另外一个自然知道伙伴的想法 但是 他还是选择听从上官亭的命令 既然上官亭的命令 是让他们拦截救援李东的人 那就说明 现在还不是对李家下手的时机 很快 他口袋里的电话震动了起来 这人拿出来一看 接通 撤 电话对面 传来了简短的一个字 挂断电话 这人对另外一人道 少爷让我们撤 说完 他们两个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不见 几乎同时 一道身影 看着他们两个离开 转瞬也消失了 数分钟之后 一条街道的拐角处 上官家的那两位大宗师高手 停了下来 有杀气 其中一人目光凝重 沉声道 另外一人点了点头 然后 他们就看到前面的拐角处 一道身影 缓缓从其中走了出来 你是何人 看到这一道身影 两人顿时警惕起来 站立成了防御状态 准备动手 他们没有想到 在撤退的时候 居然有人对他们进行拦截 你们的速度太慢了 李东看着这两人 面无表情 我等你们好一会儿了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其中一个黑衣人历声喝道 识相的话 立刻给我滚开 不然的话 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是你们想杀的人 李东淡淡一笑 怎么 你们不认识我 听到这话 两人的脸色立刻变了 你是李东 是我 李东点了点头 迈开脚步 缓缓朝着这两人走去 我知道上官家族参与在其中 但在独孤伯带曲的那些人当中 却没看到上官家族的高手 想来 你们应该就在这里了 你怎么可能会在这里 你应该死了才对啊 一个黑衣人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李东 毕竟 这是所有人都预料到的结果 过百号高手 最刺的都是宗师强者 还有好几位大宗师 那样的阵容 李东绝对死的 但现在 李东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他们如何不震惊 很意外 李东轻笑一声 独孤伯他们都死了 你们两个既然参与了进来 那就下去陪他们好了 听到这话 两人脸色大变 他们身上的气息 瞬间提升到了极致 进入到了战斗状态 他们满脸难以置信 没想到李东居然没死 独孤伯他们全军覆没 这怎么可能啊 这位战神 恐不到了那种地步 怎么 你们不相信 下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李东说完 动了 那两个黑衣人 也同时动了 李东根本没有丝毫留情 一出手 就爆发出了自己最强大的实力 连续两拳 直接将这两位上官家族的大宗师灭杀 他感觉到自己的血液 都变得沸腾了起来 一晚上连续战斗两场 李东却没有丝毫疲倦的感觉 反而越来越感到亢奋 从回国到现在 他已经好久没有尝试过这种感觉了 李家 只有我才可以动 李东看着一眼脚下的两具尸体 一脸淡漠 你们 不行 说完 他再也没有看他们一眼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半个小时之后 李家 独孤伯以及上百号高手全军覆没的消息 已经传了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 李鸿图一脸震惊 什么 独孤伯死了 还有他带去的那些高手 全军覆没 虽然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相信李东肯定可以解决掉那些人 但他没想到 李东真的会出手杀了独孤伯 要知道 独孤伯是独孤家的大少爷 是独孤家年轻一辈最出色的人 而且他爷爷 是九长老 独孤末啊 八九不离十了 礼服沉声道 除此之外 我们的人在相隔两条街道的地方 发现了上官家族两位大宗师强者的尸体 被人一拳霸道击杀 我猜测 也是小少爷而为 听到这个消息 李鸿图顿时一脸惊喜 这小子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果断 说着 李鸿图一脸的得意 这一点 不愧是我的儿子 他的脸上 充满了得意骄傲 怎么也掩饰不住 不过他杀了独孤伯 终究是有些毛躁了 真当这些传承几百年的官患家族 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吗 话虽如此 可站在旁边的李福 却丝毫没有看出 李鸿图的脸上有担心的样子 这次独孤家 南宫家还有乔家 损失惨重了 李福沉声道 小少爷杀了独孤伯 独孤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又怎样 李鸿图冷哼一声 独孤伯那小子 带人去杀李东 就应该有被杀的觉悟 总不能他们去杀李东 而李东却不能反击吧 这是什么道理 且看吧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但李东也绝对不会引颈带路的 他既然敢杀了独孤伯 就证明他有应付独孤家怒火的底气 李福点了点头 他一脸感叹 老爷 小少爷真的太厉害了 他现在的实力 整个北方 已经没有能够威胁他的人了 崔继青已经完蛋了 独孤伯带去的上百号高手 全军覆没 如今以李东现在的实力 别说整个北方 就算整个世界 都没有几个人能威胁到李东 更别说 现在李东的手下 还有陈小刀那些可怕的家伙 第854章 白发人送黑发人 第854章 白发人送黑发人 听到李福这话 李鸿图却眯起了眼睛 他冷哼了一声 李福 你要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世界有多大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不说其他 单单是西方天王 力量就要超乎我们的想象 听到西方天王这四个字 李福身子微微一震 的确 现在世界上要说 还有人能跟李东抗衡 无疑就只有西方天王了 特别是那位天王的 号称西方最强者 全球无数高手猜测过无数次 不知道是东方战神强 还是天王的强 总之 那个号称西方的王 将会是李东此生最强大的对手 双方的一战 迟早都会到来的 这一次上官亭那老家伙 损失惨重 两位大宗师强者被灭 他们想要重回京都 就更难了 李鸿图的心情非常不错 小冬知道了 上官家族 参与到了围杀他这件事情当中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有些事情 我们也要早做准备了 老爷 你的意思是 上官家族要倒霉了 不错 等着看吧 上官家族 要倒霉了 李鸿图点了点头 笔石 上官家族 上官亭看着面前的两具尸体 脸色阴沉到了极致 他万万没有想到 事情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独孤伯失败了 而且 独孤伯还死了 被李东击杀 他带去的上百号高手 全军覆没 不但如此 他上官家族的这两位大宗师强者 也死了 损失惨重 即便是上官家族 损失了这两位大宗师强者 也可以称得上是伤筋动骨了 毕竟 像他们这种超级豪门 最依仗的 就是这些顶尖的战力 如今家族最厉害的两大高手死了 上官家族 还有什么资格去跟李家竞争 还有什么资格重回京都 后悔 无比的后悔 上官亭跟上官妃两人的内心 充满了后悔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答应跟独孤伯合作 只可惜 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父亲 我们怎么办 上官妃的眼中 有着一抹惊恐 李东他肯定已经知道了 我们上官家族参与其中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于独孤伯他们的下场 上官妃感到震惊的同时 更多的是无比的恐惧 李东太狠了 居然直接将独孤伯杀了 并且将他带去的所有高手 全部覆灭 这样的手段 真的很辣 不愧是东方战神 那么 接下来 会不会轮到他们上官家族 东方战神的怒火 可不是现在的上官家族 可以承受的 哪怕上官家族的这两位大宗师强者没有死 也挡不住李东啊 慌什么 上官婷看了一眼上官妃 沉声道 事情还没有到天塌下来的地步 你可别忘了 李东他杀了独孤伯 还杀了三大家族上百号的高手 你以为 这件事情 三大家族会善罢甘休 听到这话 上官妃顿时眼睛一亮 对啊 他差点都忘记这一查了 三大家族最厉害的 不是独孤伯召集起来的那些高手 而是三大家族的三位长老 那可是长老院的存在啊 别说三位 单单是一位九长老 就足以制裁李东了 特别是李东杀死了独孤伯 毁灭了独孤家年轻的一代 九长老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父亲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上官妃问道 等 上官妃沉声道 等 上官妃有些疑惑 没错 上官妃沉声道 这一次我们损失惨重 必须要调派其他高手回来 并且 我们要等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 看看长老院那边 到底怎么处理李东 一旦李东被处置 那么我们的机会 就来了 虽然损失两位大宗师 让上官家族伤筋动骨 但 以上官家族的能量 从东南亚那边 再找来其他的高手 是轻而易举的 只要李东被处置 失去战神这个职位 并且将其拘捕起来 那就不足为据了 那样一来 独孤家族跟南宫家族 这些家族 处于伤筋动骨状态 上官家族要搞点事情 就轻易多了 至于李家 上官廷自然有办法对付 别忘了 现在的李家 可不是铁板一块 那个李家大少爷 可是对李家的家主之位 垂涎得很了 听到这话 上官妃握紧拳头 眼中满是期待之色 同时 独孤家 如果是以往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整个独孤家的人 都已经睡觉了 因为独孤末有过明确规定 独孤家的后辈弟子 不能熬夜 因为熬夜伤身 然而今天 即便是到了深夜时刻 独孤家 依旧是灯火通明 出事了 出大事了 独孤家的大少爷 年轻一辈最出色的佼佼者 独孤伯 死了 尸体送回到了独孤家 就摆在客厅里 盖着白布 独孤伯拄着拐杖 这个老人此时脸色平静 站在独孤伯的尸体面前 然而 若是仔细观察 会发现 他拄着拐杖的手 在微微颤抖着 显示出他此刻内心的不平静 他没有掀开白布去看 也不知道是没有勇气 面对自己孙子的尸体 还是不想掀开 独孤明站在旁边 一动不动 像是雕塑一样 他双目有些无神 至此都还没能接受这个消息 他的儿子 他最出色的儿子 没了 就这么没了 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了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终于 不知道过了多久 独孤末缓缓走过去 将独孤伯尸体上的白布掀开了 白布掀开 独孤伯死不瞑目的样子 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本来安静的大厅 哭喊声一下子响了起来 伯儿 我的儿啊 独孤伯的母亲扑过来 伤心欲绝 其他女眷 也在不断地抹着眼泪 独孤末看着独孤伯死不瞑目 满脸惊恐的样子 就知道自己的这个孙子 在临死前到底遭受到了多么可怕的恐惧 那双无神的眼中依旧残留着惊恐 不甘以及不敢置信等各种神色 总之 死状不忍目睹 独孤末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着 对于独孤明来说 他是丧子之痛 但对于这个老人来说 独孤伯的死 不单单是死了一个后辈那么简单 因为他在独孤伯的身上 寄予厚望 特别是独孤展入狱之后 以后的独孤家能有所成就的 就只有独孤伯一人了 承载着他全部的希望 可现在随着独孤伯的死 他的希望断了 以后的独孤家年轻一辈 再也没有人能挑起大量了 这才是他最不能接受的结果 第855章终于要出手了吗 第855章终于要出手了吗 四周围的哭喊声 让独孤末感到有些心烦 他闭上了眼睛 深深吸了口气 平复了一下有些悸动的心情 紧接着 他拄着拐杖 朝着门口走去 独孤明 跟我出来 听到独孤末的话 独孤明立刻回过神来 他垂着脑袋 不敢说话 乖巧地跟着父亲走出了大厅 从小到大 我从来就没有对你有过什么太大的期望 独孤末看着天上的星星 平静开口 我也从来没有逼迫你去做过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将独孤家的希望 放在了下一辈的身上 所幸 你也算争气 生出了两个很好的儿子 无论是宅儿 还是伯儿都要比你优秀得多 他们的虔诚 也要远远比你的还要大得多 有这么两个优秀的孙儿 我独孤家的将来也算是有了着落 但现在 他们两个 一个入狱 一个死了 你告诉我 独孤家 还有未来吗 独孤明听着父亲的话 垂着脑袋 不敢说话 他知道 这位老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 但是 他的内心 肯定非常愤怒的 因为他很清楚 这位老人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疼爱 远远要超越自己这个当儿子的 现在 这个老人的两个孙子 独孤家年轻一辈的两个佼佼者 一个废了 一个死了 他如何不生气 说话 我让你告诉我 独孤家还有未来吗 独孤末终于忍不住 举起了手中的拐杖 狠狠地在独孤明的身上敲打了一下 碰 老人虽然看起来弱不经风了 但是他这下的力量 还是很大的 饶恕独孤明 也忍不住疼得呲牙咧嘴 但他不敢躲避 也不敢叫出声来 只能咬着牙承受着 他知道老人心中的怒火 他也知道 老人为什么要将怒火 发泄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独孤伯的死 他也有很大的关系 你们去跟李东掰手腕 这一点无可厚非 甚至我还支持你们 老人深深吸了口气 冷冷道 毕竟 咋儿的事情 让伯儿这个当哥哥的心中有团伙 这团伙 必须要发泄出来 所以 即便他跟南宫家 还有乔家的小辈 联合去对付李东 我也没有阻拦 但是 你这个当爹的 为什么不看好他 让他亲自带人去杀李东 难道你不知道 那是战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 连崔记轻那样的强者 都被他废了吗 你告诉我 为什么 面对老人的质问 独孤明依旧没有回答 他的脑袋 垂得更低了 这是老人最愤怒的地方 也是独孤明最后悔的地方 是啊 如果独孤伯没有亲自带人去围杀李东 他又怎么会被李东杀了呢 对于老人愤怒的训斥 他依旧不知道怎么回答 混账 独孤默看到他的样子 气得不打一出来 再次举起拐杖 狠狠地在他身上打了起来 砰砰砰 一下又一下 独孤明依旧站在原地 不敢躲避 默默地承受着 他不敢躲啊 终于 独孤默打累了 停了下来 他深深吸了口气 刚刚愤怒的样子 变得平静了下来 又恢复了平时不苟言笑的样子 他重新返回了大厅里 来到独孤伯的尸体面前 静静地看着独孤伯的仪容 爸 你一定要为伯儿做主啊 独孤伯的母亲 还在哭喊着 他很清楚 能够为独孤伯讨还公道的 只有身为九长老的独孤默了 独孤默没有理会那个女人 他看着独孤伯扮上 然后点了点头 爷爷知道 你想要做的是情事什么 放心吧 你没能完成的事情 我来帮你完成 展儿的事情 我会处理的 说完 独孤默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看到他开始打电话 刚刚还在哭喊的女眷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终于 电话通了 老乔 伯儿死了 独孤默无比平静地开口 我想好了 小辈们要做的事情 咱们这些老东西 就替他们完成吧 好 良久 电话那边 传来了这么一道声音 旁边的独孤明听到这句话 眼睛 一下子亮了起来 父亲他们 终于要出手了吗 李家 李纵的别墅 地下一层的娱乐室里 哪怕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李纵依旧还在玩着游戏 那个名叫智刚的男人 坐在旁边的一台电脑上 跟李纵一起开黑 两人打着游戏 李纵时不时地发出一声激动的叫声 神情显得有些激动 没多久 智刚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李纵 发现李纵还在专心打游戏 他站了起来 走出去 拿出手机 接通了 不一会儿 他又走了回来 但这一刻 他的脸色 难看到了几点 仿佛刚刚的来电 告诉了他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看到李纵还在兴致勃勃地打着游戏 智刚张了张嘴 但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他沉默着走过去坐下 重新拿起了耳机带上 继续加入游戏 十分钟之后 游戏结束 爽 李纵摘下了耳机 丢在桌面上 然后从桌子上拿起香烟 拿出一根点燃 他深深吸了一口 看向智刚 怎么样 刚刚是有什么消息了 是 有消息了 智刚点了点头 快说 怎么样了 那个小野种 是不是已经死了 李纵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的想法 跟绝大多数人是一样的 毕竟 独孤伯可是带了过百号的宗师 大宗师强者 过去围杀李东的 那样的阵容 足以踏平一个小国家了 那个小野种就算再厉害 应该也死了吧 不 他没死 智刚摇了摇头 沉声道 大少 死的是独孤伯 还有他带去的那些人 全军覆没 这句话落下 李纵整个人愣住了 你说什么 大少 刚刚得到消息 独孤伯死了 他带去了那上百号高手 全都死了 智刚的脸色非常严肃 沉声道 事实上 对于这个消息 他也感到无比的震撼 要知道 那可是上百号高手啊 其中 九成以上的宗师 以及好几位大宗师 那样的阵容 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估计会在第一回合 就会被撕成粉碎 原本 他也跟李纵一样认为 那个李东 绝对难逃一死 然而 现在传回来消息 对方不但没死 反而将独孤伯他们 全部反杀了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李纵摇着头 喃喃自语 他怎么可能没死 他怎么可能没死 不该是这样的结果啊 这个消息 真的让他难以接受 大少 消息千真万确 智刚沉声道 现在 你应该要早做打算才行了 第八百五十六章 我来帮你洗 第八百五十六章 我来帮你洗这话的意思 很明显 独孤伯失败了 死了 他带去的人全都死了 那么 接下来 那位战神一旦对李家实施报复 后果不堪设想 最起码 以李家的实力 不 应该说 以李纵的实力 挡不住的 所以要未雨绸缪才行 李纵深深吸了口气 从这个消息中回过神来 我去找我妈 说完 他快步走了出去 那个小野仲回来了 他必须要将这个消息 告诉自己的母亲才行 别忘了 他母亲 可是来自独孤甲 李东回到别墅的时候 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这个时候 别墅里 依旧灯火通明 李东走进别墅 发现 林雨柔还没睡 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 看着电视 除了林雨柔 并没有看到小白的身影 估计小白已经睡下了 林雨柔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但李东却发现 这丫头虽然在看电视 但眼睛里并没有焦点 明显在出声 听到门口的脚步声 林雨柔猛地抬头 然后就看到了李东 他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直接朝着李东扑了过来 老公 你回来了 林雨柔一脸惊喜 事实上 今天李东被那些交警带走 他就一直非常担心 担心李东会出事 虽然李东的实力很强 但他依旧担心 他将这件事情 告诉了陈小刀他们 然后他只能在别墅里进行等待 除此之外 他什么忙都帮不上 本来小白在陪着他的 但到了凌晨两点左右 小白终于支撑不住去睡觉了 而林雨柔 依旧等着 不等到李东回来 他一颗提着的心放不下来 现在看到李东终于平安回来 他紧动的心 终于放松了 看到林雨柔要来抱自己 李东却后退了一步 拒绝了 别 李东摆了摆手 我身上很脏 他今晚杀了一百多人 虽然在外面经过了简单的清洗 但身上依旧还有血腥味的 李东不想让林雨柔的身上 沾染上这种血腥味 没关系 但林雨柔却丝毫没有在意 他上前一步 执意抱住了李东 并且将自己的脑袋 靠在李东的胸前 一脸迷醉 李东一脸无奈 他也只好伸出手 还住林雨柔纤细的腰肢 两人相拥在一起 这个时候 幸好小白已经睡下了 要是被他看到这一幕 估计又要被这小两口的狗粮 喂个半饱了 好了 已经很晚了 我们上去吧 李东伸手在林雨柔的翘臀上 轻轻拍了一下 轻声道 嗯 林雨柔轻轻应道 然后撒娇 我要你抱我上去 好嘞 李东黑黑一笑 直接将林雨柔拦腰抱了起来 他抱着林雨柔 将一楼客厅的灯关了 然后直接上到了二楼 来到他们的卧室 乖 早点睡觉 我先去洗个澡 身上很脏 李东将林雨柔放在床上 柔声道 好 林雨柔点了点头 虽然李东在外面经过了简单的清洗 但 他还是很清晰地闻到了 李东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血腥味 他不知道 李东被交警带走之后 经历了什么 从李东身上淡淡的血腥味 他不难猜测出 李东肯定跟人打架了 或者 他杀了人 但 林雨柔不在乎 因为在他看来 李东绝对不会去杀好人 他所杀的 都是一些坏人 在他眼中 只要李东平安无事 那就够了 很快 卫生间里面 传来了林雨的声音 明显 李东在里面开始洗澡了 林雨柔轻咬着珠唇 他在自己身上嗅了一下 虽然没有闻到什么血腥味 但他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于是 他从床上走了下来 伸手 很轻易 就将卫生间的门打开了 里面 李东正抹了洗发水 正在洗着头 听到开门的声音 李东看了过来 然后看到林雨柔走进来 一脸诧异 不是让你在床上乖乖等我吗 我很快就洗完了 林雨柔没有说话 他的俏脸 有些红 他妩媚地看了一眼李东 然后 在李东惊讶的目光下 他将自己身上的吊带睡衣脱了下来 于是 一具完美无瑕的女体 呈现在了李东的面前 老公 我来帮你洗吧 李东不由地咽了一口唾沫 紧接着 他一伸手 将林雨柔拉到了自己的怀中 下一刻 浴室里 无尽的春色弥漫 天 很快亮了 李鸿图一夜没睡 在得到了李宗他们全军覆没的消息之后 他安排了不少事情 不说其他 单单是上官家族的那两个大宗师强者陨落 他完全可以 针对这个空隙 对上官家族的一些生意进行打击 而且 自己名义上的那个妻子 一旦知道李东的真实身份 知道昨晚的事情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以 他也要为此做一些安排 一直到天色彻底大亮了 他才伸了个一个懒腰 从书房走了出来 外面 李福静静地站着 虽然他是一个老者 但是哪怕一夜没睡 他的精神头 依旧非常好 相比起来 李鸿图就不行了 一夜没睡 他的脸上 已经很是疲倦了 毕竟 李福可是真正的武道强者 哪怕他年纪大了 区区熬夜对他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的 但李鸿图就不行了 他已经人到中年 精气神自然不能跟李福相比的 虽然他很疲倦 但是 李福可以看得出来 自家老爷的心情 非常不错 他忍不住问道 老爷 昨晚的事情 其实您早就已经猜到了吧 李鸿图看了他一眼 笑着点头 算是吧 那小子虽然不拿我当父亲看待 但我还是很了解他的 他等这个机会 已经很久了 李东想要做什么 他很清楚 所以他更加清楚 李东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 恐怕他等这个机会 已经等很久了 现在南宫家等三大官宦家族 再加上上官家族自动送上门 李东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并且一出手 就杀了独孤伯 恐怕那小子就是故意要让九长老那些人出手 官宦家族 顶级豪门家族 哼 当真正的暴风雨来临 任何家族都无法倖免 老爷 夫人做了早餐 请老爷过去用餐 这时 外面有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庸人走了过来 她似乎有些惧怕李鸿图的脾气 不敢太过上前 站在台阶下面 低垂着脑袋 听到这话 李鸿图微微皱起了眉头 她挥手想要直接打发了 但想了想 还是点头 行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过去 这样的拒绝 已经太多次了 再继续拒绝的话 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第857章 痴情的李鸿图 第857章 痴情的李鸿图 而且李鸿图知道 昨晚发生的那件事情 独孤伯死亡的消息 估计自己那位夫人已经知道了 同理 那位夫人 估计也已经知道了 李东归来的消息 那么 李鸿图就很想知道 自己那位夫人 到底想做什么了 事实上 对于自己这个妻子 她心中 还是充满歉意跟愧疚的 毕竟 她心中 对自己这个妻子 没什么感情 在李鸿图的心中 永远只有一个女人 老爷 那我出去办事了 李福说了一声 直接离开了 她知道 这么多年以来 夫人对老爷的爱 从来就没有少过一分一毫 很痴情 也很让人感到无奈 只不过 李鸿图心中只有一个女人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这都是改变不了的 李福都记不清 这到底是夫人 第几次做早餐 叫老爷去吃了 而老爷这么多年来 又拒绝了多少次 这一次 老爷总算是不忍心再拒绝了 没多久 李鸿图来到了餐厅 餐厅装修非常简单 甚至算得上是简陋 一眼看去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 顶级豪门家庭该有的布置 李鸿图一直不同意 将这里进行翻修 因为这里有他很多的回忆 谁要是敢动 他就饶不了谁 走进餐厅 李鸿图就看到一个女人 正在小心翼翼地摆放着早餐 看他小心翼翼的样子 就像是在担心摆放的位置不好 会影响李鸿图吃饭的心情 这个女人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 而且长得极美 身材也极好 一个非常美艳 并且熟透的水蜜桃 然而 她的实际年龄 已经有五十多岁了 只是保养得好 岁月的痕迹 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多少 这就是李鸿图名义上的妻子 李宗的母亲 独孤家当年的大小姐 独孤轩 她嫁给李鸿图 已经快三十年了 除了结婚的第一年 第二天从李宗出生之后 她就一直睡在自己的书房了 之后 李鸿图遇到了自己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也就是李东的母亲 那些年 李鸿图一直跟李东的母亲 睡在一张床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女人无比妒忌 用计害死了李东的母亲 并且 李东变成了豪门妻子 对此 李鸿图对她更加不满了 也正是那一年开始 她跟这个女人 几乎形同陌路 表面上看起来 两人相近如宾 但实际上 跟陌生人没什么两样 独孤轩每天都会做好早餐 经常会邀请李鸿图来吃 但每一次 李鸿图都会拒绝 独孤轩知道 当年自己害死了那个女人 这个男人 心里是恨自己的 但那又如何 在独孤轩的心中 李鸿图始终是她的男人 所以 哪怕李鸿图从来没有来 她这里吃过早餐 她也无怨无悔 哪怕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独孤默知道了这件事情 对李鸿图大为不满 她也总是为李鸿图开脱 因为 李鸿图是她的丈夫 嗨嗨 李鸿图故意咳嗽了两声 独孤轩立刻抬起头看了过来 满脸惊喜 鸿图 独孤轩连忙走了过来 我做了你最喜欢的早餐 你今天陪我一起 吃个早饭好吗 她脸上的欣喜与期待 与当年嫁过来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岁月几乎没有在她的脸上 留下什么痕迹 她看起来 就跟当年一样好看 李鸿图哪怕心中对她有恨意 但更多的 乃是于心不忍 不管怎么样 这个女人 始终是她名义上的妻子 自己已经害了一个女人 现在又害了第二个 是的 在她看来 李东的母亲 虽然是因为独孤轩的算计 而被害死 但在李鸿图的心中 她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年 若是她没有选择让李东的母亲 进李家的门 根本就不会发生当年的惨事 而独孤轩 也因为当年的事情 付出了代价 代价自然就是守活寡 失去了丈夫最后的一点爱 几十年的光阴 就这么被蹉跎掉了 要知道 对于女人而言 最宝贵的就是青春时光 独孤轩嫁给李鸿图的时候 才二十来岁 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并且 她给李鸿图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却没有得到李鸿图的爱 反而这些年 一直都是过着 如同没有老公的生活 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非常残忍 嗯 李鸿图点了点头 独孤轩立刻带着李鸿图坐下 给她盛了一碗粥 拿着她最喜欢的小菜 递到她面前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驴肉火烧 我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学会了 你尝尝怎么样 独孤轩笑着道 听到这话 李鸿图心中不是滋味 她知道 这个女人是很爱自己的 不说其他 就刚刚这句话 为了自己 她居然在二十年前就学会了 做驴肉火烧 而她却从来没有吃过 还有这个油条 当年照 独孤轩说到这个姓氏 突然顿了顿 紧接着脸色微微苍白 她看了一眼李鸿图 暗暗责怪自己 怎么在她面前提起那个女人了 李鸿图听到这个姓氏 喝粥的手顿了顿 但很快 恢复如常了 看到李鸿图的样子 独孤轩咬了咬牙 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感到非常难过 自己努力了一辈子 本来以为那个女人死了 李鸿图就会爱她 但是她错了 哪怕那个女人不在了 在李鸿图的心中 自己依旧 连对方的一丝一毫都比不上 不管她怎么努力 永远都取代不了那个女人 在李鸿图的心中 她不奢求取代 她只是渴望能够占有一点点空间而已 然而 李鸿图连一点点的空间都不给她 阿萱 我欠你太多 李鸿图叹了口气 往独孤轩的碗里 夹了一个包子 你要再等我了 她很清楚 这辈子 她心中 再也装不下其他女人了 即便是自己名义上的这个妻子 也装不下了 虽然她知道自己这句话很伤人 但是 她还是要对独孤轩说一次 独孤轩看着碗里的包子 脸上还保持着微笑 可是 她的眼泪 却止不住地流淌了下来 她等了几十年 对李鸿图还是抱有幻想的 但 李鸿图这句话 让她的心 仿佛玻璃一样碎掉了 李鸿图感觉到自己的心 一下子就揪了起来 她想说一些安慰的话 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尤其是 当她看到独孤轩眼角 已经出现的一点皱纹 她更加觉得自己很残忍 毕竟 她耽误了这个女人一辈子 这是事实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跟你说这句话 甚至我说了 我可以跟你离婚 你可以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 我李鸿图 绝对不会阻拦半步的 她看着独孤轩 沉生道 我不值得你等 你这又是何必呢 第858章 活到狗身上去了 第858章 活到狗身上去了 李鸿图说的这句话 都是真心话 如果独孤轩愿意的话 她随时可以跟独孤轩离婚的 甚至于 独孤轩想要李家一半的财产 她也会毫不犹豫给的 我 独孤轩咬着嘴唇 她很想说 自己的幸福就是李鸿图 可是她更加清楚 李鸿图的心里 从来就没有自己 她挤出了一丝笑容 吃下了李鸿图 给自己家的包子 这好像是李鸿图 第一次给自己家东西吃 本以为包子会很好吃的 可是 她咬了一口才发现 口里的包子 不知道是不是不新鲜了 还是鼻子有些酸 很难受 我一直都知道 独孤轩没有看李鸿图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你的心中 一直以来都只有她一个 我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取代她的位置 我也没有想过 要去取代她的位置 我只是想 我能在你的心里 占据一点点的位置而已 李鸿图沉默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她虽然恨这个女人 逼死了自己最爱的 另外一个女人 但这么多年过去 她对独孤轩的恨意 早就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强烈了 因为她很清楚 独孤轩当年之所以那么做 也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独孤轩嫉妒李东的母亲 想得到自己的爱 才做了当年的那件事 总之 李鸿图亏欠李东的母亲 同样的 她也亏欠独孤轩 如今 大家都已经几十岁了 继续纠结过去的事情 也未免太累了 你放心 我死心了 独孤轩眼泪掉得更加厉害了 我只是 忍不住掉眼泪 你不用管我的 她一口一口地咬着包子 品尝着里面的味道 这些早餐 每一样她都是认真学的 做了几十年 并且确定了每一样的味道 都是极好的 她才邀请李鸿图过来吃的 却不曾想 李鸿图还是要她放弃 她好像早就放弃了 又好像从来没有放弃过 阿轩 对不起 李鸿图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管这个女人做过什么错事 她辜负了她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不用道歉 错的不是你 独孤轩强行挤出了一点笑容 要怪就怪我太爱你了 我要是不喜欢你 不就没事了 她真的没有怪过李鸿图 这只能说 一切都是她的命 上天早就已经注定了 我 李鸿图心中更加不是滋味了 她何德何能啊 这辈子 连续辜负了两个女人 李东的母亲 她已经辜负了 这是她 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 现在 独孤轩的这番话 让她感到更加愧疚 如果可以的话 她是真的不想 看着独孤轩就这么消耗了所有的青春 这真的太残忍了 她知道 独孤轩是真的爱她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如果独孤轩不爱她 当初也不会选择嫁给她 更加不会年复一年 连续几十年都在等她了 你别说了 今天把这些早餐都吃了好吗 就答应我一次 独孤轩看着李鸿图 几乎是祈求的语气了 李鸿图沉默了 她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不顾形象的大口吃了起来 她是真的没有办法 再让独孤轩伤心难过了 可是 这么多年以来 她早就伤透了她的心 两人默默无言 吃着依旧热气腾腾的早饭 可他们两个 一个再不断地流泪 一个沉默不语 气氛非常怪异 吃完了这顿饭 独孤轩起身收拾碗筷 她从来不让下人去 洞里红扑的东西 因为她觉得 伺候她的丈夫 就是她的责任 其实 她在临死之前 让我好好照顾你的 我答应了 独孤轩站在厨房门口 又转身看了一眼李鸿图 不过 好像你并不需要了 说完 她再忍不住 收拾了碗筷 走进了厨房里 而李鸿图 则是有些心乱 在对待感情这方面 她这辈子 似乎都没有半点长进 她愧对了一个女人 现在又伤害了一个女人 她突然觉得 自己跟李东比起来 她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渣男 我这个当父亲的 不是什么好榜样 那小子才会这么珍惜一个 她喜欢的女人吧 李鸿图自嘲一笑 不过这样挺好的 比我好 李东对于林语柔的关心跟呵护 从来没有任何底线 她完全是全心全意的 将林语柔 当作自己生命力最重要的人 她会拼尽全力 去保护林语柔 不会让她伤心难过 似乎曾经的李鸿图 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怎么事情 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呢 我这几十年 真的活到狗身上去了 李鸿图叹了口气 她站了起来 重新回到了书房 她的脸上满是落寞 独孤轩 这个对自己用情置身的女人 自己 终究还是辜负了她 臭小子 以后 你可不要走 我的老路啊 李鸿图打开了书房保险柜的密码锁 拿出了里面的东西 那是一张照片 一个长得很美 而且气质婉约的女人 看着这张照片 李鸿图的眼神 渐渐变得锐利了起来 仿佛 里面有着锋芒暴湿而出 如果有人在这里 一定会感到无比诧异 一向温和的李鸿图 眼神居然会有如此杀气 不会的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走我的老路的 我辜负了你的母亲 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辜负你了 在李鸿图离开之后 独孤轩 依旧还在厨房里面 清洗着碗筷 她现在不再流泪了 脸色平静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终于 她洗好了碗筷 走出去 看到餐厅里李鸿图已经离开 眼神又是一阵恍惚 但很快 变得无比坚定了起来 既然你不爱我 那么我就只能为爱我的人做点事情了 她喃喃说着 紧接着 外面有脚步声响起 李纵走了进来 一脸灿难的笑容 妈 我饿了 做早餐了没有啊 早就做好了 就等你来吃了 看到李纵 独孤轩的眼中 充满了慈爱 她的生命中 有三个最为重要的男人 一个是她的父亲 一个是李鸿图 最后一个 则是李纵了 在李家 这所冰冷的庄园里 她之所以坚持了几十年 哪怕李鸿图不爱她 她依旧坚持了下来 除了心中对李鸿图 还抱有一丝幻想 最重要的 还是李纵的缘故 这是她的儿子 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她对李纵的爱 是无与伦比的 当年她逼死了那个女人 除了李纵图的原因之外 很大一部分原因 同样也是因为李纵 她要让李家 毫无阻碍地被李纵继承 当年那个女人的儿子 是李纵最大的强敌 正是如此 她当年才选择了那么做 对于当年的事情 独孤轩从来没有后悔过 假如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依旧还会那么做 第859章 她回不来 第859章 她回不来 独孤轩重新走进厨房里 又取出了一份早餐 这一份早餐 不是李红图吃的那些 而是她特意给李纵准备的 这些年来 她一直都在给李红图做早餐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实际上 除了给李红图做之外 她同样也给李纵做早餐的 从李纵出生至今 从来没有断过 她爱李红图 她 也爱自己的儿子啊 吃吧 独孤轩刚刚已经吃过了 所以 她并没有给自己再准备一份 她在李纵的面前坐了下来 看着自己的儿子 吃着自己做的早餐 满脸宠溺 李纵吃得非常急 狼吞虎咽的 妈 您做的早餐太好吃了 比外面的好吃多了 李纵大口大口吃着 赞叹道 你慢点 没人跟你抢 独孤轩笑着道 你这孩子 嘴总是这么甜 却不见你带一个女朋友回来 给妈看看 说起来 李纵也有快三十岁了 男人这样的年纪 别说谈恋爱 就算结婚生孩子 也早就足够了 独孤轩嫁入李家这么多年 他是孤独的 不过这么多年 也索性有李纵 在身边陪伴着他 但 现在李纵长大了 她是李纵的母亲 当然想李纵早点找个女朋友 然后结婚生子 独孤轩曾经幻想过 如果李纵结了婚 生儿子 他就可以帮李纵带带孩子 那样的生活 肯定很有意思 不过 李纵从上学到现在 却从来没有找过女朋友 在富二代里面 也算是异味了 妈 你急什么呢 我还小 没过三十岁呢 李纵笑着道 找女朋友这样的事情 过几年再说了 小什么小 独孤轩瞪为言李纵 你爸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都已经 说到李红图 独孤轩的眼神 一下子又变得暗淡了下来 刚才他在李红图面前说过 他已经死心了 但事实上 他怎么会舍得死心 他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若是这么死心了 他这几十年的坚持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妈 你跟爸说了 那个小野种的事情了吗 李纵看到母亲的样子 也沉默了一下 紧接着 他轻声问道 没有 独孤轩摇头 虽然李红图说自己亏欠他 但是独孤轩很清楚 当年的那件事情 李红图心中 对他是充满恨意的 他恨自己 让他失去了最心爱的女人 他恨自己 让他失去了最疼爱的儿子 但独孤轩很清楚 如果当年 那个女人不死 那个小野种长大 到时候 他跟李纵 在李家 将会彻底失去地位 以李红图的为人 李家的家业 将来绝对会交给那个小野种 而李红图的爱 更加倾注在那个女人的身上 而他 还有李纵 他们母子在李家 将会过得更加凄惨 所以 独孤轩认为 只有那个女人死了 只有将那个小野种 逐出李家 他才有机会 获得李红图的爱 哪怕很渺茫 但他当年依旧那么做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算自己得不到李红图的爱 也要让自己的儿子 活得很好 他是李红图名义上的妻子 李红是李家的大少爷 所以 李家的家业 必须要让李红来继承 任何能威胁到李红的 他都会为李红扫除 总之 当年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后悔 现在独孤轩已经知道了 当年那个小野种回来了 但是 他刚才 却没有跟李红图提起 因为他清楚 如果自己当面说了 李红图必然会警告自己 那样 自己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妈 表哥 他被那个小野种打死了 李红一脸伤心害怕的样子 他打死了表哥 以后会不会过来把我打死 他是真的怕 那个小野种 真的是太可怕了 连独孤伯都敢杀 而且还一己之力 灭杀了上百号强者 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事情 是他不敢做的 他敢 独孤轩一脸戾气 他要是敢伤害你一根汗毛 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妈 他真的敢的 李红一脸害怕的样子 您是不知道 他现在可厉害了 他成为了战神 武功非常厉害的 他回来 就是为了报仇的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有妈在呢 他回不来 独孤轩看到儿子 这么害怕的样子 顿时母爱泛滥了起来 他安慰着李红 就算他是战神 那又怎么样 他杀了你表哥 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外公 不会饶了他 妈 你是说真的吗 外公真的会出手对付他 李红听到这话 顿时激动了起来 你外公是什么人 难道你不知道吗 独孤轩平静道 你表哥死在他的手上 你外公损失了 最疼爱的孙子 他要是一点事情 都不做 那么他这个九长老 就要遭人耻笑了 他很清楚 自己那位父亲的为人 如果李东没有杀独孤伯 独孤末或许会自视身份 不会对一个小辈出手 但李东杀了独孤伯 那就触碰了独孤末的底线了 所以独孤末绝对会出手的 并且独孤轩猜测 这一次不单单是自己父亲出手 以自己对父亲的了解 他一出手 必然是全力出击 南宫家 乔家 这两家必然会跟父亲连起手来 到时候 三大长老连名 要罢免战神的职务 并非不可能 一旦对方失去了战神的身份 充其量 也只是一个能打的武夫罢了 不足为据 听到独孤轩的话 李宗放心了 真的放心了 只要外公出手 那个小野种 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毕竟 自己外公可是九长老啊 所以 就算对方是战神 也要玩犊子了 卸掉了心中的这块大石头之后 李宗吃着早餐 越发觉得美味了 这一日 独孤家族的大少爷 独孤伯被杀的消息 以飓风一样的速度 传遍了整个京都上层圈子 所有人 为之震动 那可是独孤家的大少爷 在京都上层圈子 所有的二代当中 独孤伯这种存在 属于天花板的那种类型 即便是李宗这种 超级豪门的大少爷 在独孤伯面前 也不够看 因为独孤伯的爷爷 独孤末 是当朝九长老 仅仅是这一层身份 就足够让独孤伯 骁傲所有同龄人了 然而 现在居然传出了 他死亡的消息 无数人都感到非常好奇 到底是谁 敢杀独孤伯 于是 很多豪门家族 纷纷进行打听 然而 他们却什么消息 都得不到 这件事情 早就已经被高层 给封锁了 毕竟 独孤伯带领上百号高手 去围杀东方战神 这件事情 要是传出去 影响力太恶劣了 独孤家自然不会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当所有人 都无比震惊的时候 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此时才刚刚醒来 第860章 就当我求你了 第860章 就当我求你了 睁开眼睛 李东朝着枕边一看 不见林玉柔的踪迹 只留下淡淡的幽香 楼下传来一阵阵说话的声音 是林玉柔跟小白 在下面说着话 李东起了床 伸了一个懒腰 只觉得神清气爽 昨晚虽然很晚才睡 更是跟林玉柔 进行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战斗 不过 这对李东来说 一点都不累 精神上更是得到了 巨大的满足 洗漱完了 李东走下楼去 然后 他就看到 在一楼的客厅里 坐着一道挺拔的身影 那种坐姿 远远的李东 就能分辨出来 那是一个军人 林玉柔跟小白 正在跟对方说着话 那个军人看到 李东走下楼来 他啪的一下站了起来 来到李东面前 下意识想要立正敬礼 但李东却给他一个眼神 微微摇头 对方一愣 很快明白李东的意思 跟我来 李东跟林玉柔 他们点了点头 然后跟赵斌 来到了别墅后面的院子里 手掌好 这一次 这个军人才朝着李东敬礼 你怎么来了 李东停下脚步 眉头 却是微微皱了起来 这个军人不是别人 而是特种战队的最高指挥官 赵斌 这让李东感到非常惊讶 毕竟 平日里赵斌的任务很多的 一般情况下 根本没有时间出来溜达 手掌 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赵斌沉声道 辞行 听到这两个字 李东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他立刻就猜到了 这两个字背后 代表着的是什么了 你要被调走 李东问道 是 调到边境 李东再次问道 手掌您怎么知道 赵斌大吃一惊 李东顿时笑了起来 轻声道 那些老东西 还真的是迫不及待啊 赵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看到李东的神色变化 在结合李东这句话 他立刻推断出 出大事了 如果没有出大事情 他绝对不会被调到边境那边去镇守的 因为最奇怪的是 上面只是把他调到边境那边 而李东身为东方战神 却没有让他返回边境镇守 这说不通啊 首长 到底出了什么事 赵斌着急问道 他能猜测出发生了大事 但是 他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知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吗 李东问道 不知道 赵斌摇头 他的情报机构 打探的消息 是那些军事上的 而昨晚李东灭杀上百号高手 并且击杀独孤博这样的消息 赵斌的情报机构 是不会去收集的 所以 赵斌的确是不知道 昨晚发生的事情 今天一大早 他就被上层召见 并且下达了 让他去镇守边境的军令 昨晚 我杀了九长老的大孙子 李东面无表情地道 什么 赵斌立刻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李东 他知道自己这位首长 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但是他没想到 李东居然会出手 杀了九长老的孙子 他昨晚率领过百宗师高手 来围杀我 被我所杀 李东一脸淡漠 其中 南宫家跟乔家参与在内 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要质疑杀我 对于赵斌 他还是愿意解释一下的 赵斌没有说话 只是眼神灼灼地看着李东 他很清楚 自己这位年轻的首长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虽然年轻 虽然实力惊天动地 但是 他从来不会主动 去做一些 势强凌弱的事情 紧接着 李东解释了起来 听到李东说完 赵斌的脸上 直接浮现出了怒涩 混蛋 赵斌咬牙切齿 这些可恶的二代 难道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吗 他们不能为所欲为 这不 我已经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李东笑着道 只是我没有想到 他们的父辈 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面子 罢了 我倒要看看 他们会如何来追究我的责任 首长 要不您也跟我一起去边境吧 赵斌立刻劝道 只要去了那边 即便是长老们 也奈何不了您啊 在赵斌看来 虽然李东是战神 实力惊人 但这里是京都 这里是 长老们的主场 李东在这里 肯定都不过的 但边境不一样 那里才是李东的主场 只要李东返回边境 即便是长老 也奈何不了李东 去边境 李东轻轻一笑 摇头 不 我昨晚所做的事情 并没有做错 他们围杀战神 死有余辜 我要是跟你一起去边境 岂不是让他们觉得我有罪 可是 首长 赵斌有些急了 哪怕如李东所说 昨晚他击杀了那些 围杀他的人 是对的 但 他杀了九长老的孙子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九长老要是铁了心 对李东出手 到时候 可就不是对错说得轻了 赵斌不愿意看到李东出事 一点事都不行 他很清楚 战神对国家的重要性 有多大 可以说 外敌不敢入侵 就是因为这些年 李东在外面打出来的名声 震慑全球 若是李东出了事 或者被罢免了战神的身份 让国外虎视眈眈的那些人知道 必然会入侵华夏 这是赵斌无论如何 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因为那样 将会有不知道多少战事战死 战火也会弥漫到百姓的身上 没有可是 李东摆了摆手 你不用劝我 我是不会回边境的 至少 目前我不会回去 扑通 然而 赵斌却直接朝着李东跪了下来 首长 就到我求你了 赵斌抬头看着李东 一脸严肃 你应该知道 你要是出了一点什么事 将会意味着什么 我当然知道 李东笑了笑 将赵斌搀扶了起来 就算他们罢免了我战神的身份 边境那边 也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你不要忘了 边境那边 有千万弟兄 还有我师父也在 国外那些家伙要是赶来 也讨不了好 说着 李东的表情 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冷冷一笑 这些年来 我横扫全球诸多恐怖组织 让强敌不敢入侵 十几年的和平 已经让那些老东西 不知道什么叫做危机感了 这一次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害怕 放心吧 他们就算罢免了我的职务 不久的将来 他们将会求着让我回去的 听到这里 赵斌无话可说了 他已经明白了李东的打算 他也知道 李东这么做 是对的 因为他也很清楚 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老 比如九长老 属于那种爱面子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你要是乖乖听从他们的话 他们不但不会 将你高看一眼 反而会将你踩落到尘埃里 你只有拼命反抗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压力 什么叫做疼痛 他们才会真正知道 你是无可替代的 第861章 他们来了 第861章 他们来了 两人正说着话 突然 外面传来了 一道汽车杀停的声音 他们来了 李东轻轻一笑 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快一些 旁边的赵斌 脸色无比难看 他当然知道 李东口中的他们 指的是谁 走吧 去会议会他们 李东晒然一笑 我倒是很想知道 那些老东西 到底会怎么对付我 看到李东满不在乎的样子 赵斌心中 却满是怒火涌动 他很清楚 面前这个男人 对国家的贡献 到底有多大 可以说 这十几年 之所以能拥有 这么和平的日子 全都是这个男人的功劳 他是所有 华夏军人心目中的神 他为国家 立下了汉马功劳 然而 现在那些人 却要来对付他了 真的让赵斌感到寒心 难道 在那些高层的眼中 他们这些抛头颅 撒热血的人 都只是可以随意 用来牺牲的棋子而已吗 但他也清楚 他的怒火 一点用都没有 正如李东刚才所说的那样 哪怕要付出一些代价 也要让那些老东西知道 他们的地位 是无法替代的 赵斌老老实实 跟在李东的身后 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 林语柔跟小白 已经来到了门口 他们看着停在别墅门口的 几辆军用越野车 一脸诧异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有军人来到这里 事实上 林语柔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李东的真实身份 他知道 李东曾经是军人 但不知道 他就是当代战神的 这是李东刻意没有告诉他的 因为李东很清楚 一旦林语柔知道 李东是战神 甚至知道 他将来还要上战场 必然会非常担心的 李东并不想让林语柔担忧 他只是想让林语柔开开心心的 无忧无虑就行了 除了这些军人之外 陈小刀跟刀疤他们也都在 以及小刀门的众多核心弟兄 林林总总数十号人 陈小刀他们一脸不善地 看着那几辆军用越野车的军人 严阵以待 他们看得出来 这些人来者不善 对于这些军人 陈小刀他们一点都不怕 相反 他们战意昂然 只要李东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立刻出手 将这些军人通通打趴下 李东吗 让他出来 那些军人当中 走出来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他扫了一眼 陈小刀他们 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大声道 在他眼中 这些小刀门的人 都是伤不得台面的 哪怕他们再能打 在军队面前 也是土鸡娃狗而已 而且 他可不是一般的军人 这一次来 是奉长老之命而来 这些小刀门的杂碎 要是敢动手 他就敢下令 将他们全都给突突了 军纪委的 李东走了出来 直接走到那个中年男人面前 淡淡问道 中年男人冷冷看着李东 沉声道 不错 我是军纪委的 奉九长老之命前来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这是来抓捕我 李东看着这些军人 严阵以待的样子 轻轻一笑 如果你这么认为 那就是 中年男人冷冷道 他是九长老麾下的 独孤伯被李东所杀 所以他对李东 一点好感都没有 这一刻 他完全忘记了李东的战神身份 更是忽略了李东身后的赵兵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奉九长老的命令而来 不管是谁 都要靠边站 那我倒是要问问 我犯了什么罪 李东笑着问道 少废话 去了你自然就知道 中年男人有些不耐烦了 大声喝道 我要是不去呢 李东淡淡道 他的嘴角 泛起了一抹嘲讽 嗯 中年男人脸色微微一变 他死死盯着李东 你这是要拒捕 啪 下一刻 李东突然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力道不小 这个中年男人的脸颊 一下子就红肿了起来 嘴角一出鲜血 哗啦 他带来的那些军人 看到这一幕 脸色一变 下意识地就拔枪 瞄准了李东 陈小刀他们见状 顿时散发出强烈无比的杀机 哪怕面对这些军人 他们同样毫无畏惧 死死盯着这些军人 只要有点异动 他们将会爆发所有的实力 将这些人干趴下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绷了起来 那个中年男人 捂着自己的脸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李东 你敢打我 啪 他这个问题一出 李东又是一巴掌 狠狠地抽在了他另外一边的脸上 打你 又怎么了 不服 李东淡淡问道 脸色漠然 你 中年男人正要发怒 但很快他就看到了李东的眼神 顿时 他就感觉到像是有一盆冷水 狠狠地从他的头上浇了下来 他一下子清醒了 因为他终于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 可不是平日里他去抓捕的普通军人 对方 是战神 东方战神 论身份地位 对方就像是一座高山 而他 只是一只蚂蚁而已 丢人现眼的东西 这时 赵斌忍不住了 他上前一步 指着那个中年男人 冷冷道 若不是看你是在执行命令的份上 老子第一个抽的就是你 中年男人 这才看清楚了赵斌 他脸色再次一变 他张了张嘴 却不敢多说半句话了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我犯了什么罪 李东直视着这个中年男人 再次问道 这关乎到他的尊严 关乎到他身为战神的尊严 这些人 哪怕是九长老派来的 在李东眼中 依旧跟蝼蚁没什么区别 既然对方说来拘捕自己 那么李东当然要问清楚 他犯了什么罪 不然的话 堂堂战神像是一个喽啰一样 被人拘捕 传出去他还怎么混 他李东也是有面子的 回答 看到对方不说话 李东眼神一愣 大声喝道 报告 我刚才说错了 我是凤九长老之命前来 请您过去接受调查的 中年男人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肢 大声道 此时他内心有些后悔 自己刚才真的是猪油蒙了心 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居然敢在战神面前嚣张 现在 他终于认识到了李东的可怕 对待这种人物 他这种小喽啰 没资格在李东面前嚣张的 必须要毕恭毕敬才行 行 李东点了点头 我跟你走 说着 他朝着林语柔走去 他并没有打算为难这些军人 因为李东很清楚 他们只是奉命行事 至于刚才那个中年男人的嚣张态度 李东更没有放在心上了 对方 充其量也只是有眼无珠 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罢了 林语柔此时满心疑问 他就算再傻 也看得出来 那些军人是来者不善的 第862章 又不是第一次 第862章 又不是第一次老公 没事 有点事情 我跟他们去处理一下 等会就回来 李东抓着林语柔的手 轻声道 你乖乖在家里等我回来 不会有事吧 林语柔有些担心地问道 虽然他知道李东很厉害 但他真的害怕李东会出什么事 放心吧 没事的 李东笑着安慰 只是去调查一点事情而已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 那好吧 你小心一点 遇事不要那么冲动 保护好自己 林语柔忍不住叮嘱了一句 他很清楚李东的脾性 要是有人招惹到他 打断手脚 那是常态的事情 但眼前这些军人不一样 李东要是跟他们发生冲突 很可能会吃亏的 嗯 我会的 李东说完 转身 然后看向陈小刀他们 陈小刀他们 同样也在看着李东 他们 依旧等待着李东的命令 只要李东一声令下 他们立刻就会变成一群狼 将这些来者不善的军人 全部打趴下 看什么看 都给我回去 都散了 该干嘛干嘛去 李东没好气地挥了挥手 大哥 陈小刀有些欲言又止 他虽然不是军人 但他又不是傻子 当然看得出来 这些人来者不善 但他却又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干着急 听不懂我的话 李东瞪着陈小刀 让他们都散了 是 最终 陈小刀无奈 只好下令 让小刀门的众人 全部散了 刷 片刻功夫 刚刚还围拢在一起的 小刀门众人 一下子散得一干二净 走吧 李东看向那个中年男人 淡淡说了一声 紧接着 他主动走到第一辆军用越野车 打开车门坐了上去 那风轻云淡的样子 就像是坐自己家的车一样 赵斌也跟着上车 坐在李东的身旁 他是特种大队的最高指挥官 如今高层要找李东的麻烦 他当然要跟着一起去 如果到时候可以起到帮助的作用 那就再好不过了 毕竟 他这一层身份 还是有点用的 对于赵斌也跟着上车 那个中年男人半句话都不敢说 因为无论是李东还是赵斌 都不是他所能得罪得起的 当下 他一挥手 大声道 撤 哗啦啦 所有的军人纷纷上车 然后车队掉头 急迟而去 一路上 李东没有说话 闭着眼睛养神 倒是旁边的赵斌 有些坐立不安 给人一种 皇帝不及太见急的感觉 李东的确是不着急 哪怕明知道 九长老这一次 让人来请自己过去 必然会针对自己 采取各种措施 但 李东真的没在意 因为他要的 就是这样的结果 而赵斌就不同了 哪怕刚才在别墅的后院里 李东已经跟他解释过 但他依旧担心 他太清楚 李东对于国家来说 到底有多么重要了 可以说 李东坐镇边境 每一年 边境的守卫士兵 起码伤亡率要少90% 然而 一旦李东不再坐镇边境 华夏失去了战神守护 那样的后果 绝对非常可怕 外敌一旦入侵 没有战神坐镇 国家的士兵伤亡率 将会达到一个可怕的数字 并且各种经济损失 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心中非常担忧 但他并没有跟李东 继续说什么 而是拿出了手机 开始发送各种短信 这种事情 他并不能影响到高层的决定 但能让一个 跟他同级别的军中高层 出面力挺李东 那改变高层决定的机会 就多一份 哪怕这种机会 微乎其微 但他 还是要尝试一下 在这般安静的氛围中 时间缓缓流逝 一个多小时之后 车队在一栋 庄重威严的建筑面前停下 同时 李东睁开了眼睛 他朝着车窗外看了一眼 立刻就知道 这里是军事法庭 不等那个中年男人提醒 李东主动打开了车门 跳下车来 他伸了一个懒腰 没有理会任何人 静止朝着里面走去 李东的想法很简单 早点解决这件事情 早点回去陪老婆 看到李东这么洒脱的样子 那个中年男人 倒是微微一愣 紧接着 眼中满是佩服 这么多年 他不知道抓捕了多少人来到这里 然而 不管是谁 哪怕是如赵斌这种级别的军人 只要来到这里 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种淡淡的敬畏感 哪里像李东这样 像是回了自己家一样 这份心态 这份淡定从容 真的是厉害 不愧是战神 看到李东朝着里面走去 赵斌也赶紧跟了上去 很快 李东跨过了阶梯 直接来到了大门 然后 他迈步走了进去 一进去 立刻就看到里面的法庭里面 零零散散地坐着不少人 那些人 大多数都是中年模样 少部分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并且 他们都身穿军装 并且每个人都脸色素目 显得非常庄重的样子 李东还看到 在最高位置上 坐着五道苍老的身影 随意扫了一眼 李东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这五个人 他都认识 而让他目光停留最久的 是一个面无表情 眼神有些阴沉的老人 那个人 叫独孤默 当朝九长老 至于其他四个 自然是长老院的四位长老了 长老院有九大长老 今日来了五个 李东当然清楚 这是因为 只要有五个人 同意罢免自己战神的身份 就足够了 至于没来的那四个 其中包括大长老在内 李东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态度 但想来应该也是默认了这件事情 对此 李东毫不在意 甚至还有些兴致缺缺 有种陪小孩子郭家家的感觉 没有任何人招呼 李东主动走过去 直接走到独孤默他们的面前 然后停下 刷 紧接着 李东身体挺直 啪的一下 直接敬礼 李东 见过诸位长老 虽然他很骄傲 甚至称得上是桀骜不驯 但面前这五位的身份摆在那里 他现在身份 依旧还是东方战神 于情于理 李东都要对他们敬礼的 表面上的工作 还是要做到位的 独孤默看着李东 这一刻 心情却是有些复杂 门心自问 对于李东 他个人还是非常欣赏的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否认 李东这些年 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然而 这一次 他却不得不对李东出手了 因为李东杀了他的孙子 断了独孤家最大的希望 独孤家的第三代 现在就剩下一个独孤展了 而独孤展 现在却还在监狱里面 独孤默很清楚 独孤家想要继续传承下去 就必须要找一个接班人 独孤博死了 唯一的人选 就只有身处监狱的独孤展了 但 想让独孤展从监狱出来 就必须要面对一个人 而这个人 就是李东 第863章 罢免战神身份 第863章 罢免战神身份 独孤展在北方军区 当众开枪射杀李东 并且包庇崔吉青 这件事情 众所周知 所以 只有罢免了李东的战神身份 让他的影响力 彻底在军中消失 独孤展才有机会出来 再者 李东斩杀了独孤博 这不仅仅是让九长老 失去了最疼爱的孙子 还狠狠地在九长老的脸上 抽了一巴掌 就这件事情 要是九长老什么都不做 那么 他的威严何存 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他不得不对李东出手 至于另外的四大长老 除了南宫家 以及乔家跟李东也有恩怨 剩下的两个 自然是九长老他们许了好处 天大的好处 试问 李东如果不再是战神 那么 他空下来的位置 就大有文章可以做了 至少 其他长老 可以趁此机会 扩大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 这么大的好处 即便是长老 也抗拒不了 坐吧 九长老指着前排的位置 淡淡道 对此 李东也不客气 他直接走过去 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面对这几位长老 如果换坐 是其他人 恐怕早就诚惶诚恐了 但李东却非常平静 这些年 他什么场面没见过 区区几位长老的问责 他还真没有放在心上 知道为什么把你叫来这里吗 独孤默没有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沉声问道 不知道啊 李东贪了贪手 一脸无辜的样子 刚才那位士兵带人去我家 口口声声说 要抓捕我 难道是我犯了什么 不可饶恕的大罪 话落 众人脸色微微一变 刷 几乎同时 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落在了 那个中年男人的身上 要知道 在场的这些人 几乎都是军中 最为高级的存在了 最顶尖的那一批人 他们自然很清楚 李东身为战神 身份有多么高贵 就算李东犯了大罪 也不应该用抓捕这个词 而是要请他过来接受调查 而且在场的这些人 也不是所有人 都赞同这些长老们 要做的事情 他们对于李东 接下来要遭受到的待遇 是非常不满的 甚至于 在场的这些高层 不少人还是很崇拜李东的 崇拜他的实力 崇拜他为国家 所做出的贡献 但他们 不敢对九长老他们不满 于是 这些人立刻就将怒火 转移到了那个 中年男人的身上 一下子 那个中年男人的脸色变了 变得无比苍白 甚至冷汗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毫不客气地说 在场的所有人 随便出来一位 都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 行了 独孤莫摆了摆手 直勾勾地盯着李东 你真的不知道 自己犯了什么错 还请九长老明示 李东迎接对方的目光 丝毫没有惧怕 他自问 自从自己回来到现在 所做的事情 都没有违反纪律 至于 他从回来到现在所杀的人 都是该杀之人 因为他所肃清的那些人 都是为非作歹的 所谓豪门败类 而且一个个都证据确凿 那些人 要么做出一些伤天害理 罪大恶极的事情 要么想要杀他 而这两点 都足够李东判处他们死刑 身为战神 他有这样的权利 昨晚 你杀了过百人 你可承认 九长老沉申问道 听到这话 李东的嘴角 微微翘了起来 终于要撕破脸皮了吗 他没有否认 而是大大方方地点了点头 不错 昨晚我在回家的路上 遭遇到了截杀 上百号宗师以上级别的强者 来为杀我 为了自保 我只能全力出手 将他们都杀了 难道九长老 认为我做得不对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九长老 质问道 围杀战神 单单是这一点 李东出手杀掉强敌 这一点 谁都不能说他是错的 因为战神的安全 大于一切 这一点 谁都不能否认 你可有人证 独孤莫脸色平静 但仔细观察 会发现他的眼神 一片冰茫 他与其平静 淡淡问道 既然他今天让人 把李东叫来进行发难 这样的问题 他当然早就 提前想好了对策 李东扎了扎嘴 摇了摇头 人正吗 这倒是没有 那就是你的片面之词了 九长老的语气 冰冷了起来 李东正想说 那座茶楼路口 有监控来着 但想了想 还是没有说出来 因为他知道 对方既然这么问 肯定早就将监控毁掉了 说了也是白说 于是他点了点头 嗯 是我的片面之词 信不信在于你 碰 话落 九长老猛的一巴掌 拍在桌子上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李东 沉声喝道 什么叫信不信在于你 你给我严肃一点 我很严肃啊 李东脸色严肃地道 我承认 昨晚杀了那些人 但我也说了 那些人想杀我 我只是为了自保 才出手杀光他们的 九长老脸色无比阴沉 他点了点头 既然你承认这一点 那我再问你 你私自从边境回来 可有经过长老院的同意 听到这个问题 李东嘴角泛起的弧度 更大了 他在来的时候 就已经预料到 对方如果对自己发难 除了拿昨晚的事情 做文章之外 这一点 也绝对不会放过的 因为他回来 的确没有经过 长老院的文书同意 所以是不符合规矩的 但从他回来到现在 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而且众多长老们 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之前他们不追究 现在为了对自己发难 才将这件事情拿出来说 还真的是够可以的 没有 李东摇了摇头 那你可知罪 九长老冷冷问道 你擅自离开边境返回国内 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 并且目无法计 出手杀了过百人 这些 你都承认是吧 对 我承认 李东点了点头 既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所以当对方发难的 这一刻来临时 李东一点都不慌 无比淡定 无规则不成方圆 你竟然严重违反纪律 还出手杀了那么多人 这件事情 我们长老院 不得不严肃进行处理 九长老大声道 现在我宣布 经过长老院研究决定 暂时罢免 李东同志的战神等一切职务 并且限制其 暂时不得离国 话落 全场一片死寂 而李东 脸色平静 对于这样的结果 他来的时候 就已经预料到了 所以他的心情很平和 没有丝毫波澜 而在场的其他人 则是有些恶然 他们虽然也预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但此刻九长老宣布 依旧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 那可是战神啊 东方战神啊 国家的守护神啊 这些年 不知道为国家 做出了多少贡献 不知道为国家 击退了多少强敌 如今 却因为这样的所谓罪名 被罢免了战神身份 第864章 你们会求我的 第864章 你们会求我的 大家心中 都感到难以接受 李东 对于长老院的决定 你可有意义 九长老看向李东 沉声问道 在问出这个问题之后 他心中立刻想到了 很多种说辞 只要李东一提出有意义 他就会立刻用心中 提前准备好的说辞 让李东闭嘴 然而 李东却摇了摇头 没有意义 我遵从长老们的决定 听到这话 九长老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不得不说 李东这么平静的态度 是他没有想到的 他再次审视了一下李东 心中 不得不承认 这个年轻人 真的是非常出色 是他这么多年以来 看到过最出色的年轻人了 只可惜 对于长老院 对李东的处置结果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九长老目光 从李东身上收回来 环视全场 淡淡问道 听到他这话 全场开始交头接耳起来 窃窃私欲 但 没有人站起来提出异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天九长老 要做的是情事什么 这个时候站出来 那就是跟九长老为敌 虽然他们都不想 李东被罢免战神身份 但自身安慰更加重要 明哲保身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不过 也有人是异类 我有话要说 一道声音传来 刷 众人目光看去 就看到赵兵缓缓站了起来 看到赵兵 九长老的脸色微微一沉 淡淡问道 你有什么话要说 赵兵身为特种战队的最高指挥官 如今更是被命令去镇守边境 李东这位战神被罢免 赵兵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说实话 在场的其他人有话说 九长老还不怎么在意 但赵兵的话 即便是他也要重视的 赵兵深深吸了口气 正要说话 而这时 李东却沉声喝道 赵兵 你给我闭嘴 坐下 他不想赵兵 因为自己的事情卷入进来 他身为战神 而且边境那边有自己师父 以他的身份地位 是有资格跟这些长老进行周旋的 但赵兵不同 赵兵要是卷入进来 一个弄不好 他会粉身碎骨的 像赵兵这么好的指挥官 李东真的不想他卷入这件事情 我 赵兵没想到 李东会出声呵斥他 一时间张了张嘴 接下来的话说不出口了 我什么我 我让你闭嘴 坐下 这是命令 李东沉声喝道 他脸色威严 身上散发出来的威严气势 让赵兵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战神之威 哪怕是赵兵 也承受不住的 赵兵深深吸了口气 无奈地坐了下来 他当然知道 李东呵斥他 是不想让他卷入这件事情 但是他真的好不甘心 好愤怒啊 李东的年纪 虽然比他小很多 但是在他心目中 李东是他偶像 也是所有军人心目中的偶像 如今 他的偶像 却被这些高层如此发难 他却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帮不了 这种滋味 真的好难受 但既然李东坚持不让他卷入这件事情 赵兵也只好听命了 看到赵兵 居然听从李东的话 安静坐了下来 九长老的眼睛 再次眯了一下 说实话 连赵兵这种级别的存在 都甘愿听从李东的命令 这让他感到非常羡慕 因为这意味着 李东在军中的威望 是他永远都无法匹敌的 这也是其他长老们 非常羡慕的地方 毕竟 自古以来 只要控制了军队 就拥有了话语权 若是他们这些长老 也可以在军中有如此影响力 他们的威望 将会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以前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而现在机会来了 罢免了战神的身份 他们就有机会插手军队 加强自己的影响力了 长老们 还有其他事情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李东站了起来 直视着九长老 淡淡问道 他的脸色太平静了 平静到让九长老 都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 他刚才宣布 罢免了李东战神的身份职握 然而 李东却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这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 毕竟 他一直都认为 当自己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 李东应该有些气急败坏 声称自己为国家立过功 这样的说辞 但没有 仿佛战神这个身份 在李东的眼中 一文不值 你可以离开 九长老平静到 他当然不会去限制 李东的人身自由 事实上 就他刚才所说的那些罪名 罢免李东战神的身份 这一点要是真的闹大了 他是站不住脚的 毕竟 独孤伯被杀 以及他带去的那上百号高手 被李东杀了 那是他们旧游自取 因为他们胆敢围杀战神 就这一点 李东杀了他们 是无罪的 如果九长老还不知足 还要继续对李东 进行一系列的拘留 以及安上各种罪名 那样的话 事情就真的闹大了 到时候 大长老也不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而是会亲自下场 处理这件事情 更别说千万军人的怒火 会有多么可怕 而且在场的这些军中高层 恐怕就会第一个不答应 九长老看得出来 在场的这些军中高层 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事实上 他们都很不满了 九长老是一个聪明人 他活了大半辈子 知道什么叫做见好就收 做人啊 还是不能太贪心 所以 他不会强行留下李东 对他来说 罢免李东的战神身份 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这样 那行 我走了 你们继续 李东耸了耸肩 准备离开 等等 九长老忍不住开口 九长老还有事 李东停下了脚步 笑着问道 其实 对于我刚才宣布的决定 你也可以提出上诉 九长老陈生道 不必了 李东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咧嘴一笑 反正这只是暂时的而已 相信我 不久的将来 你们 会来求助我回来的 说完这话 李东哈哈一笑 然后头也不回 直接离开了 在座的其他高层 他们静静地 看着李东洒脱的背影 心中都有种直觉 总有一天 战神 终会归来的 因为他们知道 国家 需要战神 人民 也需要战神 他们不像九长老 他们这些人一样 身处高堂之中 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战争 根本不知道 国外那些虎视眈眈的强敌 到底有多么可怕 没有战神 那些强敌 迟早都会按捺不住的 所以 战神 必然会再次归来 对于李东这话 九长老的拳头 悄然紧握了起来 他看着李东的背影 心中恶狠狠地说着 还想回来 你休想 短暂的愤怒之后 随之而来的 就是激动了 他跟其他长老们 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 彼此眼中的兴奋 如今 军中再无战神 他们的时代 来临了 第865章 打造自己的物流 第865章 打造自己的物流 李东回到别墅的时候 远远地就看到 林语柔跟小白 坐在院子里 时不时地看向门口 显然 是在等他回来 老婆 我回来了 李东哈哈一笑 走了过去 看到李东回来 林语柔紧绷的一颗心 终于放松了下来 虽然李东 在离开之前说过 不会有事 但他还是很担心 没办法 只怪之前来的 那些来者不善的军人 太吓人了 林语柔还真的很怕 李东去了军中 就很难再出来了 老公 你没事吧 林语柔连忙问道 没事啊 李东笑着摇头 我不是说了吗 不会有事的 我就是去配合他们 调查一点事情而已 没事就好 林语柔点了点头 再接着 陈小刀跟刀疤他们 也过来了一趟 看到李东没事 他们也放心了 很快也就离开了 陈小刀上一次 跟崔记轻的一战之后 伤势至今都还没有彻底痊愈 对于小刀门的事情 他几乎都是 让下面的人去处理 而他大多数时间 要么就是在闭关疗伤 感悟五道 要么就是过来 跟小白进行约会 至于刀疤 而是跟小刀门的 核心成员打成一片 教导小刀门众人团队战阵 倒是很少跟在李东身边 等陈小刀跟刀疤离开 李东跟林语柔 还有小白三人 则是直接去了公司 林语柔盘下了那块地皮 如今已经开始召集了建筑团队 开始在那块地皮上 施工建造办公大厦了 不过现在公司的办公场地 还是在之前租赁下来的 那栋大厦里 来到公司 林语柔跟小白 很快就进入到了工作状态 而李东则是无所事事 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躺着玩游戏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公 你起来吗 我有点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林语柔忙完了手头上的事情 走了过来 李东坐了起来 问道 嗯 怎么了 林语柔在他旁边坐下 笑着道 现在公司在这边 已经步入正轨了 合作商渠道也已经打开了 不过公司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什么事 你说说看 李东点了点头 一般情况下 公司里的运营 李东几乎是不怎么插手的 除非林语柔 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李东才会出手帮忙 而且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成长 林语柔已经彻底成长了起来 现在公司的很多事情 林语柔越来越少 去征求李东的意见了 现在她主动提出 有事情跟李东商量 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我想打造属于自己的物流 林语柔一脸认真地道 现在我们的产品 在线上的销量 远远要比线下的好得多 在南方那边还好 那边的物流公司 都很乐意跟我们进行合作 而且 开价也不高 但在这边 我找了几家物流公司 他们要么拒绝 跟我们进行合作 要么开价太高了 李东眉头微微一跳 他心中一动 问道拒绝合作 你找的物流公司 叫什么名字 百里物流 林语柔苦笑道 这家物流公司 在京都规模非常大 规模上万亿 几乎垄断了 北方的物流产业 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们 但他们 却拒绝跟我们 林氏集团进行合作 其他的物流公司 要么规模太小 要么收费太高 那家百里物流背后 是哪个家族 李东又问道 按照正常的道理来说 林氏集团的体量非常大 物流公司 应该很乐意进行合作才对的 毕竟 那可是一笔相当丰厚的利润 然而 那个百里物流 却拒绝跟林氏集团进行合作 李东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这家公司背后的家族 应该是自己的仇人 不然的话 对方没理由拒绝 跟林氏集团进行合作的 我调查过的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叫崔建华 林语柔连忙道 崔家 李东的眼睛 顿时微微眯了起来 从崔季青被他废掉之后 崔家 就已经不再被他放在眼里了 他之所以没有灭掉崔家 就是想让林语柔 带领林氏集团 将崔家的商业彻底碾压 让他们彻底绝望 本来李东以为这一天 还要一段时间的 没想到 来得这么快 那可以啊 这些事情 你着手去办就行了 李东笑着道 组建属于自己的物流 这条路 林氏集团迟早都要走的 因为李东很清楚 当林氏集团的体量 越来越大之后 拥有自己的物流 是一件多么方便的事情 也会节省大笔的资金 壮大集团自身的实力 可是 如果只是组建普通的物流 短时间之内 根本就竞争不过百里物流的 林语柔一脸无奈 我想让你帮忙想一下办法 能不能见走偏锋 以不同寻常的方法 来做成这件事情 林氏集团入住京都 想要快速站稳脚跟 方方面面都必须要考虑到才行 现在摆在面前的最大困难 就是物流方面 毕竟 如果客户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产品 而林氏集团 却不能快递到客户的手中 这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要知道 如果这件事情发酵 并且散发出去 大家都知道 购买林氏集团的产品 却快递不了 那谁还去买 这样啊 李东点了点头 行 你让我想一下 说完 他闭上了眼睛 开始思索了起来 嗯 我相信老公你一定可以 想出办法的 林语柔对李东 做出一个加油的手势 又跑回办公桌那边 处理事情了 半个小时之后 李东睁开了眼睛 笑着道 老婆 我想到了 林语柔立刻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走了过来 一脸惊喜 真的吗 他就知道 自家老公这么厉害的人 肯定可以想出办法的 一直以来 李东都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呢 接着 李东将自己的想法 跟林语柔说了 等李东说完 林语柔的眼睛 直接亮了起来 老公 你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主意 太好了 我现在就着手落实这件事情 林语柔一脸激动 直接打起了电话 李东听了一会儿 就有些兴趣缺缺了 因为 林语柔打的这些电话 都是让手底下的人 去开一家快递公司之类的事情 最后 他才打电话 让人事部的经理过来一趟 三分钟左右 办公室门被敲响了 请进 林语柔大声道 紧接着 办公室门打开 一个容貌一般 但身材很好 穿着职业套装的女人 走了进来 她就是林氏集团 在这边分布的人事经理 东哥 林总 女人进来 直接朝着林语柔跟李东 微微弯腰 恭敬打招呼 叶姐你来了呀 来 我这边有个工作 要交给你 林语柔笑着对她招手 第866章 厉害的点子 第866章 厉害的点子 林总您说 叶经理 在林语柔面前坐了下来 我们公司 准备成立一家物流公司 林语柔一脸认真地道 你们人事部那边 去其他物流公司 挖一批骨干 过来组建好队伍 成立物流公司 叶经理吃了一惊 紧接着微微皱起了眉头 不过 想要从其他物流公司 挖高管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分公司这边 遭遇到的难题 身为人事部经理的她 也是知道的 可以说 整个北方的物流 几乎都被崔家 给垄断了 而白理物流 已经明确表示 不会跟林氏集团进行合作 这样一来 林氏集团 即便想要成立一个 新的物流公司 想要挖来高管 真的不容易 去做就行了 把薪资放高 不怕没人来 林宇柔笑着道 她很清楚 出来打工的人 都是为了钱 就算在高级别的高管 只要给足了钱 让对方跳槽 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组建物流公司 对于林氏集团而言 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所以 哪怕花费高薪挖人 林宇柔也在所不惜 有林宇柔这句话 叶经理顿时心中有数了 好 林总保证完成任务 除此之外 还要招聘一些快递人员 林宇柔又道 但快递人员 你不要在国内招 听到这话 叶经理再次大吃一惊 不从国内招 难不成还要去国外招人 他完全不理解 林宇柔这话的意思 只是快递员而已 应该是最容易的 但现在 听林宇柔的话 反而要比从 其他物流公司挖人更难 要知道 国内的劳动力 是最廉价的 而在国外 人工费可是非常贵的 无论是韩国还是岛国 都是发达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工资 待遇都非常高 随便一个70岁的老头 照样都可以开大巴 开出租车 一个月赚好几万人民币呢 基本上 都是国内的人 去那两个国家工作赚钱 极少有这两个国家的人来 滑下打工的 要知道 90年代的时候 国内普通人的工资 大多数都是一两百块 而那个时候的岛国 平均工资 已经达到一万了 那可是人民币 而不是岛国币 那个时候 偷渡去岛国刷盘子的人 都发了财 打工两年 回来随便在京都买套房 等着涨价到一两千万 无需学历 无需头脑 刷两年盘子 赚几千万 一辈子衣食无忧 即便是现在 也照样有偷渡 去这两个国家打工的 如果你坐游轮 岛国玩 到景点下传载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游轮上莫名其妙 会少两个人 领队的房间里 会莫名其妙 多一张纸条 叶经理虽然没有做过物流 但是他很清楚 赵岛国跟韩国 而且不是一般的打 对 就是要从国外去招 林语柔笑着道 而且还要去韩国 和岛国那边去招人 当然了 如果国内 有这两个国家的人 也可以 你也不怕招不到人 只要我们开出高薪 一定可以 那 林总 有什么要求吗 叶经理连忙问道 虽然他还不知道 林语柔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 但是他知道 林总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打算 而他身为下属 只需要去执行 上级的命令就行了 有要求 林语柔点了点头 我们要从岛国招一些未婚女性 长相可以放宽一些 也不需要懂汉语 但他一定要喜欢华夏 喜欢华夏男人 先招五百个 还有韩国的 我们要从韩国招五百个年轻男子 长相要适当帅气一些 同样也要喜欢华夏 喜欢华夏女人 同样也招五百个 听到这里 叶经理有些头疼了 林总 这样的话 我们的成本真的会很高啊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 我们要跟百里物流进行竞争 林语柔笑着道 还有 我们可以借此机会 进军物流行业 顺便再次打响 我们林氏集团的招牌 啊 叶经理有些迷惑了 这样真的有效果吗 叶姐 你说我们林氏集团的产品 最主要的是 卖给什么人 林语柔笑着问道 年轻的白领 还有爱美的人 叶经理 毫不犹豫回答 林氏集团 现在的两款主打产品 都是美容功效很强大的 买这两款产品的 几乎都是爱美人士 不分男女老幼 而其中占比例最高的 就是女白领 对 林语柔打了个响指 买我们产品的 占比例最高的 都是女白领 而且 他们很多都有男朋友的 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的快递员 都是岛国的女性 以及韩国的小哥哥 我们的客户 会不会喜欢他们的服务 听到这里 叶经理的眼睛 也亮了起来 因为 她将自己带入进去了一下 如果自己是 普通的女白领 购买了林氏集团产品之后 进行签收的时候 发现快递员 是韩国的帅气小哥哥 那会怎样 必然会心情愉快 毕竟 韩国帅哥 几乎是一个女人 都会喜欢的 同样的 如果是男人 买了林氏集团的产品 快递员是岛国的美女 而且服务态度极好 那也会很喜欢 林总 这个主意 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太厉害了 叶经理忍不住赞叹道 可想而知 这样的模式一旦出现 对于国内的物流行业 绝对是一个王诈 到时候 林氏集团进军物流行业 跟百里物流进行竞争 还真不是梦想啊 我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 是他想出来的 林宇柔笑呵呵地指着李东 东哥 厉害 叶经理冲着李东 竖起了大拇指 一脸敬佩 不愧是东哥 不愧是林氏集团 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 随便想出来的点子 就这么厉害 真的太牛逼了 李东脸色平静 微微一笑 这样的点子 算不得什么厉害 他只不过是算准了 国内年轻人的心思罢了 毕竟 有养眼的帅哥美女 为你服务 谁会抗拒 好了 我要交代给你的事情 就这两件 还是那句话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成本你 尽量控制就行了 林宇柔最后交代 好 林总 我知道了 只不过 想要从岛国跟韩国 招到足够的快递员 还要尽量控制成本 短时间之内 可能做不到 叶经理想了想 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没事 人数可以后期慢慢增加 先招手一批 只要能保证物流公司 正常运转就行了 林宇柔笑着道 反正这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做到的 我们跟百里物流 进行竞争 就要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我知道了 林总 那我下去工作了 叶经理站了起来 又冲着李东点了点头 然后走了出去 第867章 不得去招惹他 第867章 不得去招惹他李家 晚饭时间 餐厅里 妈 你说的是真的 那个小野种 他真的被外公 罢免了战神的身份 李宗听到 从独孤轩的口中 说出的消息 整个人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刚才独孤轩跟他说 九长老 已经将李东的战神身份 给罢免了 这个消息 对李宗而言 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虽然是李家的大少爷 但是 即便是他 面对当代战神 也要退避三舍 更别说对方 还是一个战力值 恐怖到极点的存在 自从知道了 李东的真实身份之后 他一直都处于 提心吊胆之中 因为李宗害怕 他生怕李东 有朝一日回归李家 到时候 他这个李家的大少爷 将会面临一个 身份是战神的继承人 那样的话 李家的家业 大概率会被 那个小野种继承的 而到时候 他跟他的母亲 恐怕下场会无比凄惨 他更加害怕的 还不是这一点 15年前 那个小野种的母亲 被他的母亲 独孤轩逼死 对方一旦回归李家 恐怕第一件事情 就是复仇 一想到自己的仇人 是当代战神 他就有些绝望 不过现在终于 等来了好消息 那个小野种 被罢免了战神的身份 失去了战神身份 那个小野种 就算再能打 也只是上不得 台面的武夫而已 难不成 他还敢直接 冲进李家杀了他们 看到李宗很高兴的样子 独孤轩忍不住叮嘱道 他虽然不再是战神 但你别忘了 他现在武功高强 连崔家都毁在了他的手中 没有必要 你不得去招惹他 知道吗 在独孤轩的心中 区区一个小野种而已 他还没有放在心上 李宗的安全 才是第一位 如果那个小野种 真的要来找他报仇 独孤轩也可不是吃素的 妈 我是那种不知轻重的人吗 李宗黑黑一笑 不过 我可是听说 那个小野种 在南方开了一个公司 叫做什么林氏集团 现在林氏集团的分公司 已经入住京都了 妈 如果是商业上的冲突 你总不能让我 当缩头乌龟吧 林氏集团 听到这话 独孤轩的眼睛 微微眯了起来 这一瞬间 他心中想到了很多 对方跟他有深仇大恨 而现在又将公司 开到北方京都这里 这是想做什么 难不成 还想将当年 参与过那件事情的 家族企业 全部打败不成 想到这里 他立刻就确定了 这个可能性 如果他用武力 强攻我们李家 我或许还有顾虑 但如果想从商业上来 击败我们 哼 他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独孤轩一脸傲然 他也的确有这样的底气 说出这样的话 李家现在家大业大 虽然李宏图 明面上还是家主 但李家的很多产业 是他们母子在管理的 虽然只是一部分 但拿到外面 也足以碾压 国内九成九的公司企业了 虽然他并不了解零氏集团 但在他看来 一个从南方过来的小公司 就算厉害 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只要他一句话 就可以让那个 所谓的零氏集团 在京都寸步难行 儿子 如果那个什么零氏集团 跟我们有什么商业上的竞争 那你就全力去做 独孤轩冷笑道 必要的话 动用所有的资源 去进行打压 让他们知难而退 听到这话 李仲心中更高兴了 我知道怎么做了 妈 她的脑海中 想起了上官婉的那张绝美容颜 心中暗暗发誓 婉儿 等着看 我虽然打不过她 但在商业上 我绝对会将她碾压 我会证明给你看 我才是最优秀的那个 我才是最配得上 你的男人 与此同时 独孤家 九长老独孤末的书房之外 崔泽站在门外 心情有些忐忑 她进入军中 已经有些日子了 但 自从进入军队里面 她所做的事情 却都是一些文职工作 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那种 指挥军队打仗的场景出现 最多也就是参加一些演习 这么一来 她想要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爬上去 几乎不可能 现在的崔家 生意上的事情 全部都是崔建华在管 如今崔家的希望 就落在她的身上了 如果她以后不能爬上高层的位置 她对独孤家 就没有用处了 她在军中等啊等 然而 却等来了独孤伯死亡的消息 说实话 独孤伯被杀这个消息 真的让她感到无比震惊 特别是她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得知 独孤伯是被李东所杀 她就更加震惊了 震惊到位战神的胆大妄为 也是在当时她就知道 九长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认为 九长老必然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对付李东 最少也要罢免李东的战神身份 不得不说 崔泽非常聪明 她的猜想 得到了认证 九长老的确是这么做了 联合了四位长老 罢免了李东的战神身份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 九长老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召见了她 这让崔泽感到有些忐忑 难不成 是想提拔自己 长老在等你 就去吧 就在她无比忐忑地进行等候时 房间门突然开了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看了一眼崔泽 淡淡道 崔泽不认识这个男人 但她知道 这个男人是九长老身边的贴身宝卫 传闻中来自中南海 崔泽整理了一下着装 调整了一下面目表情 走了进去 走进房间 崔泽快速打量了一下 这个房间甚至称得上是简陋 只有一套木沙发 一张老式的办公桌 以及一张椅子 一个老人正在泡茶 崔泽看了眼 知道这是南方的功夫茶 坐 老人头也不抬 一只手指着面前的椅子 崔泽走过去 在对面坐了下来 正惊危坐 数分钟之后 一杯黄澄澄的茶水 被推到了崔泽的面前 喝茶 独孤沫淡淡道 谢长老 崔泽不敢怠慢 连忙端起了茶水 抿了一口 独孤沫也给自己 蒸了一杯茶水 端起来抿了一口之后放下 这才看向崔泽 他打量着崔泽 片刻后开口 你是博看中的人 他曾经说过 你是崔家年轻一代 最聪明 最出色的年轻人 你又赞了 崔泽谦逊道 现在有一个证明 你自身价值的机会 就看你愿不愿意把握了 九长老直视着崔泽 陈生道 还请九长老明示 崔泽对上了独孤沫的眼神 陈生道 他现在最渴望的 就是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发挥出他价值 可以让他快速往上爬的机会 如今这个机会 终于要出现了 去边境 独孤沫淡淡道 你去镇守边境 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参谋的身份 跟随在赵兵的身边 到时候 你能走到什么程度 就看你自己的了 第868章 华夏已无战神 第868章 华夏已无战神 听到独孤沫的话 崔泽脸色微微一变 去镇守边境 他虽然没有上过战场 但是他很清楚 当军人最危险的 就是镇守边境 因为边境线上 战争永远都不会缺少的 每一道边境线上 都会有外敌入侵 或是面对那些亡命之徒 可以说是 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危机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要 长眠在边境线上了 但崔泽也清楚 那种地方虽然危险 但更多的 却是机遇 特别是他这种 有背景的人 去了那种地方 一旦立下大功 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面 爬到高层位置 这些崔泽都明白 不过 即便如此 他心中 依旧还是有些惆怅 因为他害怕 毕竟 他只是一个脑瓜子 有些聪明人 又不懂武力 在边境线上死亡的几率 甚至比普通士兵还要高的 哪怕他是一个参谋 这种几率 依旧很高 要知道 即便是参谋 战争一旦爆发了 任何人都逃不掉的 看到崔泽有些犹豫 独孤默淡淡倒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好好考虑 你若是不想去 我也不会强迫你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想要等待下一次机会 或许要很久 事实上 若不是看在独孤伯的面子上 独孤默根本就不会去考虑崔泽 哪怕崔泽号称崔家最出色的年轻人 独孤默身为九长老 这些年他见过的出色年轻人 如果江之清一样 数不胜数 比崔泽出色的多的是 如果崔泽不珍惜这个机会 他也不会强求 但以后 崔泽还想让他给这样的机会 估计不会再有了 听到独孤默的话 崔泽脸色更加严肃 不到三分钟 他就一脸认真的点头 好 我去 他的想法很简单 去那边固然有生命危险 但跟崔家的未来相比起来 就不算什么了 他从小就被家里人灌输 家族利益大于一切的理念 为了家族 自己的爷爷甚至都可以付出一切 崔泽更是不惜独身一人 去南方跟李东周旋到底 最终差点死了 相比起来 他这个崔家的第三代继承人 若是没有一点勇气 就算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义 难不成 以后自己一辈子都要低着头做人 不 他要当人上人 他要继承爷爷的愿望 带领崔家走向更高的层次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自己面前 如果不好好把握 那些对自己充满希望的人 肯定会很失望的 好 独孤默的眼中 闪过一抹赞赏 点了点头 不愧是我孙儿看中的人 你有这样的勇气 未来可泣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你的参谋文书我已经准备好了 拿回去准备准备 明日跟赵斌一起出发去边境吧 独孤默走过去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放在了桌子上 是 崔泽拿起文件 朝着独孤默进了个里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他的眼神 刺客一片坚定 爷爷 父亲 等着看吧 这一次 我一定会带领崔家 走向巅峰的 彼时 西方国家 一座古老的城堡之中 幽暗阴森的房间里 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女人 斜靠在沙发上 她的身体一丝不挂 身材凹凸有致 脸蛋精致妩媚 满头金发凌乱地飘散着 一张紫色的嘴唇 有着蛊惑人心的魔力 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上 夹着一根粗壮的雪茄 那指甲漆黑如墨 射人心魄 在她右边的胸口上 有着一个巴掌大小的纹身 那是一只蜘蛛 此时 她的视线 正投放在房间里的夜经电视上 电视开着 上面播放着一部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 当她看到结局的时候 她轻轻吐出了一口烟雾 真的是杀手界的耻辱啊 在她看来 这部电影的男主 既然是杀手 那就不应该有 感情这种东西存在 既然走上了杀手这条路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才对的 杀手出现感情 那就不配继续当杀手了 叮铃铃 这时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女人走过去 拿起手机 看到上面的来电号码 她本来有些慵懒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且充满恭敬 仿佛 这个来电的人 是她的主人一样 我尊敬的王 请问有什么指示 我得到消息 华夏边境已无战神 你跟伯爵准备一下 去那边逛逛 确认一下这个消息 对面传来了一道弹幕的声音 是 我尊敬的王 女人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她从手机通讯路 找到了一个号码 拨打了出去 伯爵 刚刚网友了新指示 说华夏已无战神 让我们去华夏边境那边逛逛 确认一下消息的真实性了 好 我知道了 再次挂断电话 女人的眼睛眯了起来 里面闪烁着兴奋的神色 她舔了舔嘴唇 华夏无战神 则则 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啊 华夏军人的鲜血 我垂涎好久了呢 哥哥哥 对于这些 李东并不知道 就算知道了 她也不会在意 她现在每天的日子 过得非常悠闲 都是跟在林语柔的身边 看着她是如何在京都 绽放出自己的风采 短短几天时间 林语柔的手笔 震惊了整个京都商业圈 因为 林氏集团赤兹百亿 组建了一个 名为春风物流的公司 这让无数人大跌眼镜 认为林语柔这是疯了 谁不知道 北方物流界的老大 是崔家的百里物流 林氏集团是从南方过来的过江龙 就算再牛逼 也不可能打得过百里物流的 赤兹百亿 建造一个物流公司 这不是瞎胡闹吗 没有人认为 林氏集团会成功 因为他们知道 崔家 不会让林氏集团成功的 毕竟 如果林氏集团成功了 那么崔家的百里物流 还怎么混 于是大家都等着看笑话了 对于外界的嘲笑声 林语柔毫不在意 这几天 人事部那边 已经从各大物流公司 挖来了一众高管 并且还从韩国以及岛国 招聘了大量的美女帅哥 当快递员 林语柔相信 等再过一段时间 自己建造的这个春风物流 不但会震惊整个北方商业圈 还会震惊整个华夏商业圈 就这样 半个月时间 转眼即逝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京都一个普通的小区里 一个职业式游戏主播的宅男 从网上买了一套 林氏集团的美容产品 他虽然是男人 但每天都要熬夜 对于个人的保养 还是很看重的 或上门的日子 叮咚 他正在打着游戏 就听到了门铃暗响的声音传来 男人起身走过去打开门 看到的 居然是一个身穿和服的漂亮女人 第869章 他根本不懂做生意 第869章 他根本不懂做生意 你好 先生 控你几蛙 听口音 这是一个岛国女人 他穿着特制的和服式工作服 一边跟男人打招呼 一边有礼貌的鞠躬 这顿时让宅男受宠若惊 他连忙害羞的鞠躬回礼 那个 小姐姐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这个宅男 连华夏的女人都不认识几个 更不可能认识一些国外的漂亮女人了 没错的先生 我是春风物流的快递员 您从网上购买了我们林氏集团的美容产品 我这是给您送货上门呢 岛国女人 又还算流利的汉语说着 同时 他还拿出了一套美容产品 递了过去 又鞠躬了一下 宅男当场就愣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他呆呆地接过那一套美容产品 心想 春风物流这家公司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还有 这家物流公司的快递员 怎么会是这种穿着和服 这么漂亮的岛国小姐姐 是 谢谢 阿里嘎多 宅男有些脸红 连忙道谢 岛国女人懂得汉语不多 但并不妨碍她的工作 她拿出手机 只需要男人拿出手机 扫描一下二维码 立刻就可以进行签收了 等宅男签收之后 岛国女人朝着宅男鞠躬一下 感谢先生选择我们春风物流 您以后如果想要寄东西的话 可以找我哦 好好 一定找你 宅男连忙道 正好我这边有东西要寄出去 你等一下 我去拿 说完 她赶紧跑回了房间 去拿需要寄的东西了 没多久 东西寄完 岛国女孩再次朝着宅男 鞠躬九十度 谢谢您选择我们春风物流 祝您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岛国女孩露出甜美的笑容 感谢道 宅男的心情非常愉悦 她是一个游戏主播 赚钱不少 但因为是一个宅男 平时也不会打扮 也不怎么会说话 有时候去商场买衣服 卖衣服的店员都不怎么搭理她 去寄快递的时候 快递员更是没有好脸色 有种花了钱买最瘦的憋屈感 哪里像现在 这个岛国美女快递员 不但送货上门的服务态度这么好 寄快递了 人家还九十度鞠躬感谢她 完全把她当做大爷一样 来看待啊 这个春风物流的快递员 不但是岛国美女 服务态度还这么好 比我们国内的快递员 好一万倍啊 她心潮澎湃 对着刚刚下载的翻译软件 说了声 小姐姐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饮料再走吗 软件翻译成了岛国语 岛国小姐姐听了之后 立刻点头 并且再次鞠躬 谢谢先生的邀请 我很乐意呢 宅男激动不已 两人最后还互相加了微信 随后 宅男再次开始游戏直播 在几万人的直播间里说道 卧槽 我郑重给你们推荐春风物流快递公司 这家物流公司的快递员 居然是岛国的小姐姐 太漂亮了 而且服务态度超好的 我在网上购买了 林氏集团的美容产品 刚才她亲自送货上门 还对我九十度鞠躬 真的超级漂亮啊 以后不要再用什么百里物流快递了 春风物流 大家赶紧用起来啊 然而 这个时候 直播间里面的大家却不怎么相信 主播不要闹 春风物流 这个公司听都没有听过 你是不是收了人家的钱打广告啊 我百里物流 给你三倍 吹牛逼吧 是哪个快递的 会是女人 还是岛国小姐姐 主播你快醒醒 别做梦了 然而 这一天 很多购买了林氏集团产品的男女 都遇到了韩国的帅气小哥哥 或者是岛国的美女小姐姐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 这件事情直接上了热搜 春风物流快递 聘请岛国小姐姐 跟韩国小哥哥 这件事情刚刚上了热搜 网络上的人看到 直接炸了 卧槽 真的假的 竟然请韩国的小哥哥 跟岛国的小姐姐当快递员 不行 我要立刻下单体验一下 太牛了 这种鬼点子春风物流 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是在为我们国家的男同胞 谋取福利吗 绝对支持啊 目前只有京都这边 才有岛国美女 跟韩国小哥哥当快递员 不行啊 什么时候推广全国啊 能不能分一些来南方这边啊 我以后绝对只用春风物流 再也不用其他快递了 外人血书 求春风物流 将岛国小姐姐 分到南方这边来 此时 百里物流公司 高层们也正在讨论这件事情 没办法 这件事情已经上了热搜 他们就算不注意 也不行啊 崔总 临时集团的那个什么春风物流 请了很多岛国女人 跟韩国男人 培训他们学习汉语 他们来势汹汹啊 百里物流的一个股东 有些焦虑 而崔建华 则是非常淡定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 哗众取宠的行为 这个林玉柔 根本就不懂做生意 他这么做 请一个快递员的成本非常大 就他们聘请的那些人 连京都都很难进行覆盖 更别说整个北方了 不用担心 我看过不了多久 他们烧不动钱了 那些岛国女人跟韩国男人 也就都辞职回去了 就这样 又过了几天 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了春风物流 都是岛国小姐姐 跟韩国小哥哥 在京都 男性快递下单 几乎都用春风物流 女性购买美容产品 都选择林氏集团的产品 总之 整个京都 几乎都没有人 再用其他物流公司了 不为别的 就为了能跟韩国小哥哥 或者是岛国小姐姐 说几句话 突然有一天 一个新闻上了热搜 游戏主播 与岛国快递员闪婚 一个宅男游戏主播 跟认识了仅仅两个星期的 岛国快递员闪婚了 这个游戏主播 有一定的人气 所以 他结婚的消息 迅速通过直播间 在网络上发酵了 卧槽 这个主播也太幸福了吧 这么容易 就娶到了一个岛国美女 当媳妇 羡慕死我了 这个主播我知道 我看过她的直播 而且不是什么大主播 一个月顶多赚一两万而已 在京都根本买不起房子的 没房子 那个岛国小姐姐 愿意嫁给她 你以为岛国小姐姐 跟我们国内的那些女人一样 没有房子就不嫁吗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房子的 听主播在直播间里面说 那个岛国小姐姐 就因为她花了几千块钱 买了一些礼物 就决定跟她了 不是吧 几千块钱我也有啊 这样真的可以追到岛国小姐姐吗 外人血书 求春风物流 将岛国小姐姐分配到南方来 一时间 全国无数宅男瞬间沸腾了 第870章 简直是完败 第870章 简直是完败 他们有很多都是女神的备胎 甚至 有一些连备胎都算不上 他们连自己喜欢的女孩微信都要不到 话都说不上几句 突然间 国内出现了一批 比国内女人还要漂亮温顺 而且不要房子 不要彩礼的女人 所有人都想抢夺啊 除此之外 另外一条热搜 也悄然出现在了网友们的视野中 知名女主播 跟韩国快递小哥哥热恋 这个热搜一出来 国内的女白领 顿时也疯狂了 春风物流的韩国小哥哥 真的好帅好帅啊 我也想跟帅气的韩国小哥哥 谈一场恋爱 姐妹们 以后选择快递公司 就选春风快递吧 这两个热搜 让林氏集团的产品 也跟着打了一波高质量的广告 一时间 春风物流快递员 林氏集团美容产品 这两种话题 频频在网络上出现 都快要刷屏了 就连央视新闻的记者 都亲自来到林氏集团分公司 采访林语柔 此时 林语柔正在接受采访 林总 我们看到贵公司 聘请韩国男生 跟岛国女生当快递员 引起了全国网民的激烈讨论 能不能说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聘请韩国男生 跟岛国女生当快递员呢 林语柔穿着黑色的套装 显得十分有气场 她面对着镜头 不急不缓地开口 其实我们不单单聘请 这两个国家的人当快递员 之后 我们还会聘请俄罗斯 以及乌克兰的美女帅哥 目前 我们已经在国外招聘了 数百名未婚的美女帅哥 正在接受培训 很快就可以上岗了 记者一脸惊讶 是吗 那你们准备 将这些快递员 放在哪座城市呢 据我所知 南方那边的同胞们 可都强烈要求 你们能将快递员建立起来呢 林语柔笑着道 会有的 到时候 我们也会在南方那边建立网点 所以不用着急的 不过国内城市众多 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将所有的城市 都建立起网点 所以 我们会在网上进行一次投票 看看南方哪座城市的呼声 会更高一些 或者 根据城市春风物流的占有率 去分布这些外国的小哥哥 以及小姐姐 哪座城市 用我们春风物流更多一些 我们就优先选择哪座城市 记者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为什么要从国外 去聘请帅哥美女呢 这样的成本 应该会很高的吧 如果只是 想做快递的话 我们国内的帅哥美女 不符合要求吗 林语柔早就预料到 对方会问这个问题了 所以 她早就提前准备好了说辞 笑着道 我们一直都在邀请 国内的帅哥美女 来当快递员 但是 他们大多数都不愿意 做这种风吹日晒的工作 记者又问 最近你们林氏集团的骨架 一直都在节节攀升 有人说 你们林氏集团旗下的春风物流 很有可能成为 国内快递业的龙头老大 是这样吗 林语柔笑了笑 给出了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是 等记者走后 林语柔笑得何不拢嘴 老公 我是真的没想到 我们招聘回来的岛国小姐姐 居然跟国内的男同胞结婚了 这一点 她是真的没想到 李东坐在沙发上玩游戏 听到这话也笑了 因为 她自己同样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不是好事吗 李东笑着道 这也算是我们为国内的同胞们 谋福利了 当天下午 春风物流公司 就在网络上发起了投票 要将一批国外招聘回来的小哥哥 跟小姐姐 投放到南方的哪一座城市呢 南方的网民们 瞬间疯狂了 为自己的城市投票 至于北方这边 网民们倒是没有那么疯狂 毕竟 春风物流 已经覆盖了京都 以及周边的几座城市 也总要给南方的同胞们一点 此时南方的同胞 无论男女 他们在网络上投票之后 立刻又在微信群 以扣扣群开始拉票 不但如此 他们还直接打电话 给他们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也去投票 一时间 南方各大城市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春风物流这一波广告 打得太完美了 而且一分钱都没花 随后 春风物流又发消息称 南方哪一座城市 春风物流在当地使用率最高 就优先选择哪一座城市 消息一出 南方的帅哥美女同胞 更加疯狂了 他们疯狂在网络上下单 购买林氏集团的产品 除此之外 他们还尽可能告诉身边的人 让他们不要再选择其他物流快递了 就选择春风物流 总之 春风物流彻底火了 火爆全网 火爆全国 京都 百里物流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里 一个副总走了进来 一脸忧愁的样子 崔总 又出事了 我们在南方天行省的一家 快递仓库被烧了 好多快递员都辞职去了春风物流 听到这话 崔建华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居然会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本来 他以为林语柔组建的这个所谓的春风物流公司 用不了多久 就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 他当时还说 林语柔根本就不懂做生意 然而 现在事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春风物流以恐怖的速度崛起 现在竟然一下子将百里物流逼到了很难堪的地步 是的 现在的百里物流处境非常难堪 之前的百里物流是国内最大的物流快递公司 几乎九成的人在网络上买东西 都会选择他们百里快递 平日里寄东西也会选择百里物流 但现在 百里物流的客户 一下子锐减了七成以上 这简直就是要命的呀 假以时日 百里物流恐怕会因为没有资金收入 连续亏损而倒闭的 哪怕崔家财力雄浑也很难支撑起一家万亿级别的物流公司 更别说崔家除了物流之外 还有其他产业啊 这么庞大的家族企业 一旦旗下有一家公司出现资金链锻炼 那是非常严重的 最近几天 我们公司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的市场份额急速下降 在一百多个城市里 我们都输给了春风物流 尤其是一线城市跟二线城市 简直是完败啊 因为一线城市跟二线城市得到的消息是最快的 也有更多的概率可以得到外国的快递员 所以这种发达的城市的市民也更拼 听到这番话 崔建华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事到如今连他也不得不承认 事情真的不妙了呀 第871章 加一把火 第871章 加一把火他现在心中 有一点后悔了 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一开始 他就应该采取行动去应付才对的 现在不单单是市场份额被春风物流吊打了 就连央视以及很多官方的媒体都在报道 甚至在表扬他们的做法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这位副总一脸忧愁的样子 我真的想不明白 那些官方媒体为什么这么支持他们 说到这一点 崔建华一脸好奇 难道你没有看新闻吗 现在明发点通过了 离婚要有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现在我们国内的年轻人不爱结婚 结了婚说离就离 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跟个人幸福 劳动力也一年比一年少 春风物流的那些外国快递员 频频传出嫁给我们国家男生的消息 这大大帮助了我国男性解决婚姻的问题 没想到那个林语柔打的居然是这样的主意 是我小看他了 我都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这位副总感慨了一下 陈生道 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行 崔建华没有立刻回答 他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下 最终一拍桌子 他们可以请国外的帅哥美女来国内当快递员 那我们也可以啊 崔建华连忙道 传我命令下去 立刻去世界各地挖人过来 我们一定要找漂亮 又愿意嫁给国内男人的外国美女过来 而且人数还要比春风物流更多 是 副总觉得这个建议不错 立刻信冲冲领命而去 与此同时 李家 李鸿图坐在书房里 通过电脑浏览新闻 很快他看到崔家的百里物流也宣布 从国外找来一批美女快递员 不仅仅是百里物流 连其他快递公司也相继发出这样的消息 他们也要找国外美女来当快地缘 李鸿图不禁长叹一声 感慨道 那小子 这一招真的太厉害了 不费吹灰之力 就让一个物流公司这么快站稳脚跟 不愧是我李鸿图的儿子 旁边的李福听到他这么自夸 忍不住身子微微颤抖 差点笑出声来 很好笑吗 李鸿图看了一眼李福 淡淡问道 李福立刻不笑了 他一脸严肃 竖起了大拇指 没有 我也觉得 小少爷这个点子 真的太厉害了 这一次 崔家的百里物流 真的是损失惨重了 损失惨重 李鸿图微微一笑 紧接着摇头 不 这还不够 也罢 就让我加一把火进来 也算是送一份礼物 给我那位媳妇了 老爷 我们要怎么做 李福问道 现在的崔家 自从崔继青完蛋了之后 整个崔家在京都的地位 可谓是一落千丈 在地下圈子当中 崔家的影响力 已经彻底没有了 而生意上 资产也缩水了很多 崔家现在采取的方法是 收缩资产来自宝了 毕竟 没有足够的实力 是守不住那么大的家业的 还不如适当让出一些 抱住一条大腿 保全自身 而现在大家都知道 崔家的大腿 就是独孤家 以李鸿图 他们这样的地位 当然知道 崔泽在独孤家的安排下 已经进入了军队 可以说 崔家的未来 就在崔泽的身上了 不过李鸿图并不在意 因为他知道 崔泽想要在军中爬到一定的高度 短时间之内 根本做不到 所以 现在的崔家 哪怕背后有独孤家罩着 在他眼中 依旧只是一块大肥肉罢了 现在李东 已经开始对崔家出手 他选择 站在李东这边 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倒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出手 将崔家重挫 我记得以前 让你去收集过崔家名下公司 一些高管的黑历史 就趁着这个机会 将那些视频放到网上吧 李鸿图淡淡道 是 家主 李福恭敬答应 然后退了出去 三日之后 百里物流公司对外宣布 已经从国外聘请了5000个小姐姐 不日将投入到国内各个网点 对此 全国的宅男再次沸腾了 此时 百里物流的那位副总 一大早来到公司 向崔建华邀功 这位副总一脸欣喜地道 崔总 您看新闻了吗 我们百里物流的市场份额 已经开始抢占回来了 待会儿股市开盘 我们公司的股票一定会大涨的 过去这段时间 百里物流的股票真的跌惨了 损失了几百亿 而林氏集团旗下的春风物流 则是名气大涨 不断地抢占市场份额 现在名气上 居然隐隐要超过了百里物流 索性之前崔建华当机立断 果断决定复制春风物流的方式 从国外聘请漂亮的小姐姐来当快递员 短短几天的时间 已经高薪聘请了5000名美女快递员 即将投入网点 现在人们又开始使用百里物流了 这对于崔建华来说 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崔建华也笑了 做得好 这一段时间被春风物流压着 被他们带着走 我真的是要头疼死了 等股票涨上去 我们再跟春风打一场价格战 我就不幸弄不死他们 他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跟春风物流打价格战 崔家家大业大 而春风物流 就算后面有林氏集团 也绝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到时候 国内第一大物流公司 依旧是他们的 然而 就在他们高兴的时候 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视频 那是一个在酒店包厢录制下来的视频 主角是百里物流的一位副总 在贿赂一位官员的场景 这个视频一被曝光 网络上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卧槽 百里物流胆子这么大的吗 居然敢行贿官员 真的是找死啊 抵制百里 拥抱春风 很快 股市开盘了 百里物流一开盘 股价就开始跌 最后一路跌停了 而春风物流 名气则是更大了 收获了更多的拥护者 啪 崔建华看到这样的结果 直接一巴掌抽在那个副总的脸上 混账东西 我之前让你去找上面办事 你就是这么办的 怎么会被人拍下的视频都不知道 怎么会 怎么会 当时我明明检查过 那个包厢里面 没有任何摄像头的 到底是谁 是谁 那位副总也猛逼了 他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怎么也想不到 在此之前 李鸿图早就盯上了 他们这种崔家企业的高管了 并且抓住了他们的把柄 你 你太让我 崔建华想要继续大骂这个副总 但突然脑袋一晕 身子往后倒下 崔总 崔总你没事吧 是我不好 是我废物 一点事情都办不好 你别生气 注意身体啊 这位副总连忙 扶着崔建华回到座位上 第872章 不是我干的 第872章 不是我干的他 刚扶着崔建华在座位上坐好 立刻传来了敲门声 咚咚咚 请进 崔建华还没有喘过气来 那位副总只能喊道 咔嚓 办公室门被打开 紧接着 几个面容威严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他们穿着制服 并且胸口位置 佩戴着一个工作证 哪位是钟文海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 沉声问道 我 我就是钟文海 那位副总吞了口唾沫 举了举手 他看到这些人 立刻心如死灰 他当然看得出来 这些人 恐怕是官方上的人 应该是纪委之类的 要来查他了 果然 我们接到举报 你涉嫌汇入官员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那个中年男人沉声说着 挥了挥手 很快 身后立刻有两人上前 将那位副总扣押了起来 然后直接带走了 救我 崔总 救救我 那位副总不断地回头 冲着崔建华喊道 他知道 能救他的 只有崔建华了 但崔建华却沉默 没有出声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这位德力手下 被带走了 他坐在椅子上 半嗓才彻底平顺了呼吸 看着电脑屏幕上 跌落下来的骨架 他的心 冰凉冰凉的 崔建华不是傻子 他能成为崔家的家主 证明他还是很聪明的 立刻就知道 这件事情的背后 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而对方 应该不是临时集团 那么是谁呢 李鸿图 上官家 亦或者是其他对手 每一个 都有可能 一时间 崔建华有种 自己面对群狼围攻的感觉 在失去了崔继青的庇护 以及崔泽不在的日子里 崔建华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安全感 他咬了咬牙 心中立刻下了一个决定 崔建华坐直了身子 拿出了手机 在通讯录翻找了起来 很快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 独孤轩这个名字上面 最后 他按了一下这个名字 拨通了电话 李夫人 我是崔建华 我有笔生意 想跟你谈谈 办公室里 林语柔从电脑上看到 百里物流的骨架 一落千丈 高兴的整个人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好爷 林语柔挥舞着小拳头 这一次 我们的机会真的来了 百里物流骨架大跌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继续抢占市场份额了 到时候 就算他们缓过神来 那时候 我们已经站稳脚跟 他们也拿我们没办法了 不过很快 他的眉头就微微醋了起来 林语柔看向李东 好奇问道 不过 怎么会有这一巧合的事情 在这个时间点 爆出了百里物流 高层行贿的事情 老公 你老实说 这件事情 是不是你干的 李东连忙摇头 不是我干的 事实上 李东对这件事情 也感到非常诧异 因为这件事情 真的太巧合了 不过李东也知道 既然这件事情 不是他做的 那么 肯定是其他家族了 敢这么搞崔家 一般的家族 是没有这种胆子的 所以 要么是李家 要么就是 上官家了 上官家族前一段时间 刚刚损失了两个大宗师强者 按道理 应该会夹着尾巴做人 所以 李东认为 这件事情的背后 肯定是李鸿图在操纵 猜到这一点 李东心情无比平静 虽然对方这么做 间接性帮了一下林氏集团 但李东可不会领情 对于李家 李东心中的仇恨 从来就没有减少丝毫 现在时机还没到 等时机一到 他迟早都会跟那些 害死自己母亲的罪魁祸首清算的 这时 李东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唐宇打过来的 说起来 这几天 李东都没有跟唐宇他们联系过了 事实上 也是这些天 李东太忙 关于中医培训机构的事情 林氏集团已经跟天行省人民医院那边 联合起来创办了 等李东忙完京都这边的事情回去 就正式教学了 李东并没有忘记 发扬中医这件事情 他之前击败了鬼异门 鬼异门的门主周灵 已经明确表示 以后李东需要鬼异门 会听从李东的号令 但接下来具体要如何去做 李东还没想好 反正日子还长着 也不用急于一时 接通电话 李东笑着道 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了 李大哥 出事了 我爷爷让您过来一趟 出什么事了 李东问道 他下意识想到的 自然是出现了什么棘手的患者 连唐利人也解决不了 请他过去救场 毕竟上一次就是这样的情况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爷爷说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卫生部的人也来了 唐宇连忙道 在哪里 李东问道 连卫生部的人都去了 那证明 事情恐怕真的有些严重了 中医工会 我爷爷他们 还有鬼异门的前辈们 现在全部都去了那边 唐宇连忙道 您在哪里 我现在过去接您 听到这里 李东的脸色 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不但卫生部的人去了 连鬼异门都惊动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东心中疑惑 陈生道 行 我在 他将地址说了 然后挂断了电话 微微皱起了眉头 虽然上一次 他击败了鬼异门 但鬼异门的那些医生 各个都是有真才实学的 平日里 就算遇到再棘手的病患 也不应该请动鬼异门的人 老公 怎么了 林宇柔看到李东的脸色有些凝重 不由地问道 医学上的一些事情 应该是请我过去帮忙的 李东笑着道 等会儿我要出去一趟 你早点下班 跟小白回去吧 不用等我 好 你小心一点 林宇柔点了点头 知道李东是要去治病救人 林宇柔就不担心了 反而非常高兴 为李东感到无比骄傲 他当然骄傲了 因为他的老公不但长得帅气 身材好 又有钱 还疼老婆 又能打 医术又厉害 这样的丈夫 真的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了 接着 李东离开了办公室 来到了大厦门口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 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 在李东面前停了下来 李大哥 后座上 唐宇按下了车窗 冲着李东招手 李东走过去打开车门 在唐宇旁边坐了下来 一上车 李东就沉声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上面已经组建了一个 紧急救援小组 现在大家都往那边赶 唐宇简单解释了一下 事实上 他是真的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来他在医管 为病人诊治的 突然间就收到了 爷爷唐宁人的电话 说发生了大事 上面还组建了紧急救援小组 让他去将李东接来 得到命令之后 他立马就通知了李东医生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第873章 李东的签名 第873章 李东的签名 按照上面的意思 应该是想让您去支援 这个紧急救援小组 唐宇想了想 接着道 因为爷爷跟我说了 未生不来的人 是梁部长身边的杜秘书 李东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虽然他现在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显然 绝对是很棘手的事情 不然的话 根本就不会惊动这么多人 紧接着 李东这才注意到 前面的司机 居然是自己认识的 鬼异门门主周灵的儿子 周兴 之前李东跟鬼异门斗医的时候 这家伙在第一轮安排作假 差点被逐出了鬼异门 最终 周灵跟李东达成了一个交易 先让他去跟着唐利仁老先生一段时间 等日后有机会 他会教导一些医术给周兴 说起来 也有一段时间不见了 跟着唐老先生这段时间 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李东笑着问道 与你无关 周兴从后视镜看了一眼李东 冷冰冰地开口 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他身上的棱角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变成了另外一种内敛的冷酷 他之所以跟唐宇一起过来 自然是因为唐利仁的命令 毕竟 现在名义上 他是唐利仁的下属 是跟着唐利仁学东西的 对于这样一个可以使唐的家伙 唐老先生当然不会放过 对于这家伙的态度 李东只是笑了笑 没有生气 因为他很清楚 周兴的性格已经很难改变了 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 造就了他这种为人处世的风格 李东也没有必要 非要去跟这家伙进行交流 他心情好 就提点一下对方 心情不好 哪凉快哪待着去 没多久 车子在一栋大厦门口停了下来 可以看到 大厦旁边竖着一个大大的石头 上面雕刻着中医协会四个字 李东等人下了车 直接朝着大厦里面走去 刚刚走进大厅 却被守在门口的两个保安 给拦截了下来 先生 请出示你们的工作牌 保安沉声道 工作牌 李东看向身后的唐宇 微微皱眉 唐宇跟周兴对视一眼 他们也一脸猛逼 我们不是这里的人 但是有人让我们过来的 李东解释道 那请出示你的证件 在这边进行登记 还有 是谁让你们过来的 唐利仁 李东说道 虽然知道时间宝贵 但他还是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身份证 准备登记 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高挑 穿着职业套装的漂亮女人 从外面走了进来 在经过登记处的时候 他无意间扫了一眼 发现了一道有些熟悉的身影 他稍微迟疑一下 就朝着这边走来 很快 他看清楚了 正在登记的李东的样子 顿时一脸惊喜 您是李东医生 李东回过头来 看到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有些迟疑 我是李东 你是 李医生您好 我是马会长的助理卢静 上一次在中医交流会上 有幸见过你一面 女人笑着道 他看着李东的眼神 有些崇拜 就像是粉丝 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一样 他的确是有些崇拜李东 因为李东长得很帅 而且医术太厉害了 连马会长跟唐老先生都说过 李东的医术 他们也自愧不如 这么年轻 这么有本事 这样的男人 哪个女人不喜欢 哦 你好 李东点了点头 李先生这是 如今好奇问道 有事要去中医工会一趟 不过我没有这边的工作牌 他们两个让我进行登记 李东笑着道 是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马会长肯定会邀请您的 这样吧 我带你们进去 如今说着 将自己的金色卡牌 递给了登记处 这位是马会长 亲自邀请过来的贵宾 还请两位大哥通融一下吧 登记处的保安听到这话 顿时无比诧异 如今他们是认识的 知道是马会长的助理 他说的话 自然都是真的 他们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这么年轻的帅哥 居然是马会长 亲自邀请过来的贵宾 当下 他们连连点头 既然是马会长的贵宾 那自然不用登记了 没事 反正我已经登记完了 李东笑着摆手 然后指着后面的唐宇跟周星 他们两个就不用登记了吧 我们有急事要进去 好的好的 没问题 保安连忙点头 好了 我们走吧 李东收起了身份证 带着几人 快步朝着电梯口走去 等到他们进了电梯之后 刚才站得笔直的两个保安 立刻松了口气 完蛋了 我既然得罪了马会长的贵客 他不会打小报告 让马会长抄我犹豫吧 那个拦下李东的保安 哭丧着脸 你太高估自己了吧 人家是会长的贵宾 身份地位肯定是大人物 像他们那种人 怎么可能会记得 你是谁 另外一个保安笑着安慰 而且 你刚才也只是在忠于职守而已 你又没干什么 就是啊 别一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看他那么帅 肯定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不过他真的好帅啊 一个女营兵 一脸激动地道 紧接着 他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 将那本登记册抱在了怀里 还将李东的名片 跟身份证那一页撕了下来 这个是我的 你们都不许跟我抢 我要收藏起来 其他人虽然遗憾 自己没有先下手为强 但也只是说了一句 让这个女营兵 请客之类的话就拉倒了 没有人坚持讨要 可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那个得到了 李东登记签名的女营兵 在数年之后 将这张纸拿出去拍卖 被人以一千万的价格拍走 而那两个没有争取这张签名的保安 他们也错失了一次 改变命运的机会 生活 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将会得到什么 此时 李东他们已经坐上了电梯 朝着中医工会的会议室而去 电梯里 李东笑着问卢静 你们中医协会的管理 一直都是这么严格的吗 说实话 他不太喜欢这种管理方式 搞得太过严肃了 像临时集团 就显得非常随意了 根本就没有让莱克登记之类的东西 因为李东就喜欢看到员工们 随意的相处 没有那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那样的公司 是没有人情味的 临时集团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份子 那种像是回家一样的氛围 才是李东喜欢的 这倒没有 以前是没有这么严格的 卢静苦笑着摇头 但近几年就开始变得严格了 而且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怎么回事 李东问道 第874章 可怕的传染病毒 第874章 可怕的传染病毒 自从中医协会成立之后 每天都会有人抱着资料要入会 还有更多的患者 跑来这里求医 卢静苦笑着解释道 更有甚者 带着铺盖躺在大堂里 如果不给他们医治 他们就睡在那里不走了 他们在这边吃喝拉撒 随地乱丢垃圾 人越来越多 我们人手根本忙不过来 只能实施这样的登记制度了 听到这话 李东沉默了下来 他知道 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很荒谬 但现实中 这种事情 真的存在 而且不少 这人啊 并不是你给他几片枫叶 他就会还你一片枫林的 里面会有很多老鼠搅和在其中 坏了整锅汤 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任何场合 都不缺少这种老鼠 如果每个人都那样撒泼无赖 这中医协会的工作秩序 就完全被打乱了 那样的话 还谈什么拯救中医 那些患者是怎么解决的 旁边的唐宇 忍不住开口问道 家里条件差的 由中医协会的医生进行治疗 家里条件还不错的 就送到周边的医院 如今无奈道 毕竟 我们中医协会的医生就这么多 实在是忙不过来的 如果是普通人问他这样的问题 或许他还懒得回答 但李东不同 他亲眼见过自家会长 还有唐利仁老先生 恭敬对待李东的场面 也曾亲眼见识过李东的高明医术 他很清楚 这个年轻人在医学界的影响 这种人 若是能打好关系 他当然乐意 浪费一点口水 解释这些事情 算不得什么 好了 你去工作吧 我们直接去找马会长他们就行了 电梯门开了 李东他们走了出来 对卢静道 好的 李医生以后有什么要求的话 可以打我电话 卢静笑着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李东看了他一眼 结果他递来的名片 每个女人都有一点小聪明 如果能够恰好表现出来 其实并不惹人讨厌 可是 如果以为自己是 全天下最聪明的人 那就很愚蠢了 很显然 这个卢静 就是前者 中医协会是一个很大的机构 占据了这栋大厦五层的办公大楼 这里李东跟周星都没来过 但唐宇对这里并不陌生 显然来过很多次了 于是 在他的带领下 李东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中医协会的会议室 李东他们走了进来 一眼看去 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坐在上位的马会长 唐立仁 以及杜秘书 周灵 周华 还有一群李东不认识的人物 看到李东进来 大家纷纷站起来 跟他打招呼 无论是熟悉的 还是不熟悉的 李东都笑着一一寒暄 最后 他走到上位 在唐立仁老先生的身边坐了下来 到底出什么事了 唐宇跟我说的也不清楚 谁帮我解释一下 李东环视全场 沉申问道 华 旁边的杜飞立刻开口 这件事情 还是让我来解释一下吧 那就麻烦杜大哥了 李东笑着点头 客气什么 后面的事情 可是该我麻烦你们了 杜飞笑着道 紧接着 他的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环顾全场 卫生部里接到了云甸省的报告 他们那边有一个小县城 不少人被一种蚊子咬伤 据研究 那种蚊子携带一种很可怕的病毒 如今已经出现了四例死亡病例 十几位患病患者 他们临时抽取了本地的中西医 组成了专家组奔赴当地 虽然杜绝了情况的恶劣 但对这种病毒无可奈何 那些中毒患者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 死亡病例还会继续增加 部里在接到报告之后 非常重视 第一时间就组建了临时救援专家组 前去支援 说着 他看向李东 按照部里的意思 这支紧急救援小队 由十位中医 二十位西医组成 其中 西医由京都各大医院 抽调精英组成 而中医 按照部长的意思 由中医协会牵头参与到这次救援当中来 虽然按照实例 鬼异门跟李东他们 都要吊打中医协会 但他们并没有官方名义上的职位 中医协会不同 是直接受到卫生部管辖的 所以 这件事情 名义上只能让中医协会来参与 至于李东他们 则是暂时被请来当救兵的 我没有意见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一定竭尽全力 李东直接表态 我还要知道更多的信息了 比如患者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以及大家讨论过的结果是什么 李东当然不会推辞 因为他现在刚被罢免了战神职务 总体来说 他现在算是无事一身轻 能够为中医做一些什么 李东非常乐意 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职责 但凡是可以让中医发扬光大的机会 他都不会放过 而这一次 很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根据云甸那边送过来的报告 罪魁祸首是一种变异的蚊子 引起的蚊子的身上 携带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毒 可以通过接触 以及飞沫传播 非常厉害 杜秘书一边说着 一边递过来了一叠资料 李东接过来看了看 陈生道 病人的发病情况 跟登革热有些相似 只是没有现场看到 我们对病情没有准确的把握 杜秘书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陈生道 现在是中午十点半 如果你同意带人前往的话 下午一点在京都机场进行会合 到时候会有专机送我们去云甸那边 杜飞连忙道 等去到那边之后 会有人过来接我们的 我们 李东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两个字 没错 就是我们 杜飞点了点头 笑着道 部长把这件交给我来处理 这一次的专家组 将会由我来带队 李东也点了点头 知道这是梁策安 对自己这位秘书的栽培 他看了看唐宇 又看了看周兴 然后看向了马会长 跟鬼异门的门主周灵 除了他们两个 跟我一起过去之外 你们安排一下 再帮我找几个 比较合适的人手 他之所以戴上唐宇 自然是因为跟唐宇比较熟悉 而戴上周兴 这是因为他答应过周灵 只要有机会 可以让他跟着自己学东西 很明显 这一次去云点那边 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听到李东说 愿意带周兴过去 周灵顿时 笑容无比灿烂 看起来 更加像是一尊弥勒佛了 他连连点头 要的要的 我跟马会长早就准备好了 从鬼异门跟中医协会 挑选出了八个人手 供你拆遣 诺 这是名单 说着 他将一张名单递了过来 第八百七十五章 短暂的离别 第八百七十五章 短暂的离别 李东接过名单一看 第一个名字 赫然是唐力人 唐宝 你这么大年纪了 就不要跟我们跑这一趟了吧 李东一脸无奈的 对唐力人道 这云点山高路远的 交通又不方便 您老的身体 对于唐力人 李东向来都很尊敬的 这种真心为了中医的未来 而奉献出自己一生的人 真的算得尚伟大 没关系 我这把老骨头啊 还经得起折腾 唐力人笑着道 唐宇也连忙劝道 爷爷 您还是留守京都吧 我们这边也需要您这种老专家坐镇才行啊 再说了 我们会及时把各种信息 向您这边汇报的 您人在京都 也可以指点我们的工作 虽然他没有去过云甸 但是 他从网络上了解过很多的 知道云甸那边的地形 是多么的险要 而且 现在还是雨水多发的季节 瘴气弥漫 对人的身体 是有很大危害的 年轻人倒是没什么 但 唐力人的年纪很大了 再跟着去一起折腾 唐宇跟李东都怕他出什么事情 像他这种老人 已经是国宝级别的了 谁都不愿意看到他出事 唐力人感觉到 李东跟孙子真挚的关怀 笑着道 那好吧 那我就不去 托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后退了 但你们要记住刚才说的话 要及时把情况向这边传达 也让我们这些老头子 最后为国家发一阵子热 放心吧唐老 我们会的 李东笑着道 会议结束之后 李东直接离开了中医协会 来到林氏集团分公司这边 他要去云甸那边 这件事情 必须要跟林语柔说才行 一场短暂的离别 在所难免了 林语柔的办公室里 李东将事情说了一遍 就看到林语柔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微微有些苍白了起来 如果李东只是单纯去医院救人 他一万的赞同 不会有丝毫牢骚 会支持他 但李东刚才说了 这一次他要去云甸 那边出现了一种 携带可怕病毒的蚊子 一旦传染了 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在他心中 李东的安危 重于一切 他不想李东 去冒这样的风险 能不能不去 林语柔可怜巴巴的看着李东 眼眶都开始泛红了 李东上前一步 将他拥入怀中 柔声道 你知道的 我应该要去 也必须要去 那里的同胞 正在等待我们去救援 我是一个医生 这也是我的职责 你不用担心我的安危 去到那边 我一切都会小心 保证安然无恙地回来 虽然这些安危的话 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但李东还是要说 他要让林语柔明白 有些事情 他必须要去做的 其实林语柔也明白 他知道 李东要做的事情 是很伟大的 他应该去支持才对的 但他终究 只是一个女人 也有自私的一面 嗯 林语柔知道自己 劝不住李东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傻丫头 真的不用担心 不会有事的 李东走过去 从背后抱住了他 你老公有多厉害 你又不是不知道 放心吧 几天我就回来了 说着 他在背后亲吻了一下 林语柔白皙修长的脖梗 林语柔身体微颤 却没有挣扎 任由李东肆意作恶 他闭上了眼睛 开始动情了 片刻之后 他转过身来 主动寻找到李东的嘴唇 然后印了上去 办公室的门 已经被反锁 很快 李东将他拦腰抱了起来 走进了里面的休息间 一时间 里面春色无边 下午一点左右 李东准时来到了京都机场 跟林语柔经过短暂的温存 李东的精神 不但没有疲倦 反而更加精神焕发了 但最后跟林语柔分别的时候 想起那丫头梨花带雨的样子 李东的心情就有些不太好 如果可以的话 他当然也不想跟自己的妻子分开 但没办法 发扬中医 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相比起来 短暂的分别 真的算不了什么 大家看到李东的心情 似乎不太好 都不怎么跟他说话 也不敢跟他说话 很快 大家来到了军方 开辟出来的特别通道 杜秘书 跟几个身穿迷彩服的军人 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看到李东他们到来 连忙到 快登机吧 其他人都到齐了 李东点了点头 跟崔泽他们 以及几位中医助手 一起登机 李东他们来到机舱的时候 发现这架小型飞机 几乎坐满了人 说是西医那边抽掉了20个人 但是看人数 显然要远远多于20个人 其中有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跟老年人 也有看起来 只有20来岁的年轻人 很明显 这些人应该是那些 年长医生的弟子 或者是助理一类的人物 说实话 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 但如果他们能够 光荣地完成任务 每个人能够获得的好处 都是很大的 特别是那些 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医生 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这一笔资历 对于他们以后的前程 大有帮助 这也是专家们想方设法 带着自己弟子出来的原因 看到中医团队这边 居然是一个年轻人带队 而且还板着一副脸 那些西医 突然很有默契地笑了起来 他们眼中的嘲讽 毫不掩饰 仿佛在他们的眼中 中医就是一个笑话一样 见状 唐瑜脸色一变 就要出声呵斥 而李东像是感受到了他的愤怒 回头看了他一眼 笑着摇了摇头 中医跟西医之间的竞争 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在国内 在全世界 西医都看不起中医 这是常见的事情 这些自认为清高 很厉害的西医 他们看不起自己这些中医 李东也不会生气 跟这种人生气 不值得 李东只有一个目的 将这一次任务圆满完成 让大家都看到 中医的真正厉害之处 只有让国人看到中医的力量 只有让国人重新相信中医 那么他们中医的地位 才会真正高过这些西医 也只有如此 这些高傲的西医 才会真正重视中医 才会收敛起他们的高傲 其他几位诡异门 跟中医协会的中医 他们也看到那些西医 似乎在嘲笑李东 顿时怒了 对于李东 他们是很服气的 因为他们见识过李东的医术 高明道 他们也要甘拜下风 这一次有机会跟着李东一起出来 他们甚至感到荣幸 现在 看到李东被嘲笑 他们当然生气 于是都同仇敌愕地怒视着 那些大笑的西医 大家都找位置坐下来吧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李东淡淡一笑 开口道 听到李东的话 大家心中虽然不满 但也都各自放好行李坐了下来 第876章 故意贬低 第876章 故意贬低度秘书 是最后一个登机的 所以他并没有发现 中西医之间 这两个团队 刚刚发声的不愉快 他登机之后 环视全场 大声道 大家都系好安全带 飞机就要起飞了 等到飞机起飞之后 将由戴木博士 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一次任务的基本情况 争取让大家早点进入备战状态 当飞机起飞之后 一个戴着眼镜 高个子的中年医生 环视全场 开口道 大家好 我是戴木 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执行 这一次的紧急救援任务 我们的同胞正在生死之间徘徊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有可以尽心尽力 尽快找出解决病毒的办法 在介绍这一次任务的情况之前 我有几个问题 想要询问一下大家 戴木再次扫视全场 最后看向李东 问道 这位先生贵姓 我叫李东 李东平静道 李先生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昆虫里面 其中蚊子有多少种类吗 戴木笑着问道 不知道 李东摇了摇头 你不用说具体的数字 只要说个大概的数字就行了 戴木又道 不知道 李东依旧摇头 他每天那么忙 哪里有时间去调查 这些蚊子的种类 于是 那些蚊蚁听到这话 就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哄唐大笑起来 唐宇看到这一幕 有想要发飙 但李东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冲动 戴木很有绅士风度地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不要笑 他看着李东 接着问道 那你知道蚊子的一些特点习性吗 不知道 李东再次摇头 这些东西 他是真的没有研究过 也不会去研究 因为他是一个医生 而这个戴木所问的问题 不是医生应该考虑的 而是生物学家要去做的事情 哈哈 听到李东的回答 大家再次笑了起来 而李东也露出了笑容 看起来就像是大家笑的人不是他一样 看来 我有必要就这个问题给大家做出一些解释 戴木一脸自得的样子 了解了这两个问题 才算是初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任务跟目的 以及我们要对付的敌人是谁 对 敌人是谁这个问题 一定要明确 李东笑着开口赞同 不然的话 我还以为你们要对付的敌人是我呢 划落 全场 一片死寂 那些西医 一个个都面面相去 他们一脸目瞪口呆地看着李东 都没想到李东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 这家伙 怎么说话呢 太讨厌了 这一下 李东的话像是捅了马蜂窝 那些原本同一个系统 或者是好朋友的专家教授 立刻紧紧抱成一团 对李东跟其他中医 发动了集体冲锋反击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谁把你当敌人了 你也太高估自己了吧 就是啊 谁正眼看过你 把你当敌人 你配吗 哼 这种年轻的人 是怎么混成咱们专家队伍的 我强烈要求 把他们赶下去 不不 你这话太狠了 现在飞机都起飞了 你还要把人赶下去 这不是逼着人家跳飞机吗 听着这些嘲讽的话 唐宇彻底压抑不住内心的火气了 他豁然站了起来 指着那些西医的鼻子骂了起来 你们又算什么东西 要人品没人品 要一德没一德 就喜欢搞一些小团体 占点小便宜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心里的想法被人戳穿 就接受不了了 这样就觉得难堪了 坐不住了 你们要普及知识 问你们西医去呀 那么多西医不问 有几个中医去研究蚊子种类的 你们不就是为了贬低我们 来抬高你们有多么阴影吗 这种手段也太低级了吧 如果你们西医 真的能够在这次任务中立下投工 即便你们不说话 我们也会对你们刮目相看 但是用这种手段说实话 这种人我见不太多了 看到你们都觉得恶心 如果刚才李东的话像是捅了马蜂窝 那么唐宇这番话就像是火上浇油 让那些西医彻底炸锅了 谁恶心了 你才恶心呢 你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是你们自卑心里作怪 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 却以为别人在故意刁难你 你这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吧 你这小年轻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你叫什么名字 你老师是谁 面对这些人的质问 唐宇冷冷一笑 他看向最后问他叫什么名字的老专家 大声道 听好了 小爷我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我叫唐宇 唐利人是我爷爷 话落 全场安静了一下 那个老专家更是疑了唐利人 这个名字 很熟悉啊 很快 他们就想起来唐利人是谁了 老实说 他们虽然自认为自己是西医 要比中医牛逼 但是他们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唐利人的名气 在华夏医学界 属于泰山北斗级别 即便是那个老专家 也不配跟唐利人相提并论 此时 听到唐宇说他爷爷是唐利人 这些西医 下意识的 就不敢像刚才那么嚣张了 但 依旧有人不怕得罪唐利人 就算你爷爷是唐老先生 那又怎么样 刚才我们说的 难道不对吗 是你们才疏学浅 反而来怪我们了 真是好笑 唐宇还想说话 但李东却拉了他一下 笑着摇了摇头 跟这些人讲道理 真的没必要 杜秘书一直坐在机舱尾端 他正拿着一叠资料在看 却没想到 短短的时间内 这中西医两支队伍 居然就吵得不可开交了 他再也忍不住了 怒喝道 够了 听到杜飞发火了 急舱这才安静了下来 那些还想继续辱骂攻击的人 也将喉咙里的话咽了下去 没办法 关大一击压死人 杜飞是梁策安部长的秘书 比起他们这些医生来说 可是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啊 他要是执意撤销 一个医生的从医资格证书 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只要一个医得败坏的帽子扣上来 你都没地方说理去 毕竟这年头 哪个做医生的手里 能真正干净 混账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你们想做什么 杜飞也是一肚子气 部长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 一方面是表示 不理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另外一方面 是为了帮自己捞一些资历 毕竟 部长有将自己下放的意思 到时候 只要资历够了 他下放的位置跟级别 自然要水涨船高的 可是 如果这件事情搞砸了 恐怕他下放的日子 就要无限期延长了 第877章 问你们几个问题 第877章 问你们几个问题还有 这些西医 这些所谓的老专家 居然主动去招惹李东 刚才他们对李东的各种嘲笑贬低 杜飞也是听在耳中的 这让杜飞感到非常不满 因为部长对李东非常看重 而且 李东救过他的父亲 在他心中 将李东当作兄弟一样来看待 所以 他就更加生气了 各位你们都是医生 你们都是国家委派的紧急医疗酒宴小组 杜飞沉声道 现在 云甸那边的山区 我们的同胞正在遭遇毒虫的折磨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宝贵的生命 我们应该争分夺秒的共同商议 拿出救治方案 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谓的争吵上 这时 一个长相清秀 戴着棒球帽跟黑矿眼镜的女孩子开口了 杜秘书 我就不明白了 他们连携带病毒原体的蚊子特性都不知道 他们来做什么 王瑜博士 你要知道 他们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中医 会对我们的任务提供巨大的帮助 杜飞很明显认识这个女孩 解释道 中医 王瑜皱起了眉头 问道 这跟昆虫传染病有什么关系 他一脸冷傲 说话的时候面无表情 但是 说话的内容却非常让人感到不舒服 这样吧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得上来 李东看着他冷冷一笑 沉声道 你们谁知道 人体有多少处大的穴道 多少处小的穴道 多少处保健穴道 你们谁知道 只要感冒了 只需要轻轻按摩一个特殊的穴道 就会让感冒快速康复 你们有谁知道 人体为什么会分成阴阳两种属性吗 你们谁知道 用什么办法能够在三秒之内 知道自己腋下有多少根腋毛吗 你们谁知道 这些问题一出来 全场一片安静 所有的西医都被问得哑口无言 他们一个个面面相去 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还有一些脸皮厚的 冷哼一声转过脑袋 做出不懈回答的样子 这些人就是这样 本身自视清高 他们勇于犯错 却又不肯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这种人也是最可恨的 要不然 刚才唐宇也不会气得发飙了 你们的问题 我承认我不知道 那是因为 我们中医不熟悉的领域 李东淡淡道 但是 这并不是你们可以用来 嘲讽与贬低我们的借口 就像是你们所有人 也回答不上来 我刚才问的问题 我并不觉得 你们的智商有问题 看到他们脸上涌现出的怒意 李东当作没看到 他继续道 不是你们愚蠢 而是因为 你们没有了解过 毕竟 每个人的精力有限 你们又不是电脑 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的 我只是希望 我们可以互相促进 互相弥补 齐心协力将任务完成 让我们的同胞 少受一点折磨 听到这话 杜菲的眼中 满是赞赏 对 李东说的对 大家各有所长 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了 戴教授 你再给我们讲讲 关于病毒携带文字的情况吧 戴木点了点头 他看着李东 笑着道 是我疏忽了 这是我的不对 我并没有要故意为难你的意思 毕竟 这个问题学习的都清楚 这一次的基础资料普及 也主要是针对你们中医而言 果汁等植物的汁液 所以 从某些方面来说 女人要比男人更加狠毒一些 听到这里 大家哄堂大笑 只有那个叫王瑜的女博士 没有笑 她正低着头 在自己的平板电脑上查什么资料 时不时的还看一眼李东 所以 我们现在要详细讲解的是 雌性蚊子的特点 戴木继续道 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确定 那些携带病毒原体的蚊子 它们就是雌性蚊子 接下来的时间 都是戴木在普及文字的一些习性 李东听得很认真 这些知识 他并没有学过 此时听着 倒也觉得有趣 终于 飞机在云甸的一个军用机场降落了 在杜秘书的带领下 专家组的成员 依次下了飞机 一走下飞机 立刻就可以感受到 空气中的温度变化 云甸这边 空气是那种很湿润的地方 跟北方的那种干燥 完全不一样 即便李东在南方生活习惯了 此刻也依旧感到有些不舒服 有种感觉 像是自身包裹了粘稠的薄膜一样 李东刚走下飞机 就听到后面有人喊道 李先生 请等一下 李东回头看去 就发现喊他的人 是那个亡语女博士 有事吗 李东笑着问道 这时候 李东才仔细打量他的脸 老实说 这个女人不难看出 甚至细看之下 还挺有一些味道 当然了 她跟林语柔相比起来 就像是丑小鸭跟白天鹅一样 甚至连小白都比不上 而且 因为之前这个女人的歧视 李东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 其他问题的答案 我都已经查到了 王渝将头上的棒球帽摘了下来 让满头黑丝随风飘舞 但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用什么办法可以在三秒之内 知道自己腋下有多少根叶毛 替光啊 李东笑着道 其实 只需要一秒就足够了 听到这话 李东旁边的唐宇 忍不住哈哈一笑 然后跟李东他们 快步走开了 而王渝 则是一脸呆滞地站在那里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此时一排军用汗马车停在了机场那里 为了节省时间来迎接他们的军队 都开进机场里面了 只是 看到迎上来的一大群身材臃肿的官员 却让杜秘书皱起了眉头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 他身穿白色衬衣 黑色西装 戴着眼镜 一脸热情的笑容 他主动朝着杜菲伸出手 杜秘书 你好 我是云甸省的二把手腕大围 非常感谢你们的及时救援 我代表云甸省的父老乡亲 对你们说声谢谢 您客气了 杜菲伸手跟他握了一下 杜秘书 我是云甸省厅的秋剑 欢迎你们到来指导检查我们的工作 梁部长他老人家的身体还好吧 好长时间没去京都拜访老领导了 杜秘书 我是云甸卫生局的局长 第878章 为中医争口气 第878章 为中医争口气 杜菲虽然不喜欢这样的场面 但是没办法 该有的应酬 还是要去做的 面前这些人 都是云甸的领导层 他虽然是从京都过来 也不敢怠慢 只能跟他们寒暄了起来 当官也挺累的 看到这一幕 唐鱼撇了撇嘴道 显然 他很看不惯这一套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用的自我介绍上 这是我们国家的官场文化 避免不了的 很少说话的周星 听到唐鱼的话 忍不住开口 一群不知道轻重的东西 唐鱼恨恨地道 我们的同胞正在水深火热 他们还有闲情意志在互相吹捧 行了 少说两句 杜秘书不是那种人 李东淡淡道 果然 李东这话刚刚落下 那边的杜秘书就忍不住道 怎样吧 时间紧急 我们还是先将疫情给解决了 回来再打扰各位领导 现在 就让人给我们带路 我们立刻赶往疫情地点吧 听到他这么说 大家自然不会阻拦 毕竟这件事情可不是什么小事 全国人民可都在关注着呢 于是 专家组的人纷纷上了汗马车 在最前面的引导车带领下 飞快朝着疫情发生地赶去 车上 李东跟杜飞坐在后排 唐宇跟周星坐另外一辆车 之前我一直盼望着 能早点下放 毕竟 做领导秘书的 不就是为了某一个好前程吗 现在 我觉得 还是跟在部长身边工作比较好 杜飞点燃了一根香烟 叹了口气 至少 那样我就不用战班接待 不用奉承讨好 不用把时间都浪费在说废话上面去了 因为现在所处的位置 大家都在忙着奉承讨好你 李东笑着道 是啊 杜飞点了点头 虽然我很讨厌这样 但又不得不去应付 毕竟 他们要么是一方大员 要么是系统里的高官 收买一个人不容易 但得罪一个人太容易了 他们只要随便给你小鞋穿 你就有数不尽的麻烦 现在想来 还是你们这些做医生的好 我做医生再好 你们这些当官的一句话 我们不就得出来跑腿了 李东笑着打去 看来大家都不容易 既然选择了 就不能轻易放弃 现在已经不是考虑是好是坏的问题了 杜飞有些疲倦的 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一脸无奈 部长派你出来 不也是为了给你加分 什么时候把你放出去 什么位置 李东笑着问道 杜飞看了一眼前面开车的军人 小声在李东耳边说了几句 恭喜了呀 回头你可得请我吃顿饭才行 李东笑着道 回去再说吧 说起来你上次救了我父亲 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杜飞笑着道 现在我还跟着部长 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 等以后可能会自由一些的 那我回去可得给部长说说 李东笑着道 可别见 部长现在最欣赏的人就是你了 你这么一说 说不定他还真的把我给撇开了 那时候我可就哭都哭不出来了 杜飞连连摆手 李东点了点头 脸上的笑容忽然收敛了起来 陈生问道 话说 部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点了中医的浆 杜飞看了一眼李东 心中暗自佩服 在他看来 李东虽然没有混过官场 但脑瓜子不是一般的好事 杜飞将烟头掐灭 把烟蒂用一个铁盒子装起来 解释道 第一 中医协会是部长一手扶持起来的 而且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中医崛起 所以 他需要你们做出成绩 来证明中医的未来 是很可期的 第二 部长遇到了一些压力 你们如果能够解决了这件事情 部长的压力将会减轻很多 第三 他知道 你会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听到这话 李东无奈一笑 他还真的是把我看得够透彻的 杜飞摇了摇头 部长说了 他看不透你 但是 他知道你想做什么而已 能遇到这样的部长 是中医之福 是人民之福 是国家之福 李东真诚道 部长也同样对你很感激 杜飞说着 笑了笑 现在怎么办 你跟那些人的关系 闹得那么僵 后面还怎么开展工作 你觉得 就算我一味忍让 他们就会愿意跟我们好好配合了 李东反问道 杜飞想了想 苦笑了起来 当初部长提议中西医哥带领一支队伍 成立救援组的时候 我就预想到 有这种可能性了 那些西医对中医的歧视 好像是来自骨子里一样 不错 就算我们再忍让 也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不能让别人爱 那就让别人怕吧 李东沉生道 只有让别人怕你 才会把你当作同等级的对手来看待 他们不可能跟我们分享什么信息 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 来解决疫情 努力吧 杜飞脸色肃然 作为一个指挥者 我不应该说这种偏颇的话 但是 我却更加看重你 我对你也更加了解一些 所以 我将更多的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放心 不会让你失望的 无论如何 我也要为中医争这口气 李东笑着道 车队一路前进 从省城来到市区 再从市区到县城 当来到县城的时候 车队停了下来 云天卫生局的局长 名叫李海 他早早就在等待了 看到车队到来 他连忙带着两个人跑了过来 一脸尴尬地道 杜秘书你好 前面的道路崎岖 要爬山过河 没办法走车 只能不行了 这两位是九治花村的村长跟村民 他们将会带着我们 前往疫情所在处 那就不行吧 杜秘书点了点头 然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于是 在十几名军人的护送下 医疗组的数十人 以及二十几名政府工作人员 背着各自的行李 浩浩荡荡地 朝着崎岖的山路走去 刚开始 这些从大城市出来的医生 见到这些大自然的骑山险峰 一个个兴奋地大喊大叫 有的还拿出相机进行拍摄 可是 当他们跟着队伍 连续翻了两座山之后 他们的那种兴奋劲 已经彻底消失了 一个个 叫苦不迭 俗话说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但这云巅比这句话还要可怕 你只有来到这里才会明白 什么叫做地上本无路 当你走过之后 才会出现路 加上天空刚下过一场雨 路面泥泞 水坑逆布 还有数不清的泥潭暗庄 一个不小心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的 好在有军人 跟熟悉这里地形的村民带路 不然的话 这些人恐怕好几天 都没办法找到目的地 第879章 有人被咬了 第879章 有人被咬了 当然 这并不包括李东在内 这样的地形 对普通人来说 算是千难万难了 但对李东来说 也就那样 这些年 他在外面进行 无数次的生死战斗 大多数所处的地形 都是边境线 那些地方 甚至要比这里原始 还要崎岖 队伍继续前进 越是往里面走 环境越是恶劣 如今 山路两边 已经是枝节缠绕的藤蔓 和密得见不到阳光的树林了 时不时的 还有不知名的小虫子跳出来 落在那些年轻助理 或者女医师的身上 总是能够引起他们的尖叫声 更搞笑的是 一条不知名的青色小蛇 从树枝上跳下来 落在一个头发茂密的教授头上 而那个教授 一把扯掉脑袋上的假发 一边发出杀猪一样的叫声 一边飞快 往前狂奔 这条路 实在是让那些西装革履 养尊处优的西衣 吃尽了苦头 就连杜秘书 也被这支队伍当中 时不时发出的尖叫声 搞得有些头疼 有李东带队的中医还好一些 因为他们平时打交道的 就是这些天才地宝 平时用来配药的 也都是这些毒蛇猛兽 所以 对于那些被他们打扰到的小动物 他们并不害怕 反而怀有同情与爱意 除此之外 还有那个叫王渝的女博士 她也非常镇定 甚至于 她还从随身携带的巨大登山包里面 取出了镊子 跟小小的玻璃瓶子 接着戴上透明白手套 时不时地将一些小虫子夹起来 塞进玻璃瓶子里面去 她不是西医 她是一个昆虫博士 我们特别聘请过来的专家 看到李东的目光 时不时地落在王渝的身上 杜秘书在旁边解释道 难怪 李东点了点头 这时 走在李东前面的唐宇 忍不住问身边的一个男人 村长 我想问一下 你们村子 为什么叫做九只花村 这个男人 年纪在中年左右 穿着别脚的西装 穿着不合脚的皮鞋 却走得飞快 很显然 这样的山路 他早就走习惯了 这个我也不晓得 我听村子里老一辈的人说过 那是因为我们村子 以前有个地主 生了九个漂亮的女儿 所以才将村子 改名叫做九只花村了 那个村长没想到 唐宇这样的贵客 会主动跟他说话 脸上带着无限的惊喜回答 听到这个回答 唐宇忍不住疑论 幸好地主他老婆 没有给他生十一个女儿 不然的话 你们村子 就要叫做十一只花村了 村长裂开嘴一笑 笑容有些勉强 都不知道怎么接唐宇这个话题了 啊 这时 一道凄厉无比的尖叫声传来 一个女人扯着嗓子喊道 救命啊 我被蚊子咬了 救命 快救命啊 我快要死了 众人听到这话 顿时一阵慌乱 连忙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跑去 李东带着唐宇 周星他们几个人来到的时候 事故发生地 已经围满了人 他们只能从人群的缝隙当中 看到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孩子 躺在地上 正在大声叫喊着 这个女孩子很年轻 二十来岁的样子 身材丰满 长得也挺漂亮 显然 是某个医生教授的徒弟 或者助理 快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我被蚊子咬了 我不能死啊 女孩子满脸惊恐 仿佛下一秒他就要挂了 别哭了 一个中年医生 打开了自己的行李箱 找到了注射器跟抗生素 同时问道 你看清楚了没有 是什么样的蚊子咬了你 蚊子 蚊子被我打死了 女孩子愣了一下 然后又哭喊了起来 我要死了 一定是那种 携带病毒的蚊子 我不想死啊 他们原本是来解决 这里的病毒疫情的 自然知道 那种蚊子的可怕之处 只要被叮咬一下 基本上 就等于是死路一条了 蚊子在哪里 在哪里呢 中年医生很熟练地 将抗生素 打入了女孩子的手臂里面 然后开始寻找那只蚊子 在这里 女孩子连忙 摊开了自己的手掌 将掌心的那只蚊子尸体 给大家看 糟了 是携带病毒原体的黑蚊 看到 那只漆黑如墨的蚊子 黛木惊呼出声 听到这话 大家顿时大吃一惊 紧接着面如死灰 这种携带了病毒原体的蚊子 目前对所有的抗生素 都是免疫的 至少 云甸的专家学者 给出的结论是这样的 而新的解读办法 目前还没有研究出来 不然的话 也用不着李东他们 来这里进行支援了 怎么办 这一下该怎么办才好 大家的脸色都一片惨白 绞尽脑汁的想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杜秘书的脸色 也难看到了几点 专家组都还没有去到目的地 却要损失一个队员 这让他如何向不理交代 如何向民众交代 而且 这样一来 那些感染了病毒的患者 也势必会对他们这支救援小组的能力 产生怀疑的 李东站在旁边 也感到有些头疼 他并没有把握 一定可以救治好这个女孩子 可是 大家都站在这里 也不是个办法呀 难不成眼睁睁看着一个人 死在自己面前不成 现在不是他多想的时候 李东走上前去 对杜飞道 让我进去看看 看到李东 杜飞的眼睛 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他赶紧拉着李东 挤开了人群走了进去 李东 你快想想办法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死了呀 杜飞一脸着急地道 对于李东 他有种近乎盲目的信任 因为他父亲当时那种情况 连西方最顶尖的医生 都不敢保证可以治愈 但李东一出手 直接就治好了 李东的医术 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 他现在将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李东身上了 希望李东这一次 也能够创造一个奇迹 我尽力而为 李东点了点头 从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里面 取出了一盒银针 由于情况紧急 他都来不及给银针消毒 直接捏起一根银针 在女孩子的手腕关节处 扎了一针 紧接着 他扯了一块绑带 将女孩子手腕关节处包裹起来 绑得紧紧的 手术刀 李东大声道 话落 一把锋利的手术刀递了过来 已经消过毒了 递刀过来的是带幕 他连忙道 李东接过手术刀 看着那个女孩子的眼睛问道 刚才蚊子是不是咬了你的手背 李东只是看到 他左手的手背上 有一块血痕 所以猜测出 手背应该是被咬到了 对 是手背 女孩子声音有些绝望地回答 他看着李东 一脸惊恐 救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 我真的不想死在这里 李东没有回答 而是一刀割在了他手背上 那一块被蚊子钉咬过的地方 第880张 我必须要救他 第880张 我必须要救他手术刀 非常锋利 所以 轻易割开了女孩子手背上的皮肤 鲜血 立刻流淌而出 啊 女孩子的身体剧烈颤抖着 发出一道凄厉的嚎叫声 李东没有丝毫怜惜欲的心情 他面无表情 一把推开了一个想要拿着纱布 给女孩子包扎伤口的衣裳 他一把抓住女孩子的手臂 从手腕关节处用力往下推拿下去 李东采用的是非常暴力的推功过穴手法 不过 以前他用这种手法推出来的都是淤血 但现在推拿出去的都是鲜血 混蛋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样会把他的血流干的 他会死的 快住手 不然的话 我报警了 快放开他 他已经流了很多血了 我告诉你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后果都由你来承担 李东抬头 看向那个说 要他承担责任的医生 他点了点头 行 后果我来承担 现在你给我闭嘴 说完 他更加用力地推拿女孩子的手臂了 鲜红的血液从伤口处流淌出来 很快就染红了女孩子的手腕跟草地 一股血性的味道弥漫开来 刺激着所有人的嗅觉跟神经 大家脸色一阵阵苍白 他们这才意识到 自己来到这里 到底面临着怎样的任务 他们不是来旅游的 他们是来救援的 这是一场惊险的历程 也是一次拯救之旅 不管他们怎么想 只要进入了这个境地 他们就是伟大的 因为 他们需要用自己的命 去救治那些病患的性命 女孩子的挣扎 越来越轻 呼叫声越来越低 最后 她身体像是脱了力一样 倒在了一个同伴的怀里 而她手背上的鲜血 流淌得越来越少 看起来 就像是鲜血流干了一样 也是这时 李东才停止了推拿的动作 她深深吸了口气 看向那些西医 你们肯定有一些解毒的特效药 不管有没有用 给她吃一点吧 话落 立刻有一声拿出了特效药 给那个女孩子吃了 这些药 在市场上很难见到的 原本是拿来当作解毒样本使用的 没想到 先给自己的同伴先用上了 你怎么样啊 杜秘书走过来 问李东 我没事 李东摇了摇头 她呢 怎么样 杜秘书看向那个女孩子 我也不太确定 李东摇头 什么 听到这话 杜飞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苍白了起来 她将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李东的身上 没想到 李东却说不知道 按照常理来看 她应该是没事的 因为蚊子叮咬她到现在 只是过去了短短的一两分钟 李东沉声道 就算病毒随着手臂 进入她的身体里 也不会这么快就扩散到全身 我刚才用银针封住了她的穴道 减缓了鲜血的流动速度 然后我用推拿方法 放掉了胳膊上的鲜血 按道理 来说应该是排掉那些病毒了 但那些蚊子所携带的病毒 到底是怎样的 我还不清楚 所以我也不确定 到底能不能救她 刚才李东的举动 就跟被蛇咬了之后 将蛇毒吸出来的原理是一样的 这是李东的实话 她如果知道 那些蚊子携带的病毒 到底是怎样的话 就不用跟救援组来到这里了 甚至于 她对于那些蚊子的了解 还不如这些西医那么多 看到杜飞一脸担忧的样子 李东安慰道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也不是谁能控制的 虽然我不确定能不能成功 但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我看过资料 那些蚊子咬了人之后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才会发生死亡事件 证明这种病毒发作起来是很慢的 这一次的处理很及时 毒血应该都清除掉了才对 所以 她存活的几率非常大 听到李东的这些话 杜飞点了点头 接着她想到了一个问题 看向李东 问道 你都没有把握 怎么还敢出手救她 其实 这一次李东完全不用出手的 不出手 就代表着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而一旦出手了 就等于 将责任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了 到时候 如果这个女孩子死了 即便国家不会追究李东的责任 但对于她的名声 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这也是很多医院的医生 为了升职 为了更进一步 为了将手术的死亡率控制到最低 他们就会选择一些容易做的手术 而将那些重症患者 拒之门外的重要原因 就像李东刚才治疗的时候 一个医生对她说 如果出了事情 让李东负责一样 那个时候 这些西医 他们还在考虑着 谁来承担责任 这 就是人性 其实 刚刚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们还在嘲讽我 笑话我 说实话 我不喜欢她的 李东笑着道 但是 我就算不喜欢她 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有父母 有亲人 有朋友 而且 她现在是我的队友 我要是不救她的话 那她就真的要死了 我是一个医生 我不会让病患 就这么死在我面前的 我也做不到 所以我必须要救她 我替她谢谢你 杜菲深深吸了口气 重重拍了一下李东的肩膀 这样的医生 才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那就再请我吃顿饭 加起来就是两顿了 李东笑着道 小意思 杜菲点了点头 然后脸色肃然 然后脸色肃然地道 李东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 就正如部长相信你一样 谢谢 李东笑着点头 紧接着 杜菲走过去 查看那个女孩子的伤势了 没事吧 唐宇走了过来 问道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她的心情 也跟着变得沉重了起来 脸上一直维持着的微笑 此刻也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没事 李东摇了摇头 就是干了一件傻事 不用担心 我们几个不是跟在你后面一起干嘛 唐宇笑着道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世界上本来是没有傻瓜的 有人带头傻 傻瓜就多起来了 李东跟他相视一笑 男人间的默契流淌其中 而之前一直对李东有意见的周星 此时 看向李东的目光 也发生了变化 再也没有之前的那种 内敛的冷酷样子了 而是多了一丝柔和 一丝敬佩 因为刚才李东的举动 也折服了他 事实上 刚才他自问 如果换作是他 也不会出手去救那个女孩子 但李东却这么做了 这一点 他自愧不如 怪不得 怪不得父亲说过 李东是他见过最出色的年轻人 现在看来 对方这么出色 不是没有道理的 单单是刚才的那种行为担当 就够他学的了 第881章 祝你成功 第881章 祝你成功 那个女孩子 因为身体虚弱 很快沉沉睡下了 几个军人拿出了担架 把她抬着往前走 在杜菲的催促下 大家也再次背负着行李 拖着沉重的身躯往前走去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就停止步前 或者原路返回 要知道 前面还有同胞 等着他们去救援呢 不过 这一次启程之后 再也没有人说话 也没有人进行拍照了 只有鞋子踩在到地上 或者泥土上 发出的咔嚓声音 以及大家发出的喘息声 偶尔有不知名的虫子 或者蚂蚱 落在他们的身上 也会被他们一巴掌拍死 气氛 变得非常沉闷压抑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即将面对的 是一场惨烈的战斗 这的确是一场战争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 身处战场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对手 是一种无孔不入 携带可怕病毒的 袖珍杀手 幸运的是 接下来的一路上 再也没有人受到 那种黑文的袭击了 李东走在那个村长的身边 跟他小声进行交谈 那个村长的普通话 虽然不标准 但配合态度非常好 对李东的问题 几乎是有问必答 一路畅谈之下 李东也是受益匪浅 村长所在的九之花村 是一个数百户人家居住的村子 村子里的年轻人 大多数都出去打工了 留在村子里的 都是一些孤儿寡母 这一次的疫情 主要出现在他们的村子里 也是他们村子最先发现 有黑文咬过之后 发生死亡病例的 李东询问其他村子有没有 村长竟然摇了摇头 说可能没有吧 李东细细询问之后才知道 原来他们这种偏僻山区 村子跟村子相邻是很远的 他们的村子在山的这边 而另外的一个村子 就在山的另外一边了 李东心想 这或许是隔离疫情 最好的天然方法了 李东还询问到 村子里是不通电话的 也没有公路 邮递员一个月 才进村送一次信 好在村子里通电了 这让李东松了口气 有了光明 这对于他们救援组来说 是非常宝贵的 毕竟他们参与救援 就必须要用到电的 如果没有通电 那才是真正的麻烦 李医生 这时 一道女人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李东跟村长的交谈 李东回头一看 看到是那个王渝 他背后背着自己的行李 一个将近半人高的旅行包 但是 走了这么久的路 他好像看起来一点都不累 不像其他人那样 气喘吁吁 为什么你不把背包交给别人 李东笑着问道 因为其他医生 跟那些娇贵的助理 他们都将行李 交给了面前的军人 所以 李东有些好奇 这个女人 为什么愿意自己背着包 名利没有把握 你又为什么要去救人 你应该清楚 如果他死了 你的名誉会受到损失的 王渝反问道 我知道你 你在中医里面 很有威望 而且你还是太以神针的传人 你这样的人名誉受损 可不是小事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他盯着李东的眼睛 想知道李东的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李东笑着道 我有这个 想要找一点资料 并不是很困难 王渝拿出自己的平板电脑 在李东面前晃了晃 很显然 他之所以知道李东这些事情 都是从电脑上查到的 毕竟 上一次李东 在中医交流会上的事情 只要在网络上查一下 就可以查到的 太以神针传人这个名头 当时在网络上 还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呢 之所以救他 是因为我不出手 就没有人救了 李东笑着回答了 他之前的那个问题 我也跟你一样 王渝扶了扶鼻梁上的眼睛 认真道 因为别人 把包裹给了那些军人 所以我才要自己背着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让别人 来承担你自己的重量 再说了 说着 他看了一眼后面 那些气喘吁吁的众多西医 没有一副好的身体 又怎么能好好工作 我刚从国外回来 在国外 无论多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 他们都需要自己 背着自己的行李 除非他们年老体衰 实在不能负重 在国外 他们会将劳动 当作是一种锻炼 而不是将它当作 一件感到耻辱的事情 国外很好 李东眯了眯眼睛 问道 不好 王渝摇头 嗯 为什么 李东问道 因为那里 是别人的国家 王渝继续摇头 那我们国家好不好 李东有问 也不好 为什么 李东再次问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 王渝叹了口气 一脸无奈 这一次 李东不再问了 他眯着眼睛 看着这个女人 片刻之后 这才微微一笑 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你也是 王渝看着李东 一脸认真 我之前以为 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 但是 我错了 现在我是过来向你道歉的 为我之前的比 我接受你的道歉 李东点了点头 眼中的赞赏 毫不掩饰 在他看来 这个女人 真的是一个民事理的人 如果国内的同胞 都像他这么民事理 那该多好 我收集了不少黑文的样本 跟相关资料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找我 王渝想了想 说道 那太谢谢了 李东笑着点头 他正担心那些蜥蜴的排斥 导致他们没办法 拿到科学的数据分析报告呢 现在有王渝这位动物学家 主动提供的资料 他当然不会放过了 不用谢 都是为了救助自己的同胞 王渝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会选择回来 李东问道 据我所知 你从事的这个行业 国外更有发展前景 我这一行并不是新兴行业 这一行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 但是 在国内区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王渝又习惯性地扶了一下眼镜 回答道 西方的那些国家 都在研究昆虫的过程中 受益肥浅 他们的基因科学 跟太空科学 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既然这么有用 那我们国家 为什么不大力发展这个呢 李东问道 对于这些 他还真的不清楚 因为李东这些年接触到的 几乎都是战争 那是因为 我们国家的专家们 还在研究房地产 他们太忙了 没时间 王渝淡淡道 李东一愣 没想到这女人这么幽默 顿时一笑 王渝的脸上 也带着淡淡的笑意 这种笑容不张扬 也不明艳 不会让人觉得厌烦 甚至给人一种 如沐春风的感觉 祝你成功 李东最后笑着道 也祝你成功 王渝也点了点头 他们知道对方 想要做什么 第882章 只要快准狠 第882章 只要快准狠时间 缓缓退移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大家终于跋山涉水 来到了九只花村子 虽然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 当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 还是被这里的恶劣情况 给吓到了 这个村子 坐落在两座大山中间的 一块平地上 这些房子 不是外面那些小羊龙 而是一座座小土包 少部分用自家做的土砖砌成 更多的是纯粹的泥土屋 这些土屋颜色灰暗 没有任何点缀 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森林中间的一朵朵野生的小蘑菇一样 这个地方没有商场 只有一家只卖油烟米醋 以及味精的小商店 这里也没有学校 这里的孩子们 想要上学的话 需要翻过一座山 走过一条河 非常落后的山区 李东叹了口气 沉声道 这里的同胞 生活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们不能让他们生存的权利 也被那些蚊子给剥夺了 云甸卫生局的局长 则是一脸尴尬地看向杜秘书 杜秘书 实在是抱歉 这边的条件太差了 我们有心招待周到一点 也没有办法做到 没关系 我们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度假的 杜飞摇了摇头 食素问题能够解决吧 这个能解决 也必须要解决 卫生局局长连忙道 原本我们想要腾出几间村屋给大家的 但是我们考虑到 不能让各位专家跟村民走得太近 那样可能会感染到病毒的 毕竟 那些感染的患者都聚集在一起了 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 那些村屋 大多数都是土墙 里面又潮又湿的 即便是白天 也会有一股子发霉的味道 这些从大城市过来的专家 怎么可能住的习惯 所以 我们提前派人过来 搭建了很多帐篷 如果十个人一间的话 足够医疗组的同志使用了 除此之外 食物也送来了不少 还专门安排了两个厨师过来做饭 今天的晚饭大概已经做好了 听到这话 杜菲摆了摆手 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不要再让无关紧要的人进村子 要是不小心被黑温咬了怎么办 是 这个我们晓得的 卫生局局长连忙点头 杜菲看了一眼 站在路口疲惫不堪的救援队伍 大声道 各位 地方政府已经给我们 安排了居住的帐篷 十个人一间 大家可以自由搭配 现在 大家先去放好自己的行李 然后我们开饭 走了大半天 此时大家都饿得要命了 听到可以开饭 大家的表情才稍微活跃一点 于是 在那些军人的带领下 大家分别去住宿的地方 寻找帐篷了 帐篷搭建在一处平坦的高台上 这一处高地 远远高于村子的其他屋子 而且 这个地方只有一面环山 另外三面都是密林 这也给人少了一分压抑感 如果发生泥石流的话 这里也比较安全一些 这里搭建的帐篷 是那种大型的民用帐篷 有一道小门 门口还装有布帘 空间足够大 原本是可以容纳20个人的 现在住10个人进来 还有不少剩余的地方 李东带领中医分队 住进了其中的一座 那些西医如何分配 那是他们的问题了 想必他们也不乐意 跟自己这些人住在一起吧 稍微收拾了一下 大家就赶到伙食坊门口 进行集合了 很快的 大家就分到了各自的餐具 然后一个个排队打饭 晚饭是土豆牛肉 跟西红柿炒鸡蛋 这种算不上好菜 起码这些平日里 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专家教授 平日里是不会看上眼的 但此刻 他们却都狼吞虎咽 吃得特别香 没办法 他们实在是太饿了 李东捧着餐具 跟唐宇他们在一旁吃饭 这些饭菜 李东当然不会挑食 要知道 李东在国外 跟那些恐怖分子战斗的时候 特别是在丛林里 连生肉都吃过 对于他来说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正吃着 突然 耳边传来了一阵阵嗡嗡的声音 从远到近 飞快朝着自己而来 李东目光微微一凝 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下 然后闪电般地出手了 啪哒 下一刻 李东右手的筷子上 就夹住了一只小蚊子 通体漆黑 正是他们这一次 要过来消灭的黑蚊 啊 是黑蚊 有人看到这一幕 看清楚筷子上的黑色蚊子 顿时惊呼出声 紧接着 惊呼声此起彼伏 除了唐宇跟周星他们之外 原本跟着李东蹲在一起的人 都飞快跑到一边去了 我的天啊 他居然也用筷子 夹住了一只黑蚊 这 这还是活的黑蚊啊 是不是更有研究价值 李大哥 你这是功夫吧 唐宇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眼神灼灼地盯着李东 就跟电视里的武功一样 他曾经在龙山湖上 见识过一场矿石大战 本来以为世界上真的有武功的 并且可以做到排山倒海一样 但最后国家辟谣说了 那是在拍戏 所以他认为 武功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存在的 但现在看到 李东居然用筷子 夹住了一只蚊子 他又相信 世界上存在武功了 这不算什么武功 李东摇了摇头 只要快准狠就行了 你经常练习 你也可以做到的 这的确只是小把戏而已 事实上都不用三流高手 一个普通人经常练习 还真的可以做到 这时 王渝端着饭盒走到李东身边 能不能将这只黑蚊送给我 当然可以 李东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女人是一个昆虫专家 对于蚊虫的习性更加了解 所以 这只蚊子交给他是最有价值的 李东自己收藏这只蚊子 也没什么用 倒不如去现场 看看那些感染患者更好一些 王渝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拿出手套戴上 紧接着 他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一个玻璃瓶子 打开瓶带 让李东将这只蚊子丢进去 再次将瓶带给盖上了 发生了这件事情 立刻让李东再次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毕竟 之前李东在半路上出手救了那个女孩子 现在又用筷子夹住了蚊子 大家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且 这种变化是反很积极的 因为大家都认为 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真的太了不起了 而且 那种可怕的黑蚊 看起来也不是不可以战胜的吗 有了这样的想法 救援组成员的心情都轻松了不少 从那个女孩子被咬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反后 在村长跟村干部的带领下 专家组的数十位成员 开始分批去探访那些病患 李东带领的中医小队探访的患者 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 老人已经两病发白 面黄肌瘦 脸上的皱纹重重叠叠的 那是常年累月操劳的痕迹 第883章 唱歌的疯子 第883章 唱歌的疯子老人看起来 像是发了高烧 她浑浑噩噩地躺在床上 眼神呆滞 嘴唇干裂出血 一个老妇人不断地在旁边 喂水给她喝 可是 却丝毫不能缓解她发热的症状 李东要伸手过去 给她把麦的时候 那个老妇人突然大声喊叫起来 她说的话不是纯正的普通话 乡下口音太浓了 而且又急又快 李东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 那个村长拉了一下李东的衣服 在旁边解释道 她说 让你别碰 会传染给你的 听到这话 李东心中有点感动 这个老太太 在自己丈夫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她还在为别人安危考虑着 既然她心中认为会传染 可是 她自己却又不离不弃地守在身边 或许 这就是爱情吧 这些人的心灵 是多么的淳朴善良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李东对她笑了笑 没关系的 我是医生 知道怎么做 村长将李东的话给翻译了一下 老夫人这才沉默地推到一边 如果李东能治好她的丈夫 她当然会无比乐意 李东将手搭在患者的手腕上 仔细把脉起来 那种黑纹的毒性 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来的 因为他们叮咬的位置上 都会留下痕迹 根据病患者家属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个小硬块 所以 大家也没怎么注意 但 在第二天之后 被咬的那个小硬块 就变成了紫黑色 第三天 硬块开始变软 开始腐烂 第四天 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什么时候死去 就看每个人的抵抗能力了 有的人三天就死了 最长的 也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李东把完脉之后 对唐宇他们开口道 你们也来看看 注意安全 尽量不要触碰到患者的伤口 唐宇等人会议 然后他们分别上来 就患者的问题 拔脉或者望诊 用自己最擅长的手法 去检查患者的身体 等大家都看完了 李东才沉声问道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有什么办法没有 刚才我诊断了一下 患者的脉象轻浮 肝肺两宫极热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先救火 周星第一个 说出了自己的诊断 他本来就是 诡异门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医术虽然比不上李东 但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少门主说得对 而且患者的生机 若有若无 像是毒素侵入了心肺当中 除了救火 还要想办法清除毒素才行 一个诡异门的中医 点了点头 沉声道 这黑文有毒 那些西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甚至是什么毒我们都知道 可是 就是没有办法解毒 唐宇叹了口气 苦笑道 现在 他们面临的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他们已经知道了 患者是因为什么原因中毒的 也知道毒素发作时的症状 可大家就是找不到解毒的办法 就像是一个绝世高手的挑衅 你明明知道是谁 你也知道他擅长的剑法 你知道他会如何出见 可是 当他出见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办法躲开 真的太无奈了 我们这么多人 不可能不如一只蚊子的 李东笑着道 好了 我们回去再讨论吧 总会有办法的 或许 西医那边有什么进展也说不定 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 那就只能回去再商量了 一群人刚刚走出这家患者的门口 就听到前面的黑树林里面 传来了一声利和 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一道声音 接着响起 霞光红罗来 天明放罗来 小红放羊 啰啰啰啰来 来山平啊 来山平 小松百罗来 排排行行 啰啰啰来 听起来像是云颠这边的山歌 这大半夜的是谁在唱歌 李东问道 村长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尴尬了起来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这是孙二狗 一个放羊的 整日里都疯疯癫癫的 李东点了点头 他走了几步 又问道 那他有没有被蚊子咬过 他呀 那倒没有 村长摇了摇头 因为他身上有一股很重的羊骚味 大老远就能闻到 平日里都没人敢靠近他 蚊子哪里会叮他 李东又点了点头 紧接着 他眼睛一亮 你能不能把他带我我帐篷里来 李东笑着道 可是 他身上那位 村长有些犹豫 李东他们都是贵客 他怕孙二狗那家伙身上的羊骚味 跟脏兮兮的样子 会弄脏了李东他们的帐篷 没关系 你按照我说的去办就行了 李东笑着道 十分钟之后 西医那边的一个帐篷里 戴木将采集到的病患血液 分别装在两个玻璃瓶子里 然后 递给旁边的助理 这两份 一份递给杜秘书 让他派专机送到京都 由那边的研究所 做血液分析 那边的仪器齐全 我们带来的仪器太简陋了 助理应是 接过一个密封的玻璃瓶走了出去 另外一份 就要我们自己来研究了 戴木看着围拢在身边的众多西医 沉生道 虽然我们的仪器简陋 条件也恶劣 但是 我们是第一现场接触患者的医生 可以清晰知道 患者的发病情况 跟各种特征 也算是我们的优势了 他说着 自嘲地笑了笑 在路上的时候 咱们那些中医同行 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 这一次 我们总不能再输给他们了吧 那样的话 大家伙的面子 可就没地方割了 戴教授 您就放心吧 中医那种土鳖方法 实实满理还行 搞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 他们不行 就是 我们赢定了的 听着这些话 戴木笑着点了点头 他也认为自己这些西医 没理由输给那些中医的 他一边观察着 培养草里面的血液样本变化 一边问道 中医那边 有什么动静没 他吗 刚才我看到这条村的村长 带着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进了他们的帐篷里 有人回答 那个人穿着破破烂烂的 一边走孩 一边唱歌 跟个疯子似的 疯子 戴木顿时皱起了眉头 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找个疯子做什么 此时 李东他们的帐篷里 李东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 当那个唱着歌的孙二狗 进入帐篷的时候 李东还是被他身上的味道 熏得差点想吐了 他虽然能够忍住 但其他人就不行了 唐宇 周星 以及其他中医 全部都捂着鼻子咳嗽了起来 每个人的眼泪都在往外冒 连呼吸都变得不畅通了 没办法 这味道实在是太冲了 普通人压根就顶不住啊 第884章 不符合逻辑 第884章 不符合逻辑我就说嘛 村长一拍大腿 一脸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他拉着孙二狗 往外面走 同时骂道 你这夯货 多少年没洗澡了 赶紧的 回家洗个澡 还要不要脸了 孙二狗只是黑黑地笑 村长这么骂他 他也没有生气 等一下 李东开口喊道 他之所有让村长 将这个孙二狗带来 是为了证实一点东西 现在目的还没有达到 李东当然不会让他轻易走了 这 你还要找他啊 村长回过头来看着李东 问道 他一脸不解 这个孙二狗 明明一身的臭味 就算是 他都不愿意靠近 这个从城里来的贵客 是不是脑子嗅痘了 嗯 我找他有点事 李东笑着点头 他朝着唐宇他们摆了摆手 行了 你们先出去吧 不用陪我在这里遭这份罪 听到李东的话 唐宇他们顿时一个个冲了出去 他们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味道了 再继续跟这个孙二狗待下去 他们估计 等会儿 自己就要中毒了 你能不能扛得住 李东问那个村长 我呀 没关系的 他身上的味道都闻习惯了 没事的 村长一脸得意地道 行 那你留下吧 李东点了点头 虽然他让唐宇他们都出去了 但是 并不代表李东自己 不怕这一股臭味的 这一股臭味 要怎么来形容呢 事实上 你都没有办法去形容这股味道 因为孙二狗身上传出来的味道 真的太特别了 有非常臭的味道 像是刚刚从粪坑里面捞出来一样 其中还夹杂着一股常年累月熏染上的阳骚味 你都没有办法分辨出到底是臭味更重 还是阳骚味更重 这两种味道夹杂在一起 简直是要人命啊 李东当初救过大头的父亲 当初大头父亲身上的味道就已经很可怕了 但跟这个孙二狗比起来还是大乌见小乌了 可想而知 这个孙二狗身上的味道到底有多么可怕 简直达到了生化武器级别 这孙二狗本来皮肤就已经看不清楚了 只有黑乎乎的一片 长发凌乱 看起来像是一只鸡窝一样 他身上穿着一件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破皮药 没有扣子 也没有拉链 用一根草绳编织而成的腰带绑着 这一身打扮 看起来很像是网络上的稀里哥 抽烟吗 李东看着孙二狗 笑着问道 孙二狗一听 笑嘻嘻地点头 李东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包烟递了过去 这包烟是他从一位抽烟的中医那里拿来的 看到李东递烟过来 孙二狗脸色一洗 然后双手在身上的破皮药上面擦了擦 无比恭敬地去接烟 旁边的村长咽了一下口水 却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孙二狗接过拿包烟打开包装之后 放在鼻子面前闻了一下 一脸陶醉的样子 这包烟是软中滑 算不上顶级好烟 但也不差了 像九之花村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烟就算买得起 寻常人家也根本不会舍得花钱去买 紧接着 孙二狗从烟盒里面拿出了一根 首先递给了李东 但李东却摆了白手 虽然他不抗拒抽烟 但也不喜欢这玩意儿 而且林宇柔不让他抽烟 所以李东也就不抽了 看到李东不要 孙二狗就将那根烟递给了村长 村长黑黑笑着接过 然后孙二狗这才抽出一根 放在自己的嘴里叼着 他这个动作让李东有些好奇 看起来 好像这个孙二狗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山民 或许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两人点燃了香烟 开始吞云吐雾起来 孙二狗抽烟很凶 大口大口地吸着 村长抽烟更凶 一根烟点燃 三两口就被他们抽完了 最后烟底都快要烧着了 他们都舍不得掐面 孙二狗 你平时的工作就是放羊 这时 李东开口问道 是的 孙二狗点了点头 虽然他的口音 依旧带着浓厚的云颠相应 但李东却听懂了 那羊是你自己的 李东又问 不是 是村子里的 不等孙二狗回答 村长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是个闲人 不种田也不种树的 连个吃食都没有 所以 我就想着 干脆用村子里的钱 买了几十头羊羔子给他养着 你别看他疯疯癫癫的 放羊可是一把好手呢 李东点了点头 他丝毫不嫌弃地 打量着孙二狗身上的皮肤 又问 那你晚上在哪里睡 睡在羊圈里呢 孙二狗又拿出了一根烟 他放进嘴里 很快又拿了出来 他舍不得这么快 又抽一根 羊圈 那里有蚊子吗 李东问道 有啊 可凶呢 孙二狗笑着点头 那你有被蚊子咬过吗 李东好奇问道 有啊 常有的事 不过我都习惯了 孙二狗点头道 我还被野狼咬过呢 就在我的腿上 这里被撕下一块肉呢 说着 他还想解开裤子 给李东看 李东赶紧给村长识眼色 让他阻止孙二狗 这种疯狂的举动 不对啊 他被蚊子咬了 怎么会没事 李东看向村长 一脸疑惑 他之所以让村长 把这家伙叫过来 就是想看看 他到底有没有 被蚊子咬过 但现在确定了 孙二狗被蚊子咬过 但却一点事都没有 这太奇怪了 不符合逻辑啊 要知道 九只花村的村民 很多都被蚊子咬了 然后一个个要了老命 而孙二狗居然没事 村长也愣了一下 是啊 他怎么会没事呢 看到这位村长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李东心中一动 想让村长 现在就带自己 去羊圈那边看看 但他担心那边 黑灯瞎火的 万一自己或者是村长 被黑蚊咬了 那就真的麻烦大了 即便李东武力之高强 但蚊子这种东西 谁能时时刻刻防备啊 特别是那种蚊子 特别多的地方 在你周围嗡嗡嗡的 谁都防备不了 要是被盯上一口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东是来这里救援的 不是来这里找罪兽的 他要是被盯咬了 那该咋办 他是一定不能出事的 好吧 村长你就送他回去吧 不过 明天一大早 你们就过来找我 李东对村长道 还要来 村长看着李东 又愣了一下 这位从城里来的贵客 是不是真的脑子有问题 这孙二狗 浑身臭烘烘的 别人躲避都来不及了 他倒好 还要主动往上凑 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对 还要来 李东点了点头 那行吧 村长答应了 没办法 这些城里来的贵客 他们都是为了救援他们村子而来的 而且 李东提出的这个要求 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不就是带孙二狗过来吗 带就带呗 第885章 找到突破口 第885章 找到突破口 等孙二狗跟村长离开之后 唐宇他们才赶进来 此时帐篷里面 依旧残留着孙二狗身上 那种难闻的味道 但大家又不敢打开帐篷 因为这样会让黑文挤进来的 要是黑文进来了 那就玩犊子了 最后还是一位中医拿出了一种香料 放在四个角落里 这才将那种难闻的味道给冲淡了一些 这时 唐宇才看向李东 问道 李大哥 你把这家伙找来干嘛 他心中很是疑惑 但又明白 李东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道理 其他人的目光 也纷纷落在李东的身上 大家同样都很好奇 李东为什么找这个疯子过来 你们一定想不到 我们这一次 很有可能会从他的身上 找到突破口 李东笑着道 话落 唐宇大吃一惊 那个疯子 这怎么可能啊 意外吧 李东笑着道 我刚刚问过了 他被蚊子咬过 但是 他却没有感染到病毒 这话一出 所有人再次大吃一惊 难不成 是他的血液里面 含有某种抗体 一个中医猜测道 这个还不清楚 明天去羊圈那边 看不再说吧 李东道 接着 大家各自洗漱 都去休息了 明天迎接他们的 将是一场战斗呢 一夜无话 次日 李东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门口就传来了 一个人的唱歌声 接着 他又听到了一个男人 压低声音的训斥声 唱歌的自然是孙二狗 而训斥的 自然是村长了 李东起了床 穿好衣服 洗漱完毕之后 就跟着村长他们 朝着羊圈的方向走去 此时天色刚亮 阳光还软绵绵你的 没有一点温度 树叶上跟草地上 结满了露水 时不时的有露水 从空中落下 落在脸上 非常舒服 这边的空气 非常清新 远远不是大城市 可以相比的 羊圈建立在村尾的 一块开阔地上 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 羊圈圈 和一座低矮破落的茅草屋 看到孙二狗回来 里面的那几十头羊 顿时眠眠地叫了起来 仿佛在抗议着 孙二狗 为什么还不带他们 出去吃草 怎么不把这些羊放出去 李东问道 不行啊 没有人跟着的话 会被土狼给叼走的 村长摇头 这里真的有狼 李东问道 当然有啊 除了狼之外 还有狐狸 野猪 如果你往林子里走深一些 里面还有老虎跟熊瞎子呢 村长笑着道 这些话要跟其他人说才行 不然的话 他们要是不小心遇到了 那就危险了 李东沉声道 以他的实力 就算遇到这些东西 那也没事 但如果是其他普通人遇到的话 那就完蛋了 好好 我晓得了 等会儿我就去跟他们说 村长连忙答应下来 他也知道这件事情说不得笑的 要是那些城里的贵客 在这里出了事 他们久之花村就大麻烦了 接下来 李东不再说话了 在村长跟孙二狗 一脸茫然的眼神注视下 他开始在羊圈的四周围 转来转去 李东的眼神 像是老鹰一样锐利 四处扫描着 他在寻找羊圈里面的蚊子 梁九 他走到孙二狗面前 这我没问到 你住在这里 有没有见过黑蚊 黑蚊 啥是黑蚊 蚊子不都是黑的吗 孙二狗有些茫然 不一样 那些黑蚊像是墨水一样黑 李东摇头 那我没见过 孙二狗摇头 奇怪了 我在这边 居然没找到一只黑蚊 李东喃喃道 难不成黑蚊只有晚上才会出现 可是也不对啊 那个女孩就是白天被咬的啊 想了想 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东摆了摆手 好了 我们先回去吧 回到专家组的住地 恰好遇到了杜飞 李东问杜飞 你知道王瑜博士住在哪个帐篷吗 知道 怎么了 杜飞带着李东朝着王瑜所在的帐篷走去 好奇问道 有事情想跟他商量一下 李东笑了笑 王瑜跟几个女队员住在一个帐篷里 两人进去的时候 王瑜正在自己搭建的工作台上做实验 实验的对象 正是李东昨天送给他的那只黑蚊 这黑蚊是不是怕阳骚位 李东问道 王瑜做实验很认真 他依旧带着棒球帽 穿着天蓝色的牛仔裤 跟宽大的休闲服 连李东跟杜飞走进来他都不知道 直到李东开口说话了 他才发现有人进来 你刚才说什么 王瑜推了一下眼镜 问道 我说 那种黑蚊是不是害怕阳骚位 李东再次问道 资料上没有记载 王瑜摇了摇头 怎么会这么问 他一边说 一边脱掉了手套 从旁边的背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 开始查询相关问题 村子里有个放羊的叫孙二狗 他常年不洗澡 而且住在羊圈里面 按道理说 他应该第一个被那些黑蚊钉咬了才对 李东解释道 但是 我却发现 他却没有被黑蚊钉咬 听到李东的话 王瑜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他在哪 我要见他 王瑜有些激动地道 可能他身上有某种抗毒基因 我不这么认为 李东摇头 我觉得 可能是那种 黑蚊不喜欢阳骚位而已 怎么说 王瑜盯着李东的眼睛问道 我刚才去过那个羊圈了 而且在里面仔细寻找过 那里没有黑蚊的踪迹 但是 其他蚊虫却不少 李东说出了自己的发现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不过 我还是要去现场看看才行 王瑜想了想到 行吧 那我带你过去 李东点了点头 答应了 我也去 杜菲看着李东 笑着道 李东 你又要立功了 咱们就算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解读的法子 如果能找到防守的办法 就可以避免其他人 被黑蚊叮咬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 等王瑜博士去看了再说吧 说完 李东就带着他们 朝着羊圈走去 一个小时之后 羊奶要那么多羊奶做什么 村长一脸猛逼地看着杜菲 虽然他知道 杜菲的官职很高 但是不知道 他的官职高到什么程度 所以 一般有什么问题 村长都会直言无忌地问出来 云甸卫生局的局长 同样也无比好奇 那是因为 李东跟王瑜博士 得出了一个结论 杜菲解释道 那种黑蚊 有可能害怕羊骚味 所以我准备让村子里的家家户户 都摆着羊奶 无论是救援组成员还是村民 每人每天都要喝一斤鲜羊奶 这个结论 的确是李东跟王瑜博士给出来的 他跟王瑜去了羊圈之后 又找了一次 的确是没有发现黑蚊的存在 于是 为了证实这一点 李东就提出 让救援组的人跟村民每天都喝些羊奶 第886章 爱喝不喝 第886章 爱喝不喝一斤 每天一斤 村长都梦了 紧接着苦笑道 杜密说 村子里就这么几时投羊 就算把羊的奶都挤爆了 也挤不出这么多 咱们这里现在这么多人 每人每天喝一斤 每天起码得好几百斤啊 怎么说话呢 这是你应该操心的问题吗 云甸卫生局局长瞪了村长一眼 羊奶的事情 我们省里的领导层会想办法的 我现在就跟上级报告 保证完成每天每人一斤养奶的任务指标 村长说的也是实话 杜菲冲着村长笑了笑 没有责怪他 说话粗俗 不过 让村子里解决那么多的养奶问题 的确是有些为难他们了 那就麻烦 你跟上面请示一下了 至少 我们要将传染源给控制才行 虽然并不确定 这样到底有没有用 但 只要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就要去做 毕竟 科学就是这样的 先提出设想 再去做到 万一实现了呢 要是真的可以控制传染源 那么 这种传染病毒 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放心吧杜秘书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卫生局局长连忙点头答应 几乎同时 西医帐篷里面 戴木听到助理的话 顿时一愣 你说什么 让我们喝羊奶 防御黑文叮咬 短暂的愣神之后 紧接着就狂笑了起来 这是谁想出来的昏招 他怎么就能想到 这么愚蠢的办法呢 是谁说喝羊奶 可以避免黑文叮咬的 我怎么就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他看来 这样的办法 简直就是歪理 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而西医 以及他们的理念 就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 至于中医 很多东西是科学解释不了的 所以 他们才会认为 中医是没用的 中医 只是一个笑话 他们 看不起中医 真是笑死人了 他们怎么不请一群巫婆 过来跳大神呢 一个年轻的西医 一边抽烟 一边讥笑 那样的话 什么呀 都不用吃了 直接就全好了 就是说啊 我们要找都秘书说 一下才行 不能什么事情 都任由那小子来折腾 羊奶 那玩意儿能喝吗 谁爱喝谁喝 反正我是不会喝的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爱喝不喝 谁也不会逼着你们去喝 紧接着 王渝博士就掀开门帘 走了进来 王渝看了一眼帐篷里的几人 然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正在那里 做实验弹幕身上 羊奶可以预防黑文这一点 是李东最先发现的 而且也经过了我的实验证明 的确可以做到 我过来 只是给你们提个醒 并没有要逼迫你们的意思 命是你们自己的 喝不喝羊奶是 你们自己的事 请随意 说完 他也不管这些人的脸色如何 直接转身离开了 等他离开 大家都不由得面面相觑 啊这 他这是什么态度 这王渝博士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他怎么会跟那些人 走在一起了 话不能这么说 他好歹也是昆虫学的博士 有几分真材实料的 要不 我们喝一下试试 对 我们不信那群中医 但王渝博士的话 还是可信的 他刚才也说过了 羊奶可以预防黑纹 是经过他的实验的 黛木看着王渝离开的背影 愣神了一下 因为他也没想到 王渝博士 居然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事实上 他也不信那些中医 但王渝的话 他还是愿意去相信的 行了 别讨论了 就算羊奶可以预防黑纹 可是那些已经被感染了 病毒的患者呢 他们体内的毒素 也是要想办法解决的 我们总不能让村民们 喝一辈子的羊奶吧 对 戴教授说的对 我们将抗生素研究出来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错 研究抗生素 解决这场病毒危机 才是最大的功劳 我们可别让那小子 节足先登了 看到自己的话 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 黛木脸上露出了笑容 没有再说什么了 对于每天要喝一斤鲜羊奶 李东倒是无所谓 他丝毫不排斥 因为羊奶自古以来 都是最好的营养品 羊奶以其营养丰富 易于吸收等优点 被视为乳品中的精品 被称为奶中之王 虽然羊奶有点骚味 但根本不算什么 喝了又可以预防黑纹 又可以补充自身营养 谁要去抗拒 那就是傻子了 此时 李东他们就在喝羊奶 刚刚挤出来的羊奶 是具有骚味 但却极为细腻 而且 即便经过了煮肺的处理 也依旧有股淡淡的痰味 当然了 如果加入一些东西 比如杏仁或者茉莉花茶 一起煮肺 那基本上就没有骚味了 可是 他们喝羊奶 本身最重要的 就是为了预防黑纹 所以 他们只能喝这种 带着羊骚味的羊奶 你闻一下 是不是有味道 唐宇将羊奶喝完之后 冲着周星哈气 让周星去闻他哈出去的气体 走远点 一股骚味 周星一脸嫌弃地推开唐宇 皱眉道 这才喝两天就这样了 再喝下去 我跟一头公羊 没什么区别了 唐宇看向李东 一脸无奈 没错 从李东提出要喝羊奶之后 到现在 已经过去两天了 这两天 大家饮用的羊奶 都是村子里那 树石头羊的身上挤出来的 至于省城那边 准备的羊奶 还没有送过来 不过这些羊奶 倒也够大家饮用两天了 听到唐宇的抱怨 李东笑着道 大家不都在一起喝吗 一点味道而已 怕啥 唐宇顿时乐呵了起来 你是不知道 现在大家一张嘴 话都还没说出来 就先出来一股羊骚味 我说 以后这条村子 就别叫九只花村了 改叫羊奶村吧 家家户户都在喝羊奶呢 这个名字不错 你可以跟村长商量一下 李东笑着道 李东 李东 这时 杜秘书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一脸惊喜的样子 你还记得 你救下的那个女孩子吗 她没事了 她 那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孩子 李东愣了一下 问道 若不是杜菲提起 她都差点忘记那个女孩子了 没办法 这两天 李东忙着照看病患 研究病毒 事情很多 而那个女孩子 一直都在昏睡 也没人跟她提起过 自然会遗忘 对 就是她 她没事了 杜菲的脸上 满是欢喜 我刚才让医生去检查了她的身体 发现她的伤口已经结痂了 没有发现任何的感染症状 体温心跳等各项身体机能都很正常 虽然还有些虚弱 但医生说 是因为失血过多的缘故 我已经跟省城那边联系了 准备把她送出去休养 第887章 老婆嫁到 第887章 老婆嫁到 这对于杜菲来说 的确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要知道 她可是领队 如果那个女孩子 最后真的死了 那么 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现在终于好了 那个女孩子 没有感染到病毒 只要好好休养就可以了 这也就意味着杜菲 不用承担责任了 没事就好 李东笑着点头 她只是不想 见到一条鲜活的生命 在自己面前流逝 而那些西医 却因为害怕承担责任 而无动于衷 是啊 没事就好 杜菲感叹道 可惜其他的患者 已经中毒太深了 不然的话 你都可以把他们都治好了 说到这里 她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研究出抗生素才行 这个病毒一天不解决 我们的同胞 就一日没有脱离危险啊 我那种治疗办法 只是特例而已 李东知道他在想什么 笑着道 我知道 杜菲点了点头 想到了一件事 对了 省城那边送来了一批养奶 京都那边也送来了一批物资 你跟我一起 出去看看吧 他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 看时间 应该也快到了 你跟我一起吧 这是你们政府的事 我去干嘛 李东拒绝了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他并不想参与到政府的一些工作当中 走吧 里面有你想要见的人 杜菲拉着李东的手 拽着他出去 我想要见的人 谁 李东疑惑问道 他心中突然泛起了一抹不安 该不会是林语柔那傻丫头跑过来了吧 你去看了就知道了 杜菲笑着道 李东只好跟着杜菲朝着村口的方向走去 半个小时之后 奇怪了 他们怎么还没有过来 杜菲又抬起了手表看了看 皱起了眉头 他们在县城的时候跟我联系的 按道理来说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了才对啊 我们上次也大概是这个时间点到的吧 我们走得快 他们速度慢一点 也是可能的 李东无奈道 你倒是跟我说 是谁过来了 没事的话 我可是要回去工作了 等一下 再等一下 杜菲连忙道 他有些不甘心 跑到旁边的一个小土坡 往前方看去 然后他一脸惊喜地道 来了来了 我已经看到他们了 李东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了 他也跑过去 伸长脖子往远处看去 只见 在道路的尽头 一支队伍走来 这支队伍 比起上一次护送李东 他们的军人相比 人数还要更多一些 上次他们来的时候 军人护送的人数 只有十几个 而这一次 达到了三十几个人 这些军人 大多数都扛着一桶桶的鲜牛奶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军人 扛着其他的物资 紧接着 当李东看到一张熟悉的小脸 出现在队伍后面的时候 一下子就傻眼了 女孩子穿着一条紧身的黑色牛仔裤 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的休闲外套 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 年轻绝美的脸上 戴着汗珠根尼痕 她的视力非常好 远远就看到了李东 朝着李东挥手 李东快步走了过去 一把拽着他 就往旁边的树林里钻了进去 杜菲等人顿时一愣 然后相视一笑 而女孩子脸色一红 却没有反抗 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媳妇一样 你怎么来了 谁让你来的 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你不知道这里很危险的吗 李东脸色难看 呵斥的 老公 你在担心我吗 女孩先是被李东的话给吓了一跳 脸上的笑容有短暂的凝固 但紧接着 就像是绽放的花朵一样 笑容灿烂 她自然就是林语柔了 我没心情跟你说笑 李东怒视着她 沉声道 你知不知道 这里的蚊子有多么凶猛 他们携带了可怕的病毒 被咬到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所有的抗生素 对她都没有效果 我让你在京都等我回去 你这个时候 跑过来干什么呀 可是 可是我想你了呀 林语柔看着李东的眼睛 她看到李东之后 眼中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仿佛 她并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安全 只要见到李东 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你脑瓜子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李东无奈道 你赶紧回京都去 这里太危险了 虽然她也很想林语柔 但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是医生 对啊 既然你是医生 那你就可以保护我啊 林语柔笑着道 她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 见到了自己最想见到的人 她说什么 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回去的 你还是回去啊 我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而且 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 没时间一直陪着你 李东无奈道 再者 京都那边的公司 难道没事情 可做了吗 春风雾流才刚刚起步 公司那边的事情 我交给小白暂时负责了 短时间之内 就算我不在 也没事的 林语柔笑着道 我也不用你整天陪着我啊 你去忙你的就是了 李东真的无奈了 她都没想到 这丫头执拗起来 会这么可怕 不过她也知道 林语柔跋山涉水来到这里 是因为她担心自己 想念自己 这让李东又生气 又是感动 看到李东不说话 林语柔柔声道 好了老公 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我来 也是为了工作的呀 工作 什么工作 李东问道 我们林氏集团 跟京都那边的援助机 京会达成了合作 负责这一次的物资运送 林语柔笑着道 而且 经过我们跟基金会那边商议 决定将这个村子 当作扶持的第一个工作点 我提前一步过来考察 接着其他工作人员再过来 林语柔 你不要乱来 这里的疫情还没有解决 不能让工作组的人带进来 李东表情无比严肃地道 我知道啊 所以我自己来了 李东再次说不出话来了 看到自家老公 被自己的话说得掖住的样子 林语柔的眼睛 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说实话 现在的确不是外面人进来的时机 可是 当他了解到 李东带着救援祖 进入这一片危险的区域 而且 他在京都那边了解到 救援祖有人被黑蚊咬到之后 他在京都那边就坐不住了 他担心李东 想念李东 于是他下了一个决定 无论如何 他都要过来跟李东在一起 无论生死 这是一个非常单纯 疯狂 甚至是有些愚蠢的想法 当这个念头在脑海中出现之后 他就再也没办法 将这个想法压制下去了 要是普通的女孩子 就算有这样的想法 也不可能来见到李东的 第888章 不能轻言放弃 第888章 不能轻言放弃 虽然网络上跟电视上 都对云爹这边的人 被蚊子咬伤致死的事情 进行了报道 也引起了群众广泛的关注 可是 却没有办法对救援祖的事情 有太多的描写 不是他们不想写 而是这边已经被上面给封锁了 不允许任何媒体进行采访 可是 林语柔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女孩了 她现在是林氏集团的老总 而且 她也将这个想法跟父母说了 当下 刘金跟林国栋 都非常支持林语柔的举动 用他们的话来说 作为妻子 若是当丈夫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应该不顾一切 跟丈夫在一起的 哪怕遇到生命危险 也在所不惜 于是 林语柔就开始想办法 最终找到了去云爹的借口 跟基金会进行合作 赠送物资 这也是做慈善 对于林氏集团这种大集团公司而言 做一些慈善事业 对公司的形象 有很大帮助的 正因为这样 在这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候 林语柔来了 她没有带公司的人过来 甚至连小白都没有带 自己一个人就过来了 当然了 名义上她是自己一个人 实际上 训授师在暗中保护着她的 现在不是扶贫的时候 李东从怀里掏出了一块手帕 仔细擦拭着林语柔脸上的汗水 有黑色的泥水痕迹 她温柔地劝道 等我们解决了病毒问题之后 你再带着工作小组过来 那个时候 你想待多久都行 但是 今天 你必须要跟着那些下山的军人回去 我走一整天山路了 实在是走不动了 明天可以吗 林语柔苦着小脸 耍赖似的说道 在她看来 只要自己今天能够留下来 那么明天自然也能够留下来了 没事 我让人背你下山 李东沉声道 不行 除了你之外 我不会让别的男人碰的 林语柔直接拒绝了 李东无奈了 你今天必须回去 最终 李东还是铁了心地道 这里真的太危险了 她不能让林语柔在这里冒险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 她会后悔一辈子的 既然我来了 那我就不会回去的 林语柔认真的看着李东 之前来的时候 慈善只是幌子 但是 这一路上我所见到的 经历的 都让我迫切想要为这里的人做一点事情 我知道你的心思 我也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就算你今天不来 等这里的事情解决了 我也会让你过来看看 可是不是现在 就是现在 林语柔拉着李东的衣袖 可怜兮兮地道 老公 你不要当我走好不好 不好 李东摇头 你不知道那种黑文的危险性 我知道 林语柔生气了 冷哼道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走的 那些什么黑文就算再厉害 我也不怕 来一个我掐死一个 来两个我掐死一双 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 李东一脸错愕地看着他 最终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 这个女人表面上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然而他一旦决定的事情 是很难拉得回来的 林语柔最后还是留下来了 李东想尽办法 费尽了口舌 也没能劝他离开 于是 漂亮的林语柔 就成为了专家救援组里面 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无论他走到哪里 都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眼球 连九只花村的村长 都无数次捧着水烟袋 眯着小眼睛 一脸陶醉地看着林语柔 他心想 这城里的女儿 咋就跟我们村子里的丫头 长得不一样呢 跟天线一样 虽然林语柔来了 但对于李东的工作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林语柔也不只是单纯 为了陪李东而来 正如他之前所说的 他来这里 是真的想进行扶贫 为这里的村民做一些事情 所以 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之后 李东再一次为那个老人病患 检查身体 旁边 让唐宇详细记录下 患者的各种身体状况 之后 他跟老人的老伴打了声招呼 就带着中医专家组的成员离开 回到帐篷 按照以前的规律 所有人再一次聚集在一起 开会研究 怎么样 李东开口问道 哎 他的伤口 已经开始腐烂了 脚不能动 手不能抬 脉搏微弱 升级将息 情况很糟糕了 一个诡异门的中医沉生道 我看 最多只有三天可活了 另外一个中医协会的成员开口道 最多两天 如果稍有不慎 可能今晚也撑不过去了 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周星 冷冷开口 他自然也是专家组的一员 按照自己的办法 检查过患者的身体 这话落下 大家都沉默了起来 如果再不找到解读的办法 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要离开人间了 一对孤儿寡母 就要独自残留人间 想尽一切办法 艰难地活着 李东他们已经知道 那位老人有一个儿子 而且很小 正在镇上的中学念初二 这样的事情 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 这种明知道是什么症状 却没有办法找出解决办法的挫败感 让他们心中非常难受 在座的这些人 都是中医行业的优秀中医 还有李东这些最顶尖的中医 连他们都找不到办法 这种病毒 难不成就真的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了吗 李东知道他们情绪低落的原因 也能体会他们的心情 但 作为这支中医救援小组的领导者 他要起到一个稳定军心 以及调动大家积极性的作用 李东笑了笑 开口道 大家不要灰心 我们还有两天时间 不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不能轻言放弃 再说 就算我们没有办法治好那个老人 可是其他患者呢 还有其他的患者 现在有 以后依然会有 如果我们不能找出解决黑文病毒的办法 依旧会有人要被这种病毒毒害 然后死亡 而且 只要这种黑文不灭绝 这种病毒就会一直存在 这个村子的村民又怎么办 这个县城的人民又怎么办 甚至于 整个云甸乃至全国都有可能蔓延 情况是很危险的 李东目光扫视全场 脸色肃然 沉生道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找到解决办法 我必然会竭尽全力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努力 放心吧 李医生 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是啊 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们既然能够找到 养奶预防黑文的办法 那就肯定可以找到 治疗黑文病毒的办法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我回去再查一下医书 看看有什么汤药法可以使用 大家并没有灰心 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 李东点了点头 那么大家都去忙吧 有什么最新进展 要及时说出来 跟大家一起讨论 众人答应 然后各自散去 第889章 注定要成为偶像 第889章 注定要成为偶像 李东走出帐篷 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的医术 在当今世界 都是属于顶尖的了 然而 即便他身怀太乙神针 这种针法 对于这种黑文病毒 他同样也束手无策 毕竟 那是病毒入侵 不是寻常的病痛 此时 月亮已经高挂天空了 星辰闪烁 山花灿烂的绽放 四处 是连绵起伏 一眼看不到头的巍峨高山 空气中 夹杂着各种花香的芬芳 空气非常潮湿 仿佛伸手一抓 就能抓起一把露水 这是多么美丽的桃源仙境啊 可是 这种仙境当中 却有着让人恐惧的黑文杀手 李东自从学医至今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么棘手的问题 不仅仅是别的成员 连他也感受到了这种 让人很不舒服的挫败感 李大哥 在想什么呢 唐宇走过来 在李东身边停下 问道 这个黑文 真的很难对付 李东无奈摇头 那个老人 现在已经危在旦夕了 其他被黑文叮咬过的患者 也开始越来越严重 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不能再死人了呀 你不是一个需要安慰的人 所以 我就不说那些话了 唐宇想了想 开口道 这几天 我们一直尝试用了不少 古术上的瘟疫疗法 可是都没有效果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 忽略了什么 李东问道 黑文是原本就有的物种 还是新出来的物种 如果是变异的物种 那么 它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异的呢 如果是原本就存在的物种 那么 之前怎么就没有听过 有人因为被叮咬致死的新闻 唐宇沉声道 亦或者说 他们也是从其他地方 沾染上了这种病毒 那么 病毒传播源又在哪里 他一连串的问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其实 这些问题我也想过的 李东揉了揉眉心 一脸无奈地道 但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些问题 王于博士已经在研究了 如果有什么发现的话 他会及时通知我们的 是啊 他是昆虫专家 比我们更加专业 唐宇笑着道 有时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们中医真的落后了 我们这些中医 事实上 大家都在啃老本 每个人都捧着先辈留下来的 医书行医救人 而西医 却建立在先进科学的基础上 科技的日新月异 让他们所能做到的 也就越来越多 每一次科技的变革 西医就会更加进步一些 这样的话 西医就永远不会落后了 怎么 你想放弃了 听到唐宇这么夸赞西医 李东笑着问道 那不可能 唐宇摇头 就算我自己愿意 我爷爷也会打断我的腿 中医是有用的 这一点 科学也已经证明了 我丝毫不怀疑中医的效果 这就对了 李东点了点头 我们中医应该有一条 自己走的道路 而不是应该拼命想着 往西医那边靠拢 也没必要用西医的手段 来证明中医的实用性 对啊 这是 我们现在遇到的难题 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唐宇说出了他最想说的话 我知道 这次病毒危机 已经引起了全国同胞的注意 如果我们中医能够解决这次问题 那么 我们中医就多了一次崛起的机会了 虽然他们现在身处山区 没有电话 也没有网络 但是 那些西医 却有很先进的通信工具 比如王渝的那台平板电脑 无论身处何地 都可以自由地查询资料 唐宇是京都人 有门说会道 跟几个西医的关系相处 还算不错 所以 他能够从那边探查到一些有用的资料 现在黑文病毒事件 已经引起了国内同胞的关注 这一点 也是 他从那些西医的交谈中听到的 李东笑了 所以 现在是成为英雄的最好机会 我最多能够成为英雄 而你 注定要成为偶像的 唐宇也笑了 紧接着 他话锋一转 对了 嫂子这么大老远过来找你 你都不多关心一下人家的吗 我们一整天都在忙 你也看到了 我哪里有那么多时间陪他 李东一脸无奈 不过他心中 也是有些愧疚的 除了今天来的时候 跟林语柔见了一面 其他时间都没有见过他 也不知道那丫头在忙些什么 在这边能不能适应 李东心想 今晚一定要好好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让他明天赶紧离开这里才行 由于没有提前准备 林语柔又是女人 所以林语柔 暂时被安置到王渝他们那边 女人共用的帐篷里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帐篷的数量有限 总不能为了方便李东 跟林语柔这对夫妻 就让其他人腾出一间帐篷给他们吧 李东走过去 掀起帐篷不连的时候 却看到 里面做了好几个男人 都是西医救援队的成员 他们像是众星捧月一样 将人比花交的林语柔 簇拥在中心 你一定是记者吧 我有一个朋友 在华夏周刊里面当记者的 笔名叫做护花使者 你认识吗 不认识 林语柔摇头 他正低垂着脑袋 在面前摊开的笔记本键盘上 敲击着什么 这笔记本是他带过来的 不是一般的笔记本 跟王渝博士的有得一拼 无论什么时候 都可以上网 虽然他来到这里 但林氏集团的一些事情 还是需要他做一些处理的 而且 今天来到这里之后考察 他也要将考察到的一些东西 做一些整理 他是跑社会新闻的 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写了很多轰动全国的稿子 在圈子里很有名气的 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谢谢 不用了 林语柔依旧头也不抬 他并没有说出 自己是林氏集团总经理的身份 至于这些人以为他是记者 那也只是他们自己猜测的而已 对此 林语柔也没有刻意去解释什么 也没必要 别客气 多认识一个有能力的人 也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他是你们的同行 对你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的 年轻人不要走错路 不然以后后悔也晚了 就是啊 一个女孩子被派到这种地方 来执行任务 如果有人帮忙说句话 也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啊 林语柔有些无奈 是我自己要过来的 啊 这样啊 这些男人立刻换了一种惊讶的表情 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竟然有深入险地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勇气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 就是说啊 还是个大美女呢 听说美女的胆子都是很小的 对了 林小姐 你是京都哪里人 我也是京都人 说不定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也说不定嘛 第八百九十章 我是她老公 第八百九十章 我是她老公 我不是京都人 我是南方天行省的 林语柔的语气淡没了下来 可以听得出来 她有些不耐烦了 哈哈 南方啊 那边我也 男人看到林语柔的表情 最终还是没有勇气 将下面的半截话说完 李东站在帐篷门口 看着这些人阿谀奉承 尽力讨好的样子 脸色平静 但她眼神里面的冰冷 却毫不掩饰 这些家伙 胆胆来骚扰她的媳妇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李东走了进去 冷冷喝道 那些西医回头 看到是李东 脸上立刻有了厌烦的表情 李东之前在飞机上的那番话 以及几个古怪的问题 深深地戳伤了他们 双方的梁子早就结下了 一个长相英俊 戴着黑矿眼镜的男人 不懈地看了李东一眼 什么做什么 你说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而林语柔看到李东过来 脸上一洗 她当然知道 李东这个时候出现 肯定是来看自己的 可是 当她听到这个男人 居然对李东这么说话 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若是在平时 你们做什么 自然跟我没有关系 李东冷冷看着这些西衣 冷冷到 但是 你们知道 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九只花村的村民 生命危在旦夕 如果这几天找不到解决办法 他们就只能跟自己的家人永别了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你们是被国家与人民 派来拯救这些同胞的 而不是 让你们来这里谈情说爱的 如果你们承认 自己是来这里谈情说爱的 就当我这些话没说 我现在就让杜秘书 把你们送回去 你们谁愿意 谁愿意 当然不会有人说自己愿意 这些年轻的男人 大多数都是那些 名医专家的助手 或者弟子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虔诚 才跟随自己的老师来这里的 怎么可能轻易退出 俗话说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他们之所以围拢在这里 是因为在这深山老林里 能遇到林宇柔这种绝世美人 简直比妈儿见了鱼儿 老鹰见了小鸡还要激动 李东这番话 是站在公义 以及大道理上讲出来的 他们没有办法反驳 于是 他们只能恼羞成怒的喝道 你谁啊 凭什么管我们 我是他老公 李东指着林宇柔 冷冷道 你们不去好好想办法解决病毒 反而来这里骚扰我媳妇 你们想干什么 话落 全场一片死寂 这几个西医 顿时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李东 什么 这个林小姐 如花朵一样娇艳的林小姐 是这家伙的老婆 我们没有听错吧 林小姐 她 她是你老公 一个西医忍不住问道 是啊 林宇柔点了点头 然后她看向李东 一脸无奈 我都不想跟他们说话的 是他们死皮赖脸 非要过来围在这里 还打扰我工作呢 这话落下 那些西医 一个个尴尬到了极点 来这里聊妹 却没想到是有夫之妇 更没想到 还被人家老公撞见了 哼 别以为你发现了 预防黑文的办法 就可以管我们了 你没有这个资格 我们走 刚才说 要给林宇柔介绍同行的那个男子 冷哼一声 招呼一声同伴 就要离开 但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不能管你们 她怎么就不能管你们了 说话的 不是李东他们 而是看不惯他们的旁观者之一 就是那个在路上被黑文袭击 最后被李东割开手背 放血治疗的女孩子 她因为身体虚弱的原因 一直都躺在帐篷里休息 她准备明天那些送奶军人 下山的时候 就让人 把她给抬到城市里的疗养院休养 此时她从床上爬了起来 指着那些西医骂道 她为什么不能说你们 同样是医生 她在路上救了我的命 你们却担心承担责任 冷酷无情地站在一旁 到了村子之后 也是她找到了 养奶可以驱逐黑文的办法 这才减少了村民 跟救援组人员的伤亡 如果没有她 你以为你们 还能安稳地坐在这里 如果没有她 你们晚上有勇气走出帐篷 同样都是医生 她做了那么多 你们又做了些什么 你们只会看着漂亮的女人发情 只会知道 极度别人你们强 除此之外 你们还做了什么 她的情绪有些激动 很是愤怒的样子 事实上 她在被黑文叮咬之后 那一段时间是充满恐惧的 因为 她害怕自己 就会感染病毒 因此而死去 当时她被李东治疗 对当时群众各自的举动 并不怎么留意的 等她这两天 在帐篷里休息的时候 才想起来了当时的场景 越是回忆 她越是觉得 心中酸楚难过 跟她一起过来的那些同伴 甚至还有在医学院里 很好的同学 他们在自己遇到危险之后 选择了无动于衷 而那个上了飞机 被他们挖苦嘲笑的男人 却在最关键的时刻 出手救了她的命 她也为那些同伴设想过 他们出来乍到 对黑文没有任何了解 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 这种棘手的问题 可是 她呢 她也是出来乍到的 她也不了解黑文啊 在飞机上的时候 李东连黑文的概念都不清楚 妥妥的小白啊 而且 她也没有自信 可以救活自己 但她却这么做了 单凭这一点 她对李东是非常感激的 而这些 都是女孩子心中的话 她明天就要回京都了 这些话 她并没有打算说出来的 但是 今天这些西医攻击李东的话 触动了她的内心 刺激着她 一直敏感的神经 于是 她毫无保留地 将自己酝酿的怒火 发泄到了这些人的身上 随着她的话落下 安静 帐篷里 无比的安静 那些年轻医生 没想到女孩子 会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帮李东说话 而且 表情是那么的愤怒 言语是那么的尖酸刻薄 李东也没有想到 自己出手救的人 会在这个时候 出来力挺自己 而林语柔 则是双眼放光地 看着李东 满脸的骄傲 不愧是她的丈夫 刚才女孩子的那番话 说李东找到了 预防病毒的办法 这么大的贡献 就是自己老公想出来的 林语柔当然高兴 当然为李东骄傲了 哼 我们走 那个男人瞪了李东一眼 然后脸色无比难看地 从李东身边走了过去 其他人看到她离开 也各自灰溜溜地离开 都不好意思 跟林语柔打招呼了 被自己人这么怒吗 他们就算再厚的脸皮 也呆不下去了 第891章 我要跟你在一起 第891章 我要跟你在一起 等那些蜥蜴离开 帐篷里的气氛 依旧凝固了几秒钟 终于 那个女孩子缓过神来了 她不好意思地对李东道 李一生 对不起啊 是我失态了 没关系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李东笑着道 本来这些话我都不想说的 但是 我没忍住 女孩子怒声道 他们的行为举动 实在是让人感到生气 这都什么时候了 真是一群猪一样的东西 说的对 李东严肃地点头 这都什么时候了 应该想着早点解决病毒 才是正事 说着 她看向林语柔 板着脸 林语柔同志 你跟我出来一趟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居然背着老公 跟其他男人纠缠 老公 我没有 林语柔一脸委屈的样子 一直没有说过话的王渝 此时也停下了手中的实验 她看着林语柔 又看了看李东 心中 是感到非常惊讶的 因为 她怎么也没想到 李东居然已经结婚了 而且 妻子还这么美丽动人 不知道怎么的 她的心中 有一点点的小失望 那个女孩子听到李东的话 觉得自己刚才的话 可能对林语柔有些重伤 她赶紧道 李医生 这不能怪她的 她一直都在帐篷里认真工作 是那些男人主动闯进来的 她都没有怎么搭理他们 嗯 没事 我会好好跟她说的 尽量不骂她 李东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走出了帐篷 林语柔吐了吐舌头 赶紧跟在后面走了出去 两人走出了帐篷 来到营地不远处的 一块小树林边 林语柔紧绷的小脸 终于忍不住了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拉着李东的手臂 将自己的小脸凑了过来 老公 你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 李东摇头 真的没有 真的 林语柔的大眼睛 眨压眨的 最终没有继续 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她笑着道 老公 你太会演戏了 都将他们给唬住了呢 你都不知道 他们真的很讨厌 我都不想搭理他们 还一个劲地凑过来 而且他们一说话 就有一种养奶味 把人熏得死去活来 你都不知道 我刚才有多么痛苦 听到林语柔的话 李东下意识 就要去捂住自己的嘴 她每天也喝养奶 嘴里的味道 应该不会比别人好多少 林语柔被李东的动作逗笑了 她眼睛弯弯地 犹如此刻高悬在天上的明月 老公 你身上没有那种味道 有人说 你真心爱着一个人 就闻不到她身上怪异的味道 李东松开了手 看着林语柔一脸认真地道 老婆 说真的 你还是回去吧 这里 实在不适合你 我想 他们也需要一个安静的工作状态 我不要回去 林语柔直接摇头 她早就猜到 李东肯定还会劝她回去的 但 她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 就这么离开返回京都 她一万个不愿意 这里虽然危险 但是 没什么可以阻挡她跟自己爱人在一起 为什么 李东问道 理由我说过了 林语柔看着李东 眼神无比坚定地道 我要跟你在一起 而且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希望你不要再劝我了 这样让我有种很失败的感觉 但是 李东皱眉 老公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林语柔打断了李东的话 如果你是担心我的安全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训兽师大哥不是在暗处保护我的吗 而且 我也愿意跟他们一样 喝那些带羊骚味的羊奶 如果你担心 我影响到那些医生的工作 那我保证 以后不跟他们说话 甚至不会给他们好脸色 我真的想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真的想留下来 为这些贫困的村民 做一些事情 我想给这条村子 建设一所小学 我想给他们家家户户装上电话 我还想给他们这边的几个村子 联合建立一个医疗点 不然的话 他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需要走几世里的山路 去镇上看病 那样的话 最宝贵的救援时间 就担得在路上了 我还想给他们修一条路 但这个工程难度太大了 仅仅是依靠我们跟基金会的合作 是很难实现的 不过 我一定会想办法 并且督促本地政府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只是 这样太危险了 李东的语气软了下来 他听得出来 林宇柔是真的铁了心 要留下来了 虽然他不愿意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呀 他总不能让人 绑着林宇柔离开吧 抗生素研究出来之前 危险对我们每个人 来说都是相同吧 你们都不怕 难道我就应该害怕吗 林宇柔笑着道 而且你已经想到了 养奶防御黑文的办法 现在已经没有人 再遭遇到黑文的袭击了呀 他的心情 变得更好了 因为他知道 李东不会再劝他离开了 不离开也行 但你 每天要喝两杯养奶 李东叮嘱道 我知道了 林宇柔点头道 你不会再让我离开了吧 我劝你 你就会离开了 李东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摊上这么个执拗的媳妇 他有什么办法 与此同时 救援对女性帐篷外面 王渊 你这个时候 怎么可以进入疫情发生地 难道你不知道 这里很危险吗 王渊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正在训斥面前的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跟王渊一样 戴着一副眼镜 他身材比王渊略微胖一点点 而且从面容上看 他们两个的样子 有几分相似 姐姐 没关系的 你们都没事 我有什么好怕的 不就是蚊子而已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想当初我们去其他地方采访的时候 还遇到被人绑架呢 叫王渊的女孩子反驳道 他们两个 竟然是姐妹 姐姐王渊是昆虫专家 而妹妹王渊 则是一个记者 再说了 民众也需要知情权啊 王渊一脸认真道 自从黑文咬人致死事件 被民众知道之后 大家都对这件事情 保持高度的关注呢 无论是电视台 还是报纸 还是网络 都在宣传热议这件事情 网络上针对黑文咬人致死事件的讨论 已经达到了上一条 是各大网站的新闻头条呢 这件事情 已经被当地政府给封锁了 这里的消息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报社就派我进来 要将这里的真实情况 向外面进行报道 王渊的脸色越加难看了 他死死盯着王渊 沉声道 那么多记者 为什么偏偏是你进来了 这里真的是太危险了 第892章 我们是夫妻 第892章 我们是夫妻 虽然李东研究出了 养奶可以预防黑文 但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意外 一旦感染那种病毒 就只有死路一条 目前而言 真的是无药可救 他不想自己唯一的妹妹 来这里会出什么事 别人也想进来 你以为只有我想来 要不是我努力争取 我根本就得不到 这次独家采访的机会 王渊笑着道 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的心情非常不错 因为他见到了自己的姐姐 想到自己可以跟姐姐一起工作 他就很高兴 王渊一脸无奈 他知道自己这个妹妹的性格 跟自己一样 充满了冒险精神 或许 这就是他们家里人的特性 沉默了一下 王渊问道 那你想知道什么 今天我才刚刚进来 我还要多看看 我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 多写几篇有深度 有意义的文章 王渊笑着道 接着 他看向不远处的小树林边 诧一道 咦 那是什么人 顺着王渊手指的方向 王渊也同样看到了 月光照耀下的两道身影 王渊看不出他们的脸 但仅凭感觉就知道那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他们并肩站在一起 昏黄的月光在两人的身上 镶了一层淡银色的光韵 两个人都有种荧光闪闪的感觉 看不清楚 王渊摇了摇头 他的确看不清楚 但是他心中却隐隐猜测出那是谁了 真是浪漫 在这种黑文四处潜伏的深夜里 谈情说爱 还真的是需要勇气才行 王渊笑着道 看他们的气质 肯定不是这里的村民 那么 就有可能是军人或者是救援组的成员 我觉得救援组的成员可能性更大 我要把他们拍下来 他的专业素养告诉他 这就是新闻 这就是能够引起公众共鸣的新闻 于是 他从脖子上拿下了相机 对着那两道朦胧的身影 按下了快门 咔嚓 是谁 快门只是想了一下 就引起了那两个人的注意 其中 一个男人出声喝倒 这就发现了 王渊一脸不满 他还想多拍几张呢 黎一声 是我 王渊听到李东说话的声音 确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连忙开口道 听到是王渊的声音 李东这才放松了警惕 紧接着 就看到两人从月光照不到的黑影里走了出来 朝着这边走来 王博士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不在帐篷里面 这位是 李东笑着跟王渊打招呼 然后看向王渊旁边的王月 问道 他是我妹妹王月 是一个记者 王渊简单介绍 黎一声 你好 打扰你们了 王月笑呵呵地打招呼 做记者的 每一个都是眼观四方 耳听八方 自然懂得如何跟人打交道 你好 李东冲着他点了点头 王月看了看李东 又看了看林语柔 忍不住问道 你们是情侣吗 林语柔跟李东对视一眼 微微一笑 林语柔笑着摇头 不是 文言 王月的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不是啊 我们是夫妻 林语柔又道 哦 啊 你们 是夫妻 这话 立刻让王月感到无比震惊了 他也是今天到来 但他并不是跟林语柔 以及那些军人进来的 是刚刚才到的 所以 他并不认识林语柔 也不知道 李东跟林语柔之间的关系 是的 我们是夫妻 李东点头 那您 怎么称呼 王月兴奋了起来 夫妻啊 其中一个是医生 另外一个难道也是医生 在这种显地之中 出现了夫妻 这就是一个新闻题材啊 我叫林语柔 林语柔笑着道 你也是医生吗 王月问道 不是 我是来做慈善的 林语柔摇头 慈善 是的 我们公司跟京都一个慈善机构 进行合作 这次过来 是想对这边援助一些生活辅助设备 所以 由我提前过来进行考察 林语柔解释道 你真了不起 王月忠心的赞赏 你们这些记者才了不起呢 林语柔笑着道 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 好了 天色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李东看向王渝 王博士帮忙照顾一下 好的 王渝点头 然后三个女人 朝着帐篷走去 而李东也转身 朝着中医的帐篷走去 王记者 你这次来采访什么的 林语柔跟王渝两姐妹 朝着帐篷走去 问王月 采访所有跟黑文病毒 有关的事情啊 王月笑着道 然后 他反问道 话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跑过来做慈善 慈善只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原因 是我想来找他 我要跟我丈夫在一起 林语柔目光 无比坚定地道 听到这话 王月的眼睛亮了起来 到底什么样的感情 最值得铭记和尊重 是山盟海事的诺言 还是花钱月下的浪漫 还是柴米油盐的恒酒 如果让王月来选择的话 他会选择第四种 那就是无所畏惧的追随 黑文病毒 现在最让人感到可怕的东西 这种黑文 他们携带一种致命的病毒 被咬到 会死人的 现在已经在国内 掀起了愚润哗然 人人文之色变 甚至可以说 现在这条村子 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战场 一场人类跟黑文之间的战争 可是 正如每一部电影里的桥段一样 即便是最为冷酷的战争 也缺少不了柔情 林语柔 一个娇弱可爱的美女 她也进入了这个可怕的战场 但是 她不是救援组的成员 也不是记者 她的目的是为了守护 以及追随自己的爱情 而她的爱人 却用自己的生命 以及高明的医术 来守护这片同胞居住的区域 这一刻 王月心中已经想好要写什么了 她相信 自己的这篇文章写出来 一定会引起大众共鸣的 同一个夜晚 华夏边境线上 李东他们那边天气晴朗 月亮高挂 星辰漫天 但这里 却黑云翻滚 黄蜂骤雨 仿佛 整个世界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 逗大的雨点 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一样落下 噼里啪啦地敲打着草地 树木 以及屋檐等 一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 仿佛没有停歇 而这个时间点 正是人类休息的时刻 在这种又深又冷的黑夜 这种地方 一般都不会有人触摸的 在距离边境线军营 大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一栋独立的小院 小院之外 有一处密铃 在这密铃之中 却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眸 在注视着那栋小院 这是一个黑衣人 他的身上 穿着纯黑色的夜行衣 黑色的运动鞋 黑色的头罩 将整个脑袋包裹了起来 唯一露出来的 是一双深邃而犀利的眼睛 他的身体 一动不动地贴在树干上 任由风吹 树洞 雨淋 他都一动不动 第893章 雨夜刺杀 第893章 雨夜刺杀冰冷的雨点 拍打在他的身上 他的衣服早就湿透了 但是 他却浑然不觉 仿佛是一个假人 唯一动弹的 只有他那双犀利的眼睛 他看着前面那栋小院 发现里面 并没有任何的警戒 但是 他很清楚 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他知道 在小院里面的假山处 藏着一人 右边的竹亭里面藏着两人 不得不说 这些警卫 真的是太静止了 连下这么大的雨 都没有回避 依旧死死守护着这座小院 这个任务 还真的是不容易啊 他在心里想着 在地下事件 这个任务 至少价值千万美金 这么想着 这人终于动了 只见 他从手套里面 抽出了一根细丝 往树干上一沾 然后他的身体 嗖的一下滑到了地面上 他伸手轻轻一抖 那根细丝 就收回到他的手套上去了 声音无比轻微 几乎细不可闻 落地之后 这人变得更加小心警惕了 他全身像是没有骨头一样 趴在已经积满了雨水的地面上 眼睛四处扫尸 耳朵竖起了倾听 一秒 两秒 三秒 十秒左右 他嘴角微微一翘 因为他知道 他的动作 没人发现 于是 他这才开始第二步计划 他在泥水里进行攀爬 一步又一步 看起来 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蚯蚓一样 他动作很敏捷 而且很快 几次摇摆 就到了墙角位置 然后 又是短暂的停顿 在确定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之后 他从怀里摸出了一块 看起来像是橡皮泥一样的东西 将它粘在了手套细丝的丝头上 轻轻地往上一甩 那块橡皮泥 就粘在了院墙的顶端 他再次竖起耳朵听了听 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他右手用力一拉 然后 他整个人像是没有重量一样飞了起来 很快就贴在了墙头上 看起来像是蜘蛛侠一样 他的身体在墙头上出现不足一秒钟 然后往下翻滚 So 他带着细丝轻轻落地 身体隐藏在一株芭蕉树下面 院子里 依旧空无一人 只有杂草花圃 以及中间的一张石桌 两张石椅 他又从怀里 摸出了一个手掌大小的机器 一顿操作之后 屏幕上 立刻出现了几个闪烁的红色小点 这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热力扫描仪 屏幕上的红点 代表着屋子里的人员分布 只有一个细小的红点 那是猫狗之类的动物 因为动物的体积 要比人类小很多 所以身体散发出来的热量 也比较少 有两个最大的红点 他们处于一楼的东边 这意味着 这两个人 是屋子里面最强大的两个人 让人郁闷的是 他们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让人不好下手 怎么办呢 黑衣人趴在地上思考着 丢一块石头出去 吊虎离山 这种经常出现在电影 以及电视剧上的招数 实在是太常见了 但在黑衣人看来 这种招数非常傻 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人相信 如果这两个红点之中 其中一个人的任务 是保护另外一个人 那么 他怎么可能轻易离开 石头不能吊虎离山 反而会成为别人市井的东西 无疑是在告诉别人 他来了 那样的话 里面担任保卫的人 更加会寸步不离地守护 在目标人员的身边 因为那是一个 职业护卫必备的素质 除非那家伙不专业 但怎么可能 能担任那一位老人的护卫 怎么可能会是庸才 用毒 很快 黑衣人做出了决定 靠近东边 他们所在房间的窗户 往屋子里吹毒烟 这是最简单 也是最快捷的杀人办法 无声无息 让人还在睡得香甜时 就可以将他们都做掉了 最重要的是 这可以让黑衣人 避免以一敌二的危险局面 有了决定之后 他再次开始动了 只见他再次爬动 轻巧无声地到了床边 然后 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圆筒 以及一把锋利的刀片 他用刀片在窗户玻璃上 划出了一个小洞 就要往里面吹毒 然而就在这时 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已经醒了 一道低沉的声音 突然间在他耳边响了起来 声音落下 黑衣人顿时耸然而惊 浑身的肌肉 都在瞬间紧绷了起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动静这么小 而且 外面还下着这么大的雨 里面的人 居然已经发现了他 黑衣人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逃跑后退 反而是身体往前扑 狠狠地撞向了窗户上的玻璃 刚才他就留意过了 这玻璃后面 没有铁条或者防护网 只要将玻璃撞碎了 就可以进入房间 进入房间 他就距离目标更近一些 就有了将其击杀的机会 咔嚓 哗啦啦 玻璃一瞬间支离破碎 发出清脆玉耳的声音 但很快就淹没在了 哗啦啦的雨水声中 并不能传出很远 然而 这也足够传遍整个小院了 黑衣人很清楚 这一下外面的明着的 或者暗中的警卫 必然会被自己惊醒 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这座小院 就会被团团包围住 所以 现在是逃离的最好机会 趁着他们还没有 形成包围圈之前 但 他这一次来 是有任务在身的 不管了 还是先完成任务再说 正如他刚才所想的那样 在他的身体撞击玻璃之后 不单单是玻璃碎掉了 连带着整个窗户框架 都被他撞了下来 他的身体 落在室内的地毯上 窗框以及破碎的玻璃 就像是无数细小犀利的暗器一样 飞向里面的警卫 他这种疯狂的行为 让站在窗边的警卫吓了一跳 他以为自己开口之后 这个杀手的第一反应 就是逃走的 然而 对方居然没有这么做 反其道而行之 此时 警卫悚然而惊之后 下意识地想要摸出手枪反击 但 那些玻璃碎片 以及窗口 已经朝着他飞来 那威力 简直看鼻子大 并且密密麻麻地 让人防不胜防 一个不小心 恐怕身上一瞬间 就要多无数个窟窿 于是 警卫能做的事情 只有冲到床边 掀开一条被子 拼命挥舞着 那个窗框 以及细碎的玻璃 就被他用被子 全部挡下来了 一波刚刚平息 一波又来清洗 就在警卫刚刚挡下 那些玻璃碎片的时候 一把匕首 已经翘无声息刺了过来 速度极快 犹如毒蛇一样 仅仅是这一招 就足以看得出来 这个杀手的伸手不凡 当然 如果他伸手差劲的话 也不可能潜伏进 这重重守卫的院子 至今才被人发现了 警卫的眼睛微微眯起 他没有躲闪 而是将手中的被子 往前一丢 这摊开的被子 瞬间变成了一块大木 一下子挡住了杀手的视野 第894章 炸弹鞋子 第894章 炸弹鞋子与此同时 警卫迅速转移了身体 从侧面一脚踢出 碰 那个杀手 同样一脚踢出 然后 两人的小腿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仅仅一瞬间 警卫立刻惊呼出声 大宗师 随着他的话落下 两人的小腿同时收回 在被子掉地的那一瞬间 杀手再次持刀刺向了警卫的眼睛 警卫还没有来得及 完全收回来的右脚脚尖一条 那上面扎着不少玻璃渣子的被子 又被他踢了起来 呼呼作响 朝着杀手覆盖了过去 这杀手 当然不可能让自己被被子盖住 在自己视线被阻 或者身体出现束缚的时候 面前的这个警卫 能够把他杀死好几次了 所以 他立刻将匕首收回来 朝着飞来的被子 连续划刀子 吃吃吃 他手中的匕首 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好匕首 切割起那张被子 居然毫不费力 就连声音都是轻飘飘的 丝毫没有迟钝感 可见锋利程度多么可怕 拾几刀下来 这张被子 已经被切割成了几十块 一块块飘落下来 绵续飞舞 在这雪白的天鹅绒世界里 警卫出手了 一拳朝着杀手的胸口轰了过去 然而 他快 那个杀手 更快 在警卫的手 还没有接触到黑衣人的胸口时 他竟然已经收到回救 刀剑瞄准了警卫的拳头 加速直直次来 若是警卫的拳头继续砸下去 会先被这把匕首 给刺穿手掌 敌遍我也遍 警卫并没有趁势收拳 而是划拳为掌 选择迂回路线 去扣杀手的手腕 见状 杀手再次变招 同样的 警卫也跟着变招 碰 两人狠狠地对轰了一拳之后 两人身体各自后退三步 匕首依旧还在杀手的手中握着 警卫竟然没能趁着刚才的机会夺走 你到底是谁 就算你是大宗师 敢来这里刺杀 信不信让你有来无回 警卫的声音 无比阴沉 杀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揉了揉拳头之后 顺势朝着里面的套房冲去 刚才在跟警卫对打的时候 他就已经偷偷转移了方向 让自己站在了通往里面套间的门口位置了 那里面住着的老人 才是他的目标 你找死 警卫怒吼一声 他们胜负未分 这个杀手居然想抛弃自己去伤害手掌 这是藐视 赤裸裸的藐视 Soul 一把黑色的手枪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手心位置 抬手就是一枪 碰 子弹打在了墙壁上 发出沉闷的声音 墙壁被打出了一个坑 无数的碎屑四箭 然而 那个杀手却不见了踪迹 警卫立刻俯身狂奔 满心怒火地追了上去 碰 那个杀手 此时来到了里面的套间 他一脚踹开了房门 在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就扑了上去 他手中的匕首倒扣着 狠狠地刺向了被窝里的人 近了 越来越近了 碰 然而 就在这时 他的手腕 突然被一只大手给抓住了 紧紧的 就像是被铁钳卡住了一样 匕首架在空中 还差一点点的距离 就能扎到床上的老人了 可是 就是这么一点点 就像是天涯咫尺一样 无论他怎么用力 都靠近不了 咔嚓 外面有着闪电闪过而过 可以看到 抓住杀手匕首的老人的样子 留着短寸 精神极好 面色红润 一双眼神 如同老鹰一样锐利 但他的面相 却显得很和蔼 就像是邻居家的老爷爷一样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老人 他教导出了一个 名震全球的战神 他 就是李东的老师 除了李东之外 他就是华夏的另外一个守护神 如今李东回国 不在边境这里 这里 就由他来作证了 报出你的名字 我给你留一个全尸 老人看着杀手 淡淡道 杀手没有回答 他还在用力挣扎 只可惜 那只持刀的右手 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挣脱 他的左手伸出 握紧拳头 闪电般地朝着老人的两只眼睛 攻击而去 只要打下了目标人物的眼睛 吃痛之下 对方的右手自然会放开 老人没有躲避 而是从被窝里面伸出了另外的一只手 碰 黑衣杀手的另外一只手 也落入到了老人的怀里 这一幕 恰好被冲进来的警卫看到 就像是一个色狼 想要飞里正在里面睡觉的老人 老人正在拼死反抗一样 实在是辣眼睛 不许动 警卫想要举枪射击 黑衣人两只手都被束缚 身后还有人瞄准 情况一下子无比危险了 如果他当真是一个色狼 这个时候唯一的选择 就是束手就擒 放开自己身下的姑娘 只可惜 他是一个杀手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他突然将自己脚下的鞋子 给甩了出去 那只鞋子 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朝着警卫砸了过去 见状 警卫开枪了 碰 子弹直接打中了鞋子 然而 轰隆 那只鞋子 并没有被子弹打飞 而是直接爆炸了 那只鞋子 竟然是一个威力强大的炸弹 只要接触到重力 就会爆炸 伴随着地动山摇 整座房子都在剧烈抖动 摇摇欲坠 当警卫从烟尘中爬起来的时候 屋子的一面墙壁都已经崩塌了 而老人刚才睡觉的那张大床 也已经被压成了碎片 首长 警卫大声喊道 他扑了过去 将砖室掀开 想要将老人从里面救出来 我在这里 老人的声音 却从他背后传来 警卫回头一看 看到老人正坐在不远处的书桌底下 旁边跌落了不少砖头石头 却没有伤害到他 首长 您没事吧 警卫急忙问道 我没事 老人摇头 或许是年纪比较大了 老人晚上的睡眠 很浅 所以 在杀手刚进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现了 但 他并没有动手 因为他知道 外面有警卫在 他相信自己的警卫员 可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杀手居然可以摆脱自己的警卫员 冲进了自己的房间 这让他对杀手的能力 有了充分的认识 那绝对不是普通的大宗师 而是受过了特训的大宗师级杀手 这种存在 一般的武道家族势力 根本培养不出来 所以 只有世界上有数的那几个超级势力才能做到 比如西方的天王 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在杀手持刀扑来的时候 老人一把就扣住了杀手的手腕 然后限制了他双手的行动 紧接着 警卫员就进来了 他以为这种情况下 那个杀手 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然而 连老人都没想到 那个杀手 居然准备 跟他们同归于尽 老人当然不愿意 跟一个不知名的杀手同归于尽 所以他松开了杀手的双手 另外寻找地方躲避 而杀手也趁机溜走了 第八百九十五章 今夜注定不会平静 第八百九十五章 今夜注定不会平静老人的手里 还握着那个杀手遗留下来的匕首 他将匕首丢给了警卫 冷冷道 去 把他丢抓回来 我不能离开 但 警卫员却直接摇头 他要是离开了 老人怎么办 你这小子 老人无奈一笑 却也没有再勉强他 在杀手撞破玻璃的时候 外面的警卫也听到了动静 他们迅速集结 将这栋小院围了起来 严严实实的 咔 警卫队长一声令下 众人便推开了小院的大门 往里面冲去 可是 才刚刚进去 就有人大声喊了起来 队长 那里有人 华落 哒哒哒 枪口立刻爆发出了一团团火焰 炙热的子弹 像是一条火线一样 朝着窗口窜出来的一道身影 打了过去 但 对方的速度 简直快到不像话 即便是子弹 居然都打不中他 嗖嗖嗖 仅仅是片刻功夫 那一道身影 就直接窜入了羽目之中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 小院的墙头上了 停火 见状 那个警卫队长一抬手 大声喝道 立刻 所有人都停止了射击 队长 我们要不要去追 有人问道 不行 警卫队长直接摇头 沉声道 我们的任务 是保护老首长 再者说 穷扣莫追 我们并不知道 敌人到底有没有 在前面埋伏 贸然追上去 很可能会中了 对方的埋伏 说完 他直接朝着里面走去 留下了一句话 你们立刻警戒起来 同时给营地那边预警 把这边的事情告诉那边 是 几乎在老人遇袭的 同一个时间点 边境县 营地之中 这是崔泽来到 边境县的第四天 在过来之前 他就已经了解到 这种地方的条件 是非常艰苦的 所以 他也已经做好了 吃苦的心理准备 然而 他没想到的是 这里的条件 居然艰苦到了这种程度 其实意识方面 倒不会太过艰苦 该有的都会有 最要命的是 恶劣的环境啊 边境地带 可不是那些大城市 这些地方 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开发的 属于非常原始的那种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 高温 毒虫 瘴气 大雨等等 绝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毕竟 即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边境战士 依旧是要进行巡逻的 即便是 催泽这种空降过来的参谋长 偶尔也是要承担巡逻任务的 这还不是最折磨人的 最折磨人的 还是整天紧绷的神经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战争什么时候会爆发 今夜的天气非常不好 夜色如墨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 营地里 除了雨水落下的声音 就没有其他声音了 崔泽坐在帐篷里 面前摆着一本笔记 他正在将这几日的一些经历 进行整理写下来 其中 包括这边境线的兵力 以及战士们的身份信息等 这些 他都要深刻进行了解的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这里 然后发挥出参谋的作用 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立下功劳 只有这样 他才能更快地往上爬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今夜 注定不会平静 此时 营地之外 由于下大雨的缘故 营地的探照灯 发挥不出作用了 就算探照到了 也看不到 敌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正朝着营地悄然突进 二十几个穿着黑色紧身衣 全身上下装备着精良武器的人 悄然摸进了营地 最后 这些人 在一块大岩石后面 汇聚在了一起 其中 一个身材曼妙 一看就是女人的黑衣人 从背包里面 拿出了一些精密的仪器 比如一台作战军用电脑 以及一个黑色的飞行摄像仪器 伴随着轻微的嗡鸣声 那个黑色的飞行摄像仪器 开始升空 哪怕是在下大雨 然而 在屏幕上 竟然依旧可以看到 营地的一方景象 狙击手 前面有两座哨塔 上面各自有两个目标 探照灯两台 重机枪两台 操纵电脑的黑衣女人 轻声道 话落 人群中 一个身材挺拔的黑衣人 点了点头 然后轻手轻脚窜了上去 速度非常快 而且很敏捷 没有发出声音 不到五秒钟 他就窜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土坡上 找了一个隐秘的角度 将自身姿势调整好 最后架起了一把狙击步枪 他手中的狙击步枪 经过了颜色渲染 跟大地几乎融为一体 不走近 压根看不出来 枪口加装了消音器 用来潜伏中的远程射杀 是最好的选择 他打开了瞄准镜 很快找到了那两座哨塔 此时 两台探照灯交叉在地面扫过 哨塔上面的守卫 随着探照灯的移动而扫视着 虽然因为大雨的缘故 看不太清楚 但他们依旧要死死盯着 这样的环境 最有可能是敌人突袭的时刻 大意不得 哨塔上 还各自有一把重型机枪 两个机枪手 斜靠在哨塔墙壁上 通过瞄准镜 狙击手很轻易可以看到 那两个机枪手都在抽烟 见状 狙击手的眼睛眯了起来 他的嘴角 泛起了一抹讥讽的弧度 欢迎 来到死神的世界 他喃喃说着 手中动作不停 只见他轻轻动了几下 狙击步枪的保险被打开了 紧接着子弹上膛 他的呼吸 开始变得平缓起来 最后变得若有若无 哪怕痘大的雨点 砸落在他的身上 他的身躯 也无比稳定 如同一块磐石 他的眼神 变得更加明亮 叮 一道微不可闻的声音传出 只见 在数百米之外的一座哨塔上 上面一个守卫身体一阵 脑门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血洞 炙热的鲜血 从后脑袋飞了出去 守卫的眼中带着一抹茫然 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 这突然发生的一幕 立刻惊动了正在抽烟的机枪手 他豁然站了起来 叮 又是一道轻微的声音传来 毫无意外 他的脑门上 同样出现了一个血洞 眼神中的生机迅速消散 带着满心的疑惑 同样倒了下去 几乎在瞬息间 狙击手的枪口一转 瞄准镜中的十字准星 已经将另外一座哨塔的两个守卫 套了进去 同样的两道轻微声音传出 那两个守卫 以同样的方法 被狙击手成功射杀了 目标已经清除 完毕 将目标清理之后 狙击手在耳机上轻轻道 了解 完毕 耳边传来了 那个女人的声音 片刻 轻微的杂乱脚步声 从身后传来 不用回头 他就知道 是自己的伙伴们过来了 他依旧保持着 用瞄准镜扫描远处周围的一切 在他这把狙击枪上面 安装了一个夜视仪 这种夜色 在他的视线中犹如白昼 哪怕下着大雨 也丝毫没有被他造成丝毫阻碍 第896章 伤亡惨重 第896章 伤亡惨重当然了 如果是普通的军人 这种天气之下 根本不可能完成刚才的那种狙杀 但他不是普通人 他是一位宗师强者 来自西方天王 宗师强者在配备狙击枪 这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前进 那个黑衣女人 轻轻挥了一下手 顿时 队伍众人微微弯曲身体 保持着队列 朝着远处的营地行军而去 然后 数分钟之后 哒哒哒 刺耳的枪声 打破了这雨夜的宁静 扑扑 子弹撞击在身体的声音 在枪声中 显得刺耳无比 在一间铁皮房的转角处 两个手持步枪的军人瞪大眼睛 胸口绽放出了血花 倒了下来 他们还没有立刻死亡 连续扣动着步枪的扳机 枪口喷射着火焰 这样的动静 立刻惊动了所有人 嫡袭 怒吼声 叫喊声 不绝于耳 登登登 哒哒哒 杂乱的脚步声 夹杂着枪声 交织成了一片战争的交响曲 也是在这个时候 营地中心帐篷里的催泽 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嫡袭 他的心中 立刻泛起了这个念头 紧接着 一道熟悉的声音 怒吼了起来 不要慌 不要乱 都给老子反击 狠狠地打 这声音 是赵兵的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枪声更加激烈了 敌人来得快 退得也快 大约二十分钟左右 战斗结束了 入侵的敌人 留下了几具尸体 然后退去了 但 营地的伤亡 却更大 起码折损超过三十人 虽然只是短暂的战斗 但赵兵依旧看出来了 那些入侵的敌人 远非一般的精锐可以相比 其中 宗师高手有好几位 甚至还有大宗师级别的存在 在确定有大宗师级别的存在之后 赵兵就可以确定了 国外那些强大的势力 在得知华夏无战神之后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这一次的袭击 只是一次试探而已 等那些强敌 确定了华夏无战神之后 必然还会有不知道多少次的入侵 而这一切都在战神阁下的预料之中 同样也在赵兵的意料之中 他早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当这一切真的发生时 他才知道自己并不能以平常心去对待 怒火 他的心中怒火开始燃烧 如果不是长老们的肆意妄为 罢免了李东的战神职务 那些虎视眈眈的强敌 哪里有胆子来入侵 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 今天这些士兵们就不会战死了 看着狼藉的营地 赵兵握紧拳头 深深吸了口气 勉强将心中的怒火给压制下来 赵将军 敌人被击退了 一道声音传来 赵兵转头看去 就看到崔泽走了过来 崔泽并没有参与到战斗之中 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一直躲在营地里 不敢出来 没办法 他不是习武之人 也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只能像个普通人一样躲起来 他怕死啊 在等待了二十来分钟之后 枪声停了 崔泽仔细倾听了一会儿 确定敌人被击退了 他心中才彻底松了口气 才有胆子走了出来 看到崔泽 赵兵心中刚刚压制下去的怒火 忍不住再次生疼了起来 没办法 谁让崔泽是因为 李东被罢免战神之后 被九长老塞进这里的 在赵兵的眼中 崔泽就是过来镀金的 而且是踩着李东的肩膀 来到这里的 对于这种人 赵兵自然不会有好脸色 平日里还好 赵兵也不会磕待他 但现在不同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而且关键时刻 这位参谋居然找不到人 致使营地战死了数十位弟兄 他当然愤怒了 只见赵兵走了过去 猛的一巴掌 抽在了崔泽的脸上 崔泽直接猛了 他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赵兵 因为他没想到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赵兵居然直接抽了他一巴掌 要知道 他可是这里的参谋长啊 论地位 仅次于赵兵 算是这座营地的二把手 但赵兵居然就这么打了他 丝毫不给面子 崔泽怒了 怒视着赵兵 怒吼道 赵将军 你干什么 你为何要打我 为何打你 赵兵冷冷问道 你身为参谋长 战争爆发的时候 却找不到你的踪影 我到时候问问你 刚刚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 我 崔泽支支吾吾的 被这个问题噎得回答不上话了 他总不能说 自己怕死 躲着不敢出来吧 之后 我再给你好好算账 赵兵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催泽 对副官道 将弟兄们的遗骸收敛好 另外 全营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加强警惕 防备敌人再次吸营 是 副官领命而去 终于 天亮了 敌人没有再次进行袭击营地 危险指数降低了一些 但全员依旧处于战备状态 此时此刻 风没有停 雨也没有些 军人作风粗犷 没有用伞的习惯 赵兵阴沉着脸 走在小院的石子路上 他是来汇报营地那边情况的 而且他也已经知道了 老首长这边也受到了袭击 不管如何 他都要过来才行 天空上 时不时还伴有电闪雷鸣 就像突然间裂开了一道口子一般 还没走近 赵兵就闻到了一种刺鼻的硫磺味 和物体燃烧的恶臭气味 可见 之前的战斗激烈到了何种程度 越是靠近 守护也越是森严 在那栋小楼的门口小道上 有一排军人 无所顾忌地站在雨地里进行警戒 那些军人显然认识赵兵 看到赵兵进来 也没有人过来问询一声 李东师傅居住的那栋小楼 发生爆炸后 只有东边房间的一面墙 和半个楼板倒塌 其他部位倒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但是 这也成了微楼 是不适合居住的 所以 警卫队的队长当机立断 立刻搭建起了一所军用帐篷 让老首长转移到了里面 现在 赵兵进的就是这所帐篷 赵兵走了进去 一眼就看到 坐在椅子上喝茶的老人 见到他安然无事 赵兵这才放下心来 小赵啊 过来坐 老人出声喊道 不用了首长 我的衣服湿了 赵兵拒绝道 让你坐你就坐 啰嗦什么 老人皱起了眉头 开口喝道 是 赵兵不敢再说什么 胆尽走到老人的身边坐下 来 喝茶 老人亲自给赵兵倒了一杯茶 递了过去 谢谢首长 赵兵连忙接过 轻轻抿了几口 这茶不是什么好茶 有些苦涩 但是 赵兵此时的心情 却要比这些茶水 更加苦涩百倍千倍 短短一夜的时间 他就损失了几十号兄弟 那是一张张 还有些稚嫩的脸庞啊 白天时候 还跟他嘻嘻哈哈 开着玩笑的弟兄啊 就这么没了 他心里堵得慌 第八百九十七章 只有等了 第八百九十七章 只有等了伤亡的几个 老人看了赵兵一眼 心中叹了口气 开口问道 刷 赵兵站了起来 立正站好 大声道 回首长 一共战死三十六人 伤五十七人 其中重伤三人 残废一人 这些数字 听起来非常冰冷 然而 那代表着的 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 心里有怨气 老人看到赵兵憋屈的样子 又问道 不敢 赵兵大声摇头 有怨气就对了 老人自顾自抵倒 说实话 老子也有怨气啊 老子从十五岁就开始参军 打过小日本 也打过美国佬 一生没有婚娶 没有后代 这一把年纪了 还镇守边境 自问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而且我还交出了一个好徒弟 以战神风姿 横扫全球无数恐怖组织 让外敌不敢入侵 只要听到华夏军人 就温风丧胆 这些都是抹不掉的功劳吧 赵兵听着这些话 不敢搭话 虽然他很认同老人的这些话 在他心中 这位老人 以及那位年轻的首长 都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 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是任何人 任何事情都抹出不掉的 但他们不能因为小冬 做了几件让他们觉得不爽快的事情 就抹出了咱也俩的功劳吧 泽泽 问都不问一下我的意见 直接就罢免了小冬的战神职务 这跟谢莫杀驴有什么区别 老了 真的是老了啊 看来我长年没有回去 他们早就不将 我这个行将旧木的老东西 放在眼里了 或许 在他们的眼中 我们爷俩 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 老首长 赵兵忍不住张了张嘴 想要劝一下老人 但老人却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发生这样的事情 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老人的目光 变得冰冷了起来 我们在外面出生入死 而狼们为了守护河山 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 而那些老东西 一个个在京都里想着轻浮 因为他们的一场政治斗争 就要这么多人的性命 来为此买单 这是何道理 说到最后 他的语气变得极为严厉起来 怒气毫不掩饰 赵兵沉默 所有人都听到这番话 同样沉默 他们可以理解 老人内心的怒火 因为他们的心中 也有一团火 是啊 他们来到这里镇守边境 守卫山河 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战 而是他们心甘情愿守护这里 因为边境线的后面 就是他们的家园 那后面有着十几亿的同胞 他们心甘情愿守护同胞战 但因为某个人的政治目的 就让他们付出生命 他们不甘心 华夏无战神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老人脸上的怒气 越来越盛 这十几年的安稳日子 让他们早已忘记了危机感 他们根本不知道 如果没有了战神 那些虎视眈眈的强敌 会将他们撕成碎片的 现在只是开始而已 老首长 那我们要怎么办 赵斌下意识问道 他当然知道 这种事情的严重性 昨晚的嫡系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而且 这真的只是开始而已 可想而知 当越来越多的恐怖势力 知道华夏在无战神之后 他们将会再次亮出獠牙 到那时 边境死伤的弟兄 将会更多 而且 同胞们的和平日子 也将会到头 总之一句话 没有了战神 强敌就不会再有畏惧 到时候 将会有无数的同胞 要被杀害的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老人冷哼道 战争已经在所难免 西方天网 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将会鼓动更多的恐怖势力 来入侵我们 我们现在能做的 只有收缩防线 将敌人狙击在国门之外 不让他们进入国内 对我们的同胞 造成生命危险 除此之外 那就只有等了 赵斌再次沉默 他当然明白 老人说的等是什么意思 李东曾经对他说过 只有让那些所谓的长老 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 他们才会重视自己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知道 没有战神 他们将会面临恐怖敌人的入侵 损失更加惨重 也只有那个时候 李东才会重返战神之位的可能 而现在 为了这个可能 却要付出更多战士的生命 作为代价 想到这里 赵斌内心的怒火 同样旺盛了起来 他咬着牙 握着拳头 一脸不甘 也是到了这一刻 他才终于知道 为什么李东要在这个时候回国 为什么要对那些官宦家族出手 因为李东要做的 就是彻底粉碎所谓的官宦家族形式 以及豪门家族 只有如此 他们才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老首长 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战神大人 赵斌忍不住问道 告诉他做什么 老人摇了摇头 淡淡道 告诉他 也只是让他徒增担心罢了 现在他在国内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知道 李东回国 要将中医发扬光大 这不单单是李东的梦想 也是他的梦想 更是无数同胞一直以来的梦想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丝毫不比镇守边境 低到哪里去 去吧 传我命令 不得擅自出击 所有营地收缩防线 全线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是 赵斌连忙领命 他知道 最艰难的日子 将要来临了 这段时间 他们恐怕要遭遇到无数强敌的入侵 到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弟兄 将会因此失去生命 但赵斌也知道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他虽然不甘 虽然愤怒 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能做的 只有带领将士们 将边境线守住 然后 等待长老院的态度 想要彻底让那些虎视眈眈的敌人退却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战神回归 相比起边境线那边的倾盆大雨 京都这边 风和日丽 九长老 独孤末从家中出发 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习惯性地为自己泡了一杯茶 准备进行新一天的工作 这时 办公室门敲响 进来 华洛一道身影走了进来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 戴着一副眼镜 气质儒雅 这是独孤末工作上的秘书 性质 类似于杜飞跟梁策安一样 九长老每天要处理的工作 都是经过秘书整理之后 才会乘到他的暗桌上 长老 出事了 秘书快步走了进来 压低声音快速到 可以听得出来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焦虑 仿佛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独孤末的眉头 微微皱了起来 他将刚刚拿起来的文件放下 看向秘书 陈生道 出什么事了 第898章 绝不能让战神回归 第898章 绝不能让战神回归 刚刚得到消息 昨晚 边境县营地遇袭 秘书连忙道 仅仅是这么一句话 立刻让独孤末脸色一变 他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什么 独孤末连忙问道 哪一处边境县遇袭 所有 秘书回答 这两个字 就像是一道闷雷一样 狠狠地劈在了独孤末的头上 直接将他给劈猛了 结果如何 可是将强敌击退了 独孤末很快回过神来 连忙问道 这可不是小事 边境县遇袭 这样的事情 如果在十几年前是常有的事情 但至今 已经十几年不曾有过了 最让独孤末不能接受的是 他才刚刚罢免了 李东的战神职务 没几天 边境县就遭遇到了敌人的入侵 这是巧合 最要命的 是所有的边境县遭遇了袭击 这件事情要是处理不好 那是要出大事的 击退了 秘书点头又接着到 但伤亡惨重 所有边境县的死伤人数 已经破迁了 哄 又是一道闷雷 十几年来 独孤末第一次感受到了 手脚冰冷的感觉 查出来是谁干的 独孤末再次问道 情报上说 是西方天王 秘书陈生道 独孤末闭上了眼睛 他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 彻底被粉碎了 事实上 这次他联合其他四位长老 来罢免李东的战神职位 除了给自己的孙子报仇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想要染指军方 他身为九长老 但是在军中的威望太低了 军中高层心腹 更是少之又少 本来有一个崔季青 让他看到了希望 却又被李东给灭了 他的两个孙子 一个被李东所杀 另外一个因李东而入狱 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罢免李东的战神职务 他本以为 就算外敌得到了这个消息 一时半会儿 也不敢轻易入侵边境 那样一来 他就有足够的时间 逐渐加强边境的守卫力量 并且找机会去对付西方天王 但 敌人丝毫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西方天王居然就直接选择了入侵边境 彻底打乱了九长老的计划 独孤默坐在椅子上 他挥了挥手 示意秘书出去 见状 秘书只好恭敬点头 然后退了出去 独孤默哭坐在椅子上好半上 他才拿起了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老乔 是我 两久之后 他才挂断了电话 眼中满是坚定 他好不容易才罢免了战神 好不容易才有了染指军方的机会 说什么都绝不能让战神回归 他会证明 就算没有战神 也一样可以抵御外敌入侵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就没人敢对他指手画脚 哪怕因此付出一些代价 也在所不惜 对于这件事情 李东并不知道 他依旧 还在九之花村对黑文病毒进行着抗争 而在这个时候 外面的社会上 有着一篇文章刊登了出来 这是华夏发行量最多 影响力最大的华夏日报刊登出来的 文章的名字 叫做《占地危情》 记者以自己在疫情所在地的所见所闻 写出来的一篇稿子 文章里 将黑文横行的地方称之为占地 以煽情的笔法 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 或者说 是一个妻子 为了追随自己的丈夫 独身入险地的惊险故事 而且 在文章旁边 还刊登了一张照片 一男一女并肩站在一起 但看不清楚脸 朦朦胧胧的 但这样一来 这种深邃梦幻的意境 反而让人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这篇文章一刊登出来 就引起了社会上巨大的反响 本来 黑文病毒这个话题 在网络上就持续火热了这么长时间 只是 大家对黑文病毒的资料知道的很少 最多也就是官方 以及一些专家学者 不着编辑的爆料 最多的 还是网民们漫无目的的猜测讨论 突然间 有人在疫情地区 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 自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在新闻头条的评论下方 有大量的网友进行留言 都这个时候了 专家们还有心情 在疫情地区谈情说爱 证明黑文病毒 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嘛 真是的 这个时候还在谈情说爱 这些救援组的专家 真应该拉出去枪毙 写这篇稿子的记者 也应该枪毙才对 楼上的是杀笔嘛 人家是夫妻 看都不看张嘴就来 就是啊 而且那位叫李东的医生 还是他找到预防黑文病毒的办法 他妻子担心他的安危 这有什么不对 说的对 医生就不是人了 医生就不能有家庭了 仅仅是一个上午的时间 这篇稿子的评论 就超过了十万条 众多网友对这篇文章 表示了不一样的看法 有人认为 这个时候不应该谈情说爱 但更多的人 却支持这一点 毕竟 那不是普通的谈情说爱 是一位妻子 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危 不顾危险 深入疫情所在地 这让无数网友感动不已 这样的爱情 真的是太真挚了 当然了 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 觉得专家组的成员 带女人去灾区 是公款私用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私欲 他们提议 将李东这种无良医生 驱逐出专家组 并且要追究他的相关责任 不过这些人的言论一出来 立刻就被无数网友指责 淹没在了帖子的最下方 此时 发表了这篇文章的编辑部 却在进行这样的讨论 怎么样 都没想到吧 王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啊 既引起了社会的讨论 又能避重就轻 将民众对黑温病毒的各种猜测 以及恐惧感 给撕扯了过来 实在是表不可言啊 编辑部主任 躺在自己的软椅上 一脸自得 他们费尽心思 将王月送进了疫情所在地 没想到王月送回来第一篇报道 居然是一篇爱情故事 这让编辑部的不少人 感到很愤怒 可是 编辑部主任却看到了 这篇文章所能带来的效果 于是 他二话不说 直接拍板将文章发表了出去 并且一个字都不删 而且还将这篇文章 刊登在报纸最显眼的位置上 果然 这篇文章带来的各种收益 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了 报纸不但卖光了 而且还引起了全民打讨论 要知道 这种影响力的稿子 可是很少见的 是啊 还是主任高明 王月所在的采编组组长 拍着马屁 当时看到这篇稿子 我就觉得 王月这个同志 简直是乱谈情 咱们这么严肃的报纸 怎么可以发表这样的报道 现在看来 还是主任眼光高明 王月那小姑娘 也挺有能力的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这是横骨不变的道理 主任听到这些马屁 笑得嘴都咧到耳后跟了 第899章 上报纸了 第899章上报纸了 当初报社要选派一名记者 去疫情地区的时候 采编组组长 很想将自己看中的 一个心腹送进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个人进去了 随便发一些稿子出来 都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要出名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 王月却不知道 从哪里找到了很强硬的背景 将这名额给抢走了 组长心中对王月当然有意见的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发作出来 昨天看到那篇稿子之后 他更是气得拍桌子 但现在 他也不得不承认 主任的眼光 确实是好 这篇稿子 的确是火了 甚至可以说是 火得一塌糊涂 是啊 王月的稿子既好写 又不好写 一个光着脑袋的男人 捧着茶杯笑着道 在疫情地区里面 随随便便就能写出一篇稿子 但是 他写出来 咱们也不好报啊 现在黑文病毒还没有解决 他只能写黑文的恐怖 死亡的人数等等 这样的话 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跟咱们要宣传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如果写专家组尽心尽力 互信有爱的话 估计网友们要骂娘的 以疫情地区的爱情 来寻找突破口 这一点 真的非常好 连我都没想到 怎么样 大家对后续有什么建议吗 主任点了点头 看着身边的几个下属问道 我建议 让王月继续追踪黑文病毒事件 多多关注疫情地区的人性闪光点 对于黑文病毒事件 要避重就轻 当然了 如果解决方案出来了 要第一时间发来消息 我觉得 这篇文章 既然这么受欢迎 那我们完全可以 让他搞一个连载吗 这个想法不错 主任笑着点头 我们可以给他开辟一个专栏 专业写这对夫妻的事情 其中也要夹杂一些 疫情地区的情况 嗯 我赞同 上官集团大厦 上官网的秘书林月 轻轻扣了扣门 然后不等里面有回应 就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他尽量将高跟鞋踩得很低 然后对站在窗口的一个 美若天仙的女人道 小姐 今天有关于疫情地区的报道 我知道了 上官网淡淡道 他并没有转身 去接林月递过来的报纸 小姐 我们要做些什么吗 林月问道 什么都不用做 上官网摇头 上一次 因为李东的缘故 他被上官庭软禁了起来 现在事情暂时过去 他自然又被放了出来 主持上官集团的大小事务 等秘书退出去之后 上官网 这才转身看着 摊开在桌子上的那份报纸 这并不是完整的报纸 而是剪辑下来的 一个板块 上面 有一个非常显眼的标题 占地威青 在这篇稿子旁边 配着一张照片 虽然很模糊 但是上官网 还是一眼 就将那个男人认出来了 他魂牵梦绕了十几年的男人 他最爱的男人 李东 至于旁边的女人 不用看 必然是那个林宇柔了 此时 上官网看着这张照片 脑海中 突然间泛起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如果跑到疫情地区的人是自己 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 很快的 他就自嘲地摇了摇头 别人能做的 不代表自己也能做 没办法 他的身份跟那个女人不一样 别人是名正言顺的正房妻子 自己去了 算什么 小三 虽然他并不会轻易放弃李东 但是 这个时候跑过去 那也只是自找罪受而已 他很确信 那个男人 绝对不会因此 对自己刮目相看 甚至于 那个男人 还会认为自己是没事找事吗 算了 自己能做的 还是努力 将那个女人击败吧 他要名正言顺 将林氏集团击溃 他要让李东明白 他上官玩 才是最配得上他的女人 李东拿到这份报纸的时候 已经是当天傍晚五点多钟了 报纸是云甸卫生局局长 让人从外面送进来的 他认为 任何一个人 只要能上报纸 都会感到非常骄傲的 更何况是这种级别的报纸 那简直就是祖坟上冒清烟了呀 而且 他也经常在疫情地区活动 看到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李东 而他还知道 李东跟杜秘书的关系不俗 所以 也就存了一点讨好的心思 在他看来 只要讨好了李东 那就等于是 讨好了杜秘书啊 杜秘书虽然现在是一个秘书 但是 谁都知道 他在卫生系统里面 那可是部长的贴身助手 甚至可以上达天厅的 这种人物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俗话说 丞相门下三品官 这句话可不是说说的 这种话 说的就是杜秘书这种人 这种报纸 是那些送羊奶的军人拿进来的 所以 报纸上 也有一股李东 已经很熟悉的杨骚味了 他看完了这篇文章 心情倒是很平静 也没有感到骄傲什么的 毕竟 这种级别的报纸 他不知道上过多少 当然了 他上这种报纸的身份 自然是战神 想当初 他还在镇守边境现实 击溃了那些恐怖组织的时候 别说是报纸了 央视都不知道采访他多少回了 但那个时候 他戴着一张面具 并没有露脸 否则的话 现在全国人民 早就熟悉李东的样子了 怎么好端端的送来了一份报纸 唐宇一把拿过李东放下来的报纸 阅读了起来 哎呀 李大哥 你上报纸了 这张照片是你吧 跟打了马赛克一样 看不清楚你的样子 唐宇惊喜地喊道 上就上了吧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李东摇了摇头 这次他回来 以真面目来带领中医走向世界 以后这种上报纸的机会 多得是 不过 他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 不是他一个人上报纸 还有林语柔跟他一起呢 能跟心爱的女人上报纸 这的确是让人值得开心 李大哥 你不去跟嫂子分享一下 唐宇笑着道 那行吧 我去告诉他 李东点了点头 他不是那种傻乎乎的直男 这种浪漫的事情 跟自己媳妇分享一下 也是好事 李东相信 林语柔看到这份报纸 肯定会很高兴的 我们要不要等你回来 再去患者家里 唐宇问道 李东沉吟一下 等不等都没关系 你们先去也可以 今天是最关键的一天 我到时候 还是要亲自过去一趟吧 没多久 李东来到了林语柔 他们居住的帐篷里 见到帐篷里 只有趴在桌子上 做实验的王渝 其他人却不见踪影 之前被李东救下的 那个女孩子 已经被转移走了 她的身体虽然没什么大碍了 但还是很虚弱 所以也就不适合 在第一线进行工作 现在估计都已经坐上飞机 回京都了 第九百章 不希望他生气 第九百章 不希望他生气 王渝抬头看了一眼李东 对了 你负责的那个患者 病情怎么样了 情况很不乐观 如果再不找到解决办法的话 遇难人数就要增加一个了 李东沉生道 看着病患一天天 在痛苦中消磨掉生机 看着患者一天天接近死亡 李东心中也很不好受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她虽然是医生 而且是医术很高明的医生 但是她不是神 这些病毒 连她也没有办法 听到这话 王渝的脸色顿时黯然了下来 我们要加快步伐才行了 如果在我们到来之后 还有村民死亡 其他人就会对我们失去信任的 我明白 李东点了点头 不到最后一刻 我都不会放弃希望的 说着 他问道 对了 我媳妇呢 他跟王渝出去了 好像说是去看看临近村子的情况 跟他们谈一下联合办学的事情 王渝回答道 临近的村子 李东在来九之花村路上的时候 就听村长说过 在他们这种地方 村子跟村子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 有可能一条村子在山的这边 另外一条村子就在山的另外一边了 他们什么时候去的 李东问道 在知道林语柔跟王月出去 他心里不由的有些担心 当然了 他所担心的 并不是怕林语柔他们 遇到有人对他们不利 毕竟有训兽师在暗中保护着 李东怕的是 林语柔他们离开村子 万一遭遇到了黑温群怎么办 或者是遭遇到野兽群 虽然林语柔他们喝了养奶 但他们终究是第一天才开始喝 不一定很有效果防御黑温的 而遇到野兽群的话 即便是训兽师那样的大宗师强者 也很难第一时间保护他们两个安然无恙的 早上就出去了 大概是八九点钟的时候 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王渝看到李东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也意识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没事 我出去找找吧 李东沉声道 说完 他转过身朝着外面走去 这里没有信号 要是有信号的话 他直接打个电话给训兽师 就知道他们在哪了 刚走出营地 正好碰上了九只花村的村长 李东问道 村长有没有看到 昨天过来的那两个女娃 村长咧嘴一笑 点了点头 看到了 他们两个一大早过来找我 说要去附近的村子看看 我怕他们迷路 就派了个人跟着 你认识路吗 李东问道 认识啊 我们这些村长 还经常在一块喝酒呢 怎么会不认识路 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着 村长一脸得意地道 带我去找他们 李东沉声道 什么 他们还没有回来 村长听到这话 脸色也变得难看了起来 要是那两个女娃 出了点什么事 自己这个村长 岂不是要干到头了 虽然说 在这样的村子里 捞不到什么油水 可是 隔三差五的 都能去镇子里改善改善生活 而且 有救济衣服 或者救济款的时候 自己家多多少少 能多分一点呢 我弟的亲娘 赶紧走 别遇到土狼群 或者熊瞎子 那就完蛋了 土狼群 听到这话 李东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他这才想起来 在进来村子的时候 村长就曾经说过 森林里面 有可能遇到熊瞎子 跟土狼的 唯一让他有些放心的 是驯兽师在暗中保护 此时 森林之中 三道身影 正在朝着前方前进着 你说 我老公要是知道了 他会不会怪我啊 林语柔问道 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手中正拿着一把匕首 将挡在前方的荆棘树条 给撩起来 好方便自己通过 应该不会吧 他不是知道 你是过来做慈善的吗 走在林语柔身后的王月 开口道 经过一夜的相处 林语柔对这个骨子里 充满冒险精神的女孩子 很有好感 两人说得上是一见如故 特别是林语柔知道 王月已经将他跟李东 写成了一篇文章 这让林语柔 对他的好感大增 能跟自己心爱的男人 出现在报纸上 林语柔觉得 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而王月 则是需要从林语柔的身上 获得更多的素材 他上一篇文章 通过网络传递回去 获得了主任的大力赞赏 上面已经下达了命令 让他以李东跟林语柔的故事 做一个连载 一直到这一次 黑文病毒事件得到控制 所以 当林语柔说 要去林村了解情况 他就毫不犹豫跟了过来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还有一个 名叫胡子的男孩 他是九之花村的村民 只有十几岁 但却有着跟他年龄 不相配的成熟 他上了几年学 觉得上学没意思 所以就辍学了 村子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 早就去沿海城市 打工挣钱了 可是 他父亲早逝 母亲瘫痪在床 所有他只能留在村子里 忙时做点农活 闲时打打猎物什么的 早上林语柔问村长 要向导的时候 村长就毫不犹豫 将胡子派了过来 他们已经去了一趟 隔壁的村子 跟那边的村长 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 就回来了 具体的投资计划 还要等林语柔回去之后 跟慈善组织那边进行商议 可是 他要是生气怎么办 林语柔还是有些担心 昨天李东 还想着让他回京都 他好不容易才让李东答应 让他留下来 今天他连招呼都不打 直接去了另外一条村子里 这一点林语柔认为自己是不对的 毕竟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知道之后肯定会生气的 他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都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不顾自己的安危 跑到这种随时可能丧命的地方来 你连死都不怕 还会怕他生气 王月笑着道 在他看来 林语柔的勇气 真不是一般的大 寻常人要是知道这里的处境 根本没有勇气过来的 而林语柔却来了 就是为了跟自己心爱的男人在一起 这一点 让王月无比佩服 这样的爱情 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羡慕 是啊 这么做 我并不后悔 林语柔笑着道 我只是不希望他生气 林姐姐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任何男人都不应该对你生气的 作为一个女人 你只是想要跟自己心爱的男人在一起而已 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王月叹了口气 她应该为有你这样的妻子 感到骄傲才对 林语柔笑了笑 没有说话 她伸手拨开了一截垂落下来的枯枝 然后看到 前面有一只从地上歪歪扭扭爬起来 像是肥胖的黑狗一样的东西 愣了一下 咦 那是什么 谁家的狗狗 跑这里来了 第901章 遭遇黑熊 第901章 遭遇黑熊 狗狗 哪里来的狗狗 王月戴着眼镜 还没有看到远处的动静 而胡子则是顺着林语柔手指着的方向看去 原本漆黑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像是烧黑的锅底一样 她冲着林语柔他们摆了摆手 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喊道 快跑 那不是狗 那是熊瞎子 熊瞎子 这三个字 像是闷雷一样 砸在了林语柔跟王月的心中 他们虽然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但是他们是绝顶的聪慧女子 熊瞎子是什么东西 他们虽然没见过 但听说过呀 那可是深山老林里面 非常可怕的熊啊 甚至要比老虎狮子 更加恐怖的存在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会在这里遇到熊 林语柔的个子 要比王月的高 而且 她眼睛很好 没有任何近视弱视等症状 所以 她看到远处那个从地上抬起头 眼睛混沌迷茫 硕大的脑袋 胖乎乎的身体 理所当然将她认为是村子里养着的狗狗了 毕竟 她平时经常听说过熊 但从来都没有见过呀 被胡子这么一吆喝 林语柔拉着王月的手 就往后跑 那是他们刚刚走过的方向 一些碍事的荆棘条 也被她用匕首给砍断了 所以无比熟悉 跑起来飞快 王月戴着眼镜 一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看清楚 他们所说的熊瞎子在哪里 但是 出于记者职业的敏锐性 她也感觉到了危险 更何况 林语柔跟胡子他们 总不会闲着没事干跟自己开这种玩笑吧 于是 她一只手被林语柔抓着 另外一只手紧紧地拽着相机 掉头之后 朝着前面一路狂奔 那头足足有几百斤重的大黑熊 刚刚从睡梦中惊醒 没想到会有人闯入自己的领地之内 当她看到那大喊大叫 撅着屁股跑路的三人之后 骨子里的凶性 一下子就激发了出来 她嘶吼一声 黄奔着朝着那些善入者冲了过去 在现实世界里面 人类对于黑熊 总是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大家都认为她一身的肥肉 跑起来肯定会很慢的 但是 事实上黑熊的速度 每小时能够达到三四十公里 远远要超过人类的速度 要是将一头强壮的黑熊 放在马拉松跑道上 夺得冠军的一定是她 当然了 要是将她放在短跑项目上 跑第一名的会是人类 快 到树上去 上树 胡子在后面大声喊道 她知道 如果按照这样的跑法 她们的体力 是远远不如熊瞎子的 而且 队伍里面还有两个女人 她们更加不可能 跑得赢 这头被激怒的黑熊 林语柔听到胡子的话之后 立刻开始四处寻找目标 在她左侧 有一棵大树 枝干粗壮 下面有不少藤腕 比较容易攀爬 这是林语柔第一眼选定的目标 林语柔猛地拉着王月拐弯 然后跑到树边 蹲下身子 对王月道 快 你快踩着我的肩膀上去 可是你呢 你怎么办 王月一脸着急地问道 她的额头上都是汗珠 连眼镜都跑掉了 不要废话了 快点爬 林语柔大声喝道 她在林氏集团当总经理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平日里早就养成了一种威严感 此时立刻出来 让她整个人充满了威严 或许是当林氏集团总经理的时间比较长 她的反应能力 以及思维能力 都要超过普通人的 虽然这是她第一次遇到了熊瞎子 心中也很害怕 但是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她还是做出来最正确的选择 王月不敢吭声了 她直接踩在林语柔的肩膀上 抓住了大树的枝条 努力往上爬去 林语柔咬着牙 忍着肩膀上传来的疼痛 她努力站直了身体 双手捧着王月的屁股往上顶 有了这样的助力 王月很快就爬到了大树中间的一根横插上去了 林姐姐 你也快点上来 你快点上来 王月上树之后 着急喊道 她此时已经看到了 那头黑熊冲过来了 眼睛血红 长着猙獰的獠牙 像是疯了一样 太可怕了 快上树 胡子也大声喊道 她是半个猎虎 而且又没有什么负担 所以 她现在也已经爬上了一棵树上面去了 可是 这个时间点 林语柔却没有时间继续爬树了 因为那头黑熊已经近在咫尺 林语柔很清楚 如果她还继续爬树的话 那头黑熊会趁着她爬树的时候 直接冲过来 把她扯下来的 所以 她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只有跑 跑 快跑 此时此刻 在这种危急的时刻 林语柔早就忘记了 暗中还有训兽师保护的事情了 她现在想着的 就只有跑路 不让这头黑熊追上自己 事实上 训兽师也的确在暗处 此时 训兽师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 她的脸色有些肃然 凝神看着 但她并没有立刻出手 因为她牢记 李东对她说过的话 不到最危险的时候 没有必要在外人面前 暴露她的存在 现在林语柔虽然危险 但还不到生命危机的时刻 这头黑熊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但对于她这种 大宗师强者来说 也就那样 她可以在林语柔的生命 遭遇威胁的那一刻 出手将这头黑熊解决掉 所以她继续躲在暗处 静候事情的发展 或者说 等待林语柔遭遇到 生死危机的时刻 她才会出手 此时 林语柔已经朝着 森林深处跑了过去 而那头大黑熊 没能撕碎目标 更是心中火气汹涌 她朝着王月 爬上去的那棵树 猛地撞击了几下 发现没能撞到 怒吼一声 直接放弃了王月 朝着林语柔的身后 追了过去 没办法 她只有这么一个 移动的目标了 与此同时 山路上 村长在前面给李东带路 一边出声安慰道 你放心吧 没事的 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了 上个月 我还跟隔壁村子的村长 一起喝酒呢 除了几只飞蛾 就没有碰到过大家伙 她看得出来 这位来自城里的贵客 好像生气了 自从走出了帐篷之后 就一直紧绷着脸 除了问路 几乎一个字 都不跟她多说 看起来 就像是随时会发飙 将人给揍一顿似的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李东有些不耐烦了 你只需要在前面带路就行了 你确定 他们一定会走这条路 那当然了 胡子是我们村的 我们村的人去其他村子 都是走这条路的 怎么会走错 村长有些不乐意了 出声反驳道 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 但你不能质疑我的专业 那就赶紧的 李东沉声道 他一边走 一边四处打量着周围的地形 好像要从其中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第902章 跑跑跑 第902章 跑跑跑李东 是最好的军人 这十几年 他不知道执行了 多少次这种丛林任务 所以 他的侦察意识 是非常强大的 只要这里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他都可以立刻发现 好的 我这不是在走着吗 村长嘀咕道 又走了一段路 村长突然道 等等 快等一下 怎么了 李东眼神一鸣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腥味 村长问道 李东鼻子动了动 脸色微微一变 闻到了 很浓厚的一种腥味 还有很多黑毛 难道他们 遇到了熊瞎子 嘿 我也是这么想的 村长点了点头 但愿那两个女娃跟胡子 不会这么倒霉吧 他话刚落下 就看到 李东一个剑步上前 然后从一处草丛上 捡起了一副女性眼镜 这不是那个女娃的眼镜吗 他 难道他 村长脸色一变 说话都不理所了 他最担心的事情 难道真的发生了 那两个从城里来的女娃 要是真的在这里出了事 那他这个村长 就真的干到头了 李东的脸色 阴沉到了极点 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当然了 他之所以没有惊慌 是因为他还没有闻到血腥味 如果真的有人被熊吃了 必然会有血腥味传来的 不用想了 他们必然是遭遇到熊瞎子了 李东沉声道 话刚落下 李东就听到不远处 传来了一道隐隐约约的呼救声 救命 快来人啊 救命啊 听到呼救声 李东动了 快速朝着前面窜去 村长见状 也赶紧跟了上去 但是他的速度 压根就跟不上李东的速度 眨眼间就被甩开了一大截 当李东看到 躲在大树中间 没有办法下来的王月 却没有看到林语柔 李东急忙问道 我老婆呢 她在哪里 李医生 你快去救林姐姐 她被那头大黑熊追着呢 王月急忙喊道 胡子呢 你看到胡子了吗 村长也跑过来了 很担心胡子的安全 连忙问道 她刚刚跑去救林姐姐了 王月带着哭腔道 她的眼镜跑掉了 看人的时候 只能眯着眼睛 刚才胡子走的时候 交代她 千万不能从树上下来 所以 她就在树上一直趴着 她心里担心 林语柔跟胡子的安全 又有各种不知名的 小虫子跟蚊子 在她身上跳来跳去 她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 作为一名记者 出去采访的时候 不是没有遇到危险 那时候 遇到地痞路坝 或者官方的拦截拘留 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 王月一直认为 人要比禽兽更加可怕 可是 今天遭遇到这头黑熊之后 她还是觉得 禽兽比人可怕多了 因为 人有时候还会有害怕的东西 还会跟你讲道理 可是 动物可不会跟你讲道理 只要你去招惹它 它会弄死你 然后把你当做食物给吃了 他们去了哪个方向 李东问道 那里 他们往那林子里面跑去了 王月指了一个方向 坏了 坏了呀 怎么能往那里面跑呢 那林子可伸着呢 里面都不知道有多少大家伙 我都没有办法走出来 村长气得直跳脚 李东差点没忍住 一巴掌 把他抽飞 在那种危险的时刻 能拔腿就跑 就算是很不容易了 谁还有功夫去辨别方向 再说了 林语柔都没有经历过这些 哪里懂这些 他哪里知道 这边的地形是多么复杂 你先送他回去 我去找他们 李东没有功夫跟他们多说 吩咐一声之后 就朝着林语柔他们逃跑的方向 追了过去 黑熊的力量非常大 而且又是发飙狂冲 所以 李东一路上 轻易可以找到 黑熊留下来的脚印 以及被他横冲直撞撞断的树枝野草 不至于迷失方向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你永远不知道 这些千百年的原始树林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树叶下的泥沼 密密麻麻的荆棘 各种危险的动物 还有可怕的毒蛇 连李东这样的强者 也不敢跑得太快 不是害怕那些东西 而是害怕丢失林语柔 跟黑熊留下来的痕迹 他也不敢跑得太慢 因为他怕等 自己过去的时候 林语柔他们会发生不测 虽然有训兽师在暗中保护 但万一出现了意外呢 此时 林语柔还在拼了命地狂奔 跑 快跑 这是林语柔 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也是他潜意识里面 唯一知道的事情 他的帽子跑掉了 皮筋被树条给扯断了 乌黑的长发在随风飞舞 看起来 林语柔就像是穿梭在树丛里的 精灵女妖一样 露出了白皙的肌肉大腿 脸上跟身上有了数道伤口 可是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注意到这些 这是用生命为赌注的禁忌 跑得快 就能活 跑得慢 那就要死 规则很简单 也很残酷 本来林语柔就没有经常训练 跟军人的体能是没法比的 加上这一路狂奔 现在他是真的累了 现在 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小腿都开始发软了 一根纤细的藤腕 都很有可能将他绊倒 他的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 胸腔里面有呼吱呼吱的杂音 这时体能 已经快要达到极点的征兆 有一瞬间 他甚至想着自己 干脆不跑了 反正也跑不掉 而且 训兽师肯定还在暗中保护自己的 但是 他一想到 万一连训兽师也没能救得了自己呢 万一他真的被那头黑熊吃掉了呢 一想到自己再也见不到李东了 一想到自己 要被撕成碎片 他又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飞快往前跑去 事实上 林语柔不知道的是 训兽师已经出过手了 在林语柔奔跑之后没几分钟 训兽师就想出手 直接将那头黑熊灭杀的 他当时拿起了几颗小石头 远远地投射出去 砸在了黑熊的身上 不过 即便被他灌住了契机的石头 砸在黑熊的身上 也仅仅是让黑熊摔了一下 这大家伙皮操肉后 仅仅靠这种投射出去的石头 很难将他击杀 不过即便如此 也让这头黑熊受了一些伤势 行动迟缓了不少 不然的话 林语柔早就被追上了 看到自己发出的石头居然杀不了黑熊 训兽师当时就想出手击杀黑熊的 但很快他就发现 那个叫胡子的年轻人 从后面追了上来 于是 训兽师就暂时停下了 现身击杀黑熊的想法 毕竟 整个救援组 包括九只花村的人 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要是现身出来击杀黑熊 被胡子看到了 宣扬出去 官方的人肯定要来调查他的 这不是他的意愿 也不是李东现在想看到的结果 第903章 只有杀了 第903章 只有杀了训兽师 又看了看那头黑熊 确定这头黑熊 暂时追不上林语柔 也就没有再现身 而是继续暗中跟着 林语柔当然不知道这些 他现在继续往前奔跑 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路 也不知道自己跑到了什么地方 他现在只想着能够活下来 至于迷路之类的担心 暂时有些多余 终于 林语柔从密林里窜出来了 他的视线也在刹那间就变得开阔了起来 他看到了前方有一个小湖 这个小湖被四周密密麻麻高耸入云的树林包围了起来 如果不是林语柔恰好跑到了这里 可能这个小湖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 湖边寸草不生 光秃秃的有些奇怪 土是黑色的 看起来像是被墨汁浸染过了一样 更奇怪的是 这湖水看起来居然也是黑色的 而且是那种墨水一样的黑色 让人有种阴森诡异的感觉 当然了 这样的想法 只是在林语柔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现在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么多 毕竟 跟后面追赶过来的那头大黑熊相比起来 这些东西实在是不算什么 林语柔飞快四处看了看 然后 他快速朝着小湖旁边的一座小山爬了过去 那座小山 看起来并不大 只有两个人多高的样子 更像是用两块岩石组成的 只是 四周围光滑入镜 像是被打磨过的鹅卵石 好在 这两块岩石的中间 有一条缝隙 林语柔两只手各自撑着一边 然后双手双脚同时用力 三两下就爬上去了 爬上去之后 林语柔本来已经快要脱离的身体 一下子充满了力量 因为 他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爬上这里 就意味着那只大黑熊抓不到他了 果然 他刚刚爬上来 那头大黑熊就跑过来了 他伸出了爪子 想要爬上来 但是 这不是他所能做到的事情 于是 他后退了两步 用脑袋撞击了几下岩石 但丝毫不动 最终 大黑熊放弃了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最终发现 自己对这个女人 是无能为力了 大黑熊死死盯着林语柔 星红的眼中 充满了愤怒 他怒吼着 围绕着岩石打转 却不愿意离开 快要倒嘴的食物 就这么没了 他很不甘心 看到那只大黑熊 暂时对自己造不成威胁 林语柔放心了 他松了口气 一屁股坐了下来 他看着已经开始出现 星辰的天空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哈哈 我还活着 太好了 林语柔心中充满了骄傲 他从来就没有经历过 这么刺激的事情 这一次 真的让他永生难忘 他大声笑了起来 但笑着笑着 眼泪就流淌了下来 温热的泪水 顺着割伤了脸颊滑落 那带着盐分的眼泪 让伤口火辣辣的一阵疼痛 老公 你快来救我 然后 他终于想起了李东 这一刻 他无比想念李东 此时 李东还在往前奔跑 这种森林 是很难见到阳光的 因为餐天大树 实在是太多了 再加上密密麻麻的藤腕 就连阳光都很难照射进来 只有偶尔通过那些 稀疏的树叶缝隙 才能看到天空的颜色 但现在 随着天色美阴暗一些 李东的心就更加担忧 最后 他甚至都有种 不敢寻找下去的想法了 他不断地想着 若是林语柔 真的被那头大黑熊抓住了 会是什么下场 可想而知 那头黑熊 绝对会将林语柔撕成碎片的 虽然有训兽师在保护 但是李东还是忍不住这么想 他之所以这么想 根据心理学来看 是因为他正害怕 这样的事实发生 所以才会不断地这么想 可是 李东没办法控制自己 不去这么想 好在 林语柔跟黑熊留下来的痕迹 还在 这又给了李东 不断前进的动力 当他拨开如绿墙一样的藤蔓 看到眼前豁然开朗的世界时 不由得心中一喜 接着 他就看到了那个围绕着岩石打着转 不断地发出 一阵阵低吼声音的大黑熊 这头黑熊在这里 那么林语柔肯定也在这里了 李东视线一扫 并没有发现林语柔的身影 不过 那头大黑熊 既然围绕着岩石打转 想必 林语柔应该在岩石上面 距离太远 岩石上面的 前端烧尖 正好挡住了林语柔平躺下来的身体 所以 从李东的角度 并不能看到林语柔 再接着 李东又四处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九只花村的那个胡子 也不知道是他迷路了 还是怎么的 不过 李东现在没时间去关心对方 他再次四处看了看 然后 从远处的一棵大树上面 看到了一道生意 训兽师 看到训兽师 李东微微皱了皱眉 这家伙 现在有机会杀掉那头大黑熊 为什么不动手 仿佛是看出了李东的疑惑 训兽师对李东 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李东看懂了 那家伙 是想让他出手解决那头大黑熊 很明显 训兽师是想让李东来 一场英雄救美 虽然美人是自己的老婆 但这样可以 让林语柔更加崇拜自己不是 想必林语柔现在最渴望的事情 也是自己老公 像是英雄一样出现 把他救下吧 这么一想 李东就不再理会训兽师了 想要救下林语柔 首先就要赶跑 或者杀掉这头大黑熊 赶跑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 只有杀了这头黑熊 李东身上并没有携带热武器 他也不想赤手空拳 去跟那大家伙硬碰硬 幸运的是 他身上带着一把匕首 不过 匕首终究也只是短程攻击武器 而且 杀伤力也很有限 吉田是灌注了契机 恐怕也很难 将这头大黑熊一击必杀 不过这难不倒李东 他当年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曾经遇到过很多猛兽 其中 就包括大黑熊 所以 李东有对付对方的办法 只见 李东突然退回到了树林里 他却选择了几根粗细合适的小树 用匕首割断 去掉头尾 削成了三根将近两米的长矛 他手里 拿着这三根长矛 并没有太过靠近 紧接着 他握着一根长矛 脸色平静 但浑身的契机 却在这一刻鼓荡了起来 远处树上的训兽师 看到这一幕 双目微微一宁 老实说 训兽师知道 这位东方战神很强 而且强横到 可以轻易击溃半步 超凡级别的武者 但 李东的真正实力 到底有多么强大 他还真的不知道 他只知道 世界上唯一能够跟李东像匹敌的 恐怕只有天网的了 现在 可以近距离看到李东出手 他当然不会放过 欣赏这难得的一幕了 终于 他手持长矛 猛地投掷了出去 蹦 这根长矛 猛地破空而出 第904章 击杀黑熊 第904章 击杀黑熊 其尖锐洞穿力 带出来的那种破空声 让远处 身为大宗师强者的训兽师 都感受到了一种 很纯粹的窒息感 他真的很难想象 这样一根长矛的洞穿力之下 那头大黑熊 会是什么下场 因为就算是他 想要正面接下这根长矛 也是非常困难的 好 一声剧烈的痛苦嚎叫声 猛地从大黑熊的口中发出 那根长矛 直接洞穿了大黑熊的腿部 腥红的鲜血 直接标射而出 喷洒了一地 这声音 直接惊动了 岩石上面的林宇柔 他爬了起来 终于看到了李东 一脸惊喜 老公 老公 喜悦充斥着脑海跟心脏 他不知道 自己要说些什么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 喊着老公 不要下来 李东大声喊道 随着李东的话落下 那头大黑熊 终于发现李东了 当他看到李东手中 拿着的第二根长矛 他终于意识到 将自己大腿 动穿的那根长矛 就是那个人类弄的 大黑熊愤怒了 特别是受了伤的大黑熊 更是爆发力惊人 他不顾身体的剧痛 突然间转身 朝着李东扑来 老公 小心 林宇柔看到这一幕 顿时惊呼出声 但李东脸色平静 眼神微冷 这畜生 果然凶猛 若是普通人的话 绝对会成为他口腹之石 只可惜 他遇到的是战神 第二根长矛 已经被李东 捏在了手中 紧接着 他灌住了契机 再次投掷而出 蹦 空中 再一次想起了 刚才的那种 可怕破空声 吃 第二根长矛 毫不费劲地 破开了黑熊的皮肉 在他的颈部 贯穿了进去 炙热的鲜血 再一次飙射了出来 好 黑熊发出了 更加凄惨的号角声 仿佛可以响彻 整座森林 惊起了飞鸟阵阵 令人毛骨悚然 不等着嘶吼鱼音消失 第三根长矛 再度电光火时间 爆射了出去 这一次 远处的训兽师 连长矛的影子 都看不到了 他只能听到 一道破体 而入的声音 这一击 让训兽师 隐隐约约 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虽说那根长矛 不是冲着他去的 但那种威能 对于他这种 级别的舞者来说 真的太恐怖了 如果自己换作 是那头黑熊 训兽师毫不怀疑 这三根长矛 绝对会将自己 彻底刺穿 没有丝毫逃脱的可能 太恐怖了 这就是东方战神的 真正实力吗 他在心中 默默将李东 跟西方天网的 拿来对比了一下 最后发现 从气势上 即便是 似乎都没有 李东这么强大 于是 训兽师的心中 就多了一抹期待 他现在已经 叛出了天网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天网迟早都会派出 其他的战将高手 来找他算账的 所以 李东越强大 他就越安全 甚至于 他都有些想要看到 李东击败的 那一天到来了 再说回那头黑熊 李东的第三根长矛 再一次 被他造成了刺穿 而这一次 黑熊再一次 发出痛苦的嘶吼 只不过 这一次大黑熊的嘶吼声 已经有了绝望的气息 终于 碰 随着一声闷响 那头大黑熊 倒在了地上 三根用树干 削成的长矛 无一例外 都插在他的身上 一根在腿部 第二根在颈部 第三根 则是直接从耳部 冻穿了他的脑袋 毫无疑问 这第三根 才是真正的致命伤 岩石上面的林语柔 看到这一幕 吓得捂住了眼睛 两久之后 他松开了手 看着那头大黑熊 已经没有了声息 这才惊魂未定地 看向李东 李东站在那边 也看到了林语柔 笑着对他招了招手 接着 李东一个剑步 窜上了岩石 身形飘逸无比 无比轻松 老公 林语柔扑过来 一把抱住了李东 他之前真的是被吓坏了 现在看到李东 一颗心终于彻底 放松了下来 抱着李东不肯松手 好了 哪里有受伤 李东扶着林语柔的肩膀 将他推开一些 问道 我不知道 林语柔摇了摇头 他现在只觉得 自己浑身上下 都像是要散了架一样 身体每一处都痛 仿佛所有的部位 都受过伤一样 听到这话 李东却放心了 这也就是说 林语柔身上大伤没有 小伤 到处都是 李东看着他 被荆棘划破的小脸 以及身上破烂的衣服 心中无比怜惜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你不应该来这种地方 如果你出了点什么事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跟爸妈交代 林语柔看着李东 眼中却一片坚定 我不怕 我也不后悔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你 李东瞪着他 老公 你骂我吧 林语柔无力地躺了下来 反正我知道 你找我一定会骂我的 他知道自己闯了祸 要不是他今天非要去隔壁村子 就不会遭遇到黑熊了 如果他提前跟李东说 他要去隔壁村子 李东应该就不会生气了 我骂你干嘛 李东好笑地问道 他当然不会骂林语柔 因为林语柔也没做错什么 虽然林语柔去隔壁村子 没有跟他提前说 但也不能怪他 毕竟他们的帐篷 隔着有点远的 而且 李东一整天都在研究黑文病毒 以及病患的病情变化 就算知道了 也没时间跟林语柔一起去隔壁村子 林语柔这次过来疫情地区 是代表林氏集团 过来这边做慈善的 这件事情 既然他决定了要做 那自然会努力做好 让人民攻坚脱贫 这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吗 来 处理一下伤口 李东从口袋里面拿出了美容粉 放一些再掌心 然后另外一只手沾了一些 开始为林语柔涂抹伤口 这玩意儿 比林氏集团卖的那些效果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总之涂上去之后 片刻功夫林语柔就不感觉到疼痛了 处理完伤口之后 林语柔问道 老公 天这么黑了 我们怎么回去啊 就这么回去太危险了 天色晚了 来时走过的痕迹也看不到了 这个时候走出去会更加危险 相信那位村长同志回去之后 会带人过来找我们的 我们在这边等他们吧 好 林语柔当然没有意见了 只要李东在身边 他就不会有丝毫害怕的情绪 觉得非常安全 心里无比安定 此时 月亮已经高高挂在了天空之上 借着月光 李东打量了四周围的状况 然后他一脸诧异 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呢 你看那个湖的水 居然是黑色的 跟墨汁一样 林语柔指着那个湖对李东道 我刚跑到这里的时候 非常害怕 好在你来了 要是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过一夜 非吓死不可 李东也看到了 那个湖的水 顿时皱起了眉头 第905章 奇怪的石头 第905章 奇怪的石头奇怪了 这湖水 怎么会是黑色的呢 不知道呢 连湖泊周围的那些泥土 都是黑色的 真的很奇怪 林语柔同样想不通 李东看了一眼周围 果然 湖水周围的泥土 真的是黑色的 饶视李东 见多识广 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他皱着眉头 仔细在记忆中搜索了一阵 发现自己的确从来没有见过 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但他知道 是出反常必有妖 这里的黑色湖水 还有黑色的泥土 绝对不简单 不过这个时候 李东也懒得去查探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经历了这件事情 林语柔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伤势 但小伤到处都是 而且耗费了极大的体力 想必已经很累了 作为丈夫 李东现在要做的 还是陪着林语柔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无尽的黑色夜空 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 一对男女 一头毙命的黑熊 黑色的湖水 黑色的土地 以及那种古怪的气味 这一切 看起来一点都不为美 反而 像是一幅阴森恐怖的画面 李东将林语柔搂住 让他的脑袋 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林语柔找了一个舒适的姿势 轻声道 老公 我饿了 他当然饿了 今天中午 他跟王月还有胡子 在隔壁村子 简单吃了一顿便饭 本来就没有怎么吃饱 加上遇到黑熊拼命奔跑 早就将那点食物 消化得一干二净了 他不说还好 一说出来 连李东也觉得自己的肚子饿了 现在上哪去找吃的 李东笑着道 以他的实力 要在丛林里面找点吃的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出去打猎就行了 但李东这个时候 不可能离开林语柔身边的 至于让训兽师去打猎什么的 李东暂时也没有这个想法 再说了 就算打到了猎物 这里没有水源进行清洗的 至于这个湖 里面的水又是这样的黑墨色 就算运气好 能够从里面捕捉到一些鱼呀 虾呀之类的 你敢吃吗 那大黑熊的肉能吃吗 林语柔吞咽着口水 看着下面那只庞大的大黑熊尸体道 你敢吃吗 李东笑着道 你要是想吃 我现在下去切一点肉 过来烤了给你吃 算了 还是不要了 林语柔摇头 血淋淋的 也没有清水清洗一下 李东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了 当然了 如果再等一会儿 村里的人还没有找到这里来 李东自然会让迅速师去弄点吃的 有那么一个免费的劳动力 不用白不用 林语柔也不说话了 夫妻俩的身体拥抱在一起 静静地看着 这并不辽阔 星辰闪烁的天空 耳边没有喧哗 眼中没有冰纷 嘴唇安静不语 当嘴巴休息的时候 便是心灵开始沟通的时候 这样的氛围 真的很美好 很浪漫 林语柔很享受这样的气氛 但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出声道 老公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什么 李东问道 这里居然没有蚊子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林语柔问道 这话一出 李东整个人都愣住了 要不是林语柔提醒 她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 要知道 这里可是荒郊野外茂密的树林里 这种地方 应该是蚊子肆虐的地方才对 可是 这里居然一只蚊子都没有 太奇怪了 难道 那些蚊子被他们彼此相拥的唯美画面所迷住了 所以选择 不在这个时候过来骚扰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你有没有闻到 那股奇怪的味道 越来越浓郁了 李东问道 对哦 好像是 就像是从我们身上传出来的一样 林语柔松开了李东的腰身 她趴在岩石上面闻了一下 叉一道 这种味道 好像就是从这两块大石头中间传出来的 那些蚊子 该不会是害怕这种味道 所以才不敢过来吧 李东皱眉想了一下 紧接着 她心中狂喜 她突然捧着林语柔的脑袋 在她嘴唇上亲了几下 老婆 你太厉害了 啊 林语柔一脸猛逼 而李东 已经从大石头上跳了下去 伴随着一句话传来 我想 我们应该找到黑温病毒的重要线索了 林语柔趴在石头边缘 往下面看 问道 什么线索 李东的鼻子在两块大石头上嗅来嗅去 然后又用手悄悄打打 沉声道 你有没有闻到 这石头上面散发出来的味道 跟什么东西很相似 什么东西 林语柔想了想 也用力闻了一下 紧接着 一道灵光从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我知道了 是羊奶 不错 就是羊骚味 虽然这股羊骚味 没有羊奶的那股味道那么浓重 可是 对于蚊子来说 依旧足够明显了 李东笑着道 我一直以为 羊奶可以预防蚊子 其实 蚊子并不是害怕羊奶的味道 而是害怕这种东西散发出来的味道 可是 这两块石头 又是什么东西呢 林语柔问道 她也开始在上面敲打着大石头 没想到 自己被一头黑熊一顿追赶 竟然能发现 这么重要的线索 李东指着石头周边那些黑乎乎的泥土 以及那黑色的湖水 沉声道 老婆 你有没有发现 这周围的环境变化 这两块石头周围 居然寸草不生 小胡的颜色 也被染成了黑色 而我们在这两块大石头上面 做了这么久 别说是蚊子了 连其他的昆虫都没有见到 这证明了什么 林语柔当年在大学里 可是佼佼者级别的 聪慧无比 所以 听到李东这话 他立刻就想到了 你是说 这石头还有什么放射性元素 所以才会导致周围的植物 都不能生长 李东点了点头 笑着道 我觉得八九不离时了 我估计 那些蚊子 也是感染了这些元素 才会变成黑蚊 并且本身携带的病毒 发生了变异 这个解释 是最有可能的 不然的话 那些黑蚊的变异 根本不会无缘无故的 结合这里的环境 以及李东刚才的分析 这件事情 几乎就是真相了 那我们快点通知他们 很可能我们就能从这里 找到解决病毒的办法了 林语柔也兴奋了起来 她刚来到这里 虽然没有去看过那些患者 但王瑜昨晚跟她说过的 林语柔可以想象得到 那些患者 正在遭受着可怕的折磨 甚至已经要濒临死亡了 如果能找到办法解决病毒 就能挽回那些患者的生命了 可是我们没有电话 怎么通知 李东笑着摇头 她知道林语柔激动 而兴奋的心情 因为她现在也很兴奋 第906章思想转变 第906章思想转变黑蚊病毒 不但困扰着那些西医团队 也对李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若能解决 她当然也乐意看到了 我们没有办法 那耶稣大哥呢 他身上应该有 卫星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吧 林语柔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华落 李东的眼睛也微微一亮 是了 自己怎么忘了这一点 林语柔说得不错 训兽师的身上 确实有卫星电话 之所以有那种玩意儿 是为了预防万一 毕竟 一旦林语柔遇到了危险 普通电话又打不出去 那训兽师如何通知李东 所以 训兽师的身上 配备了一部卫星电话 出来吧 把电话给我用一下 李东冲着一个方向喊道 华落 训兽师的身影 从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一跃而下 几个跳跃 就来到了李东 跟林语柔他们面前 李 你刚才真的是酷毙了 训兽师笑着道 刚才这大玩意儿 就像是一只小猫一样 它的生死 完全主宰在你的手中 一来 就是一溜马屁 少来 你要是早点出手 用得着我动手 李东美好气道 李 我们不是说好了 不到万不得已 都不要暴露我的存在吗 训兽师耸了耸肩膀 刚才我一直跟在林小姐的后面 而且 我还出手打伤了那头大黑熊呢 之后 我看到后面有人跟着 就没有继续出手了 在最后你来了 所以 我就把那大块头 交给你来解决了 李东听到这话 才想起了那个胡子 对了 之后跟过来找他的那个村民呢 李东问道 他呀 应该是跟错方向了 训兽师一脸无奈地道 李东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他就算有点担心那个胡子 也没办法了 现在天色这么黑 他总不能丢下林语柔去找对方吧 而且 那个胡子是九只花村的村民 对附近的山路很熟悉才对 按道理 应该不会在山里迷路的 好了 把你身上的电话拿出来 给我用用 李东伸出手 行吧 训兽师点了点头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型的电子手表 丢给了李东 现在的卫星电话 可不是以前那种 大哥大的大块头类型了 各种款式都有 包括这种一携带 又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手表类型 李东接过之后 打开电子手表的表盖 在上面按下了一个按钮 紧接着 他又在上面按了几下 然后放在耳边安静地等待着 他现在要联系的人 是杜秘书 杜秘书那边 也是有卫星电话的 这是为了方便跟外界联系 而李东正好知道 那部卫星电话的频道号码 很快 手表上传来了声音 李东也不必闲 直接当着林语柔跟训兽师的面 将这里的情况 跟杜秘书那边描述了一遍 没多久 李东就结束了跟杜秘书的通话 我已经跟多秘书联系了 他现在已经去组织那些军人过来 李东说着 又扫尸一圈周围 沉声道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 这两块大石头 有放射性元素 那我们就要尽量远离它 去林子里面也不行 估计会被那些成群结队的蚊子吃掉 我们还是去小湖对面 那里距离这石头有点远 这么严重的吗 林语柔有些担心的问道 刚才我们还坐在上面呢 怎么办 李东笑着道 辐射也要有个过程 应该不会这么快的 回去之后 我们检查一下身体就好了 林语柔点了点头 然后三人远离了石头 跑到了小湖对面 训兽师是一个很有B数的人 他当然不会傻乎乎地留在这里 当做一个大大的电灯泡 所以 他声称去找点吃的 然后闪身进入到了密林里面 很快就消失了踪影 李东跟林语柔 又来到了杀死的那头大黑熊旁边 林语柔看了一眼黑熊 笑着道 老公 如果你来的时候 看到我已经被这只大黑熊吃掉了 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 你会怎么办 我会杀掉他 为你报仇 李东沉声道 那也是他所能做的唯一事情了 他此时心中在想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结果 自己会怎么样 毫无疑问 李东认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样的结果 恐怕 他会直接疯掉的 这样我也满足了 林语柔点了点头 笑着道 最起码 为我报仇的人是你 而不是其他人 幸好你没事 不然的话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李东沉声道 这又不是你的错 林语柔摇了摇头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如果我能提前跟你说 要去隔壁村子 或许也就不会遇到黑熊了 是我太任性了 不等李东说话 林语柔看着李东的眼睛 认真道 老公 我准备回去了 为什么 李东 李东诧异地看着林语柔 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决定 我原本以为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只要勇往直前 那就是勇敢的自己 林语柔苦笑道 但来这里 我才知道 有很多事情 不是自己想就可以的了 这一次我惹了很多麻烦 也看到了很多没有看到的东西 像九之花村这样的贫困地区太多了 我很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我们付出一点点 对于他们来说 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喜欢看到这样的转变 我留在这里的用处 其实并不大 反而不如留在公司那边 赚更多的钱有用 现在 我在这边做的事情 换做其他人过来 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 我留在这里 还给你们救援组 增加了不少的麻烦 听着这些话 李东的心里很是诧异 这丫头 被一头大黑熊追赶了一次 思想观念一下子就变化了这么多 不过 现在的林语柔 无疑是要比之前都更要成熟了 她不再执着 陪伴在李东的身边 这让李东感到很欣慰 李东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那只电子手表 开始滴滴滴地响了起来 李东拉开了表盖 再次跟杜秘书通话起来 过了一会儿 李东笑着道 杜秘书让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她已经跟上层取得了联系 会尽快派遣金属研究院的专家过来 先坚定出这些石头的属性再说 老公 这件事情你告诉杜秘书 让她来处理 对她来说 是不小的功劳吧 林语柔笑着问道 她虽然不是官场中人 但她聪明得很 这两块大石头 还有放射性元素 并且跟黑文病毒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这两块石头 可以因此而解决黑文病毒 那么绝对是一次大大的功劳 第907章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第907章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那行吧 林语柔点了点头 等那些专家鉴定出石头的属性 估计也能够找到解读的办法了 希望能快一点 那些患者等不起啊 一想到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患者 李东的心情也变得沉重了起来 可是 有些事情 真的不是人力可以扭转的 比如作为一名医生 李东要怎么去应对 这种石头的放射性元素 他做不了什么 只能等这方面的专家过来 毕竟 李东就算再厉害 他也是一个人 他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精通的 他们应该现在就出发了 不过等不来到这里 估计要两三个小时吧 李东沉声道 之后 训兽师打猎回来了 他采集回来了一些野生水果 以及打了几只野鸡 这附近没有水源 训兽师就提着猎物 跑到更远一些的地方 清洗干净了 才拿回来 三人就在附近点了一堆篝火 烤着猎物 吃着水果 一顿不算丰盛的晚饭 就这么随便解决掉了 让林语柔有些惊讶的是 无论是训兽师还是李东 身上居然都带着有盐巴 所以 猎物的味道 更加好了 他并不知道 无论是李东还是训兽师 都执行过很多次丛林任务 所以 盐巴是必带的东西 毕竟 你打了猎物 要是没有一点盐巴 就算烤熟了 也很难吞下去的 而且 盐分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必需品 带一点在身上 有备无患 吃过饭之后 训兽师又引入了密林之中 而林语柔 则是靠在李东的怀里 夫妻两人看着星辰闪烁的夜空 说着一些提起话 老公 老公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靠在李东怀里 睡得迷迷糊糊的林语柔 睁开了眼睛 问道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他昨天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过 最后更是被一头大黑熊追赶 早就耗费了所有的体力 所以 他跟李东说着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他睡着了 李东可不敢睡 甚至连闭上眼睛休息一下都不敢 这里是荒无人烟的丛林 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可怕的猛兽 就算有训兽师在 李东也不敢大意 要是有受群袭击 那就真的糟糕了 所以 李东一整夜都在警惕地 观察四周 听到林语柔的话 李东笑着回答 是营地那边的人找来了 他已经听到了 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 其中 还夹杂着零碎的枪声 显然 森林里的一些大家伙 被人类给吵醒了 本来想发脾气的 但被枪声吓走了 哎呀 那我们可以回去了 林语柔从李东的怀里出来 站了起来 一脸开心地倒 经过一整夜的休息 他的精气神 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昨天身上落下的无数小伤口 经过李东特制的美容粉涂抹 一整夜的功夫 也恢复了九成 再也没有丝毫疼痛了 李东揉了一下 有些酸麻的肩膀 笑着道 是啊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看着小胡对面 那淹没在夜色里 仿佛两头熟睡的巨兽一样的大岩石 李东沉声道 那两块大石都太危险了 还是距离它们越远越好 众所周知 只要是含有放射性的东西 对人体的危害 都是非常大的 李东是武道强者 他的身体素质 比一般人都要好得多 他可以不在乎 但林语柔不行 靠近那种含有放射性的大石头 危害性太大了 李东不想让林语柔 继续待在这种地方 太过危险 此时 呼喊声越来越近了 甚至于 李东他们还可以看到 星星点点的火把 现在天色还没有亮 但依靠着火把的光芒 不一会儿的功夫 救援他们的人 就顺着黑熊留下的痕迹 找到了这边 唐宇 周星 杜秘书 村长 熟悉道路的村民 以及负责护卫工作的军人 林林总总的 有好几十号人 杜秘书看到 安然无恙的李东跟林语柔 心中提着的一块大石头 总算是落地了 杜秘书松了口气 笑着道 你们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啊 这两个人 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个是部长看重 并且委以重任 而且还救过自己父亲的人 另外一个 则是林氏集团的总经理 是李东的妻子 也是身份地位很高的人 他们两个 无论是谁出了事 自己这趟活 都算是白杆了 九只花村的村长 看到躺在一边的黑熊 顿时瞪大了眼睛 我敌个亲娘了 这熊瞎子 是怎么死的 这些树干是谁弄出来的 又是谁捅进了 这头熊瞎子身上 这要多大的力量 才能做到这一点啊 要知道 我们村最厉害的猎户 都不敢轻易招惹他们呢 厉害 太厉害了 他一脸激动 然后蹲下身子 接着 村长伸手在黑熊 两腿中间摸索了一下 然后一脸猥琐地笑了起来 好好 那玩意儿还在 可以切了泡酒 九只花村的那些村民们 也黑黑笑了起来 那东西 可是好东西啊 跟老虎那玩意儿的价值一样高 拿来泡酒喝 撞羊效果杠杠的 在外面 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吗 而李东 则是跟杜秘书交谈了起来 莫 那两块石头 我怀疑不是地球上的东西 因为我初步猜测 这两块石头 还有放射性的物质 而且散发出一种 跟羊奶一样的羊骚味 所以我认定 那两块大石头 很有可能跟黑文病毒有关 李东指着小湖对面的 两块大岩石 沉声道 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的救援组 是不是可以撤销了 杜飞笑着道 他的脸色 有些惊喜 但又有点遗憾 毕竟 这次出来 还没有立下大功呢 不过 如果涉及到了这种东西 那就不是他们所能参与的了 这一次 毕竟是你带队出来的 虽然没有找到解决 黑文病毒的办法 却有效防止了 黑文疫情的蔓延 这个功劳谁都抢不走 部长肯定会算在你头上的 李东看到杜飞的样子 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 笑着安慰道 杜飞在李东面前 倒是没有隐瞒什么 我们这些人都很庸俗 做了些事情 就巴不得领导跟民众都知道 跟你们这些品德高尚的人 没法比啊 你少来 李东笑着在杜飞肩膀上 捶了一下 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说的这些 都是人之常情的 说着 他又问道 对了 那些患者怎么办 先看看金属研究院那边的 专家来了之后 看看他们的鉴定结果再说吧 总要将那些村民安顿好才行 杜飞沉声道 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李东问道 估计要下午一两点才能到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第908章 这不是你的错 第908章 这不是你的错 行 李东点了点头 然后留下了几个军人留守 其他人则是浩浩荡荡地 朝着来路返回 那头大黑熊 自然被村长他们抬回去了 这种东西 可是国家保护动物 如果轻易猎杀 可是要判刑的 但昨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李东要是不出手灭了他 他就要反过来灭掉李东跟林玉柔 这一点 连杜飞也无话可说 毕竟 人的生命 重要过一切 路上 李东想起了他们中医团队负责的那个患者 问道 对了 我们负责的那个老人患者 他情况怎么样了 很危险 杜飞摇了摇头 昨天没有等到你回来 我们就自己去看他了 他大部分的身体器官已经开始衰竭 人也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家里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 听到这话 李东沉默不语 我们过去看看 良久 李东拿出了银针盒 沉声道 唐宇看到李东的举动 知道他想做什么 劝道 别去了 估计没用了 不是一事 怎么知道没用 李东沉声道 任何时候 都不要轻易放弃患者的生命 相对我们而言 他们只是众多病人的一个 但是对于他的家里人来说 那是人生的一部分 再说了 能延缓一点时间也是好的 他现在 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听到这话 唐宇不再劝了 他点了点头 我跟你一起去吧 回到村子之后 林雨柔回了帐篷休息 而李东 则是跟唐宇他们 直奔那个患者老人的家里 但 一去到那边 就听到了有人的哭声 李东心一沉 果然 进去一看 那个老人躺在床上 却已经没有了声息 旁边的老伴 坐在床边抹着眼泪 家中的那个上厨中的男孩 也在哭泣着 老人去了 他是今天早上走的 走得很安详 老人的老伴轻声道 对不起 是我没用 我没能救得了他 李东对抹眼泪的老人沉声道 虽然他从一多年 不知道见过多少患者 在自己面前死去 但是眼前的这一幕 真的让他心里很不好受 这个家里的顶梁柱 就这么没了 以后孤儿寡母的日子 就真的难过了 这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你们都尽力了 老人站了起来 连忙到 他的眼中 并没有丝毫责怪的意味 反而充满了真诚的道谢 因为他知道 这些医生不远千里 从城里来到这种地方 为的就是挽救他们的生命 但有些事情 是上天注定的 谁都无法改变 他们不会责怪这些医生 反而会感激他们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就没有预防黑纹病毒的办法 他们村子会死更多人的 而李东 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了 他悄然握紧了拳头 心中更加坚定 要将中医发扬光大 只有让中医遍布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都选择中医 相信中医 才会挽救更多的生命 老人的去世 对九只花村来说 并没能激起很大的反响 没办法 这段时间 这条村子里死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那个老人的身体 真的是到极致了 连李东这样医术高明的医生都没能挽救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到中午一点左右 外面有人来了 十几个军人 护送了四五个 背负着各种仪器的工作人员 想来 这些人就是杜菲所说的 金属研究院的专家了 这些人担心人多嘴杂 也就没有进入医疗组筑地 他们直接跟杜菲取得联系 然后杜菲叫上了李东 李东跟杜菲两人 带领着这些人 朝着那两块岩石的地方走去 由于这条路来回踩了几次 所以大家走起来 也就很熟悉了 没多久 一行人来到了昨天晚上 李东跟林语柔待着的那个小湖边上 就是那两块石头了 李东指着那两块 不断散发出古怪味道的石头 沉生道 几个专家一来到 就注意到了周围的环境 他们取出了照相机 开始拍照 黑色的泥土 黑色的湖水 以及那两块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 都是他们的拍照目标 紧接着 他们又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 取出了放大镜 以及镊子锤子等东西 开始在石头上悄悄打打 这是专家们的工作 李东他们帮不上忙 跟那些军人在一旁聊着天 听说 你昨天晚上 杀了一头大黑熊 一个军人 一脸不可思议地问李东 他之所以知道 是留守这里的另外几个军人 告诉他的 是我杀的 李东笑着道 我妻子昨晚遭遇到了 那头大家伙 差点被他吃了 幸好我及时赶到 用了点办法把他杀了 不然的话 他就要吃掉我们了 厉害 太厉害了 那军人冲着李东 竖起了大拇指 能杀得了那样一头大黑熊 真的牛逼 兄弟 你这么厉害 不去当兵可惜了 对此 李东笑了笑 没有说话 要是这些军人 知道他就是战神 估计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杜秘术 杜秘术 那两块岩石旁边的专家 突然出声喊道 哎 来了 杜飞应了一声 快步朝着那边走去 李东也赶紧跟了上去 有什么发现吗 杜秘术问道 两个专家看了李东一眼 没有说话 没关系 李医生是可靠的人 他是部长非常看重的年轻人 杜秘术笑着道 他很清楚 这两块岩石是李东发现的 但李东却将这个功劳让给了他 这一点 杜秘术非常感激李东 要知道 他现在处于被领导下放的阶段 有这么大的功劳在 将来下放的级别 绝对低不到哪里去 而这一切 都是李东给予的 听到这话 专家这才打消了戒备之心 陈生道 我们检查过了 这两块 是陨石 陨石 从外太空过来的 杜秘术问道 不错 专家点了点头 而且 我们发现 它里面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珍稀元素 珍稀元素 有大用吗 杜飞问道 当然有大作用 你们知道有吗 专家笑着问道 即便是不懂物理学的人 都会听说过油 因为 这是做核武器的必备东西 西方的美国 就经常以某个国家 正在秘密提炼油这个借口 去敲打勒索别人 可是 这块大石头 跟油有什么关系 油这种东西 在我们地球上 是可以找到的一种元素 而且携带放射性 专家解释道 这两块陨石里面 还有一种 比喻更加珍贵的放射性元素 你们应该都看到了 这两块 陨石周围寸草不生 连那个小胡都被殃及 而且 这还是原石 第909章 检查一下 第909章检查一下 如果经过加工提炼 就可以得到那种 更加珍贵的元素 现在全世界 也就只有美国 才有那种元素 而它们也是从一块陨石 上面提炼出来的 现在 我们终于也有了 专家的心情非常不错 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很有耐心地 给李东他们进行解释 既然只有美国 才有那种元素 那为什么你会知道 它就是那种放射性元素 杜菲好奇地问道 因为我们做过实验 它的物理反应 跟美国科学院 公布出来的数据 是一样的 专家继续解释 还有 它的放射性物质 对周围的环境 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比如 你们看到的黑色泥土 以及黑色的湖水 都是因为它蕴含的 放射性物质所感染的 而且 它可以感染一切物质 一切物质 李东皱眉问道 不错 一切物质 专家肯定地点了点头 听到这话 李东心中微微一沉 因为 他跟林宇柔 昨晚在那两块石头上面 坐了很久 林宇柔 甚至还在上面躺过 这让李东心中有些担心 他跟林宇柔 该不会被感染了吧 不行 等会儿回去之后 要好好检查一下才行 这么说来 那些黑纹 也是感染了这种元素 才会导致产生了变异 杜菲又问道 应该是这样了 专家点了点头 那些患者 应该是间接感染了 这种放射性元素而已 有治疗的办法吗 李东问道 美国在十几年前 就获得了这种元素 应该研究出了 这种毒素的抗生素 只是 我们恐怕要花费 大价钱去购买才行 专家无奈道 当然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 即便我们愿意花钱 人家也不见得会卖给我们 无论如何 都要是一下才行 李东沉生道 不能再让我们的同胞 因此而死去了 放心吧 我会跟部长说的 杜菲拍了拍李东的肩膀 他知道那位老人的去世 让李东的心中有些不好受 同样的 他也不想看到更多的同胞 因此而丧命了 现在怎么办 李东指着那两块大石头问道 我已经将这个消息 报告给部长了 上面会处理这件事情 杜菲笑着道 现在我们待在这边 也没什么用了 我们先回去吧 让他们在这边守着就行了 行 李东点头 回到营地帐篷 李东有些心神不宁 唐宇放下了手中的医书 问道 怎么了 李东看着他欲言又止 最终 还是摇了摇头 没事 你忙你的吧 我出去办点事 他本来想脱下裤子 让唐宇帮忙看看自己的屁股颜色 有没有变黑的 但这种话 李东怎么也说不出口 李东来到女生帐篷 此时林宇柔正在收拾行李 李东把他叫了出来 问道 东西都收拾好了 林宇柔笑着点头 嗯 差不多了 怎么了 我怀疑 我们很可能被感染了 李东沉声道 脸色无比肃然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种黑蚊病毒有多么可怕 众所周知 起码 现在无药可治 如果他跟林宇柔都被感染了 那真的是挺麻烦的 听到李东的话 林宇柔顿时紧张了起来 啊 不会吧 他当然紧张了 特别是村里的那个老人 因为黑蚊病毒去世 他就更加紧张了 那种病毒 可不是闹着玩的 事实上 之前李东没来找他 他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就在想这个问题了 导致他都有些心神不宁 帐篷里有王渝 王月两姐妹 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助理 林宇柔之前想找王月帮他看看来着 但话到嘴边 跟李东一样 也说不出口 太难为情了 到最后 他索性放弃了 心想 反正就要回京都了 到时候让小白帮自己看看 可是没想到 李东会在这个时候找来 并且再次提醒了他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 李东沉声道 那怎么办 林宇柔急忙问道 怎么办 当然要检查一下呀 李东笑着道 等会儿我们找个地方 你帮我检查 我也帮你检查一下 哦 林宇柔乖巧的点头 李东是他的丈夫 是他最亲近的人之一 让李东帮忙检查 他自然不会有丝毫抗拒了 李东四处看了看 指着营地外面 一大片长了一人多高的杂草丛 我们去那里吧 好 林宇柔乖巧点头 很快 两人来到了这处草丛里面 老公 你脱裤子吧 我先帮你看 林宇柔咯咯一笑 夫妻俩在草丛里干这种事情 真的很刺激 还是头一遭呢 李东点了点头 将裤子脱下来 林宇柔看了几下 好了老公 穿上吧 没事 没有变色 李东问道 没有呢 林宇柔摇头 看仔细了吗 要不 你再看看 李东笑着道 看仔细了 真的没有 林宇柔无奈道 行吧 李东放心了 她裤子穿好 看向林宇柔 那我也帮你看看吧 好 林宇柔没有丝毫扭捏 准备脱衣服 李东是她的丈夫 她根本就不存在害羞之类的情绪 就在林宇柔准备脱裤子的时候 突然 咔嚓 旁边传来了一道哭枝断裂的声音 什么人 李东眼神微微一凝 直接冲到一旁 伸手一抓 然后 一道身影被她抓了出来 林宇柔也被这样的动静 吓得停止了脱裤子的举动 然后 他们看清楚了 被李东抓出来的人 赫然是村子里的那个孙二狗 哎哟 你放开我了 孙二狗呲牙咧嘴 孙二狗 你在这里干什么 李东轻喝道 这家伙 什么时候进来的 连她都没有感觉到一丝动静 以她的实力 要是有人靠近 必然会发出动静 她肯定会察觉的 但她却没有察觉到 也就只有一个可能 这孙二狗 在他们之前 就已经在这里了 这么一来 自己脱裤子 让林宇柔检查的一幕 岂不是被这家伙看到了 我在这里睡觉啊 你们进来这里干什么 孙二狗反问道 我吗 李东觉得自己没必要 给一个疯子解释自己 为什么到这里来 就问道 你是不是看到我们 做的事情了 是啊 看到了 我看到你脱裤子给他看 孙二狗拍掌大笑 指着李东道 林宇柔忍不住扑斥一声 就笑了出来 这个疯子 太逗了 不过他有些庆幸 幸好李东发现了这个疯子 不然的话 自己岂不是也要被他看光了 老公 这算不算是被人偷窥了 林宇柔笑着问道 孙二狗也哈哈大笑 但紧接着 他撇了撇嘴 一脸不屑 大汉子的屁股有啥好看呢 婆娘的才好看 第九百一十章 穷山恶水出刁民 第九百一十章 穷山恶水出刁民 李东瞪着他 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 好 孙二狗点了点头 那你给我一盒烟抽 他咧嘴一笑 露出洁白的牙齿 憨憨的模样 却让李东恨得牙痒痒 要不是这家伙是个疯子 李东都想当场揍他一顿了 但转念一想 自己还是因为他的原因 才找到了预防黑文的办法 于是李东点了点头 好 等会儿你跟我去拿 有这家伙在 李东当然不可能给林宇柔检查身体了 李东对林宇柔使了个眼色 然后带着孙二狗走出了这草丛 两盒烟 我觉得只两盒烟 走到一半的时候 孙二狗突然变卦了 好 两盒 李东没有生气 直接答应了下来 孙二狗顿时高兴地手舞足蹈 我就说嘛 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大大的好人 不过你婆娘长得真好看 闭嘴 你再说信不信我不给你淹了 李东沉声道 想 我想 孙二狗低头哈腰地道 想的话 就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情 谁都不准说 李东冷冷道 村长也不行吗 孙二狗问道 不行 那他用鞋子打我怎么办 那你就跑 好 李东一脸无奈 古话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句话 古人成不起我 终于 林语柔还是走了 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跟着出去的军人一起离开了 不过李东跟林语柔都知道 既然已经找到了黑文病毒感染的原因 李东很快就会回京 所以 他们的心情都很轻松 跟着林语柔一起离开的 还有那些被九支花村的那些 被黑文咬过的村民 他们也被军机直接送往京都 京都那边 已经跟美国方面进行联系了 也不知道花费了什么样的代价 对方已经跟同意将解毒抗生素送到华夏 按照时间来算 等这些患者去到京都之后 那边的抗生素可能已经送到了 至此 那些患者的生命总算是得到了保障 他们都是国家的子民 在最危难的时刻 国家并没有放弃他们 为了方便照顾这些村民 九支花村的村长也被邀请去了京都 村长同志激动坏了 一会儿咧嘴大笑 见人就说自己要去京都了 一会儿又愁眉苦脸 非常难过 李东问他怎么回事 村长就一脸紧张地道 听说那边不许在地上吐口水 你走路的时候 那些老头跟老太太就一直盯着你 抓住了就要找你要钱 你看我啊 已经习惯在地上吐口水了 这人也忍不住啊 我要是去了京都 岂不是要把我那一年的几百块钱工资 给折腾出去了 要不 我还是不去了吧 吐几下口水 就要掏出去几百块钱 村长觉得很不划算 李东无语 最后 李东送给了他一些黑色的塑料袋子 让他以后往这里面吐口水 解决了这件事情 村长才高兴起来 跑回去收拾行李了 接着 杜秘书召开了医疗组人员会议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要参加这个会议 杜秘书站在人群中间 扫射了众人一眼 笑着道 这几天呢 真是辛苦各位了 我代表部里 跟九只花村的村民们 给大家说声谢谢 听到这话 很多人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要知道 按照惯例 这种感谢词 一般都是在救援成功之后 或者是救援队伍解散的时候说的 怎么杜秘书现在就把这话给说出来了 是这样的 黑文病毒已经解决了 看到大家脸上的迷惑 杜飞笑着解释道 听到这话 那些西医 全部都一脸震惊之色 解决了 他们没听错吧 黑文病毒 就这么解决了 刷 刹那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直接落在了李东的身上 他们这些天 一直都在拼命研究 就想要在这一次的任务中 占据手工 将之前丢的面子给捡回来 当然 如果他们真的可以研究出黑文病毒的疫苗 回去之后升官发财 那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之一 可是 在他们卯足了进干活的时候 那些中医 却将事情给偷偷摸摸办完了 要知道 一个人的希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的 他们就像是一只只吹饱了气的气球 而杜秘书的话 就像是一把刀子 气球被刀子一碰 立刻就炸掉了 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是谁解决的 西医的队长 也就是那个代目教授 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但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是李东解决的 因为国际版权的问题 他的药方暂时属于保密阶段 所以还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不过 我相信等大家回到京都 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的 杜飞笑着道 果然 杜飞的话 引起了现场的一阵骚动 那些西医们 用羡慕又妒忌的目光 看着李东 这种功劳被中医夺了去 他们当然心中 感到非常不甘心了 而那些中医们 也用欢喜与惊艺的目光 看着李东 李东解决了黑纹病毒 他们自然也跟着开心 可是让他们不解的是 他们几乎每天 都跟在李东屁股后面活动的 那么问题来了 李东是什么时候解决病毒的 他们这些人 怎么会不知道 李东虽然脸上不动声色 但心中却一阵无奈 这件事情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明明事情不是自己做的 但仍然有人 将功劳推到自己的身上 这年头 还真的是有熟人好办事啊 现在 所有的患者 已经被转移到京都接受治疗 我们也将在明天中午下山 然后乘坐飞机 直接返回京都 杜飞笑着道 梁部长在电话上说 要亲自在庆功宴上 给大家敬酒 等这个短小的会议结束 众人散去之后 李东找到了杜飞 沉声道 这件事情的手工 为什么要安在我的身上 你应该知道 这件事情 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让我心里感到有些怪怪的 就像是一个小偷 这是多方面商量出来的结果 杜飞笑着道 多方 李东有些疑惑不解 梁部长 军方 还有您妻子那边的态度 杜飞笑着道 林宇柔虽然不是官方的人 但是这件事情 却是他最先发现的 而且他还是林氏集团的总经理 自然要询问一下他的意见 我不明白 李东摇头 迷迷糊糊就领了大功 天底下还有比你更幸运的男人吗 杜飞哈哈一笑 这个功劳我可以不要 但是一定要让我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一直以为 我是参与者 是这件事情的知情者 但现在我发现 我并不比那些西医 知道更多的内幕 李东沉生道 第911章 英雄归来 第911章英雄归来 虽然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但有些事情 最好还是得到解释 听到李东的话 杜飞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 这些事情 是要跟李东解释一下才行 于是他指了指前面的树林 示意李东跟着他往那边走 进了树林之后 李东下意识地四处观望起来 杜飞笑着问道 你找什么呢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黑文 李东笑着道 上一次被孙二狗那个家伙 偷窥了屁屁 给李东心里留下了一点阴影 现在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李东下意识地留意一下 四周有没有其他人 我们身上有阳骚位 他们不会来的 杜飞笑着道 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专家组 不会在今天撤离 而是要等到明天才撤离吗 李东眼神一闪 轻声道 掩护 对 就是掩护 杜飞赞赏地看了李东一眼 我们需要掩护军部的动作 说着 他伸手指了指一个方向 那个地方 需要建立成一个军事基地 军部正在调人过来驻扎 看来 那两块大石头 真的很重要 李东笑着道 如果不重要的话 根本就不必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的确很重要 专家经过勘测 发现那两块大石头 只是陆在地面上的一点 在地下 还有很多的原石 可以进行开采 杜飞笑着道 那村民怎么办 李东问道 全部往县城转移 国家会给他们安置好房子 不仅仅是九只花村 附近的几条村子 也要跟着转移 杜飞沉声道 李东心想 这九只花村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因为黑文病毒事件 全部在县城里 得到了一套房子 要知道 一些城里人奋斗了多年 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呢 不过 希望国际能够解决 他们居住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解决 他们可持续生活的问题 他们这些朴实的村民 要是离开了大山 离开了村子 他们依靠什么生活 不过这些事情 政府也应该会处理好的 所以 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 就要给医疗组成员一个解释 给外面一个解释 然后 你就把我推出来了 可是 为什么是我 楼顶问道 为什么不能是你 杜飞反问道 李东无言以对 你是这次任务当中 立功次数最多的人 你拯救了那个女孩的生命 发现了驱逐黑文的办法 你还知道了这两块石头的秘密 还有 你是部长看中的人 你需要更大的名声来包装自己 杜飞笑着道 所以 选择你 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我不需要这样的功劳 来包装自己的 李东一脸无奈 那就由不得你了 杜飞正色道 我们现在太需要一个英雄 站出来挽救中医了 而你是最好的人选 好好准备一下 做好当英雄的准备吧 说完 他拍了拍李东的肩膀 四日 专家组离开了 走得有些匆忙 直接从军用通道 就进入了机场 悄无声息 几乎没什么人知道 而回到京都的时候 却要通过机场贵宾通道出来 跟守在外面的观众与媒体进行见面 是的 卫生部已经放出了消息 黑文事件已经顺利解决 救援组将今日返回京都 你不会紧张吧 我得到消息 机场里来了很多热心民众 要等着见你呢 杜飞小声在李东耳边说道 他们一边说话 一边快速朝着前面的人朝方向移动 大概不会吧 李东无奈 上面的意思 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回答一下媒体的问题 不用太多 选择几个重点的回答一下就行了 杜飞笑着道 李东知道他们 是想通过自己的口 来打消这些媒体的好奇 如果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那么 那些敏锐的记者 肯定会觉得 事情有蹊跷的 那种放射性元素的出现 现在还属于国内的军事机密呢 行吧 我知道了 李东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一行人刚刚走出机场的出口通道 立刻就被眼前的庞大阵士给吓到了 只见 无数人举着牌子接机 扛着摄像机 占据有利地形的记者 还有特别赶过来 欢迎他们回归的官员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大群身穿机场黑色西裤 白色衬衫的保安们 费尽地维持秩序 这正是 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们不像是英雄 反而像娱乐圈里的那些大袜 唐宇在后面打去道 李东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那些眼见的记者们 已经看到了走出来的救援组成员 然后 那些记者 立刻举起了相机 对准了他们咔嚓咔嚓的暗动快门 那些等候已久 想一堵英雄面容的群众们 也一脸激动 他们大声地吆喝着什么 因为没有人统一组织 所有人喊话的内容都不一样 所以 声音非常嘈杂 在一个大嗓门胖子的指挥之下 声音才逐渐统一了起来 欢迎救援英雄归来 欢迎救援英雄归来 杜飞对着民众跟记者的镜头摆手 同时示意李东也这么做 于是 李东也只好挥舞着手腕 对着观众傻乐 跟一只招财猫一样 李东 李东 一瞬间 大家突然都改变了口号 大声地喊着李东的名字 这些民众 之所以知道李东的名字 自然是卫生部放出来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的投工 就是这个名叫李东的医生 李东都惊了 自己什么时候 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了 李东先生 请问黑温病毒真的解决了吗 李先生 疫情地区实际死亡的人数 跟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一样的吗 我们听到过一些很不好的传闻 李先生 你是一名中医 这一次也是用中医的方法解决了这次病毒危机的吗 李东先生 无数的问题迎面来 杜菲顿时停下了脚步 对着记者跟民众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大家见状 立刻安静了下来 诸位媒体朋友 我们可以给大家几个问题的回答时间 但是 请你们一个一个地问 这样李东才能方便回答 是吧 大家纷纷点头赞同了杜菲的话 于是 提问开始了 李东先生 请问 黑温病毒真的解决了吗 你是用什么办法解决的 有记者立刻问道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 黑温病毒的确解决了 李东笑着回答 所有的患者 现在已经转移到了京都 接受下一步的康复治疗 放心吧 他们不会有事的 李东先生 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 解决黑温病毒的过程吗 又有记者问道 黑温病毒到底是什么属性的病毒 有疫苗研究出来了吗 第912章 最真挚的爱情 第912章 最真挚的爱情 黑温病毒 是一种变异蚊虫种类 通过人体血液来传播病毒 叮咬之后 会导致死亡 目前还没有疫苗研制出来 我们暂时采用的是中医汤药的方法 来解决病毒的 李东笑着道 不过 因为涉及到了版权问题 所以 这里也不方便给大家公布了 他脸上的笑容 有些勉强 没办法 撒谎的感觉并不是很好受啊 可是 李东也知道 这个时候 他不得不担任这样的角色 李东先生 听说你的妻子不远万里 跑到疫情地区去找你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很感动 也很感谢我的妻子 看到李东站在记者面前大出风头 那些站在后面的西医 心里非常不适滋味 以前 他们才是人群的焦点啊 他们一次次 站在摄影机面前 宣布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 那个时候 哪里有中医站出来说话的份儿 然而现在 情况好像有些不同了 李东并不知道 这些西医的心情 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在意 他含糊地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 杜菲就开始指挥 那些安保组成了围墙 阻止媒体记者跟民众的拦截 方便救援组的成员通过 终于 李东他们走出了机场 外面有一辆挺好的面包车 李东他们上车坐好之后 这才松了口气 那些记者民众 实在是太激动了 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说实话 李东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场面 好了 你们可以先回去休息一下 不过晚上要去参加部长 为你们举办的宴会 李东 你是去中医协会 还是回家 李东看了一眼 唐宇跟周星两人 唐宇笑着道 放心吧 周星跟我住在一起的 李大哥 你就不用管我们了 那行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不跟你们一起 李东点了点头 说完 李东下了面包车 上了另外一辆卫生部 准备的车辆 刚上车 口袋里面的手机 就响了起来 老公 你回来了 电话刚接通 对面就传来了 林宇柔的声音 对啊 刚下飞机 李东笑着道 对了 你没事吧 没事呢 林宇柔知道他问的是 自己屁股 有没有变黑的事情 笑着道 我已经让小白 帮我看过了 没事呢 没事就好 我现在准备回去 你在公司 还是在别墅 李东问道 在别墅 林宇柔娇憨道 今天我没有去上班 想休息一天再去 小白去公司了 那行 你在家里等我 我现在回去 老公 当英雄的感觉还不错吧 林宇柔笑着问道 之前杜秘书跟他联系过 征求过他的一些意见 毕竟 那两块大石头 是他第一个发现的 这其中的功劳 不是一般的大 而林宇柔毫不犹豫 将这个功劳 让给了李东 因为 他就算要了这样的功劳 也没什么用啊 但李东不一样 他想要将中医发扬光大 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而这个功劳 可以让他成为英雄 那样一来 李东的名气更大 想要做的事情 也就更加容易了 一般般吧 李东叹了口气 主要是 这次的功劳 他真的没有出什么力 总让李东 有种无功受禄的感觉 现场怎么样 那些杰积的热心群众 有没有说什么 林宇柔好奇问道 有啊 他们还问起你呢 说我们两个的爱情 是世界上最真挚的 李东笑着道 事实上 即便他不说 林宇柔也能在明天的报纸上看到 或许都不用明天 今晚的晚间新闻 就有他们在机场时的视频了 这是上面交代下来的 务必要借此机会 好好宣传一下李东 宣传一下中医的好 哎呀 那我早知道就去现场好了 没能见到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林宇柔一脸惋惜地道 我说那些托儿 该不会是你掏钱过来的吧 李东开着玩笑 哼 我才没有那么无聊呢 林宇柔哼了一声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快回来吧 我包了汤 就等你回来了 好 马上就到 半个小时之后 李东回到了别墅 进门之后 就闻到了一股浓汤的味道 老婆 我回来了 李东大声喊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林宇柔 从厨房里探出了脑袋 回来就好 你先去洗个手吧 马上就能吃了 李东注意看了一下 林宇柔好像刚洗完澡没多久的样子 一头黑长发 披散在肩膀上 他穿着丝绸的睡衣 整个人看起来 犹如出水芙蓉 体态恶挪多姿 李东看得实色大洞 把行李丢在地上 黑黑笑道 我现在不想喝汤 说着 他走过去 从背后搂住了林宇柔 贪婪地 嗅着他发间的气息 虽然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但林宇柔俏脸还是一红 你不要闹了 快去洗一下手 准备吃饭了 我不想洗手 我想洗澡 我也不想吃饭 我想 李东说 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非常温柔 加上他身上 散发出来的男人气息 立刻就让林宇柔的身体 软了下来 面对李东的攻势 他总是会率先投降 加上这一次去九治花村 夫妻俩又不能同房 林宇柔的身子 就更加敏感了 将煲汤的火调到最小 然后李东一把 将林宇柔抱了起来 直接上楼去了 硬拉着林宇柔洗过澡之后 两人来到了大床 然后 片刻之后 李东就找到了那种 让他感到极度充实的感觉 老婆 我好想你 李东 趴在林宇柔的身上 小声道 嗯 我也是 林宇柔翘脸飞红 他睁开眼睛 看了李东一眼 又躲闪式的赶紧闭上 虽然是老夫老妻了 但是这种事情 他还是没有办法放开 即便是面对李东 他还是放不开 看到林宇柔娇羞羞的样子 李东黑黑一笑 开始了下一步 两九两九 风听雨先 这丫头的身材还是很好 李东趴在他身上 就像是陷入了棉花堆一样 这丫头的身体实在是再曼妙不过了 丢在上面的时候 可以当被子 不会觉得压人 垫在下面可以当毯子 也不会觉得个人 这就是成熟郁姐和那些瘦骨灵蕴 刘海遮住眼睛 走路时喜欢缩着脖子 仿佛一只干瘦小鸡式的小女孩之间的区别 男人是感官动物 如果手感和五官都觉得不舒服 那么 她是很难喜欢上这个女人的 而现在的林语柔 则是让李东更加爱不释手 如果可以的话 她愿意一辈子保持这个样子 第九百一十三章 刚过一舌 第九百一十三章 刚过一舌当然了 一辈子不下来 那是不可能的 休息了一会儿 两人回味了一下鱼蕴 林语柔便推着李东 让她从身上下来了 现在虽然还早 但距离下班也很快了 要是小白提前回来看到 那岂不是丢死人了 而且 她下面还在煲汤呢 剩下的几个菜还没有炒完呢 于是 李东只能眼睁睁看着林语柔 起床穿好了衣服 然后下一楼忙活去了 而她则是微微一笑 又钻进了卫生间里 再次冲了得早 李东穿好衣服 也下楼了 吃过饭之后 李东跟林语柔 在家里腻歪了一阵 然后李东又出门了 因为她还要去参加宴会 之前杜菲说了 梁策安部长亲自摆下了宴席 他们这些医疗组的成员 都必须要到的 李东当然不会放鸽子 不过林语柔倒是没有跟着一起来 用她的话来说 这场饭局 是他们这些医生的荣誉 她过去不合适 李东也没有勉强 这一次 李东去参加宴会的酒店 叫做金星大酒店 这家酒店 是卫生部指定的招待酒店 准六星级的标准建造 豪华气派 但是 一些山水国画的点缀 又让人觉得酒店很有格调 是卫生系统官员们 招待用餐的首选酒店 梁策安部长也经常在这里会见外宾 以及各方来客 这一次 卫生部为了医疗救援组庆功的场地 也选择在了这里 并且还启动了这家酒店 很少对外开放的大型包厢 开席十几桌 李东率领的中医成员一组 其他几桌都是西医 以及一些卫生系统的官员 梁策安的心情很高兴 她脸色红润 发表了讲话 对在座的医生们 不畏困难 不畏危险 深入疫区开展救援工作的行为 表示了高度赞扬 并且 她还代表卫生部跟受害患者 对他们表示了感谢 再接着 梁策安很有风度地 带着杜秘书 跟卫生部里的一些官员 开始一桌一桌地进行敬酒 大家都感到受宠若惊 气氛逐渐热烈起来 李东啊 你又立功了 来 我敬你一杯 来到李东这一桌 梁策安脸上的笑容 更加灿烂了 她对李东举起了酒杯 一脸赞赏地道 这一次 她让李东成立中医救援小组 并且让李东当队长 所谓的 就是希望李东能给她一个惊喜 而李东并没有让她失望 真的给了她一个惊喜 部长 您就别当众 让我丢丑了 李东不好意思地道 如果黑文病毒 真的是她解决的 那么 她瘦一辈子 就倒也没什么 可是 事实的真相 却并不是表面上的那样 而是另有玄机 她知道 梁策安也知道 所以李东有些不好意思 喝下这杯酒 梁策安看着李东的眼睛 笑着道 李东啊 我很欣赏你身上的刚性跟正直 可是 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刚过一蛇 有时候 一并不识等于一 二也不一定等于二 很多事情 是需要经过妥协才能解决的 比如这一次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觉得呢 李东想了想 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如果他们将功劳 推到其他人的身上 或许自己心里还会有意见呢 想通了这一点 李东的心结也就解开了 他诚恳地看着梁策安 笑着道 受教了 谢谢部长 我们之间就不需要客气了 你是我看重的年轻人 我希望你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梁策安重重地拍了一下李东的肩膀 笑着道 所以呢 我不希望你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结 从而影响了进程 我明白了 李东点了点头 旁边的西医团队 代目教授那些人 他们看到李东跟梁策安一副相谈甚欢的样子 心里都非常不识滋味 有部长大人在后面撑腰 自己这些人还跟人家争傻 争不过呀 李东并没有在庆功宴上待很长时间 久过三旬 梁策安就离开了 因为他的工作很忙 没太多时间待在这种场合 在梁策安离开之后 李东就跟杜菲告辞 也离开了 他看得出来 那些西医对自己有很大的意见 既然那些人看自己不顺眼 那留在这里碍眼 又何必呢 回到别墅 小白已经回来了 李东问道 林总呢 在楼上呢 小白指了指楼上 小声道 东哥 公司这几天发生了不少事情 林总正心烦着呢 嗯 怎么了 李东好奇问道 这些天他都在云甸那边 对于林氏集团的事情 他还真的是不知道 上次林雨柔过去云甸 李东也没有问过他 李东的印象 还停留在林氏集团 创建了一个叫春风物流的公司 将崔家的百里物流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呢 按道理 这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即便是崔家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能扭转乾坤吧 带着疑惑 李东直接上到二楼房间 发现林雨柔正拿着一些文件 坐在二楼的沙发上 正脸色肃然地看着 李东走过去 在林雨柔身边坐了下来 察觉到动静 林雨柔抬头一看 看到是李东 露出一抹微笑 老公 你回来了 嗯 那种酒会 我没什么兴趣 应付一下就回来了 李东指着林雨柔手上的文件 问道 这些是什么 看你的样子 好像很烦心的样子 这让李东感到有些诧异 要知道 现在林氏集团在京都这边 已经算是站稳脚跟了 甚至已经可以做到 将崔家打得节节败退的程度 按道理 应该没什么事情 能够让林雨柔心烦才对的 她有这样的凝重表情 那就证明 林氏集团 的确是遇到大事了 老公 看来我们要提前 跟李家交上手了 林雨柔突然叹了口气 李家 听到这两个字 李东眉头微微一挑 沉声道 说说看 怎么回事 之前我们不是强力 对崔家进行打压吗 林雨柔叹了口气 本来我是打算将百里物流逼到绝境 然后以最低的价格将其收购的 并且 我已经派人跟他们的高层进行接触了 李东点了点头 林雨柔有这样的想法 无可厚非 毕竟 百里物流 怎么也是之前物流界的霸主存在 如果能将其收购 纳入麾下 跟春风物流进行合并 这对于林氏集团 有着无与伦比的战略意义 可是 你猜怎么着 林雨柔一脸不关心的样子 他们不答应 不但如此 李家出手了 不等林雨柔说完 李东笑着道 是啊 林雨柔一脸无奈 就在你去参加宴会的时候 百里物流给出答复 他们已经答应 被李氏集团旗下的一家控股公司给收购了 第914章 李氏集团出手 第914章 李氏集团出手听到这话 李东的眼睛微微瞇了一下 这是李鸿图的授意 还是 李家其他人的手笔 比如 当初逼死自己母亲的那一位 不管如何 李家既然出手 那么 跟李家的心仇旧恨 也是时候要算一算了 怕不怕 李东亲身问道 林雨柔微微一愣 接着他摇了摇头 不怕 他看着李东 目光无比坚定地道 我曾经说过 一定要带着林氏集团 将当年伤害过你的那些人 全部打败 这是他的沉默 哪怕对方是上官家族 是李家那样的庞然大物 他也无所畏惧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李东笑着道 放手去做吧 用你的实力 彻底击溃他们 有我在背后撑着 就算是天塌下来了 也不用怕 好 林雨柔坚定无比地点头 这一刻 他充满了斗志 而在同一个时刻 李氏集团的第二大董事 独孤轩 在收购了崔家的白底无流之后 更是亲口宣布 接下来 李氏集团跟崔氏集团 将会达成更深一步的合作 并且 他们会连骑手来 狙击从南方过来的林氏集团 这一场应战 在所难免 那可是李氏集团 跟崔氏集团 两大集团 无论哪个 在北方都是商业巨头的存在 一般人 根本无法抗衡 别说是林氏集团 这个发展 才短短一两年的公司了 就算是那些 经营了几十年的庞然大物 在这两大集团面前 也要低下他们的头颅 这个消息一出来 震惊的不只是北方 而是整个华夏 谁都没有想到 李氏集团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不但收购了崔氏集团旗下的 百里物流 更是双方联手 去对付林氏集团 这给大家一种感觉 就完全是两头大象 宣布要去干掉一只蚂蚁 而且还是声势极为浩大的那种 在大家看来 林氏集团就算发展在迅速 想要跟李氏集团相比 还是不可能的事情 哪怕想要在李氏集团脚下喘息 得到一丝声粗怒的机会 都是极为艰难的 更不用说 现在李氏集团宣布 将对林氏集团进行狙击 而且当做很重要的事情 林氏集团在北方的生存机会 彻底被切断了 一时间商业风云突变 有人说 李氏集团 这是在拿大炮打蚊子 完全是在浪费精力 林氏集团 根本就不值得他们重视 也有人说 林氏集团发展太快 潜力极大 李氏集团感觉到了威胁 所以想要在林氏集团 还处于萌芽阶段 就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还有人说 林氏集团还没有彻底发展起来 就要注定陨落了 李氏集团一出手 林氏集团的一切都只是泡沫 一触就破 没办法 李氏集团的名气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就算是上官集团 在华夏商业圈当中 也比不上李氏集团 几乎国内最高端的产业 李氏集团都设计在内 甚至有不少已经进行了垄断 无论是财力 还是人脉 都不是林氏集团这个 从南方过来的外来者 可以想抗衡的 总之 没有任何一个人 看好林氏集团 对于这样的冷嘲热讽 林语柔一句话都没有放在心上 她只知道 李东要自己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带着林氏集团 击败北方的这些对手 不管前路多么艰难 也不管遇上多大的麻烦 她都一定要做到 哪怕 前面拦路的人 是李家 是崔家 是上官家 这三大家族 有两个是逼死了自己的婆婆 逼死了李东的母亲 而上官家 那个女人 是号称亚洲商业女神的存在 特别是上官瓦 一个堪称传奇的女神 那个丝毫不将上官集团放在眼里 宁愿用上官集团 来换取李东的女人 那个 想要抢走自己男人的女人 林语柔可以输给任何人 但 唯独不能输给这三大家族 这是战争 一场 只许胜 不许败的战争 接下来的几天 林语柔全身心投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 她必须要全身心投入 因为 她这一次的对手 不单单是崔家 更多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对手 李家 这两大家族的集团公司 连起手来对林氏集团进行狙击 带给林语柔的压力 是无与伦比的 但林语柔丝毫不怕 她不仅不怕 更要迎难而上 要冲破两大集团公司的层层围绕 彻底在北方站住脚跟 因为这些都是李东让她做的 当然 除了应付两大集团公司的狙击之外 林语柔并不敢全力以赴 她密切关注上官集团 防止上官集团突然下场 给她在背后来一刀 林氏集团的反击 让那些看热闹的人 直接震惊了 谁都没有想到 林氏集团居然还敢反抗 换做其他人 恐怕这个时候 直接低头认错 乖乖认输去求饶 去求李家的高层 给他们一条活路了 这林语柔倒好 竟然还公然放出话来 要跟李氏集团对抗 似乎有些感到好笑 一只蚂蚁 说要跟大象掰一掰手腕 这简直不自量力啊 外面的风言风语 越来越多 都是嘲笑声 说林氏集团不自量力 说林语柔不知道天高地厚 觉得别人捧她两句 说她是华夏商业女神 就真的敢把自己当根葱了 不管外面的话多么难听 林语柔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 她的心里就只有一件事情 完成李东要她做的事情 不管多么困难 不管有多少阻碍 与此同时 上官集团大厦 得到了消息的上官网 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 若是林语柔直接向李家认输了 那她才会失望呢 因为那样她会觉得 林语柔配不上李东 以为我会在背后捅刀子 上官网轻轻一笑 虽然我不会放弃 但我不是那种恶毒的女人 说着 她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 李东 当年的那件事情 对你而言是深仇大恨 但对我而言 同样也是的 你妈妈当年对我那么好 如今 有机会为她做点什么 我非常乐意 传我命令 立刻集合集团资源 对崔氏集团进行狙击 旁边的林语秘书听到这话 顿时惊了 她不敢置信地 看着上官网 小姐 在她看来 既然小姐跟那个女人是情敌关系 那么 小姐为什么还要帮她对付崔家 照做就是 上官玩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虽然林语柔是她最大的情敌 但是 这一次对付崔家 与上官集团而言 也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崔家 失去了崔继青的庇护 虽然有九长老在庇护 但 这是商战 不是地下圈子的战争 所以 上官家族就算出手 九长老也管不到 第915章 商业风暴 第915章商业风暴 若上官家族能瓜分崔家这块肥肉 甚至将整块肥肉全部吞下去 对上官家族而言 是极大的机会 甚至于 吞下了崔家 上官集团在国内 将再无敌手 当然了 这其中有很大的风险 若崔家跟李家反过来集合资源 对付上官家族 即便是上官网 也要头疼 但 上官网却知道 这种事情 大概率不会发生 因为对方现在正在狙击林氏集团 所以上官集团 可以在背后偷偷出手 跟林氏集团一起 对崔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那样一来 即便是李家反应过来了 想要一次性应付两大集团公司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上官网 有绝对的自信 如果他能吃掉崔家这块肥肉 到时候腾出手来 林氏集团在他眼中 就什么都不是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手中 有着海量的金钱 他完全可以用海量的金钱 去压垮林氏集团 更别说林氏集团的总部在南方 而这里 只是林氏集团的一个分公司罢了 随着上官网 一声令下 整个上官集团 立刻高速运转了起来 不只是在崔家 最擅长的行业上进行布局 更是在其他行业准备全方面狙击崔家 失去了崔季青的庇护 现在的崔家 上官网根本就不怕 四日 上官集团的举动 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数人感到震惊不已 因为没有人想到 上官集团 居然会在这个时候下场 而且要对付的目标 居然是崔家 这是疯了吗 如果上官集团出手对付的是林氏集团 大家还不会感到惊讶 但那是崔家 并且是跟李家达成了联盟的崔家 上官家族固然厉害 但谁都知道 上官集团的重心在东南亚那边 跟李家作对 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他们认为 上官集团的那位亚洲商业女神 是不是疯了 同样的 不管外面说什么 上官网 同样没有理会 她坚持自己的决定 动用整个上官家族的能量 去狙击崔氏集团 跟林氏集团 形成了明面上的盟友关系 随着上官家族全力出手 崔家一下子 被打得节节败退 股票一路下跌 又让上官集团买进 一路抄底 损失惨重 李家也因为上官集团的入场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同样节节败退 虽然损失没有崔家那么惨重 但也绝对肉疼 这如同一场风暴 轰动了全国商业圈子 这让不少人的关注点 一下子又转移到了 上官集团身上来了 大家都在猜测 上官集团这次的出手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一时间 暗流涌动 也让不少人暗中开始有所动作了 此时 李家 李鸿图的书房里 跟以往一样 李鸿图正在写毛笔字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只要有时间在家里 他一般都会在书房里写字 李福就站在旁边 按照惯例 李鸿图只要写完一幅作品之后 就会询问李福一些事情的 但这次没有 他写了一幅又一幅 仿佛没有停歇下来的样子 于是 李福就忍不住开口了 老爷 听到李福叫他 李鸿图这才停了下来 他笑了笑 开口道 哦 差点忘了 怎么样 如果不出我意料的话 夫人跟崔家 应该损失惨重了吧 是的 李福点了点头 谁也没有想到 上官小姐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崔家现在名下各大公司的股票 每天都以很大的价格往下跌 上官集团以低价疯狂买进 这一次 崔家的财产 起码缩水一半 至于夫人那边 我估算了一下 应该损失了几十亿 才几十亿 李鸿图摸了摸下巴 轻轻一笑 虽然损失不大 但也足够让他们肉疼了 要知道 李家绝大部分的资产 依旧是掌控在他手上的 李宗母子所能掌控的资源 对整个李氏集团来说 其实是很有限的 损失了几十亿 对李鸿图来说只是毛毛雨 但对于李宗母子来说 绝对打出血 老爷 夫人这些年也不容易 我们要不要 李福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开口 刷 这句话落下 李鸿图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消失了 他静静地盯着李福 眼神逐渐变得冰冷起来 李福一下子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道 老爷 我 李鸿图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他一脸默然 淡淡道 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 我也觉得他这些年不容易 但是 说着 李鸿图停顿了一下 他深深吸了口气 眼神变得冰冷起来 如果他能安分守己 好好过日子 到时候 哪怕李东打上门来了 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他 可是 你也看到了 他都做了什么 小冬才刚刚被罢免战神的身份 他就忍不住跳出来 联合了崔家 去对付羽柔那丫头了 他是不是觉得 我李鸿图对他百般容忍 就真的可以肆无忌惮了 李福捶着脑袋 不敢出声 不过他也倒是觉得 李鸿图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 当年独孤轩做出了那件事情 导致李东成为豪门弃子 更是逼死了李东的母亲 这件事情真的过分了 他很清楚 李鸿图对李东的愧疚有多深 现在独孤轩迫不及待 跳出来对付灵氏集团 明显是要跟李东对上的 这让李鸿图有些难以容忍 这简直就不将李鸿图放在眼里 哼 李鸿图冷哼一声 现在什么都不要做 你也不要去做什么 让他们母子闹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能翻起什么浪花来 是 老爷 李福只能恭敬殷氏 但他心中却悄然一叹 因为他知道 李鸿图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恐怕不久之后就会发生了 现在他只希望 那一天晚一点到来 同一时间 李仲刚从独孤轩那边回来 他现在的脸色 阴沉到了极点 吓人们看到他的样子 都不敢打招呼 李仲直接回到自己的别墅 来到负一层的游戏电竞室里 他坐在椅子上 那双眸子 无比的阴冷 身上隐隐有着杀气弥漫而出 大少 怎么 那个名叫智刚的男人 察觉到了李仲的脸色不对劲 顿时问道 智刚 你说 我心爱的女人 跟我唱了反调 让我损失了几十亿 你说我应不应该原谅他 李仲愤怒无比 他的手指关节 咔咔作响 一根根青筋抱起 看的人都觉得可怕 大少的意思是 上官小姐 让你损失了几十亿 智刚眨了眨眼 他只是负责保护李仲 对于商业上的一些事情 他并不知道 所以他不知道 上官集团在背后出手狙击崔家 导致李家损失了几十亿 第916章 铤而走险 第916章 铤而走险 是啊 李仲点了点头 脸色阴沉 他让上官集团全面出手 狙击击了崔家的集团公司 导致崔家损失惨重 连带着我们也损失了几十亿 他很喜欢上官玩 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 那个女人却跟自己唱反调 让自己失去了几十亿 这一点 李仲真的难以忍受啊 那不是几十块 那是几十个亿啊 他虽然是李家名义上的第一继承人 但实际上 现在李家的实际掌控者 还是李宏图 他们母子 在李家能够掌控的财富 也就万一不到 而能够拿出来的现金 更是少得可怜 这一次损失了几十亿 足以让他感到无比肉疼了 当然了 他最生气的 不是这一点 而是上官玩 明明知道 李家出手的是 他们母子 却依旧让上官集团 出来嚼肠子 这简直就不把自己 放在眼里啊 但凡上官玩 心中念及一点点的勤奋 都不会这样的 李宏心里的怒火 可想而知了 大少 那要不要我去打他一顿 帮你出出气 志刚想了想 问道 他又不懂 伤战中的弯弯道道 他就只会打架 所以他能想到的办法 就只有这个了 听到这话 李宏瞪了他一眼 你敢去打他试试看 虽然上官玩这次的做法 让他损失了几十亿 让他很生气 但 他心中对上官玩的喜欢 却丝毫没有减少的 反而 他将心中的怒火仇恨 都归根到了 李东跟林语柔的身上了 因为在他看来 若不是因为李东跟林语柔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上官玩 也不会趁着这个机会 对崔家进行狙击了 所以 无论是李东 还是那个女人 才是最可恨的啊 那 大少 你想怎么办吧 志刚无奈道 要不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算 李宗面孔有些猙獰 死死握着拳头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你知不知道这次的损失 甚至会削弱 我妈在公司里的影响力的 那个林氏集团的女人 我真特么地想弄死她 听到这话 志刚脸上的无奈 更强烈了 他忍不住提醒 可是大少 你别忘了 那个女人的丈夫 是那个人 我打不过他的 意思很明显 要是他们对林语柔动手的话 那个叫李东的男人 一旦发起风来 会很可怕的 毕竟 之前独孤伯的下场 还历历在目呢 独孤伯的爷爷是九长老 然而 那样高贵的身份 那个叫李东的男人 却依旧将他无情击杀了 可想而知 那位战神一旦发疯 会可怕到何种程度 哼 那要怎么样 李纵冷哼道 他已经不再是战神了 论身份 并不比我们高贵到哪里去 只要我们将事情 弄得隐秘一点 漂亮一点 只要他们没有证据 谁又会知道是我们做的 没有证据 难不成他还敢直接冲过来 杀得我不成 这一次导致的怒火 他必须要发泄出来才行 而且 他也有这么做的意义 在他看来 现在上官集团 跟林氏集团表面上 已经达成了联盟之势 崔家跟他们母子 被打得节节败退 是因为双方联合的力量太可怕了 不过 一旦林氏集团的掌舵人 或者上官集团的掌舵人出了事 这个困境 说不定立刻就可以得到解决 到时候 他们母子在跟崔家爆发最后的能量 就可以扭转局面 得到巨大的胜利果实了 那样一来 将林氏集团击溃 赶出北方 再从上官集团的身上 撕咬下一块肉 也不是不可能的 越想 李纵就越是觉得 这个方法可行 现在才一开始 他们母子就损失了几十亿 再继续几天 他们的损失 将会达到几百亿的 那种损失 他们更加承担不起 行吧 既然大少想干 那我就去做 不过 大少啊 我们真的 要弄死那个林氏柔 志刚又问道 不 话落 李纵却摇了摇头 冷笑道 刚刚我是开玩笑的 杀人这种事情 我们怎么可以去做 我只要把他抓起来 暂时不让他掌控林氏集团 顺便让他受到一点教训就行了 杀了林氏柔 这个想法一开始 他的确是有的 但一想到 如果杀了那个女人 那个小野种 说不定会直接疯狂的 一个疯狂起来的武夫 有多么可怕 并且 对方还是战神 恐怕 对方疯狂起来 别说是他李纵了 就算是整个国内 都没人挡得住他 他不敢去挑战 对方的最后底线 虽说对方不会有证据证明 是他干的 但那个小野种 要是将凶手认定 是他呢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李纵也不敢去冒险 他赌不起啊 可是大少啊 这件事情 你不用跟夫人商量一下吗 不行 绝对不能让我妈知道 李纵连忙摇头 他很清楚 自己那位母亲的性格 那个小野种 虽然不再是战神了 但这几天 独孤轩却一直都在 给他灌输一种思想 那就是 绝对不能去招惹对方 除了商业上的战争之外 私底下 不能招惹 所以 一旦独孤轩知道这件事情 必然会狠狠地呵斥他 不让他这么做的 大少 那我去办事了 只刚点了点头 就要走出去 他每天做的事情很简单 除了担任李纵的贴身保镖 以及司机之外 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也是他去办的 至于后果如何 他从来不会考虑 因为他这条命 是李纵给的 所以 李纵就算让他去白宫搞刺杀 他也会二话不说执行任务的 等等 李纵却开口叫住了他 大少 至刚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李纵 一脸疑惑 李纵看着他 目光之中 闪过一抹狠力 既然要办大事 那就要狠力一点 这样 你去找一些亡命之徒 除了把那个林语柔抓起来之外 让你妹妹提供一下碗的行踪 顺便把他也抓了 啊 至刚傻眼了 他没想到 李纵最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上官碗 不是大少最心爱的女人吗 他很心下这样的手 交代下去 抓了碗之后 绝对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至于那个林语柔 只要不伤他性命 随意处置 李纵冷冷抱 他最后临时改变主意 并不是一时兴起的 因为他觉得 只要同时将上官碗也抓起来 那么 那个小野种 应该就不会怀疑他了 毕竟 众所周知 他最心爱的女人 是上官碗 是绝对不会对上官碗动手的 所以 那个小野种到时候 就算再愤怒 也没有理由对自己出手了吧 是 大少 我这就找人去办 智刚再次应试 然后大步走了出去 第917章 情敌见面 第917章 情敌见面 与此同时 林诗集团总经理办公室 林语柔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她的脑海中 想着的是 上官集团这个时候出手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个女人 不是一直都想自己被打垮 最好被赶出北方吗 说实话 崔家跟李家这一波公事 即便是她应付起来 也是极为吃力的 毕竟那两大家族能够动用的资源 实在是太强大了 而林诗集团在这边 终究只是一个分公司 所能够动用的资源 是很有限的 连林语柔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赢了这次商战 若上官集团加入进来 对付林诗集团 那么 即便是林语柔 恐怕也要认输了 只是林语柔没想到 上官集团的确出手了 但他们对付的 却不是自己 而是全力狙击崔家 这让林语柔十分不解 那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 这么想着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林语柔收拾了一下思绪 接通了电话 您好 我是林语柔 我有一笔声音 要跟你做 我们见个面吧 对面传来了一道 很好听的女人声音 虽然只是这么一句话 但林语柔却立刻想到了 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谁了 上官网 对于那个女人的声音 林语柔怎么可能会忘记 虽然只是见过两次面 但那个女人的声音 却印在了她的脑海里 无她 只因为 那个女人当初 当着她的面说 要抢走李东 这是自己这辈子 最大的情敌 不过 林语柔有些疑惑 这个时候 对方打电话过来 居然说 有生意要跟她做 抱歉 我跟你之间 没什么生意可做的 林语柔淡淡道 对于一个口口声声说 要抢走自己的男人的女人 林语柔跟对方 没什么好说的 更别说做什么生意了 而且 她跟对方不但是情敌 还是敌人 林语柔跟上官集团之间 迟早都会对上的 先别急着挂电话 你就不听一下 我要跟你做的是什么生意 上官瓦 连忙道 林语柔沉默了一下 轻声道 那你说说看 她倒是想知道 对方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让人收购了 百里物流大量的股份 你有没有兴趣 上官瓦 轻声道 听到这话 林语柔微微沉默了一下 百里物流的股份 要说没有兴趣 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林语柔之所以创立春风物流 目的就是为了跟崔家的 百里物流打擂台 然后击溃对方 再进行收购 用来完善林氏集团的物流 这本来是她的战略目标 而且一切都在稳步进行 但随着李氏集团出手 将百里物流进行收购 这才让林语柔的算盘落空了 所以 对百里物流的股份 林语柔自然是感兴趣的 你有什么条件 林语柔淡问道 既然是做生意 那就肯定有交易条件的 世界上 没有白吃的午餐 更何况 对方还是她的情敌 以及最大的战场强敌 具体的 我们见一面谈 上官网并没有回答 反而发出来邀请 要跟林语柔见面 好 对此 林语柔犹豫了一下 然后答应了 现在她已经调整好了心态 即便面对的是上官网 她也不会有丝毫的胆怯了 所以跟对方见面 并不能让林语柔的心 有丝毫的波动了 我去接你 上官网说完这句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林语柔的心中 却感到有些乖乖的 因为连她都没有想到 因为李氏集团的缘故 她跟那位情敌 不但表面上成为了盟友的状态 并且都还互相做生意了 这件事情 她并没有告诉李东 而李东 这个时候 并没有在公司 一个小时之前就出去了 说去找陈晓道他们喝酒 甚至于这件事情 她都不准备跟训守师说 因为林语柔很清楚 训守师一旦知道她 要跟上官网见面 一定会告诉李东的 李东一旦知道 必然不会同意 所以林语柔只是将小白叫过来 认真道 小白 我等会儿要出去一趟 你不要告诉东哥 小白愣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她并没有多问 因为这是一个下属该有的修养 再接着 林语柔收拾了一下 然后出去了 而小白则是抬起头看了一眼 她犹豫了一下 悄悄跟在了林语柔的身后 一直来到公司楼下的停车场 上车 林语柔来到停车场 一辆奔驰轿车开了过来 车窗落下 露出了上官网那张无比精致的脸 林语柔没说什么 点了点头 直接上了车 躲在暗处的小白 见到这一幕 微微一愣 她没想到 林语柔要出去的原因 居然是要跟上官网见面 这是什么情况 对于上官网 小白同样没有忘记 这个女人 不就是上次去到东海 开口就让林语柔 让出东哥的女人 对方还说 要用自己的集团公司 来换东哥呢 林总竟然要见她 隐隐地 小白的心中 感到有些不安 轰轰 而此时 汽车引擎轰鸣 奔驰轿车很快启动 消失在了尽头 只留下一阵轰鸣声 渐行渐远了 小白握紧了拳头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有种强烈的直觉 林总这一次 跟那个女人出去 恐怕会有什么变故发生 她心中非常不安 林语柔让她隐瞒 不告诉李东 可是 她却很担心 林语柔会出事 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白一咬牙 林总要是发生了什么事 东哥得多伤心啊 挨骂就挨骂吧 林总就算是打我 那我也认了 她连忙从口袋里 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李东的号码 嘟嘟两声 电话接通了 小白着急不已 连忙喊道 东哥 不好了 林总跟那个上官玩走了 电话那边 李东正在跟陈小刀 他们喝酒聊天 顿时皱起了眉头 你说什么 宇柔她跟谁走了 上官玩 李东整个人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她怎么会跟上官玩走 听到电话那边 小白快要哭了的声音 李东沉声道 她上的是什么车 车牌号码是什么 你记得吗 记得 那是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 车牌号室 紧接着 小白爆出了车牌号 好 我知道了 李东挂断了电话 立刻对旁边的陈小刀开口 小刀 你去帮我查一辆车 车牌号室 她直接挂断了电话 冲了出去 然后直接启动车子 油门一踩 直接窜了出去 第918章 你不会的 第918章 你不会的 跟她一起喝酒的陈小刀 还有刀疤等人 都猛逼了 这什么情况 很快 他们反应了过来 跟着李东这么长时间 他们自然一下子就明白 出事了 而且出事的 恐怕就是林宇柔 不然的话 李东不会这么着急的 陈小刀已经拿出了手机 开始拨打电话 刀疤等人 更是全部停止了喝酒 全力发动下面的弟兄 查找那辆奔驰轿车 此时 李东开着车 在道路上急驰 她的脸色 阴沉得可怕 上官娃 你要是胆敢伤害我老婆 我饶不了你 哪怕对方是上官娃 是她童年时的玩伴 可是 若对方胆敢伤害林宇柔 李东同样不会客气的 此时 林宇柔坐在副驾驶上 面无表情 目视前方 这么轻易就答应跟我走 你就不怕我伤害你 上官娃开着车 淡淡笑道 说实话 我很希望你可以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那样的话 李东就会回到我的身边了 不 你不会这么做的 林宇柔一点都不怕 摇了摇头 你要是那样的女人 更不可能会得到李东的喜欢 说着 林宇柔顿了一下 而且 她现在心里只有我一个 听到这话 上官娃 只是笑了笑 也不说话 只不过 她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 微微泛白 很用力 彰显出她此刻的心情 很不平静 毫无疑问 林宇柔这两句话 扰乱了她的心情 她看着前方 油门越踩越深 车速 也就越来越快了 似乎 只有这样子 她的情绪才能平静下来 接下来 两人都不说话了 就这么沉默着 汽车离开了地下停车场 来到了公路之后 一路沿着前面飞奔而去 林宇柔注意了一下 发现 这并不是前往闹区的方向 你要带我去哪里 林宇柔淡淡问道 她的语气 依旧很平静 听不出来有害怕的样子 甚至于 连一丝紧张都没有 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上官娃的车速 还在继续提升 怕 林宇柔很老实地点头 但是 她表面上看起来依旧平静 既然怕了 为什么还要跟我走 难道你真的以为 我不敢杀你 上官娃有些恼目了 声音都变了 她不想看到林宇柔 脸上那种平静的样子 那种明明害怕 却非要表现很平静的样子 既然你害怕 那你就表现出来 可是 林宇柔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甚至还这么乖巧地 听自己的话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蠢女人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 林宇柔微笑道 她还是这句话 而上官娃 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她方向盘猛地一答 直接下了扎道 猛地提速起来 又猛地进行刹车 汽车发出嘎吱的声音 甚至隐隐可以看到 刹车盘上面 都有着青烟冒出了 林宇柔立刻吓得脸色 微微发白 她这一下 真的被吓到了 她轻轻拍了拍胸口 吐出一口气 你知不知道 我很讨厌你这种人啊 上官娃 深深吸了口气 像是发泄一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善良呢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你 这么善良的女人 她现在有种强烈的感觉 在面对林宇柔的时候 她不管如何优秀 总是感觉自己少了点什么东西 而偏偏那一点东西 是李东最喜欢的 其实我有时候也很讨厌自己啊 林宇柔小声道 李东说过我这种人 是最不适合做生意的 不过她说了 有她在 我只管做自己就行了 听到这话 上官娃抓着自己的头发 有种抓狂的感觉 她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跟林宇柔进行交流 这样的女人 自己竟然输给了这样的女人 她怎么会甘心 论家庭背景 她身后是上官家族 足以秒杀十个百个林家 论才华 亚洲商业女神 一手打造出上官集团 这样的庞然大物 哪里是林宇柔区区一个林氏集团 可以相比的 论身材相貌 她也根本不比 林宇柔差到哪里去 可是 她就是输了 一败涂地 李东百般呵护她 将她捧在手里 用尽全力去维护 林宇柔最纯真的一面 而那个男人 却不愿意跟自己相认 为此 上官娃都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流了多少眼泪 此时此刻 她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 再忍不住 趴在方向盘上痛哭了起来 只是哭 一句话也不说 似乎 在林宇柔面前 她才会卸下 平日里的那些伪装 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情感 看到上官娃居然哭了 林宇柔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了 她之所以答应 跟上官娃见面 只是单纯想跟上官娃谈生意 顺便见识一下 上官娃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她没想到 上官娃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这跟平日里那个高高在上的 冰冷女神不搭边啊 你还好吗 林宇柔小声道 同时递过来了一张纸巾 她的声音带着关切与担心 你不要哭了好吗 上官娃抬起头来 看着林宇柔手里的纸巾 她抿着嘴唇 刚才她真的有一种冲动 将车速提到最高 然后闭上眼睛 一起完蛋算了 可是 她还是不敢 不是她怕死 而是她害怕 李东到时候 见到他们的尸体伤心的样子 是为林宇柔而伤心 而不是为她 哪怕那个场景她看不到 但她还是怕 而且 她也舍不得李东 有那种伤心的时刻出现 虽然李东现在选择的不是她 而是另外的女人 但是 她对李东的爱 是十几年来从未变过的 她的心中 有始至终 都只有李东一个人 此时此刻 她看到林宇柔一脸无辜 还有些担心自己的样子 突然间 上官娃就释然了 她已经知道自己 到底输在哪里了 谢谢 上官娃停止了哭泣 将纸巾接过来擦掉了眼泪 说实话 我真的很妒忌你 刚才那一瞬间 我真的很想杀了你的 你不会的 林宇柔还是这句话 这让上官娃很抓狂 你就不能换一句 难道她就觉得 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跟她一样那么善良 都是好人吗 这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单纯善良的女人 她静静地看着林宇柔 足足看了好几分钟 林宇柔被她这样的目光看着 有些不自在 但她也没有说什么 心中有些无奈 要看就看吧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了 为什么她会那么爱你 为什么她会那么努力保护你 不让你受到丝毫污染 上官娃的脸上 闪过一抹失落 虽然很不甘心 但是你说对了 我不会伤害你 我下不了手 第919章 你们不可以动她 第919章 你们不可以动她上官娃认为 像林宇柔这么善良 这么纯真的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这么好的女孩子 要是都有人舍得去伤害 那这个世界 也太不美好了 虽然是情敌 但上官娃心想 如果她是李东的话 估计也会选择这样的女人吧 走吧 我们去找个地方 好好谈谈生意吧 上官娃叹了口气 准备启动车子 她之所以让林宇柔出来 跟她见面 是真的存了 跟林宇柔做一笔生意的想法 上官集团的业务 是那种高端级别的 所以物流行业 对于她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 百里物流的那些股份 在她手中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但给了林宇柔 就不一样了 上官娃 就是想跟林宇柔正经联手一次 彻底将崔家弄垮 到时候 她们之间 在堂堂正正的战上一场 一决胜负 她要以最光明的手段 来迎战林宇柔 她要正面 将林宇柔击败 以证明自己 比林宇柔出色 证明自己 才是最配得上 李东的那个女人 就在她要启动车子的时候 突然 传来了一声巨响 砰 车子 猛的一站 坐在车里的林宇柔 跟上官娃 都不由得惊叫出声 砰砰 连续两声爆响 上官娃 驾驶的这辆奔驰轿车 车胎被人戳爆了 上官娃脸色一变 她豁然抬头 就看到十几道身影 从远处的小树林里冲了过来 这一下 上官娃脸色在变 车胎爆了 车子走不了了 快逃 她顾不得那么多 大声喊道 事实上 这种事情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了 可是 平日里 她身边有大量的保镖 保护着 所以根本不怕 但今天 她是自己一个人出来了 除了自己的秘书林月知道之外 其他人都不知道 上官娃 看到那些人 力气汹汹的样子 她就看出来了 那些人 明显不怀好意 她立刻解开了 自己的安全带扣子 大声喊道 他们不是好人 快逃 随后 上官娃立刻打开了车门 这个时候 她已经顾不上林宇柔了 而林宇柔 也反应了过来 她伸手想要解开 自己的安全带扣子 但是 却被卡住了 一时间拉不出来 林宇柔一脸着急 她看着远处那些人 快速奔鞋而来 心里一阵阵绝望 看来 自己恐怕是跑不了了 这些 都是什么人 一个个看起来 凶神恶煞的样子 面带杀气 手里 还拿着凶器 林宇柔的小脸 都吓得有些苍白了 危险 天大的危险 把她拿下 十几个人当中 传来了一道声音 手指直接指着 正要逃走的上官娃 一声令下 只见 人群自动分开了 然后朝着两边包抄了过去 他们是早有准备的 不让上官娃 有丝毫逃走的路线 看着自己前方的路线被拦住 左右两侧都无路可逃 上官娃 心中更慌了 这些人 就是冲着自己来的呀 这些年 这种事情 她遭遇太多太多了 因为她的敌人很多 上官家族的敌人同样很多 从小到大 她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次刺杀 但是她从来没有担心过 因为总是会有保镖帮她解决 保护她的安全 甚至很多危险她自己都没有发现 就已经被保镖护卫给解决掉了 可是 她今天是一个人逃出来的 故意撇开了护卫保镖 只想单独见一下林语柔 哪里想到 就这么一点时间 居然就被敌人给盯上了 她从来没有在心中 想到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 这些人 不是冲着她来的 上官娃儿 也的确不会去想这个可能 因为林语柔在北方 一点知名度 也没有啊 跟她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所以 她一开始就认定 这些人是冲着她来的 连累了林语柔 却没想到 对方真的是冲着林语柔去的 她 才是被连累的那一个 看到前面没有路可以逃走了 上官娃儿只能后退 想重新躲回车子里面 至少 在车子里面 有车子保护 在那封闭的空间里面 还能有点安全感 还能等待保镖护卫过来救自己 她很清楚 保镖护卫 如果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 肯定会追踪过来的 逃 往哪里逃 一个猛面黑衣人冷哼一声 上官小姐 别挣扎了 今天 是不会有人过来救你了 你的那些保镖 在半路上的时候 就被我杀了 仅仅是一句话 就让上官娃儿的心猛地往下沉 今天 上官家族其他人不知道你出来 就算知道了 等他们赶来 这里 只有你的尸体了 这个黑衣人 一点都不着急 他看着脸色苍白的上官娃儿 冷笑道 我劝你 最好还是乖乖束手就擒 这样可以少受一点苦 说着话的时候 他漫不经心地 朝着车里面的林语柔看了一眼 眼中 闪过一抹浓郁的火热之色 刚才那些话 他当然是故意这么说的 事实上 对于上官娃儿 他是没有胆子去动的 他接到的命令 也不是要杀人 而是将这两个女人抓起来 而另外的那个林氏集团的林语柔 除了不能杀了 其他事情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一想到这种极品的女人 要在自己身下成欢 黑衣人的心情就激动无比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上官娃儿靠在车门上 立声喝道 他看着这些蒙面的男人 至少听声音 他从来没有听过 也没有任何印象 不管是在上官集团 或者是平时接触过的人 都没有这样的声音 那么 到底是谁的胆子这么大 要杀自己 我们只是一个小喽喽而已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谁 蒙面男子哈哈一笑 行了 不然的话 我保证 你们肯定会遭受到强烈的痛苦 化落 他旁边的一个黑衣人 直接拿出了一把匕首 见状 上官娃儿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更加苍白了 他的眼中满是惊恐 手心里都是冷汗 他都无法想象 自己要是落在这些人的手中 会是什么结果 被凌辱而死 住手 就在这时 一道娇弱 但却无比坚定 而勇敢的声音传来 众人一愣 紧接着 大家就看到 林语柔突然打开了车门 下车了 他下车之后 直接跑到上官网的面前 挡在他身前 看着那些蒙面男人 你们不可以动他 所有人都愣住了 特别是那个黑衣蒙面男人 他看着林语柔 有些发愣 第920章 你们 找死 第920章你们 找死因为他没想到 林语柔居然会克服恐惧 直接从车上跑了下来 居然要阻挡自己这些人 去抓上官网 本来他以为 最后要将这辆车强行破开 才能抓住林语柔的 但这样的结果 他是真的想不到 不顾自己的安危 跑下来保护上官网 这个女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黑衣蒙面男人 有些想不明白 难道 他不怕死 而上官网 看着林语柔的背影 愣了一下 然后 眼睛瞬间就红了 在这种生死关头 这个傻女人 居然冲出来保护自己 他疯了吗 难道他觉得 眼前这些要杀自己的人 都是假的 泽泽 你还真不怕死啊 蒙面男人 打量着林语柔 然后故作惊讶 我说 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呢 你就是那个 林氏集团的总经理 林语柔吧 不愧是华夏商业女神啊 论身材容貌 你丝毫不说 给上官大小姐啊 漂亮 他赞叹了一下 轻轻一笑 我很想知道 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从车上下来 还有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蒙面男人 真的很想知道 因为 他是无辜的 林语柔咬牙道 要说不怕 那是假的 其实这一刻 林语柔心中怕得要死 这些人都不是好人 一个个凶神恶煞的 但是 他很清楚 如果自己不站出来的话 上官玩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他做不到眼睁睁 看着上官玩 被这些人抓住 被这些人凌辱 哪怕因此 将自己陷入险地 林语柔也要这么做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勇气 听到林语柔的话 蒙面男子 哈哈大笑了起来 无辜 世界上每天死去的人 哪一个不是无辜的 但是 天底下那么多人 有的人就应该死 哪怕他什么事情 都没做过 就因为他的出生 就因为他的身份 那就是原罪 林语柔 你给我让开 我不需要你保护我 你给我让开 上官玩 大叫了起来 自己竟然需要 林语柔这个柔柔的女人 挡在自己面前了 这句话 上官玩 几乎是哭着喊出来的 可是 林语柔却坚定地 站在他面前 一动不动 他还张开双手 像是母鸡 保护自己的小鸡一样 无辜 哈哈 真是好笑 蒙面男人 突然收敛了笑声 韩生道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些 有钱人的嘴脸 你们两个 一个是上官集团的总经理 一个是林氏集团的总经理 一个个 都是上流社会的有钱人 像你们这种人 在创立自己公司的时候 应该没少做坏事吧 各种巧取豪夺 杀人放火的事情 没少做吧 据我所知 你们这种人 只要有人挡住了你们的路 就会被无情地清除掉 不然的话 你们的公司能发展到今天 你们所做的生意 百分百都是在正经的 真是可笑 他的声音里 充满了讽刺 你们这种集团公司里面的 每一个利益相关者 就没有一个是手里干净的 林语柔皱起了眉头 她认为 这个人说的不对 因为自从她接管了 林氏集团至今 就从来没有做过 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林氏集团存在至今 为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一点 任何人都抹杀不了 相比起来 上官网 则是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蒙面男人那番话 就像是拨开了 她身上的层层伪装 让她通体冰冷 好像被寒风吹着一样 她想尽可能在林语柔面前 保持自己的形象 但此时此刻 却仿佛赤裸裸地站在她面前 如果站在你身后的她 她就是我口中所说的那种人 你还想救她吗 蒙面男人看着林语柔 沉声问道 她的眼中充满了玩味 对 我还是想要救她 林语柔完全没有思考 点了点头 目光坚定 她或许有错 甚至可能真的该死 但是 也不是你们可以伤害她的理由 所以 我不能看着你们伤害她 哈哈 蒙面男人 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虽然她在大笑 但是 心中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说实话 她这一生 见过不知道多少女人 各种形形色色的都见过 但是 她是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漂亮 并且还这么纯真善良的女人 有那么一瞬间 她不想伤害林语柔了 可是 也只是那么一瞬间而已 因为她的心 早已冰了 她只要一想到 像林语柔这么漂亮的女人 要在自己的身下成欢 就足以让她 做尽天下的坏事 就算天打雷劈 也值得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一定要抓住她 还有你 你们两个 一个都跑不掉 蒙面男人的眼神 恢复了冰冷无情 大声喝道 上 动手 她大手一挥 直接下令了 刷刷刷 立刻 有三人直接挥舞着匕首冲了上来 将林语柔跟上官网逃走的路线 彻底给封死了 那三个人 冲了过来 大手朝着林语柔跟上官网的肩膀抓了过来 林语柔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可想而知 她是肯定抵挡不住这些人的 一下子就会被抓住的 可是 林语柔却依旧站在那里 哪怕是死 她也要保护林语柔 上官网只是哭着 泪如雨下 她的双手死死抓着门把手 心里早已经没有了恐惧 有的 只是歉意 惭愧 还有后悔 早知道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说什么 也不会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出来了 早知道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说什么 也不会让林语柔自己也一个人出来了 现在好了 他们两个都要完蛋了 嗖嗖嗖 突然间 几块石头爆射而来 这几块石头 就像是子弹一样 肉眼不可见 直接打在了那三个蒙面人的手上 强大的威力 直接将他们的手掌动穿了 框框 他们手中的匕首 直接掉在了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为首的蒙面男人脸色大变 他豁然转身看去 就看到一张脸 同时 一股冰冷无比的杀意 如海浪一样 汹涌迎面来 你们 找死 这个男人 赫然就是李东 在这关键的时刻 他终于及时赶到了 李东发出爆喝 眼中满是杀意弥漫 他身形一动 化作一条长线 瞬间掠了过去 整个人的气势 就像是狂龙出海 掀起了万丈巨浪 他就像是一头发怒的暴龙一样 迅猛之极 速度快到 让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过来 所有的蒙面人 被他那双充满杀气的眼神盯着 都在瑟瑟发抖 仿佛 他们的灵魂都在颤抖 可怕 太可怕了 所有人都不敢动弹 整个人就像是被钉在地上一样 第921章 死路一条 第921章死路一条 那个为首的蒙面男人 更是心中泛起了无边的恐惧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眼神 就仿佛 他是一只蝼蚁 而李东 就像是天地一样高大 特别是李东眼中的那种冰冷的杀意 让他有种如坠冰窖的感觉 但很快 蒙面男人回过神来了 而就在这时 李东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轰隆 李东一拳轰出 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 然而 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一拳 毫无花哨的一拳 却让蒙面男人的瞳孔 骤然收缩 他分明可以感受到 李东的拳头看起来很慢 但是 速度却快到如同闪电一样 这个蒙面男人 还有其他的同伙 都是亡命之徒 他们做的事情 无异不是刀口舔血的声音 而支撑他们底气的 不是因为他们很利 而是因为 他们本身是有本领的 其他的那些蒙面人 大多数都是二流三流级别的高手 这个为首的蒙面男人 更是半只脚踏入了宗师境界 若是普通人的话 即便一百个人 说不定都不是他的对手 但可惜 他面对的人 是李东 碰 蒙面男人 完全是本能的反应 因为他来不及思考 只来得及双手挡在自己的身前 硬生生去接李东这一拳 同时 他没有丝毫犹豫 脚下一点 立刻后退 想要卸掉李东的拳进 他心中暗暗想着 好可怕的力量 若是正面对抗的话 恐怕会直接中伤啊 然而 下一瞬 他的脸色 猛得大变 他已经卸掉了李东拳头上的劲道 可是当李东的拳头 砸在他手背上的时候 就在那么一瞬间 感觉过去轻飘飘的拳头 却有一股如同排山倒海一样的力量 一层又一层 猛地砸在了自己的手臂上面 咔嚓 啊 伴随着一道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蒙面男人发出了惨叫声 他的手臂 里面的骨头 被李东硬生生给砸断了 脆弱的 就像是纸糊的一样 事实上 别说是他一个半只脚踏入宗师境界的舞者了 就算是一个大宗师 也不敢这么接李东一拳 要知道 李东若是全力一拳之下 即便是如崔记轻那种半步 超凡级别的强者 也要重伤的 区区半步宗师 简直弱的就像是蚂蚁一样 蒙面男人脸色惨白 他后退的脚步更快了 然而 李东却根本没有打算要放过他 想逃 李东冷喝一声 又是一拳轰出 你敢伤害我的女人 死路一条 这一拳 更快 更强 更猛 更加霸道 砰 拳头 重重地砸在了这个蒙面男人的胸口 几乎瞬间 就将他的胸口 打得凹陷了下去 蒙面男人整个人 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倒飞出去几十米 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吐血 那张脸 已经变得煞白 眼神里 充满了惊恐 太可怕了 北方什么时候 又多了一个如此可怕的高手 要知道 他是半部宗师级别的实力 权力出手之下 宗师强者 也不可能一拳把他秒杀 就算是大宗师 也未必能够这么轻松做到 这个男人 到底是什么人 他倒在地上 面罩掉落 头发凌乱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是一个满脸横肉 气质凶狠的男人 但此时此刻 他嘴角满是鲜血 狼狈到了极点 他忌惮地看着李东 猛地深吸了口气 顾不得自己胸骨断裂 眼神里面的惊骇 越发凝重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老公 林宇柔看到李东出现 顿时一脸惊喜 他的脸上满是后怕之色 刚才 他真的是吓坏了 他没有想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差一点点 他就见不到李东了呀 而上官网 跌坐在地上 早就被吓得没有了力气 他看到李东 为了救林宇柔 化身狂龙 那脸上的杀意跟怒气 都是为了林宇柔 一起上 弄死他 其他的那些蒙面人 都被李东给震住了 他们没想到 自己的头 居然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住 被打伤倒地 那可是他们当中 实力最强大的高手啊 但此时此刻 他们顾不得那么多了 不杀了李东 就没有办法抓了林宇柔 跟上官网 就没有办法完成 雇主交代下来的任务 到时候 同样也是死路一条啊 嗖嗖 十几个人 全部朝着李东扑了过去 每个人 实力全开 他们必须要全力以赴 这样或许还有一丝机会获胜 但 他们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李东 砰砰砰砰 这些人 冲过去的速度很快 然而去以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回来 一个个要么是胸口崩塌 要么是脑门上崩塌 或是喉咙被打碎 几乎 全部毙命 对于这些人 李东没有丝毫留守 更没有留情 这些人 居然敢对林宇柔动手 而林宇柔是李东的逆铃 这些人触碰了逆铃 只有死路一条 李东一拳接着一拳 铁拳轰鸣 就连空气都隐隐震战了起来 他每一次出拳 都让那个蒙面人首领 感到心惊胆战 几乎绝望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蒙面人首领捂着胸口 看着一步步朝着自己走来的李东 立声喝道 咔 李东根本就懒得废话 一拳轰出 直接轰在了他的脑袋上 一声脆响传出 蒙面人首领瞪大了眼睛 他的头骨 瞬间碎掉了 里面的江湖 立刻被强横的禁气搅成了一团糟 死的不能再死 死人 不需要知道 李东冷冷道 他脸上的怒气未消 敢对林宇柔下手 这就是死罪 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此刻的他 完全是当年那个杀伐无敌的战神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谁要是胆胆伤害他最爱的女人 那他就不会有丝毫客气 就算是天王老子 他也会将对方的脑袋拧下来 只有如此 才能对那些萧小造成震慑 才会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恐惧 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 微风一吹 让人有些作呜 林宇柔的脸色一片惨白 他站在车门前 不敢动弹 老实说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可怕的李东 如此疯狂 如此狂暴 而造成他这么疯狂的 就是因为那些人 想要伤害自己 看到李东走来 林宇柔身子微微一颤 用力咬着嘴唇 声音却很轻 老公 对 对不起 这一次 私自跟上官网出来 他都没有让李东知道 这样是不对的 要知道 他差点因此 被那些坏人抓住了 若是李东没有及时出现 他跟上官网 被那些坏人抓住 会落到什么下场 被凌辱 被杀 被分尸 都有可能啊 第922章 警告你 第922章警告你 林宇柔小心翼翼地看着李东 看到李东面无表情的样子 心想 老公他肯定是生气了 而且 看他的表情 不单单是生气那么简单了 老公 我 林宇柔张了张嘴 话都没有说出来 李东就一把 把他搂进了怀里 声音低沉 你吓坏我了 知不知道 李东的声音里 有些颤抖 完全是因为害怕啊 他太害怕林宇柔受到伤害 太害怕失去林宇柔了 强悍如李东 这世界上 都没有人能不让他害怕 可是 林宇柔要是出了事 他真的会发狂的 林宇柔愣了一下 这一刻 他的心 突然疼了一下 他连忙伸出手 抱住李东 在他耳边轻声道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以后 我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 他很清楚 李东有多么在乎自己 他看到李东的眼睛都红了 过了好一会儿 李东才松开了林宇柔 看着这个让自己担心 让自己生气的女人 他想发火 但看到林宇柔 一句未消的样子 却一句重话也说不出口 他怎么舍得责骂他 你没事就好 李东说完 然后转身 他的目光 在一刹那间 就变得冰冷了起来 仿佛刺骨的寒气 这样的目光 让刚刚站起来的上官网 只觉得浑身冰冷 李东的眼神 怎么会这么可怕 他怎么会这样看着自己 李东 我警告你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李东冷冷道 别对我老婆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你要是敢伤害他一根汗毛 就算是你 我也不会客气 这句话 直接让上官网的心 瞬间支离破碎了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李东 他 他在警告自己 为了林宇柔 警告自己 上官网丝毫不怀疑 自己要是真的伤害了林宇柔 这个男人 真的会毫不犹豫杀了自己的 他 他竟然忍心杀了自己 上官网看着李东 泪如雨下 整个人 几乎都要崩溃了 他期待了15年 他等待了15年 就为了能等到李东回来 就为了能够看到李东15年前的那种温柔的眼神 他无比深爱着他 可是 现在他却说会对自己不客气 他的眼中分明只有林宇柔一个人 除了林宇柔之外 他的心中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了 上官网咬着嘴唇 想要忍住不哭 可是 泪水却像是关不住的水一样滚滚流淌下来 因为李东这一句话 他的心都碎了 他甚至有些怀疑 这个男人真的是自己以前认识的那个小冬哥哥吗 是那个孩童时候逗自己笑 逗自己开心 会照顾自己 心疼自己的李东吗 似乎 真的是他 只是 十几年过去 他却变得不再是当初的他了 他们 都长大了 都变了呀 李东变得更加成熟 更加明白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 自己呢 上官网发现 这么多年 他好像已经失去自我了 老公 看到上官网哭得这么伤心 林宇柔有些愚心不忍 拉了一下李东的手臂 他不想看到 上官网这么难过的样子 我们走 但 李东却铁石心肠 他没有留下丝毫余地 不给上官网一丝一毫的幻想 哪怕上官网会恨他 李东牵着林宇柔的手 快步离开了这里 看都不看 上官网一眼 不过片刻的功夫 李东就带着林宇柔消失在了现场 等李东跟林宇柔离开 上官网终于忍不住了 他坐在地上 抱住自己的膝盖 将自己的脑袋 埋在了膝盖里面 放声痛哭了起来 这么多年 这是他第二次 哭得这么伤心了 上一次 还是十五年前 也就是李东失踪的那一年 那时候 他以为李东死了 所以哭得特别伤心 觉得自己失去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现在 就是第二次 上官网并没有怪李东 他也没有去怪林宇柔 他只是怪自己 这些年将自己给丢了 将李东喜欢的那个自己 给弄丢了 上官网泪如雨下 仿佛失去了最重要东西的小女孩 委屈而失落 没多久 上官家族的人来了 他们也是不久前才发现 上官网撇开了保镖护卫偷跑了出来 然后寻着踪迹找来了 在北方 乃至整个国内 以上官家族的能量 想要找到一个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当他们看到一地的尸体 看到那种凄惨的死状 即便是这些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也不禁脸色苍白 内心惊骇不已 大少爷 这些人都死了 都是一击毙命 被人用强大的力量碾压制死 一个保镖检查了所有的尸体 结果 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上官飞站在那里 皱起了眉头 满是刚毅的脸上 透着一股凝重 知道这些人的来路吗 上官飞沉声问道 没见过 保镖队长摇了摇头 他已经拍下了照片 让人去查了 但得到的回应是 这些人在国内都没有身份 是黑护人员 没有意外的话 他们都是亡命之徒 亡命之徒 听到这话 上官飞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他身为顶级豪门家族中的大少爷 不像其他大姓家族的公子哥那样顽固 只懂得享受 相反 他比谁都要刻苦 比谁都要努力 因为上官飞很清楚 像上官家族这样的顶级豪门家族 自己若是没有足够的能力 未来根本就没有办法掌控 在京都居然有人敢对自己的妹妹下手 这简直就是找死 他也清楚 能够请动这种亡命之徒的 整个京都都寥寥无几 因为京都是华夏最中心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 即便是一些一流家族 也不敢做这种事 因为查出来会要命的 所以 上官飞很清楚 这件事情的幕后指使者 就只有那么几个了 但 他并不确定到底是谁 把尸体都处理了 这里的事情 不允许任何人泄露出去 为令者 死 上官飞冷冷下令 是 保镖队长恭敬英氏 然后指挥着手下 开始处理现场 上官飞走到上官碗的面前 他蹲下身子 伸手在上官碗的后背拍了拍 好了碗 没事了 不要怕 然而 上官碗依旧是哭 头也没抬 来 大哥带你回家 上官飞伸手 扶着上官碗 看着他通红的眼睛 委屈的样子 似乎并不是因为被刺杀感到害怕才哭的 而是因为别的事情 只是 上官飞没有询问 他很清楚 以自己这个妹妹的性格 他要是不主动说 自己就算怎么问 也没用的 第923章 跟他们干到底 第923章 跟他们干到底上官飞 本来是坐车过来的 不过回去的时候 他却亲自开车 上官碗就坐在后座 一路上 他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看着窗外 默默地流泪 这让上官飞的心里 非常不舒服 到了上官家 上官飞送上官碗回了房间 交代佣人小心照顾 然后直接来到了大厅 大厅里 上官亭已经等候多时了 婉儿他怎么样了 上官亭看到上官飞进来 连忙问道 他有没有受伤 他没事 上官飞摇了摇头 不过 他也可能受了伤 听到这话 上官亭顿时皱起了眉头 他没有很明白这话的意思 这不重要 等我儿自己想说的时候再问吧 上官飞摇了摇头 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 在上官家 敢跟上官亭这么说话的 也就只有他了 哪怕是上官飞的几个叔叔 在上官亭的面前 也要保持恭敬 行吧 有没有查出来 是谁在背后下手 上官亭沉声问道 敢对他的女儿下手 这让上官亭非常愤怒 而且是在京都里面 对方这事 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查不出来 上官飞摇了摇头 我手下的人调查过了 那些人都是没有身份的黑户 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不过父亲 您应该知道 在京都 敢这么做的 也就那么几家而已 听到这话 上官亭眸子一冷 我不管他们是谁 敢对我上官亭的女儿下手 就是不把我上官家族放在眼里 去丢我查 不惜一些代价 一定要将幕后的人 丢我挖出来 可是父亲 如果查出来的是那些人呢 上官飞无奈道 上官亭深深吸了口气 寒声道 那就不要怪我上官亭不给面子了 跟他们干到底 这是上官亭的底线 商业上 不管怎么战斗 不管使用什么手段 只要不获及家人 都不会触及他的底线 但如果有人 对他的家人下手 那就彻底触犯他的底线了 不管是谁 就算对方是天王老子 上官亭也敢跟对方硬碰到底 爸 您觉得 会是谁有胆子这么做 上官飞问道 不知道 上官亭摇头 不管是谁 他们也不会说出来 只会在暗中动手脚 上官家族里面 只有上官亭是天生的商业奇才 若是能让上官亭陨落 那么 对上官家族来说 绝对是一个天大的损失 到时候 那些暗中虎视眈眈的强敌 就会露出他们的獠牙了 上官家族 虽然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了东南亚 但遗留在国内的集团公司 依旧是一块流油的肥肉 谁不想咬伤一口 那可是可以掌控海量的资源 地位 权力 钱财 站在顶峰的机会 哼 他们想要吃掉我们上官家 以为杀了娃儿就可以了 上官挺脸上 杀气腾腾 这上官家的未来家主是你 杀了娃儿 对他们来说 也没有任何意义 事情一下子 就变得诡异起来了 上官家族在国内 事实上 死敌并不多 同级别的 更是少之又少 对方为何要对上官娃儿下手 而且采用的 还是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 对方是有多自信 他们以为 一定可以杀了娃儿 难道就不怕暴露自己 上官家族 虽然重心转移到了东南亚 但国内的实力 也不是谁都可以拿捏的 算了 暂时不要去想这些了 我想 事情或许没有这么简单 恐怕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上官非摇了摇头 这其中 怕是有人在从中作祟 不说其他 单单是那些亡命之徒 是怎么死的 如此凄惨的死法 不是一般的高手能做得出来的 这等实力 就算是上官家族 也不可能翘无声息做到 而整个北方 能有如此实力的 也没有几个 而且 上官娃儿从头到尾都是在哭 一直在伤心地哭 而不是害怕 不是恐惧地哭 所以 上官非认定 上官娃儿肯定是见到了什么人 可又是谁 能让他如此伤心 难道是那个李东 娃儿现在怎么样了 上官婷问道 对于自己的那个女儿 她还是非常关心的 状态很不好 一直在哭个不停 上官非叹了口气 爸 一娃儿现在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无法继续掌控上官集团了 让她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吧 集团公司 我来掌控 好 上官婷看着自己的儿子 思考片刻 点了点头 虽然上官非的商业天赋比不上妹妹 但是 跟其他大家族的青年才俊比起来 上官非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掌控一家集团公司 短时间之内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就辛苦你了 上官婷叹了口气 上官非说得对 上官娃儿现在的状态 根本不适合继续掌控集团公司了 她掌控不了这么大的庞然大物 只会让她越来越疲倦 甚至 还有可能再次遇到危险 上官婷不希望看到 再有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现在北方的情况很不明了 局势混乱不堪 我们上官集团的任何决策 都一定要小心一点才行 上官非沉生道 但我会尽力维护现有的状况 不让集团公司陷入危难之中 这已经是她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不然的话 上官集团早就交到她的手中 而不是依旧让上官娃儿来掌控了 嗯 总之一切都要小心 上官婷点了点头 父亲 那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继续查下去 查 一查到底 上官婷冷冷道 敢对我家里人动手 你妹妹差点因此而受到伤害 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情查出来 弄清楚 到底是谁在后面搞事情 查出来之后 先不要动手 先盯着 以后有机会 再跟他们好好清算 是 上官非点了点头 她知道父亲这话的意思 现在北方的局势非常不明朗 所以 做任何事情都要慎重 在不明朗的情况下 北方的水 将会越来越浑浊 他们也有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 至少 现在李家表面上出手了 但上官婷跟上官非都很清楚 李家的真正掌控者 还没有出手呢 这才是让他们最担心的 现在上官家族 已经下场对付崔家了 他们不得不防备那个男人 而另外一边 林语柔就像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坐在沙发上 双腿并拢 双手搭在膝盖上 低着头部说话 默默地承受李东的责备 然而 李东哪里忍心呵斥一句 即便这一次是真的很危险 他要是慢上一步 林语柔就要被抓走了 可是 李东依旧不忍心责备他 老公 我知道错了 你不要生气了好吗 林语柔怯怯道 不然 你打我 骂我也行 第924章 时机还没到 第924章 时机还没到他抬起头 一脸认真的看着李东 我保证 我绝对不会吭声 任由你教训的 李东都被他这话气笑了 他直接抬起手来 见状 林语柔赶紧闭上了眼睛 但下一刻 李东的手 却只是轻轻地落在了他的脸上 轻轻摸了一下 傻瓜 我怎么舍得打你骂你呢 李东笑着摇头 眼中满是爱意 在他看来 打老婆 骂老婆的男人 是最无能的 老婆拿来干嘛的 不就是捧在手心来疼爱的吗 李东对林语柔的爱 那是深入骨髓的 他宁愿自己受伤 也不愿意让林语柔 遭受到丝毫的委屈 老公 林语柔睁开眼睛 被李东这话 感动得眼睛微微泛红了 虽然我舍不得打你骂你 可是 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一次 我是真的生气了 你知道吗 虽然 现在已经安全了 可是 李东回想起来 依旧有些后怕 我知道错了 老公 对不起 林语柔红着眼睛 张开了手 李东叹了口气 他还能说什么 他伸手 将林语柔涌入了怀中 远远的 陈小刀 刀疤 还有小白他们看到这一幕 心中五味沉杂 哎 我还以为大哥会发火呢 没想到又是一把狗粮 刀疤有些羡慕 有时候 我都想当一个女人 被人呵护的感觉 肯定很好啊 你可拉倒吧 就你长这样 大哥第一次见你 恐怕就会忍不住拧断你脖子了 旁边的老姚 哈哈一笑 老姚 你是不是想打架呀 刀疤恼目到 来就来 怕你不成 于是 两人开始打了起来 陈小刀没有搭理他们 招了招手 疯狗等几个小刀门的核心成员 靠拢了过来 现在京都的局势有些复杂 不管什么时候 哪怕大哥在 你们也必须要留下两个人保护嫂子 知道吗 放心吧刀哥 我们就是死 也一定保护好嫂子的安全 疯狗点了点头 看了看老姚跟刀疤 他们两个就算了 他们更适合杀人 之后 陈小刀又对他们道 还有嫂子遇到袭击这件事情 一定要彻查清楚 现在传令下去 不顾一切代价 动用所有资源 也一定要将幕后的人挖出来 妈的 敢躲我大哥的女人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的胆子这么大 疯狗忍不住道 可是刀哥 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 是没有户口身份的 我们要查他们背后的人 不是一般的呢 那又如何 陈小刀冷冷道 给我查 就按照一个目标去查 查他们被大哥所杀之前 最后接触到的是什么人 就按照这个线索 就算绝地三尺 也要把他丢找出来 是 随着陈小刀这个命令下去 整个小刀门 开始疯狂地运转了起来 李东安抚林语柔之后 来到别墅后院 轻声道 耶稣 嗖 话落 一道身影 闪现了出来 正是训兽师 这一次 你失职了 李东看着训兽师 淡淡的 他让训兽师贴身保护林语柔 但这一次 林语柔居然撇下了训兽师 跑了出去 不管怎么说 训兽师都是失职了 我知道 训兽师没有狡辩 苦笑道 只是我没有想到 林小姐的胆子会这么大 敢置身一人跟那个女人出去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之后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李东缓缓道 他跟训兽师之间 本身就是一种交易 李东 让他留在身边 让他保护林语柔 而他 则是给训兽师提供庇护 以后 西方天王要是派出战将级别的强者 过来杀训兽师 李东将会出面 将其解决掉麻烦 我会的 训兽师点了点头 然后 他看着李东 欲言又止 李东微微皱眉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李 难道你还不知道 西方天王已经开始入侵 你们华夏边境了吗 训兽师忍不住道 他一直都在注意李东 发现李东 似乎真的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就忍不住提醒一下 因为在他看来 西方天王既然开始入侵华夏边境 那么 他这个叛徒 天王那边必然也会着手安排 强者过来清理他的 嗯 听到这话 李东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说实话 这个消息 他还真的不知道 不过李东倒也没有感到太过意外 因为这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他之所以任由九长老 罢免了他的战神职务 目的 就是为了让这个消息传出去 传到国外去 让那些虎视眈眈的强敌知道 一旦那些敌人知道 必然不会放过机会 肯定会入侵边境 如果李东是那些强敌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确定这个情报的真实性 所以 强敌入侵边境 是必然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东淡淡问道 看到李东这么平静 都没有吃惊的样子 训受师有些诧异 就前两天的事情 训受师回答 前两天 李东释然了 那时候 他还在云甸那边 处理黑文病毒的事件呢 就算知道了 也没用 而且 李东也猜得出来 自己坐镇边境的师傅 之所以不告诉自己这件事情 也是想让自己安心发扬中医吧 毕竟 自己回来发扬中医 不单单是李东自己的一个心愿 也是那个老人的心愿 行 我知道了 李东笑着道 这个消息 并没有让他意外 并且 李东还认为 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一旦那些强敌 确定了华夏无战神这个消息 必然会采取更加疯狂的入侵 毕竟 自己这些年横扫全球 不知道多少恐怖组织 那些敌人累计的怒火 必然要一次性发泄出来的 到时候 长老院们才会知道 华夏无战神 是最错误的一个决策 他曾经说过 要让九长老他们 求着他回去 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但 想要让他们求着自己回去 那就让他们感受到痛才行 虽然那样 会让边境的一些弟兄 失去宝贵的生命 但 这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如果那些长老 不求着自己回去 华夏 就真的没有战神了 那样的话 将会有更多的同胞 被强敌杀害的 李 难道你不采取一点行动吗 训兽师难以置信地看着李东 李东平静的样子 让他根本无法相信 难道 李东并不在乎 急什么 李东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时机还没到呢 你放心就行了 天网的人要是敢来找你 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就算是你们的那位 也是如此 说出这句话 李东的身上 散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自信 听到这话 训兽师点了点头 一颗心总算是彻底放松了 他要的 就是李东这句话 第925章 我有一个哥哥 第925章 我有一个哥哥李家 李宗的别墅里 什么 失败了 听着智刚的汇报结果之后 李宗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将鼠标一扔 游戏也不完了 死死盯着智刚 你告诉我 为什么会失败 不是说 会在他们落单的时候动手吗 他们身边都没有护卫在 怎么会失败 大少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智刚一脸无奈 本来我派去那些人 差一点点就抓住上官小姐 跟那个林宇柔了 但不知道怎么搞的 那个李东恰好得到了消息 其实赶到了 他当然无奈 在那个男人的手中 别说是他买通的那些亡命之徒了 就算是他本人自己出手 也没有办法从那个男人的手中讨得了好 那他会不会查到我们身上 李宗连忙问道 他本来以为 这次让智刚买通一些亡命之徒 将林宇柔跟上官网抓住 然后狠狠地虐待林宇柔 让他暂时不能掌控林氏集团 从而让他们母子全力反击 好获得巨大的利益 然而没想到 居然失败了 他的算盘 直接落空 这一刻 他心中 开始担忧了起来 要是被查到自己的身上 以那个小爷种疯狂的性格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啊 到时候 他会不会跑到李家来打死自己 大少放心 智刚咧嘴一笑 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查到你的身上 就算是查 最多也是 查到我这里而已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李宗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当然不会犯下那么低级的错误 将李宗牵连进来 事实上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考虑到最坏的结果了 被那个男人知道 然后 他会被活活打死 但他还是按照李宗的话去做了 没有丝毫犹豫 他这条命 本身就是李宗给的 必要的话 还给他救世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李宗微微松了口气 说实话 对于那个小爷种 他还是很惧怕的 没办法 主要是有独孤薄的例子在前 他丝毫不怀疑 那个小爷种 一旦疯狂起来 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不行 这样还是不太保险 李宗想了想 还是有些不放心 要不然 你出去外面躲几天再回来 好 志刚没有多问 直接答应了下来 他当然知道 李宗在顾虑什么 无非是害怕这件事情 查到自己之后 再牵连到他而已 对此 志刚没有任何的不满 因为他很清楚 李宗的为人 如果必要的时候 李宗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他 这位李家大少爷 实际上他的骨子里 流淌着的鲜血 是冰冷的 就跟他的母亲一样 上官家 上官宛的闺房里 现在上官宛已经不哭了 虽然李宗的那番话 彻底伤了他的心 但他也想明白了 李宗当时之所以会警告他 是因为林宇柔 因为他而陷入了险地 差点出了事 上官宛是一个很聪慧的女人 他站在了李宗的角度上思考了一下 如果换作是自己 自己心爱的人 因为别人而陷入险地 估计也会愤怒的 再说了 他就算继续哭 又有什么用吗 倒不如好好想想 如何补救一下 挽回李宗对自己的印象 不错 事已至此 他依旧没有丝毫放弃的想法 哪怕李东警告他 伤了他的心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李东 他的心中 早就被李东给填满了 这辈子 都不会再容下其他男人了 哪怕李东打他 骂他 警告他 他也不会放弃的 哪怕这辈子 自己孤独终老 冷静下来之后 上官宛开始从头开始 回想这件事情 然后进行分析 他这一次是偷跑出去的 连护卫都不知道 而知道他行踪的人 只有林宇柔 还有他的贴身助理 林月 林宇柔是不可能泄露他行踪的 因为林宇柔 根本来不及安排这一切 哪怕 泄露他行踪的人 就只有一个了 想到这里 上官宛脸色平静地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林月的电话 来我这里一趟 说了这句话之后 上官宛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进行等待 月末20分钟的时间 房门被敲响了 进来 上官宛淡淡道 咔嚓 房门被打开 助理林月走了进来 小姐 林月进来之后 看到上官宛 还有些泛红的眼睛 不禁微微一愣 在她的印象中 上官宛 向来都是非常冷静 内心强大无比的女人 她从来就没有见小姐哭过 但看小姐 还有些泛红的眼睛 明显是 刚才哭过了 这让林月感到非常诧异 到底 发生了什么 坐吧 上官宛 指着面前的椅子 轻声道 是 林月犹豫了一下 答应道 然后走过去 在上官宛的面前坐了下来 林月 你跟着我多久了 上官宛 轻声问道 回小姐 已经十年了 林月不知道 上官宛 为什么要这么问 但她还是回答了 看到上官宛 平静的样子 她心中 已经隐隐有了猜测 不禁悄然叹了口气 十年 不知不觉 已经十年了呀 上官宛 感叹了一下 这十年来 我身边能说得上话的人 也只有你一个 这是上官宛的真心话 从小到大 她都是身份高贵的千金大小姐 而且人非常聪明 除了李东之外 她几乎没有其他的玩伴 而在十几岁的那一年 她遇到了被生活几乎压垮的林月 然后 上官宛就将她纳入了麾下 跟了她十年 上官宛 是真心将林月 当作自己姐妹来看待的 听到这里 林月轻轻叹了口气 但下一刻 却不禁露出了笑容 她已经明白了 小姐肯定已经知道了 不过 也正因为身份的暴露 她不用再戴着那沉重的面具 以及那压得她喘不过气的任务生活 这让她现在露出来的笑容 多了几分真心 可是 我想不明白 你的苦衷到底是什么 上官宛问道 林月沉默不语 我们在一起十年 我从未把你当作下人来看待 也自问带你不薄 而且我也很清楚你的性格 所以 你到底 是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上官宛 眼神灼灼地看着林月 她的眼神 犀利 冷冽 但又蕴含着情意 林月依旧沉默不已 上官宛轻轻叹息 眼眸之中 满是失望 你走吧 这三个字落下 林月脸色一变 她很清楚 如果自己真的走出了这个房间 那么 以后她跟上官宛之间 就再无瓜葛了 他们之间十年的姐妹情意 将会彻底化作乌有 我有一个哥哥 最终 她咬了咬牙 说出了这句话来 第926章 沈云来京都 第926章 沈云来京都林月很清楚 当她说出这句话来 将会意味着什么 但是 这也是 经过她慎重考虑的结果 因为 她不舍得离开上官宛的身边 对于自己那位哥哥 事实上她并没有太多感情的 论在心目中的地位 上官宛明显更胜一筹 这一次 她泄露了上官宛的行踪 差点导致她被坏人伤害到 林月心中非常后悔 现在有机会弥补 她毫不犹豫 选择了出卖自己的那位哥哥 而且林月也知道 就算她不说 以上官家族的能耐 要查出来 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 倒不如说出来 换取自己继续留在上官宛身边的机会 听到这句话 上官宛的眼中 多了一抹轻松 幸好 林月最终还是没有让她失望 虽然经历了 差点被坏人抓住这件事 但其实对林与柔的影响并不大 也不知道 是因为经历的多了 还是因为林与柔本身内心 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原因 总之 才过了小半天的功夫 林与柔就恢复了常态 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了 现在公司那边的事情 还是非常繁忙的 特别是 将崔家打得节节败退 林氏集团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些利益 体现在一些大项目上 这些林与柔都要亲自处理才行 对此 李东也感到很无奈 但她也没有办法 只好陪着她一起去了公司 终于 快到下班的时候 林与柔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 老公老公 我们晚上去找个地方玩一下吧 嗯 李东顿时诧异了 她看着林与柔 好奇问道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平时下班 不都是想着在家里工作的吗 就算不工作 林与柔最多 也只是拉着李东去逛逛街 绝不会说要 专门去找地方玩的 那不一样 林与柔高兴道 是沈姐姐 她来京都这边 今晚我们要好好去玩一下 听到这话 李东顿时了然了 难怪这丫头会这么兴奋 原来是沈云来京都了呀 李东知道 林与柔的朋友并不多 除了平日里 跟在她身边的小白之外 能跟她说得上规防话的 就只有沈云了 那行吧 你们安排就好 李东倒是无所谓 不管是回家 还是去找地方玩 她都可以的 下班之后 林与柔跟李东 还有小白三人 直奔东山会所 这个会所 是京都的一处高端会所 能来这里消费的人 非富即贵 沈云已经在那边等着了 已经提前订好了包厢 现在林与柔他们赶过去 跟沈云会合 除了他们三人之外 林与柔并没有交上其他人 这是他们私底下的闺蜜小聚会 太多外人参与进来 就没什么意思了 没多久 李东将车子开入了东山会所 将钥匙交给了驳车童子 然后在一个身材火爆的女营兵带领下 来到了一处包厢 一打开门 李东就看到 沈云还有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 坐在里面了 呀 你们来了呀 看到林与柔跟李东 还有小白进来 沈云立刻站了起来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见到李东他们 他心里非常高兴 沈姐姐 你可算来京都了 我都想死你了 林与柔直接飞奔过去 给了沈云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白也跟沈云拥抱了一下 李先生 对于李东 沈云可不敢去拥抱他 只是恭敬地点了点头 打了招呼 嗯 李东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在普通人的眼里 沈云这样的大明星 可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更别说是面对面接触了 但在李东的眼中 沈云跟普通的女人 没什么区别 若不是因为林与柔 跟她关系不错的份上 李东都不会正眼看她 沈云旁边的年轻女人 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中微微凛然 因为李东的态度 要知道 现在沈云在华裔里面 可是真正的意见 在整个华裔 都没人敢用这样的态度 对待沈云的 在南方天行省那边 就算是一些高官 见到了沈云 也都非常客气 礼带有加 但李东刚才的那种冷淡态度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李先生 这个名字 立刻让他想起了 自己刚进公司的时候 清洁对他的叮嘱 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华裔 总部并不是在南方的 而是在北方的 但因为某种原因 整个华裔娱乐公司 就搬到了南方 并且被林氏集团收购了 所以 大家都很清楚 背后依靠的集团公司 是林氏集团 大家也都知道 林氏集团的老板 是林家 只有华裔的少部分高层才知道 华裔 乃至林氏集团的真正幕后老板 就是一个姓里的年轻人 而她 是林语柔的丈夫 很明显 眼前的这个帅气的男人 就是那位李先生了 华裔 以及林氏集团背后真正的老板 李先生 这位 是我的经纪人 她叫小彤 沈云指了指那个年轻女人 笑着介绍道 现在 清姐是华裔娱乐的总经理 她已经不再当经纪人了 当然了 对于沈云这样的大牌 并且还是跟林语柔 关系不俗的一人 清姐自然将所有的资源 都倾斜在她的身上了 所以 现在沈云的名气 已经比七亿钱更大了 这个新的经纪人 表面上说是经纪人 但实际上 是专门来伺候沈云的 李先生 您好 小彤连忙冲着李东 微微鞠躬点头 嗯 你好 李东笑着回应 接着 众人落座 四个女人很快就畅聊了起来 林语柔跟沈云 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现在见了面 有大把的话要说 当然聊个痛快了 他们还在商量着 等会儿吃完了饭 应该去玩什么 而李东 则是有些无聊地坐在一旁 玩起了手机游戏 很快 饭菜上来了 几个女人开始推杯幻战 气氛非常热闹 至于李东 则是微笑地看着这一幕 十几分钟之后 沈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她走到一旁说了一会儿之后 将电话挂断 然后走回来 一脸歉意地对林语柔跟李东道 语柔 李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啊 隔壁的包间 有几个贵客在 他们想让我过去见个面 他刚来到京都 但沈云的名气太大了 京都的一些有能量的人 想要获得他的行踪 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这种事情 他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事实上 自从变得更火之后 他每次到一个地方 几乎那个地方的豪门公子哥 或者是一些名媛 都会邀请他 过去喝一杯酒 见个面什么的 对此 沈云也不会清高到直接拒绝 一般都会去跟那些人见个面 说几句话 敬个酒什么的 这既让那些人有了面子 而他也拓展了人脉 何乐而不为 第927章 会所冲突 第927章 会所冲突很快 沈云跟那个叫小童的经纪人 就出去应酬了 包厢里 只剩下李东他们三人 哎 沈姐姐也真是不容易啊 林语柔感叹一声 他这个大明星做的 其实也并不舒心呢 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 应付一些大人物 搞得自己太累了 对此 李东只是淡淡一笑 他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这些事情 他总要去应付的 沈云不容易 别开玩笑了 以他现在的身价 一年赚个几十亿 分分钟的事情 而在国内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穷得吃不上饭呢 相比起来 这些大明星 生活条件 不知道比那些社会底层人员 好了多少万倍 他们应该知足才对 林语柔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他之所以这么感叹 纯粹是站在姐妹的角度上 去看待沈云而已 毕竟 跟他相比起来 沈云的确过得不容易 当然了 他也只是随意一说 因为他也知道 沈云既然当了这个大明星 那么有些事情 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林语柔很快就转移了其他话题 三人吃着菜 聊着天 气氛倒也不错 很快 十几分钟过去了 然而 沈云却依旧还没有回来 老公 我想去个厕所 林语柔突然开口道 行 我陪你一起去 小白 你要去厕所吗 李东转头看向小白 那我也一起去 于是 三人起身 离开了包厢 直接去了洗手间 李东上完厕所之后 就站在洗手间门口 不远处等待 没多久 林语柔跟小白出来了 三人朝着包厢走去 然而 碰 就在李东跟林语柔他们 刚经过一个包间门口的时候 只听一声巨响 一个裹着香风的身影 脚横着飞了出来 摔在了门口 这是一个女人 虚弱的女人 她身上的衣服 还有几处破烂 很是惊慌失措 李东侧头一看 脸色微变 因为这个女人 居然是沈云 闲杂人等滚蛋 没等李东有动作 那个包间里面 传来了一记 中气十足的邪恶宁笑 这里 被我征灵和独孤少爷征用了 神界见 林语柔大惊失色 连忙冲了过去 将沈云搀扶了起来 你怎么了 李东也跑了过来 迅速伸手给沈云把脉 随后 脸色微微一变 从脉相来看 沈云被人下药了 药性很强 他现在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证明 沈云被李东的手指一碰 身体微微一颤 下意识想要挣扎缩回 结果发现是熟悉的面孔 他微微张开红唇 李先生 行了 你别说话 保留体力 李东沉声道 紧接着 他拿出了一根金针 刺入了沈云身上的 一处穴道之中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嗯 沈云点了点头 闭上了眼睛 任由李东为他诊治 他的神色 看起来轻松了很多 因为他相信李东的话 只要有他在 那自己就没事 闲杂人等滚蛋 不要让老子说第二遍 几乎同一个时刻 一阵喧哗的脚步声 从那个包厢传来 伴随着的 是一道邪恶的笑声 沈云 你跑什么啊 独孤少爷 只是想跟你谈谈人生 你却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是 把我们都当成坏人了吗 毕竟 我们也是后客的人 你这么不给面子 可是有点不礼貌了啊 很快 郑林那张脸出现在了李东的视线之中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身穿运动服的杰傲青年 龙眉大眼 眼神炯炯 替着板寸 给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帅气感觉 但他眼神却无比跋扈 满脸的张狂之色 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 这个青年 赫然就是独孤展 独孤家的二少爷 当初因为李东的缘故入狱 而现在 经过九长老的运作 李东被罢免了战神 这家伙 居然从监狱里出来了 更没想到 一出来 居然就在这里为非作歹 事实上 独孤展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还是郑林请他过来的 用郑林的话来说 独孤展刚从监狱出来 等于获得了新生 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 这里不但美女多 好玩的也多 独孤展在监狱里憋了那么久 当然乐意过来好好玩耍一下了 在独孤展身后 还跟着一个脸色木讷的灰衣老者 这个灰衣老者的手中 抓着小童的手臂 任由小童挣扎也挣脱不掉 除了他们三个之外 还有几个保镖 你们要干什么 赶在这里闹尸 这时 包间外面的两个保安健壮 立刻冲了过来 其中一个落腮胡子 保安指着郑林 怒声吼道 啪 然而 郑林却没有丝毫废话 直接一巴掌 抽在了落腮胡子保安的脸上 滚蛋 狗东西 这些保安 在郑林的眼中 就只是社会最底层的小楼鹿而已 根本没资格让他放在眼里 落腮胡子保安 被打了一个阵阵 脸上顿时多了五个手指印 但是 他却没有发飙发怒 只是捂着脸 焦急抗议 你们怎么动手打人啊 虽然这个落腮胡子保安 看起来长得很粗犷 但是他不是傻子 眼前的这两个年轻人 还有那个灰衣老者 他们明显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但依旧这么肆无忌惮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的来路很大 大到甚至不把这个 东山会所的老板放在眼里 不然的话 怎么敢有胆子在这里闹事 看到落腮胡子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保安立刻停了下来 沉默着站在一旁 妈的 听不到老子说话吗 都给我滚出这里 所有人都滚 郑林立声吼道 同时 他又是一巴掌 朝着落腮胡子保安的脸上 抽了过去 落腮胡子 下意识地伸手挡了一下 让郑林这一巴掌落空了 你这人 有事说事 干嘛打人啊 他娘的 你还敢还手 见状 郑林大怒 一脚踹向落腮胡子的腹部 老子踹死你 落腮胡子保安 见状 赶紧后退几步躲开 你再动手 信不信我叫人了 他虽然是保安 但也是人 被人平白无故这么打 他当然也有脾气了 此时 独孤展的目光 直勾勾地落在了沈云的身上 眼底深处 流淌着一抹见烈欣喜的光芒 从小到大 见惯了妖艳货色的他 见到沈云 就像是蜜蜂见到了蜂蜜一样 特别是他还注意到了林宇柔 发现这个女人的容貌气质 居然丝毫不输给沈云 更加欢喜了 至于正在为沈云诊治的李东 下意识被他忽略了 因为独孤展从来不会去想 堂堂东方战神 怎么会在这种会所出现 所以 他并没有去看李东的脸 第928章 这才是嚣张 第928章 这才是嚣张 叫人 郑林冷笑道 你觉得 这里的保安 能唬得住我们 混蛋 你们再放肆 我就报警了 那个洛三胡子保安拿出了手机 虽然他也不想跟这些人作对 但没办法 这是他的职责 他是这个会所的保安 自然要维护这里的秩序 现在有人闹市 他们这些保安 要是不站出来解决事情 以后 谁还敢来这里进行消费 那样的话 他们这份工作 可就没了 报 赶紧报 你能把警察叫来 我叫你大爷 郑林林笑不已 我告诉你 我郑林 就从来没有怕过警察 那我今天就让怕怕 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从传来 赫然是李东 已经为沈云针酒完毕 他不知道从那里拿来了一个茶壶 砰的一下 狠狠地砸在了郑林的脑袋上 茶水四溅 瓷片落地 郑林的脑袋也随之开花 哎呀 郑林的脑袋开花 眼睛还被茶水呼住 不过他也算了得 身子摇晃了两下 却没有倒下去 他发出一声惨叫声 然后摇晃了一下脑袋 磨掉了脸上的茶水 跟碎片 发出怒吼 王八蛋 你敢打我 直到现在 他都还没有看清楚打他的 是李东 碰 不等他带来的那些保镖有动作 李东又拿起了一张走廊上的一个花瓶 狠狠地砸在了郑林的身上 咔嚓 花瓶碎裂 郑林惨叫一声跌飞 直挺挺地摔在地上 狼狈无比 啊 一些出来围观的几个女人 顿时发出惊呼 他们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 似乎没想到李东敢对郑林动手 见到这一幕 独孤斩的目光 终于落在了李东的身上 第一眼过去 他就感到非常眼熟 而李东 则是淡默地看着郑林 怎么样 还要不要再动你 妈的 敢动老子 老子弄死 是你 爬起来的郑林 勃然大怒 他正要一声令下 让那个灰衣老者进行攻击 但是 却看到了李东的真面目 郑林本能地打了个机灵 之前他因为李东损失了几百亿 更是在一栋荒废的别墅里 遭遇到了粉尘爆炸 差点因此丧命 从李东手里吃的亏 让他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看来 上一次让你吃的亏 还不过让你反省啊 李东看着郑林 淡淡道 王八蛋 上一次让你给阴了 这一次 你没有那么好运了 郑林看着李东 恶恶恶狠地道 这一次 心愁就账 我要跟你算得清楚 报警 我要报警 你当重行凶 还拿茶壶砸了我的脑袋 这一次 我要让你进去坐牢 郑林说着 直接拿出了手机 想要报警 行吧 报警吧 看看 是你们下药的罪名大 还是我打伤你的罪名大 李东不置可否 淡淡一笑 这次的罪名一旦坐实 没几个月 恐怕出不来 什么下药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郑林眼皮子直跳 但 他还是硬着脖子开口 沈云跟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跟他聊聊天怎么了 少废话 李东冷冷道 沈云身上中的是桃花红 这要估计还在你身上吧 听到这话 郑林脸色一变 他立刻下意识地握了一下裤带 随后连忙将手机揣进了兜里 不敢继续报警了 他没想到 李东居然会这么厉害 连这种情要都有所了解 小子 有点能耐啊 可惜 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 郑林后退几步 站在独孤展的身边开口 冷笑道 这一次有独孤少爷在 你没那么容易欺负到我了 独孤少爷 上一次 就是这家伙 让李大少损失了好几百亿 独孤展直勾勾地盯着李东 随后笑容灿烂了起来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你啊 听说你现在成了神医 怎么 不好好在医院里治病救人 跑来这里干什么 独孤展缓缓走到李东面前 皮笑肉不笑 我们之间的账还没有算清楚 我不主动去找你 你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现在 你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李东了 你以为还可以无视我的存在 你现在动我的人 还抢我女人 你很嚣张啊 独孤展阴阳怪气地说话 却比声色俱力 更加让人感到心惊胆战 对于李东的仇恨 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一开始 他因为李东而入狱 虔诚断送 那时候 他就已经非常怨恨李东了 但那种恨意 还不不够强烈 一直到他的哥哥独孤伯 被李东所杀之后 他得知了这个消息 对李东的恨意 已经突破了天际 如今在他的眼里 对方已经不再是东方战神 论身份 跟他是没有可比性的 所以 他对李东的恐惧 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所以才敢说出 这样的一番话来 甚至于 他都认为对方 不敢再对自己动手了 因为他是九长老 唯一的孙子 而对方 只是一个丧家之犬 然而 他低估了李东 碰 李东忽然上前 直接冲了过去 一脚踹在了独孤展的肚子上 直接将其踹翻了 接着 李东居高临下地 看着独孤展 淡淡道 嚣张 这 才是嚣张 啊 惊叫声四起 李东这一脚 不仅速度快 而且还毫无征兆 让在场的众人 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哪怕是那个灰衣老者 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地位比正林还要高的 独孤家少爷 被李东一脚踹飞出去 这一幕 着实是让人大跌眼镜 大家一时间都不知道 做些什么好 那个落腮胡子保安 也是微微张大的嘴巴 他也想不到 李东居然比正林还要猖狂 混账 你这个王八蛋 敢对独孤少爷动手 你知道独孤少爷是什么人吗 正林首先反应了过来 怒吼一声 带着几个保镖 就包围了上来 一个个摩拳擦掌 义愤填膺 恨不得将李东大卸八块 这已经不是叫板了 这是赤裸裸的 毫不掩饰的挑衅啊 这等于是将他们的脸 先后打了两次 大家别动手 有事好伤啊 落腮胡子保安 又冲上来挡住了众人 打架不是什么好事 要坐牢的 给老子滚蛋 正林又给了他一巴掌 打得落腮胡子保安 踉枪后退好几步 这个王八蛋 敢对独孤少爷动手 那就是要跟我们为敌 老子今天非要弄死他不可 正林杀气腾腾 怒视着李东 他除了内心的确震怒之外 还有就是 他要趁着这个机会 把事情搞大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 他对付不了李东 但独孤展是独孤家的二少爷 以他的身份 肯定可以 第929章 你能奈我何 第929章 你能奈我何 在京都里面 他就不相信 还有人是独孤展对付不了的 所以 他要将事情闹大 让独孤展去对付那个家伙 他要让对方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好报一下他上一次的仇 落腮胡子保安 又被抽了一巴掌 但他却顾不得愤怒了 他一脸着急 不要激动 大家不要激动 以何为贵 以何为贵啊 和你大眼 再也不滚蛋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郑林一脚踹开他 随后指着李东 怒吼道 你敢动独孤少爷 我们跟你没完 我打了他 怎么了 李东无视这些人 淡淡开口 你们对他下药 我动手打了你们 那又如何 他从来都不喜欢招惹是非 但是 如果事情找上门来 他也不怕 更何况 这件事情 他占据了道理 如何 老子砸死你 郑林走过去 操起了走廊里的 又一个花瓶 朝着李东冲了过来 碰 李东没有半点废话 一脚 将他踹翻在地 郑林倒在地上 闷哼不已 他指着李东 连连喊叫 上 都给我上 弄死这个王八蛋 刷 顿时 那些保镖 一个个朝着李东冲去 住手 就在双方 就要大打出手的时候 站起来的毒蛊斩 却突然爆合出声 听到他的话 所有的保镖 都全部停了下来 大家都一脸疑惑地 看着毒蛊斩 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叫停大家 毒蛊斩没有理会 其他人的目光 他直接走到李东面前 然后 他伸手拍了拍 被李东踹中的腹部 笑着道 不愧是你 这一脚真的很有水准 不但够快 而且毫无征兆 最重要的 让我感受到了疼痛 却没有伤到我 真不愧是当年 纵横全球的存在啊 他不敢直接说出 李东的身份 哪怕现在李东 已经被罢免了 战神的身份 但 他曾经身为战神的身份 他是不会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来的 因为这是禁忌 要是他这么做了 等同于叛国论处的 郑灵吃过这方面的亏 他自然不会吃第二次 以前的话 我并不敢有报复的心思 因为你很强大 毒蛊斩死死盯着李东 宁笑道 但是现在 你将是我的头号敌人 只要我还活着 就一定会好好向你 讨还一切 我大哥的仇 还有我的 通通要从你身上讨回来 从小到大 在他的认知当中 毒蛊家 是顶尖的超级官宦家族 因为他爷爷 是九长老 所以 在整个京都 没有人胆敢欺负他们兄弟 但是 他的哥哥 死了 被眼前的这个男人杀了 他毒蛊斩 从来就没有吃过这样的亏 他毒蛊家 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耻辱 这个仇不报 他还算什么男人 幸好 索性 对方已经被罢免了战神的身份 没有了战神这一层身份 李东就算再厉害 也只是一个纯粹的武夫吧 一届平民身份的武夫 是尚不得台面的 毒蛊斩 有一百种方法 报复李东 费什么话 你要是不爽的话 现在动手啊 李东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亲面 看着毒蛊斩 你们这么多人 还是有机会伤到我的 来动手啊 听到这话 毒蛊斩还没有说话 郑林却愤怒不已 毒蛊少爷 这小子太嚣张了 动他 我就不信了 我们这么多人 干不翻这个王八蛋 动他 毒蛊斩轻轻一笑 摇头道 这我怎么敢啊 人家现在可是当红的神医呢 刚刚才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立下了汉马功劳 你们要是打了他 那就是挑衅上面的权威 轻则问则 重则坐牢 难不成 你们想要去坐牢 听到这话 郑林他们微微一论 脸上的怒意 顿时消失了不少 只是 他们依旧一个个 愤愤不平地盯着李东 看来 失去了那个身份 现在又有了神医这个身份 给了你不少 胡作非为的底气啊 毒蛊斩看着李东一笑 你就不担心 哪一天 上面真的彻底抛弃你了 你会怎样横视街头 碰 李东突然又是一脚 将毒蛊斩踹飞了出去 一声巨响 毒蛊斩又闷哼一声 往后摔去 不过 这次他有了动作 身子在半空中一扭 硬生生停下来 站在地上 并没有摔倒 只是 他的脸色 越加阴沉了不少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李东一而再 再而三地对他动手 很不爽是吧 我就喜欢你这一副 明明恨我要死 却不敢动我的样子 你以为 我失去了那层身份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 给我展开报复了 可以啊 你大可以试试 李东轻笑道 今天的事情 是你们下药不对在先 刚才这两脚 算是给你的一个教训 你要是以为 我是在仗势欺人 那就满足你的愿望 今天好好仗势欺人一回 我现在就拿我的实力 来压你了 你能奈我何 现在 我给你一分钟 对沈云道歉 再自己扇 自己两个耳光 不然我当众打断你的手脚 他说完这话 身上散发出了一股杀意 这一股杀意 冰乱无比 如山如海 立刻就让郑林他们 脸色微微一变 郑林直接大手一挥 见状 几个保镖冲了过去 但没用 直接被李东一脚踹飞了 这些保镖 在李东的眼中 弱得就像是蚂蚁一样 那几个保镖从地上站了起来 然后 他们按住了枪带 杀意无比凌厉 但 他们却不敢掏枪出来 瞄准李东 因为郑林跟独孤斩 都没有下令开枪 而且 刚才独孤斩的态度 也让这些保镖无比忌惮 还有三十秒 李东没有理会那些保镖 直接朝着独孤斩走去 信里的 你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层身份 你确定还要一条 倒走倒黑跟我作对 独孤斩再度摸了摸疼痛的腹部 他本来以为 李东失去了战神这一层身份庇护 面对自己 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但是他错了 对方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嚣张了 这样的李东 让他心惊胆战 还有 十五秒 李东不管不顾 与此同时 他的身上 开始悄然散发出了冰冷的杀鸡 走廊里 陡然间有了让人窒息的死寂 独孤斩的眼神 无形中越发阴沉了 好 好的很 你是一个狠角色 独孤斩目光炯炯的盯着李东 随后 发出了一阵怒到极点的笑声 非常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记住今天这一切了 心里的 等着 我们的账 我一定会给你算得清楚 说完 他直接朝着自己的脸颊 狠狠地抽了两个耳光 啪啪 声音无比清脆 第九百三十章 刻意挑拨 第九百三十章 刻意挑拨同时 他走过去 对已经清醒过来的沈云 来了一个鞠躬 沈小姐 不好意思 今天喝多了 冒犯了你 对不起 看到这样的结果 大家都惊呆了 特别是郑林他们 一个个目瞪口呆 他们太清楚 独孤斩的来头了 九长老的孙子 独孤家的二少爷 平日里肆无忌惮 嚣张跋扈的独孤家二少爷 现在居然夹起尾巴做人了 这还是他们所认识的独孤二少爷吗 不但如此 他低声下气道歉 还自伤耳光 这未免太丢人了呀 而且 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大家都想不明白 独孤斩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如此忌惮那个男人 我们走 独孤斩扇完耳光 道完歉 就直接带着郑林他们离开了 干脆利落 只是 在走的时候 他的目光 充满了怨毒 对此 李东思毫不在意 他跟独孤家之间的恩怨 是不可能调和的 他也没有将独孤斩放在眼里 这家伙要是安分还好 要是过来招惹李东 触动李东的逆龄 李东不介意让他下去 陪他的哥哥独孤伯 展少爷 那小子实在是太放肆了 我们不应该这样放过他 应该弄死他的 环环驶出了 东山会所的兵力车里 郑林捂着头上的伤口 一脸憋屈地 朝着独孤斩开口 这王八蛋 不仅仅是打了我的脸 更是打了您的脸 打了独孤家的脸啊 他摆出了一副 对李东恨之入骨的姿态 我就不信了 他真的敢打断展少爷您的手脚 憋屈 愤怒 丢人 没面子 独孤斩靠在针皮座椅上 摸了摸红肿的脸颊 冷笑一声 我比你们更加愤怒 更加憋屈 但是 要看清楚形势才行 你们不知道他的来路 但你们 只需要知道一点 他的来头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而且 这一次他战里 我们不低头 又能如何 要是我不道歉 不自己扇自己两个耳光 他是真的敢打断我手脚的 再说了 他的实力强的可怕 比你们想象中的都要强 我们这些人 根本不够他撒牙缝的 人啊 该狂的时候可以狂 但是该当孙子的时候 还是赶紧当孙子 这样才能活得久一点 他拿出了一根烟 叼在嘴上点燃 然后宁笑 展现出嗜血野兽一样的阴森气息 正灵艰难地挤出了一句话 可是 难道今日的耻辱 就这么算了 这件事情 要是传出去的话 对您的名声可不好啊 那又如何 独孤斩淡淡道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等我回去好好想想 怎么来讨回这个公道 我跟他之间 迟早有一天 是要算清所有账的 展少爷了 要不派出几个高手 将那小子身边的人刺杀几个 让他好好感受一下 失去亲人的痛苦 正灵出谋策划 这也算是讨回一点利息了 对了 他老婆是林氏集团的总经理 不如把他扁 啪 没等正灵把话说完 独孤斩脸色一沉 直接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碰 正灵整个人直接摔在了车里 他捂着脸 一脸委屈的样子 展少爷 您为什么要打我呀 今天的事情 我自己心中有分寸 用不着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进行挑拨 独孤斩一把揪住了正灵的衣领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喝道 正灵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他之间有恩怨 但自己又不敢报仇 所以想要借助我的手 去帮你报仇 你今天约我来这里玩 还不是知道 我喜欢漂亮女人这一口 把我带到沈云面前引起冲突 这我也无所谓 因为我跟那小子之间 本来就有恩怨 但你不该把我当傻子 总是拿话来刺激我 我会对付他 但你最好给我闭嘴 别在我耳边 嗡嗡像只苍蝇一样 让我想起他打我的两巴掌 不然的话 在弄死他之前 我不介意心废了你 说完 独孤斩拉开车门 直接将正灵丢了出去 然后砰的一声关闭车门 让司机开车扬长而去 哎呀 正灵惨叫着 在地上翻滚了机密 撞在栏杆上 才勉强停下身子 要不是他及时躲开 估计都被后面的车子撞到了 郑总 你没事吧 后面的车子停了下来 灰衣老者走过来问道 没事 正灵摇了摇头 他鼻青脸肿 衣衫破烂 看着远去的车子 嘴角却微微翘了起来 有种阴谋得逞的样子 神姐姐 究竟怎么回事 此时 东山会所里 那个洛塞胡子保安 正拿着扫帚 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现场 将那些碎片都清扫起来 除此之外 他还拿出了一张架木表 在李东面前念叨着 而李东则是对那些坏掉的东西 进行赔偿 毕竟 那些花瓶都是李东砸烂的 而林语柔 正在给沈云倒了一杯水 让他喝下去 缓解药物带来的口渴 等他喝完了水 林语柔问道 你们不是去见客户的吗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沈云想起之前的事情 就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不过他还是耐心解释道 我来这边 主要是为了拍摄一条山泉水广告 那家公司的老板就是正林 刚才我说要去见的客户 也就是他 一开始 我并不知道他们会图谋不轨 一直到他们一直盯着我看 而且我感觉到 那个毒蛊掌看 我的眼神不对 因此 我就找了一个上洗手间的借口 马上逃离 可而是没想到 那个正林一直盯着我 我刚起来就感觉到全身无力 还发烫 我寻思着 肯定是他们对我下了药 小童为了救我 就跑过去阻止他们来追我 却被那个会议老人抓住 打了几巴掌 我拼命挣扎 好不容易打开了房门 正林害怕我跑了 就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 接着就遇到你们了 说着 沈云一脸感激地看着李东 李先生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又救了我一次 不然的话 今天恐怕我跟小童 都要被他们给害了 不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李东摆了摆手 若有所思 他看得出来 今天的事情 应该是那个正林有意安排的 是对方刻意挑起独孤展 跟自己之间的冲突 只不过 正林并不知道 自己跟独孤家之间 早就有了无法化解的恩怨罢了 而且 正林更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他肯定以为 以独孤展的身份 要对付自己 是分分钟的事情 可以完全借助独孤展的手 来报他上一次的仇 只是正林更加没想到 独孤展并没有这样的胆子 询 冲 并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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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